不负贴贴,可是暗地里谁愿意尊奉一个黄毛丫头做大王呀? 只不过有野心的人知道陈曼云的本事,又总是不在蜀国境内,要不然暗杀事件可能会频频发生。 用那种杀不死你,恶心死你的办法,只怕是没有杀死他,也得让他放弃蜀国大王的位置。 他陈曼云倒是不稀罕蜀国大王的这个权利,而是怕别人可能做不到他追求的国富民强。 这些古代的人不管智慧有多高,始终还是眼界有限,要说治理几国家来,又哪里能跟他这个多进化了几千年,见证了未来世界高科技的新型人类比呢? 所以这权利只要一旦回到那些古人手里,只怕又要战火连连,福民遍地了。 其实他接管蜀国这些年来,还从来没有接受过百官的朝拜呢, 他就是怕有些大臣不服,在朝堂上跟他杠上,到那时为了维护自己的同志,可能不得不杀两个出头鸟,以警校友。 就像大唐的女皇武则天一样,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将那些在大殿上跟自己对着干的大臣,让人拖出去砍了。 但是这样的结果并不是他想看到的,所以一直以来他都只是在背后操控,让莫少涵去实行自己的策略,这样避免跟那些满脑子都是男尊女卑思想的老古董正面冲突。 这才能保证六年来,蜀国内政相安无事。 但是这并不代表就是永久的,只要那些老古董还在被任用,他就随时要谨言慎行,以免这些人在暗处的势力有机可乘。 因此修缮城池的事儿,绝对不能让蔡瑞他们去,以免惊动那些似劲而动的野心家。 陈曼云想到这些,心中焦急得无计可视,却又找不到一个可以商量的人。 这时他只能抬头看着蔚蓝的天空,在心里叹息着,这事儿该怎么办呢? 时间这样紧迫,修缮城池已经迫在眉睫,自己身边却连一个可用的人都没有,这可如何是好? 再看看身边挖地鸡的人们,一个个锄头局的老高,仿佛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 当锄头挖在那地上的土面时,发出啵啵啵的声音,硬邦邦的土地上建起一些土块和土榨,实际上那锄头却只抠掉了一点点面上的皮。 照这样挖下去,这些人十天能不能挖好鸡脚还是问题呢? 就别妄想着他们还能在十天这个期限内修缮好这里的房屋了,真是愁死个人。 虽然蔡瑞他们是其国重臣,现在暂时不能参加修缮蜀国的城池,但是让他们其中一个带上手里的部分兵来帮忙修房子,顺便帮自己看着点还是可以的吗? 对,就这样办。 陈曼云想到这儿,马上就对正带领着众人,挥舞着锄头在挖鸡脚的吴清山说道, 吴大叔,我看这样干活太慢了,你们先干着,我去找帮手。 说完陈曼云就大不留心地离开了山顶。 吴清山听到陈曼云说他们挖得太慢,要去找帮手来挖,心里纳闷着,如今这山上到处都冰天雪地的,去哪找人帮忙? 要说挖得慢,也确实有些慢。 这三四十个人从划线到洞土已经一个多时辰过去了,可是第一季才挖了十三四方,也不知道怎么搞的,这地上的土硬得很。 他们使劲地把锄头举得老高,挖下去却只能抠掉上面的一点皮。 照这个进度,要是就他们这些人手,估计一个月也别想把房子修改好。 丫头能找到人来帮忙,当然是最好的。 这样不但减轻了他们的工作量,还能按照陈曼云的要求,尽快把房子修好,野炼厂才能马上复工。 于是,边卖力地举着锄头挖着,边连连点头道。 好,好,好,你去吧,山路难走,你自己路上小心啊。 等他再次举起锄头来看陈曼云时,早已经看不见他的影子了。 吴青山挖完一锄头,处着锄头看着那些昔日炼铁水的炉子,心中叹息道。 吴青山想到这里看看天空,这冬日的太阳出来得晚,这一出来都快中午了。 于是他赶紧收起自己那一点点喜悦的心情,加快了手里的动作。 陈曼云来到离他们最近的秦松营地,找到正在与将士们打扑克牌的秦松,笑着对他说道。 秦松,看来你小子也很喜欢打牌吗? 秦松被自己师傅抓个正着,只能一脸陪笑,用手挠着后脑勺说道。 谁叫师傅要做出这么有意思的东西来呢?徒弟只玩了一次,就欲罢不能了。 陈曼云听了秦怪的问道。 呵,这么说你小子心里还怪我咯? 不敢,不敢,徒弟怎么敢怪师傅呢? 秦松不知道自己师傅今天怎么这么有空,来到自己营地里抓自己的错处,只能小心陪着笑脸。 当时他也知道,自己这师傅极为护短,他们几兄弟不管做错什么,师傅都不会允许别人来治他们。 他曾经说过,他们犯了错,只有他可以治他们的罪,别人管了就是在打他的脸。 就算是现在,他们在七国的朝中当臣子,要是犯了错,也不许梁子莫那大王来治他们的罪。 要打要罚也只能是他陈曼云说了算。 所以此时此刻,秦松不担心自己得罪了什么人,而是担心自己做错了什么师傅交给自己的事。 可是他站在原地,心里搜长刮度想了一遍,自己觉得最近并没有接到师傅交给的什么任务,所以正想理直气壮地问问自己这个有些猜不透的师傅时,就听见陈曼云说道。 好了,你不用想了,最近你们都很乖,没有做错什么,我今天来就是想让你们带着你的人,去野炼厂那边帮忙挖地基,那老妖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我们也不能老是这样等她。 所以我决定要尽快让各个厂都运作起来,把这生产规模扩大,加班加点生产,这样才能将这两个月落下的产品给补回来。 可是现在山上没有小镇,吃的用的什么都买不到,我就在厂区旁修改工人的宿舍和食堂,让他们上下班更方便,也不用怕刮风下雨的天气变化。 不过现在师傅带过来的人手不够,需要你的人去支援一下,直到各厂区的房子修建完工。 好的师傅,我等这一天都等得出白头发来了,您稍微等一下,我马上就去整顿人马,我们马上出发。 秦松听了师傅的话,心中早就寂静澎湃了,忙跑进大帐里去清点人数准备出发。 前段时间为着山上小镇被毁,他们几兄弟心里都不同程度的受到打击。 因为那里是他们师傅不辞辛劳,呕心利血,建造起来的小镇,也是他们曾经生长过的地方。 没有师傅就没有他们的今天,没有山上小镇,他们几个还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呢。 所以在他看见小镇被毁的那一刻,他的心都快碎了。 他想要去找毁了小镇的人算账,师傅却还让他赶紧离开,他觉得自己的心整个都碎了一地,捡都捡不起来了。 现在听见师傅说,正在重新修建山上的厂区,他心里真是高兴坏了。 之前他还在心里想着,山上这样的好地方,师傅可千万不要放弃了呀。 虽然现在老姚婆给毁了,但是也比他们当初刚到这里时要好得多吧。 记得当时,这里可就是一片苍翠的树林,除了有高大的树木和低矮的灌木丛,以及灌木丛上的野果外,什么都没有。 在经过师傅的细心经营后,短短几年里,就成了远近文明,堪比富庶繁华的小镇了。 拥有的人口居然由刚来的六七百,发展壮大了好几万,真是发展得迅速。 试问哪个城池是建立在这深山老林里的,又有哪个深山老林里的小镇,有山上小镇发展得这样快? 估计在当今这时代,除了他们师傅能做到外,其他人都没有这个本事。 陈曼云看见秦松很爽快地就答应了,心里这时也非常高兴,现在他终于能脱开身。 去办自己的大事了,早上他在带吴青山和莫老板他们时,就把承包专场的月昌平和月东平两家人一并都带来了, 并且一出来就让他们先去清理砖窑里的成品砖和半成品了,半成品也就是泥胚钢亮干的。 这会儿他把秦松他们带回去帮忙挖地基,他就可以去专场里看看还有多少成品砖和半成品了。 成品砖够不够修建山上那几处工人宿舍和食堂? 其实现在依照他的计划,除了这清砖厂,得赶紧航尼两胚外,与它有关联的石灰厂也得赶紧工作起来。 因为要加固边疆各处的城墙,那需要的砖可不是三五十万砖,和几百吨石灰就能解决的。 在这个没有钢筋混凝土的时代,修成房、筑堤坝等土木工程,所采用的建筑材料基本都是清砖和石灰,有条件的还可以加一点煮熟的糯米饭。 倒在墙体里,亦增加石灰的粘性,可是用糯米饭拿去修建城墙,虽然在这个时代好像很普遍,但是在他看来却是报钱天物。 这里的粮食多金贵呀,尤其是在自然灾害频繁,又到处是战乱的时代,很多百姓因为打仗而流离失所,种出来的庄稼不是全部上交给衙门。 就是被乱兵给抢走了,没有饭吃,他们就只能去找些野菜树皮或者小型的动物冲击,而统治者们居然还舍得把那能救命的糯米饭拿去修筑城墙。 这多可惜呀,要将那煮熟的糯米饭分给百姓们吃的话,可以救活多少挣扎在死亡边缘的人,真是浪费。 要是让他看见那些愚昧的人做出这些愚蠢不及的事,他可能会忍不住杀死那些愚蠢的人呢,他是不会去做那种愚昧的事情。 现在这里暂时找不到比石灰的粘性更好的水泥,那他可以想其他办法,找其他材料,但是绝对不是用糯米饭。 他记得上次从必先祷回来的时候,在那看见了一大片的橡胶树,那橡胶可是粘性非常强的好东西。 要是这次在修缮城墙时,能采集些橡胶夹在建筑材料里,那就好了。 这橡胶在他那个时代可是用途广泛,比如说大众普遍知道的有汽车轮胎,室内装修用的乳胶漆等等。 不过那都要加入一些添加剂合成,经过一系列的化学反应,才能提炼出那些东西。 他在这方面没什么天赋,更不懂那些复杂的合成技术。 不过他可以把提取出来的橡胶原液加热后加入到建筑材料里,让橡胶的凝固力,使那些砖墙变成真正的固若金汤,牢不可破的城墙。 只是不知道这时间上还能不能赶得及。 要是从现在开始算,砖窑里每七天能烧好一批成品砖,就是还不知道半成品干批还有多少。 很早之前他就提醒过承包专厂的月昌平和月冬平,让他们提前多晒些干批存在那儿。 因为他们都是山上住了好几年的人,也都知道这山上的冬天,地上可要上洞的。 到时候要在被洞得硬邦邦的土地上,财土碾批可就不那么省事了。 再说那上了洞的土就算是碾成批了,晾晒也不容易干。 就算是晾干了,烧出来的砖也不结实,一碰就断。 根本就不能拿来弃强,像这样的砖卖出去,直接就把山上的青砖厂招牌给砸了。 而这砖厂也不是今年才开的,两三年了,这点经验还是摸索出来了。 这两年由于青砖紧缺,从这里到各地的路都有被陈曼云修建的畅通鼓祖。 这些年,又因为陈曼云治国有方,把各个蜀国都治理得比较好, 百姓们不光能衣食无忧,手里都还有了余钱。 这人不缺吃不缺穿的,就想着要盖几间大房子住, 而现在手里有钱了,盖大房子这材料上可就要讲究讲究了, 肯定不能再用以前那些简单又不结实的建筑材料。 在这个时代,修房子最牢靠的材料,就是青砖石灰和用漆处理过的木材。 因此,这几年这山上的青砖厂,大冬天都没有歇过夜,一年四季都忙得很。 而以往在这山上,因为有野炼厂、陶瓷厂、还有石灰窑,以及青砖厂。 这些一天到晚都要释放高温的厂子,冬天的霜冻和风雪也没有今年这样大, 那些通往各国的道路上也不曾堆积过积雪。 这一次要不是老妖婆来捣乱这山上的厂子,一个也不可能停产, 那么这大雪也不可能风扇,地上也不可能有这么厚的积雪。 直到这些情况的月昌平月东平两家,把这些半成品的干批, 肯定也应该还是存了一些的,就是不知道够不够边疆各处修缮城墙。 现在山这边只有四五处的食堂和工人宿舍要修,估计大概总共需要二三十万砖, 希望那些在山上被老妖婆烧毁之前所剩下的成品砖就够了。 那样也许把存坯全部烧成成品,修缮各地的城墙也就差不多了。 这青砖的问题他心里还真没点, 因为这大冬天的不可能也不可以,采泥晒屁, 就算那些干屁真不够,也只能等到明年开春再说, 就这样踏踏实实地一步一步做吧, 反正又不是现在就怀孕了,就算是成亲就重彩了, 那前两三个月总还能行动自如吧。 到时候只要抓紧时间修缮,等到自己不能到处走动时, 相信边疆各处的城池也都修缮完毕, 到那时候自己就可以安心地再往宫里带铲了。 陈曼云站在帐外,正想着自己接下来要做的事, 这时秦松带着一杆士兵从营帐里整齐地走了出来, 秦松看着自己师父笑眯眯地说道, 师父,我们集结完毕,出发吧。 陈曼云这才回过神来, 抬眼看着重将士, 只见一个个士兵都昂首挺胸,精神抖擞的, 便满意地向秦松点头说道, 好,你们先去冶炼厂那边帮忙吧, 我还要去一趟青砖厂。 秦松听师父这样分派, 便恭敬地向着陈曼云低头拱手, 慎重地回答道, 那师父保重, 徒弟就先去山上帮忙。 说完,秦松便带着他手下的将士们, 一群人浩浩荡荡地, 在白雪矮矮的山林里, 快速地向山顶走去。 陈曼云看着秦松带着重将士离开了, 这才轻松一跃, 飞上了雪花飘飘的天际。 当陈曼云来到青砖厂时, 岳昌平和岳东平正带着众人, 冒着风雪, 在接纳一行一行的, 上面覆盖了少许积雪的草帘子。 陈曼云看了心想, 估计这些厚厚的草帘子下面盖着的, 就是之前那些存下来的干坯吧。 想到这儿, 陈曼云忍不住, 举目望去, 只见, 被这样盖着的行列居然有十五六亩之多。 陈曼云心里这一下就高兴起来, 要知道有了这些, 他的那块心痛就能治了。 依他的目测, 就现在面前的这些干坯估计烧出来, 也应该不少于三四百亿青砖, 有这么多用, 用来修缮边疆的城墙也就差不多够了。 真是太好了, 这青砖厂, 有岳昌平和岳东平这两兄弟来管理, 真是让他省心啊。 看来他这些年对这群人的引导还真有用, 他们每个人都像他陈曼云一样, 对于自己所做的事都非常赏心, 非常负责, 而他们每个人也都从中获得了自己想得到的东西, 不但赚到了银子, 还为陈曼云的事业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这个功先给他们记在这儿, 等他与梁子墨成亲后, 他还是会论功欣赏的。 虽然他们在卖出自己生产出来的成品后, 已经从中赚取了自己应该得的那一份血汗钱, 但是对于国家和人民有贡献的人, 可不能只让他们得到利益, 也要让他们得到名誉。 人生短短几十年, 这不是为名又不为利的, 谁会平白无故地为别人卖命啊? 所以为了以后大家做事更卖力, 他决定, 像对于岳昌平、岳东平、 吴青山、莫老板, 以及带着他们一起出来的众人都要嘉奖一份。 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体会到, 为他陈曼云做事的真正意义, 以后也才会有更多人为自己卖命。 陈曼云飘身下去, 落在一行没有揭开的草帘子上, 大声对众人说道, 各位叔叔伯伯们, 你们辛苦了。 众人一听是陈曼云的声音, 都忙停住了手里的动作, 抬起头向着声音发出的地方看去, 这时众人看见陈曼云一身嫩青色的连衣裙, 站在堆着鸡血的草垛上, 凌厉的寒风吹起他那柔滑的衣裙, 一样飘飘, 宛若九天之上的仙子飘落人间, 一时间竟然都忘了跟他打招呼, 只见一个个装甲汉, 被眼前的人儿惊艳地张大嘴巴瞪大眼睛, 等到寒风夹杂着雪花吹落在脸上时, 他们才回过神来。 岳昌平忙对陈曼云一拱手, 谦和地说道, 小民党, 恭迎, 说, 你快打住吧, 我说您看着长大的, 您就是我长辈, 叔叔怎么能跟侄女这样磕套呢? 您这不是折杀我了吗? 说, 您还像以前一样, 该怎么叫就怎么叫, 这样亲切。 没等岳昌平的话说完, 陈曼云就马上打断了他那些客套话, 他陈曼云可不是那种小人得志, 目光短浅, 一招得志, 非要身边人对他卑躬屈膝的, 他深深地知道, 一个人的本事再大, 若是没有一个, 愿意帮你出生入死的人, 也成不了大事, 正所谓一个好汉三个帮, 一个礼板三个庄, 当年落魄潦倒, 靠卖草鞋为身的刘备刘玄德, 不就是靠着这个道理, 由光棍一个, 发展到后来, 反与家世背景都非常显赫的, 一代尖雄曹操, 以及一家三父子, 都被后世传为牛人的东吴孙权抗衡, 续而三分天下吗? 他陈曼云在这个时代没有家学渊源, 没有家世背景, 要完成任务, 统一这天下, 也只能像当年的刘备一样, 靠仁德, 靠明心, 所以他接管了蜀国这么多年, 从来也不曾在山上的人们面前炫耀过, 更不可能会让他们对自己行跪拜之礼。 月昌平被陈曼云打断后, 听到他把他自己说的那样低调, 于是在心里对陈曼云又尊敬了三分, 只见他微微一笑, 依旧拱手客气地对陈曼云说道, 好, 那书可就要拖大了。 陈曼云见月昌平依着自己的意思心里非常满意, 高兴地笑着说道, 我们本来就像一家人一样, 书怎么能又跟晚辈客气呢? 就是这样大的风雪还让你们来开工, 我这心里真是非常过意不去, 若不是因为事情紧急, 曼云也不会在这样恶劣的天气里, 让各位书伯冒雪工作。 众人听到陈曼云把话说得这样客气, 也都客气地说道, 没事儿, 没事儿, 这算什么? 曼云丫头啊, 你不是说让我们不要跟你客气吗? 怎么你说出来的话, 每句都这么客气呢? 你这不是见外吗? 因为有你找萧罗, 我们这雷济山青砖厂, 从一开起来生意就非常好, 哪一年不是大冬天的, 都要忙到大年二十八九, 才能放几天假呀, 等到年初三初四又要开工了, 就算是今年比往年雪大一些, 但是咱们干起活来自然就不冷了, 再说, 咱们这又不是给人白干, 这可是在挣银子呀, 有银子赚, 我们都不会嫌累的, 你也就别说这些客套话啦, 我们这些长辈呀, 都没念过几天书, 你要是再这样客套下去, 我们这些做长辈的, 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了。 岳昌平听了陈曼云的客套话, 真诚地有感而发地说道, 陈曼云听了岳昌平的话, 叶叶连忙微笑着有些尴尬地说道, 好好好, 就一书的, 等这批砖烧出来, 我就让买家给你们付两倍的价钱, 这样我这心里才不会那么愧疚, 只要你们接受两倍的价钱, 曼云就不跟各位说客套话啦, 咱们拿点实际的, 我去给你们弄些葡萄酒来, 犒劳犒劳你们, 只是这砖要得急, 还请各位叔伯大爷们, 抓紧时间多烧些成品出来。 好好好, 你输给多少价钱, 我们就收多少钱, 只要你不觉得吃亏, 我们呀无所谓, 左右都是为了赚钱, 谁还会怕银子多咬手啊。 这时一直少言寡语的岳东平, 一把把话接过来, 笑着说道, 众人听到岳东平这样一说, 都呵呵地跟着笑起来, 陈曼云听了岳东平的话, 笑眯眯地答道, 说, 你就放心吧, 我才不会觉得亏呢, 只要你们不累着, 又能赚到银子, 我就开心了。 为什么岳东平, 会说只要陈曼云不觉得亏, 他们就无所谓呢, 这是因为他们这些承包商所赚的银子, 除工人的工钱外, 还要每年按产量分给陈曼云这个推销商两成的红利, 可是这次他说跟买家要两倍的价钱, 这可与产量没关系, 只是每块砖多加了钱, 也就跟他陈曼云没什么关系了, 所以岳东平才会那样说, 陈曼云却不把这点力放在心上, 上面他的话也没有说完, 这时他笑盈盈地看着众人, 心里却在说, 虽然这些银子都有我来付, 只要你们肯卖命, 尽快把数量赶出来, 我陈曼云绝对不会苛扣你们一离银子, 只不过他把后面那些有些自私的话, 全部咽进肚子里, 好好好, 那我们呀就都干得卖力些, 多少些青砖出来, 争取多赚些银子, 好过年, 哈哈哈哈 岳长平的话音一落, 所有在场干活的人都跟着哈哈大笑起来, 陈曼云看见众人赚银子的激情高涨, 觉得自己再待在这儿有些多余了, 于是等众人一笑完, 忙说道, 好了, 叔叔伯伯们, 你们忙吧, 下雪天, 注意手背手掌的保暖, 曼云就失陪了, 陈曼云说完, 没有等众人反应过来, 他人就已经飘到砖窑上面, 临时搭建的放东西的棚子里, 顺手从空间里拿出十几坛葡萄酒, 让众人干活累了时喝些解法, 把酒放好他就急忙离开了, 现在修缮边疆城墙的砖头算是不用愁了, 不过为了能修建出坚固的城墙, 他还是得带些人去一趟碧仙岛, 取些橡胶回来做城墙的粘合机, 陈曼云又来到袁凯的驻地, 跟袁凯说明来意后, 就让袁凯帮他挑选三百人, 跟他去逼仙岛, 袁凯是他的徒弟, 当然对他的话言听计从, 在经过一番精挑细选后, 袁凯选出三百身强体壮, 头脑灵活的士兵, 让陈曼云带走, 陈曼云看着这些被挑选出来的士兵, 个个都精神抖擞的, 一看就是身体素质极好, 干活肯定都有一手, 于是满意地点点头, 拿出那王母娘娘的法宝, 绿如意向气宝腰带扔出去, 让他便到足够三百人乘坐时, 让所有被选中的士兵站在腰带上, 带着腰带飞走了, 下午深时时分, 陈曼云带着那三百名士兵, 来到现在正暖阳普照的必仙岛, 他四处查看一番, 在确定整个岛上没有任何异动后, 才将绿如意向气宝腰带, 稳稳地放在地上, 让士兵们走下腰带, 这时士兵们一个个都热得满脸通红, 感觉浑身都开始冒汗了, 陈曼云一眼就看出, 这些士兵是身上衣物穿得过厚了, 到了这样暖和的地方, 肯定会发热, 于是对众人说道, 大家都觉得很热吧, 那边有个树莲, 你们都过去把身上衣服脱掉一些吧, 别热坏了, 众士兵们一听这话, 都快步地往树林里跑去, 陈曼云则去挑选了十几根断断正正的大树砍下来, 准备拿来给士兵们搭建几间简易的房子供他们住宿, 在这里收集橡胶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得做长远打算, 因为他心里想着, 像橡胶这样的好东西, 除了可以拿来做城墙的粘合剂外, 还有很多用处, 要是让他在这里这样长着, 不派人来收岂不是太浪费, 这么好的东西, 他可不会让他们就这样白白浪费掉, 他要是没看见倒也算了, 可是如今他已经看见了, 就绝对不会傻到让他们就这样默默地在这孤岛上白白留掉, 他一定会好好的把这些橡胶树里的橡胶都收集起来, 好好的利用, 当然他带来的这些士兵们并不知道他将他们带到这孤岛上来干什么, 所以等会儿住宿的房子搭建好, 他还要抓紧时间教会他们如何收集橡胶, 那些士兵们在树林里将身上的束缚解除掉后, 抱着衣物走出林子, 就看见陈曼云一个人在那儿搭房子, 于是众士兵都连忙跑过去帮忙, 陈曼云看见他们都出来了, 就放下手里的活问道, 你们三百人中应该有百户长吧? 所谓百户长就是一百个人里选出来一个管理人员, 这百户长就是一百个士兵的长官, 这一百个士兵都要听从他的调遣, 百户长上面还有千户长, 以此类推千户长就是一千人里的管理人员, 千户长可以管理十个百户长, 也就是说千户长可以管理十个百户长和近千个士兵, 陈曼云话音一落就有三个人站出来答道, 属下百户长左远山参见未来王后, 一个身高七尺,眉毛斜飞入病, 眼睛去天上繁星, 裹子脸的中年男人向他抱着拳答道, 属下百户长江青峰参见未来王后, 紧接着又有一个身高八尺, 满脸落腮胡, 眉毛浓黑, 眼镜炯炯有神, 四十来岁的男子说道, 属下百户长曾天民参见未来王后, 最后一个身高五尺, 眉清目秀, 二十七八的男子抱劝恭敬地说道, 陈曼云看着他们一个个对自己恭恭敬敬的样子, 心里很满意, 微笑着说道, 好, 三位百户长, 你们把各自的人都集合起来, 听我调派, 左远山江青峰曾天民三人听到陈曼云的话, 马上转身各自去集合自己的手下, 等他们清点好人数后, 小跑着过来对陈曼云说, 左远山集合完毕, 江青峰集合完毕, 曾天民集合完毕, 你的士兵们说道, 各位将士, 我想你们并不知道我把你们带到这岛上来干什么吧, 那么现在我就来告诉大家, 我把你们带到这里来, 是来执行一项任务, 这岛上有一种树木, 它能产生一种非常有粘性的液体, 这种树叫做橡胶树, 它所产生的液体叫做橡胶, 这种液体是从树干上提取的, 待会儿我们去树林里, 我教大家怎么做, 现在我们得先齐心合力, 把今夜要睡的地方准备好, 明天就可以专心工作了, 好, 现在我就给大家说说, 在这岛上如何搭建房子, 这岛上没有人烟, 因此蛇树虫椅特别多, 所以我们的房子就不能直接修在地上, 得用下面用火烧过, 结实高大的木材, 在下面打桩, 上面搭楼, 这样那些蛇鼠虫椅, 才不敢上来, 现在我这里砍的树木只够打桩, 所以还得劳烦大家再去砍些树木回来, 才能搭建木楼, 好了, 我的话说完了, 三位百户长, 你们给大家分配工作吧, 再晚, 今晚大家就要露宿荒野了。 左远山, 江青峰, 曾天明三人听到陈曼云这样说, 赶紧各自召集手下的士兵, 拿着陈曼云给他们准备的锯子和铁锹, 去砍树的砍树, 挖坑的挖坑, 烧火做防腐的生活。 陈曼云看着这三百人分工后, 大家齐心协力, 做事有条不紊的, 也就不再去管这修建房屋的事了, 因为他心里觉着, 这些训练有素的士兵们, 做着普通的修建房屋的体力活, 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于是他便不再过问, 他抬头看看天, 那天边的夕阳只有半边脸露在海面上, 漫天的红霞将海天之间染得一片通红, 美得让人几乎分不清是天还是海了。 陈曼云想着看样子, 这天马上就要黑了, 我一个女子跟这些士兵在一起多有不便, 得趁早离开。 可是又还没有教会士兵们如何收集橡胶的技术, 自己又怎么能就此离开呢? 不过要教他们收集橡胶, 还缺了一些做银嘴的东西得马上准备。 因为那橡胶原液都是从活树的树干上导出来的, 所以必须得拿一个比较坚硬的东西, 将树皮戳破, 让橡胶原液一滴一滴地从树干里流出来。 这个让橡胶原液从树干中流出来的东西就叫银嘴。 那银嘴中间必须是空心的, 要不然除了银嘴周围的橡胶原液, 其他地方就不容易流出来。 陈曼云早就想好了用什么材料做银嘴, 在这古代没有塑料管、铜管和铁管做银嘴, 一会影响橡胶产量, 二会浪费很多金属。 陈曼云想到这儿, 赶紧转身走进树林, 来到树林里, 他左看右看没人注意, 便转身钻进空间里。 因为他要去空间的竹林里, 找那些最小的竹子, 做导出橡胶原液的银嘴。 他到了竹林里, 使出一扬纸, 用意念找出很大一捆, 小指头大小的竹子, 带出空间来。 其实就在碧仙岛上也有很多竹子, 只不过陈曼云信不过他们的柔韧度, 所以还是去空间里带了竹子出来。 现在天真的快黑了, 此时天边已经只剩下一抹金灿灿的余晖, 在这灿烂的余晖印在海面上, 让人根本分不清哪是海, 哪是天了。 很多海鸟此时从远处飞来, 扑答答地落在岛上那些高大的桥木上歇息, 天黑了, 海鸟们都回潮了。 陈曼云瞄了一眼那些回潮的海鸟, 没赶再耽搁时间, 他赶紧将左远山等人叫到自己身边, 认真地对他们说道。 三位百户长大哥, 你们将军让你们跟着我来这儿, 有没有告诉你们所谓何事? 他们三人听了都摇摇头说, 不知道, 将军只说未来王后需要些人手, 让我等前来听后差遣。 陈曼云听了他们的话, 心里想着, 这远凯还真谨慎, 不过也好, 这样他们去了哪里, 到了哪里去干什么, 除了自己和他们, 就再也没有人会知道, 永远不用担心被人泄露这个秘密, 于是他心情大好的对三个人笑笑说, 那好,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们, 你们这次来岛上, 其实是为了要帮我收集一种非常有粘性的粘合剂。 陈曼云说到这儿, 看看他们三个人的表情, 只见一个个都正用非常疑惑的眼神看着自己, 于是笑笑又接着说道, 你们一定想问那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 又要让你们到哪里去收集是吧? 他们三人听了不约而同的点点头, 陈曼云又看着他们继续说道, 好吧, 我们去那边树林里, 我先教会你们怎么收集, 不过我还有很多事要做, 等会就要离开, 不能让将士们一一学了, 以后收集橡胶的工作就要拜托你们三位了, 只有请你们帮我教导将士们收集橡胶的技术了。 曾天民听了陈曼云的话, 赶紧答道, 请未来王后放心, 我等, 定当尽心尽力的, 将这岛上的橡胶全部收集回去。 陈曼云听了这曾天民的话, 在心里有些好笑地想着, 没想到这小子连橡胶是什么样都不知道, 居然就敢这样大言不惭地答应了, 真是好笑, 不过这种忠心倒是值得表彰, 于是微笑着说道, 曾大哥的忠心, 曼云是看见了, 不过这橡胶圆液可不容易收集完。 曾天民听了陈曼云的话, 有些正儿和尚摸不着头脑, 只是瞪大眼睛呆愣愣地看着陈曼云, 不知所措。 江清风和左远山听了, 也疑惑地看着陈曼云, 心里都在想着。 陈曼云看见他们三个的表情, 呵呵一笑问道, 这是怎么了三位? 这次江清风开口道, 敢问未来王后, 您刚才说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呀? 我等怎么听不懂呢? 啊, 其实啊, 这橡胶圆液是不容易收集完的, 不过这里不是我们的地盘, 我们这只是来偷偷收集一些, 因此也不敢久留, 所以不用曾大哥说的, 要把这岛上的橡胶圆液全部收集回去, 我们只收集一些够用就成。 陈曼云笑眯眯地回答道, 什么? 未来王后, 你说的话, 我怎么越来越听不懂了呢? 曾天民睁着惊讶又疑惑地大眼睛问道, 是啊, 未来王后, 怎么你的话, 我也越听越听不懂呢? 江青峰也跟着曾天民疑惑不解地问道, 左眼山也怀疑地看着陈曼云等待着他的答案, 陈曼云看着他们微微一笑说道, 我是说, 现在我们所在的岛屿不是我陈曼云的地盘, 到这里来收集, 只是趁这个岛的主人不在, 偷偷带你们上了岛, 而这岛的主人又非常凶悍, 我知道, 岛主他虽然并不知道这橡胶圆液有什么用处, 但是就算是不知道, 他那样的平行, 也不会让任何人拿走这橡胶圆液的, 要是知道了这橡胶圆液的用途, 他就更不能有成人之美的行为了, 因此我们只能用最快的速度, 赶在岛主回来之前, 收集够我们所要的橡胶圆液, 赶紧离开, 唉, 都是因为我们现在非常迫切地需要这橡胶圆液, 要不然我是不会让大家冒这个险的。 曾天民这会儿算是听懂了, 他瞪大眼睛, 紧张地问道, 你是说, 咱们现在来这里, 是来 偷的? 偷? 偷? 曾天民这话一出, 江青峰和左眼山两人不约而同地大声问道, 陈曼云看着他们紧张的表情, 又是轻松一笑, 轻声说道, 嗯, 这怎么能算偷呢? 这个岛的岛主是我陈曼云的手下败将, 如今他被囚禁起来, 城王败寇大家都是知道的, 那么现在他的东西是不是我有支配权啊? 三人听了陈曼云这样说, 这才放心下来做恍然大误状, 曾天民马上施然地说道, 哎, 我以为真是来偷呢, 吓了我一跳, 嘿嘿, 原来未来王后是让我们来管理这岛上的橡胶, 顺便再收集一些橡胶原液回去用啊。 可是其他两人却没有他这样乐观, 他们此时都用炯炯有神的眼睛认真地看着陈曼云问道, 未来王后, 是他说的这样吗? 陈曼云有些尴尬地笑着答道, 啊, 呃, 可以这么理解吧, 呃, 不过这橡胶原液咱们得看见, 所以就别耽搁时间了, 来, 你们都过来, 到那棵橡胶树下去, 看我怎么弄, 你们可要好好看清楚, 免得我一走, 你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弄了。 陈曼云觉得, 他们这一路走一路说浪费不少时间, 现在人已经站到橡胶树面前了, 就不要再浪费宝贵的时间了, 赶紧将他们交汇吧。 还有, 其实他心里还是有些担心的游龙玉女, 什么时候突然冒出来, 对他们进行攻击, 那可就糟了。 就他们现在这些人, 哪里是那老姚婆的对手? 如果不尽快收集够所需要的橡胶原液走人, 那就是等死。 记得刚才, 他在看见江青峰他们三人, 听说是偷偷来收集时, 那一脸惊慌的样子, 他心里就不放心把他们留在这道上, 马上就打消独自一人回去的念头, 他得在这里看着他们, 免得那老姚婆突然出现, 伤害他们。 虽然他自己也不是老姚婆的对手, 但是他有万能的空间呀, 在必要的时候, 他可以将所有人带进空间里暂避老姚婆的风头, 这样他带来的这些士兵们, 才有活着回去的机会。 也就正因为这样, 现在他们就更不能老是这样在这里耗着, 得赶紧抓紧时间, 把橡胶原液收集够, 带他们回山上去。 听到陈曼云这样说, 三人暂时忘了陈曼云刚才提到的偷字, 都紧紧地跟在陈曼云身后。 陈曼云带着他们三人快步来到一棵海碗大的橡胶树下, 他把刚才从空间里带出来的小竹子放在地上, 又从中间抽出一根来, 去掉竹子上的竹叶和竹节上的那些梗, 这时那根竹子就变得非常光滑了, 陈曼云又用小刀将竹子削成了四寸长一段一段的斜口, 然后将那些斜口的竹节用五寸长的铁钉打通, 再将打通的竹节的斜口竹断的一头, 斜着用力插进橡胶树的树干里, 使路在外面的一头斜着向下。 就这样又再离第一个竹节做的银嘴下面, 五寸处插进第二个银嘴, 这是江青峰问道。 未来王后,您这是在做什么呀? 还有,您把这竹断插进树身干什么呀? 陈曼云听了边忙回手里的活计边说道, 这就是在收集橡胶圆液呀, 你们看,这些竹节都是被我打通的, 等会儿那些橡胶圆液就会顺着这些竹断慢慢流出来, 我们把树干上插好了银嘴, 再在树下放一个能接住橡胶圆液的容器就成了。 陈曼云说着就将手一伸, 手中马上就多出了许多空的贝壳来, 只见陈曼云又将那些空的贝壳插在那些银嘴下面。 这些贝壳还是几年前山上修建水利墨房的时候, 他想去找土气树收集土气准备的, 而他此时拿出这贝壳做收集容器, 也完全是迫于暂时没有找到更合适的收集这一点一滴的橡胶圆液的容器, 所以才把它们拿出来将就着用用。 没想到上次没有找到土气树, 这些贝壳就闲置在空间里了, 这次收集橡胶圆液, 这些贝壳也终于找到用武之地。 陈曼云刚刚把那下面的两个贝壳插好, 这时只见那最先插进树干里的竹子银嘴上, 就慢慢地滴出一滴白色的液体来。 陈曼云惊喜地指着那贝壳里的白色液体, 兴奋地对他们三人说, 你们看,这就是橡胶圆液。 陈曼云刚说完, 就又看见第二滴橡胶圆液滴进了那贝壳里, 而此时下面那些银嘴里也先后流出来一滴滴白色的橡胶圆液来。 这时曾天明看着那些瓷器笔伏一滴滴, 引出银嘴滴落在贝壳里的橡胶圆液, 高兴地像个孩子一样大笑着, 颤着声音喊了起来。 啊,出来了,出来了, 你们快来看,真的出来了。 是啊,是啊, 未来王后, 咱们这就算是成功了吗? 江清风也跟着惊喜地问道, 陈曼云看到他们二人这惊喜的模样, 也高兴地点点头, 兴奋地笑眯眯地答道, 是啊,咱们这就算成功了。 左远山是他们三人中年龄最大也是最耻重的, 他此时只是聚精会神地把眼睛瞪得大大的, 看着树上那些白色的橡胶圆液慢慢地流出来, 在一滴一滴地滴进下面的贝壳里, 心里同时想着, 嘴里便说道, 未来王后, 既然现在已经成功了, 那我们就开始一起动手收集吧。 陈曼云看看左远山那冷峻的表情, 点头说道, 好, 咱们分工合作, 我和江大哥来准备竹子银嘴, 曾大哥和左大哥, 你们两个就负责将银嘴和贝壳插进树干里, 提手来, 大家说干就干, 居然在天黑彻底之前, 将十三棵橡胶树上插好了银嘴和贝壳, 只等那些白色的液体流满贝壳, 再把它们用大容器收集起来, 加酸进行过滤后, 就可以拿去给城墙加固了。 这时他们三人的眼睛已经看不清树干上的位置了, 陈曼云才对他们说, 好了三位大哥, 今天就先到这儿吧, 先过去生火做饭, 吃过饭就赶紧休息, 明早大家就要赶早起来干活了, 干一早上活再回去做饭吃, 这岛上的中午会很热, 大家中午好好休息, 等到下午阴凉一点再继续干活。 陈曼云边说, 边收拾起那些消好的竹子银嘴, 转身往扎营的地方走, 于是左远山跟在陈曼云身后边走边说道, 未来往后, 这时间这样紧迫, 咱们怎么不赶紧把橡胶原液收集够回去呢? 您不是说在这里待着很危险吗? 陈曼云听了, 知道左远山这也是为了士兵们着想, 于是很客气地打倒。 泽大哥, 你说得对, 在这岛上的确是很危险, 不过这岛上早晚的温差太大, 现在天黑了大概就只有二十度, 可是到了中午时, 温度大概就是四十度左右, 如果那么热, 还让匠师们干活, 那样就太辛苦了, 还很容易中暑。 我也知道岛上危险, 更知道这橡胶原液要紧得很, 不过以我们的速度, 三四天应该就能收集够, 中午休息一下也没有什么, 士兵们的身体要紧, 要是在这孤岛上的人生病了, 可就不好找大夫了。 其实陈曼云这样说, 无非就是不想让他左远山带着将士们, 冒着酷暑在太阳底下对着干, 要是说中暑什么的倒是有些夸大其词, 因为在这孤岛上, 陈曼云还没有发现哪有淡水, 没有水他们在这岛上的时间, 饮用水都要靠从空间里倒出来, 那空间里的水可是有洗髓功效的, 普通人饮了可以强身健体, 防止百病, 有了这样的灵水, 这些将士们在这岛上又怎么可能生病呢? 不过他这一招倒还是挺管用的, 左远山听了他这么一说, 马上就跟他妥协了。 那好, 就按未来王后您说的办吧, 只要能让将士们少受苦, 又能尽快收集够橡胶原液, 我怎么都可以。 江清风和曾天明, 之前听到左远山说忤逆陈曼云的话, 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他们以前虽然见过陈曼云, 也听那些跟着梁子墨比较久的士兵说起过, 陈曼云的武功如何的了得, 治理国家是多么的睿智, 经商又是如何能干, 还听说他为人和善, 乐于助人, 可是那到底全都是听来的, 万一他是一个心机非常重的女子, 那些事都只是做给他一中人, 他们大王看的, 暗地里却是一个凄凉狭小, 心胸狭义, 心肠歹毒之人呢, 那左远山在这里荒岛上这样怼他, 他会不会马上就对左远山发难, 又或者让他们这些知情人都尝尝苦头呢? 这丫头再怎么说也是他们骑过大王, 看中的女子, 骑过未来的王后, 这左远山怎么这么不懂事, 偏要跟他对着干呢? 就算是他现在需要用人, 暂时不与他计较, 他就不怕将来回山上, 陈曼云这小妮子去他们大王面前告他一状吗? 后来在听陈曼云对左远山和颜悦色的解释后, 江曾二人那颗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 其实陈曼云让士兵们中午十分休息, 还是因为关心士兵们的身体啊。 他为什么不能顺着这未来皇后一线, 做个顺水推舟的和尸佬呢? 还偏要和他降, 这样对他有什么好处吗? 再说, 就算是他们每天中午都休息, 也不会影响到他左远山呢, 大不了就是收集橡胶圆液的时间拖得长一点, 回去的时间晚一点而已, 又不会影响他升官发财, 他这又是何苦呢? 也幸好这姓陈的丫头, 真的就像传言中那样, 为人和善, 宽宏大度, 要不然可就有他受的了。 江清风和曾天明二人, 自认能洞察一切, 把事情看得十分透彻, 所以他们两人谁也没敢出生附和左远山, 只是跟在他们身后默默向前走着, 他们现在终于知道, 为什么他们大王会选择陈曼云这样一个女子了, 就拿刚才左远山当着他们两人的面, 对他这件事来说, 他居然能这样宽宏大量, 既没有拿未来王后的身份压人, 也没有和左远山争吵, 而是和颜悦色地跟他讲道理。 最后还让左远山服服帖帖地听从他的安排, 就凭这份王者气度, 就足以让世间男子甘愿为他俯首称臣。 陈曼云带着三人回到之前他们落脚的地方, 看见士兵们, 已经将之前他砍回来的那十几根大树当柱子立好了, 还正在七手八脚地弄木楼。 陈曼云看着士兵们, 此时热的都只穿了一条裤子, 光着膀子在那忙得热火朝天, 他心里想, 这木楼现在才搭了三分之一, 这样的速度大概要凌晨十分才能搭好, 不行, 今晚不休息, 明天怎么有力气干活呢? 而且现在都饿了, 哪里还能拿得动那些笨重的施树木啊, 还是先让他们弄饭吃, 其他的工作由自己来做, 争取再有时三刻把木楼搭好, 才能让士兵们睡好。 于是陈曼云飞升到前面的空地上, 把之前就准备好的树桩水缸和做饭用的大铁锅 快速地从空间里拿出来, 然后对那些正光者上半身在干活的士兵们说道, 将士们,天都黑了, 你们还是先去做饭吃吧, 这边没有干柴, 快去时间柴火来。 众将士听见陈曼云的声音都停住手里的活, 扭头去看各自的白护掌, 看他们是否也是这个指示。 这时, 曾天明他们三人在听见陈曼云的声音从对面传来时都被惊了一跳, 他们都没有想到陈曼云的速度居然这样快, 记得几秒之前那丫头还站在他们身前的, 没想到这才一眨眼的功夫, 他人就已经在对面去说话了, 这速度当今天下, 可能已经无人能及, 就连他们大王也只能甘拜下风吧。 他们以前是听说过陈曼云功夫了得, 聪明能干, 可是没有想到他的功夫却是这般了得, 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 之前因为左远山对陈曼云时, 她那泰然自若, 楚辩不惊的处事态度和方式, 就让他们三人都对陈曼云产生了崇拜之情。 与此同时, 他们也都知道, 陈曼云是个心地善良的女子, 她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都是对他们有意无害的。 于是, 也就对着那些看向自己的士兵们微微点头英语, 那些士兵们这才放下手里的东西, 陆续地向着陈曼云放水缸和铁锅的地方走去。 而陈曼云却在将士们走到自己面前, 离开了水缸和大铁锅, 直接去了那没有搭建好的木屋跟前。 不过她看了看那些乱七八糟的木头, 就觉得自己的计划一个人是完成不了的, 必须去找一两个帮手来, 才能赶在自己计划好的有时三刻前把木楼修建完成。 于是, 陈曼云赶紧趁着大家都在忙着捡柴做饭的时候, 进入空间找人帮忙。 由于时间紧迫, 陈曼云没有闲暇去跟空间里的父老乡亲们打招呼, 又怕自己经过的时候被乡亲们看见教主说话。 于是, 他进空间后干脆就用引申术来到昨晚遇见紫玉和众仙娥的树林里。 此时此刻, 紫玉和众仙娥们各自在训着自己喜欢的狮子老虎和豹子。 陈曼云看见了惊讶万分, 心里暗自私主, 他们这是在训兽? 厉害了, 前几天看他们一个个的都是那么柔弱, 就好像一阵风都能将他们吹倒, 可这时却又都像一个个英姿飒爽的女中豪杰, 看起来他们身上的伤应该都好得差不多了。 没想到原来他们训起兽来, 居然一个比一个还厉害, 让那些世人认为凶恶无比的, 什么百兽之王、森林之王, 训得一头头都像是听话的孩子一样, 跑来跑去再临见。 陈曼云心里想着, 原来他们都是训兽高手啊, 要是什么时候他们能教教自己就好了, 到时候有什么事情白兽都能听从自己的命令, 也就可以减少一些杀戮, 多一些和平。 陈曼云正想得出神, 紫玉和紫霄已经看见了他, 于是都忙跑到他身边来, 主人来了, 主人, 你来了。 这时众仙鹅都听见紫玉和紫霄在叫他, 也都赶紧站起身来, 跑到陈曼云面前, 气嘴巴舌地说着, 主人, 你怎么有空进来, 不是说要重建山上的工厂吗? 是啊, 主人, 你进来有什么事, 需要我们姐妹去做吗? 主人, 是不是有什么事, 需要我们姐妹帮忙? 主人, 你快说出来吧, 我们好一起去帮忙。 陈曼云看着此时围在他身边, 这些热情的仙鹅们发愣, 这些年来, 他好像还是第一次看见, 众仙鹅们对他如此热情, 对他的存在如此上心, 一时间陈曼云都不知道要请谁出去帮忙, 修建木楼比较好了, 迟疑一会儿后, 他满脸堆笑的, 看着正在七嘴巴舌的众仙鹅, 却不知道该叫谁跟自己走。 又犹豫了片刻, 他才对仙鹅大声说道, 中卫姐姐, 安静一下, 你们听我说。 经陈曼云这样大声地喊, 仙鹅马上安静下来, 陈曼云见大家都安静下来, 这才又继续说道, 我知道, 你们都想出去帮我, 不过你们身上的伤不知道好彻底没有, 还是需要养一段时间, 要不就不要勉强撑着, 一定要先将伤养好, 在说帮忙的事, 要因为帮助我, 给你们身上留下什么后遗症, 那我陈曼云就罪过了。 众仙鹅听了陈曼云的话, 一个个都异口同声, 理直气壮地打道, 谢谢主人的关心, 我们的身体在主人关心被治下, 已经完全恢复了, 经过了妖狐节一炼, 姐妹们的功力甚至比以前更增进了一程, 这都要感谢主人对我们姐妹的不弃, 所以现在我们就算是为了主人干脑涂地, 也在所不惜。 陈曼云听了他们的话, 就微笑着说道, 各位姐姐见外了, 自从你们把我带到这里后, 我们大家本就是一体了, 还分什么彼此, 你们的生命就是我陈曼云的生命, 我的生命就是众仙鹅的生命, 所以以后请大家不要再这样说了, 现在伍仲代人在碧仙岛上收集一种粘合剂, 现在确实非要需要有人帮助, 就是不知道众位姐姐谁愿意随我去帮忙。 众仙鹅听见陈曼云说, 他又带人在碧仙岛, 那个让他们此生刻骨铭心, 不祥之地时, 惊得一个个美目圆瞪, 嘴巴张大, 几乎忘了接下来该怎么说话。 碧仙岛那个地方, 虽然他们没有直接去闯, 却被游龙玉女囚禁在那几天几夜, 险些魂飞魄散, 灰飞烟灭。 这种情况下, 任谁也不可能在短短一两个月之内, 就把那曾经的凶险都忘了。 他们虽是仙鹅, 但是那些都是不久前, 才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的事, 又怎么可能做到毫不在意呢? 陈曼云看着他们, 每个人脸上那惊恐的表情, 心想, 算了, 毕仙岛是他们的结, 他们这才把身上的伤养好, 心里对毕仙岛肯定还有强烈的心理阴影, 这时候让他们去岛上帮忙, 自己是不是太恐怖了? 算了, 自己还是另想办法吧。 陈曼云这样一想, 就忙打破此时压抑的气氛, 尴尬一笑说道, 啊, 嗯, 算了, 姐姐们还是在空间里休养吧, 我先出去。 陈曼云非常抱歉地说完, 就像犯了错的孩子, 草野似的赶紧往来路飘去, 可是在他刚刚飘到两丈高时, 就听见紫玉的声音响起, 等一等, 陈曼云听到紫玉的声音, 心里非常惊讶, 这个时候紫玉叫着自己不知道有什么事。 要是他们谁都不愿意去陛仙岛帮忙, 他也不会怪罪他们的, 他还可以去找在空间里养伤, 加修炼的李柱子帮忙, 搭建几间简陋的木屋, 对于李柱子和他来说, 也不是什么难事, 应该能够做的。 他心里这样想, 便笑着对紫玉说道, 紫玉姐姐, 你就和姐姐们一起在这里休养吧, 我去找李柱子。 不用, 我跟你一起出去, 你来这里找我们姐妹, 肯定是有棘手的事, 要不然之前, 你就不会先到这里来找我们。 紫玉坚定地说, 陈曼云听了紫玉的话, 想要辩解, 那修几间木楼也不是什么棘手的事, 只不过就是李柱子是个凡人, 修起来比较慢, 其他倒没什么, 可是紫玉既然已经这样说, 他又怎么好当着这么多仙鹅的面, 搏了他的面子呢? 再说, 要是自己与紫玉出去修建的木楼, 可能只需要半个多小时就搞定了, 这样等士兵们吃好饭, 马上就可以睡觉, 何乐而不为呢? 陈曼云扭头看着紫玉, 边在脑子里想着, 紫玉见他没反应, 也就直接向他这边飘来, 这时紫霄也跟在紫玉身后飘过来, 边飞边说, 陈曼云并没有反对他们俩跟来, 只是笑着说道, 那好, 我们走, 就这样, 陈曼云和紫玉紫霄他们三个, 很快就出现在碧仙岛的树林边上, 这时候士兵们正在将清风, 增天民, 左远山的带领下七手八脚的生火做饭, 此时天已经黑透了, 除了士兵们生火做饭的地方有一点光亮外, 都是黑漆漆的树林, 谁也没有注意到陈曼云的消失和去而复返, 而陈曼云和紫霄他们出来后并没有多做停顿, 趁着夜色, 马上就着手修建木楼的工作, 陈曼云边跟紫霄他们俩快速修建着木楼, 心里边想着, 幸好没有下午去找他们出来帮忙, 要是在大白天让他们露出这样一手, 就算是吓不到那些士兵, 也会让那些士兵对他们心生爱慕, 然后再惹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现在天黑了, 正好趁着夜色, 他可以毫无顾忌地让紫霄他们施展自己的功力, 这样既省时间又少了很多麻烦, 当陈曼云他们把最后一根木头弄好后, 那些士兵们刚好吃完饭, 当江清风他们手举火把走到木楼前时, 紫霄和紫露已经回了空间, 他们看见只有陈曼云一个人站在木楼前的柱子旁, 当时站在前面的士兵, 借着火把的光, 看见眼前已经修好的木楼, 心中惊讶万分, 他们记得下午他们三百多人赶了一下午, 也只把那支撑木楼的柱子给立起来了, 其他的什么都还没有来得及做, 天就已经黑了, 可是这会儿这未来王后一个女子, 就他们做饭吃饭的这一会儿, 就把整个木楼全建好了, 这是什么情况, 这女子究竟是什么人, 她一个弱女子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把整栋木楼都修好了, 这不可能, 她怎么可能这样让人匪夷所思呢, 士兵心里惊讶地想, 根本就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是真的, 他们以为自己眼睛被火把的光晃花了, 于是都不约而同地用自己的手揉眼睛再看, 可是那高大的木楼依旧助立在面前, 他们还是不相信, 这时就有人大踏步向上走去, 当士兵们走到那些用没有剥皮的木头绑好的木阶时, 他们有些犹豫, 不知道这些台阶能不能沉重, 可是当他们顺利地走上木楼时, 他们心中的疑惑就更深了, 他们每个人心中都在忐忑不安地想, 据他们了解常人还没有谁有这样的本事, 难道他是神仙? 对,他应该是神仙, 今天来时, 他们这三百人可就是他用一条漂亮的袋子带到这里的, 一路上听他们中间那些胆子大的说, 他一直都睁着眼睛在看沿途的风景, 听说他们是穿过千山万鹤, 万里碧波荡漾的大海才来到这岛上的, 要是他是普通人, 这些事又如何做得到呢? 陈曼云看着士兵们那不可置信的言伸, 没有再去过问, 来到江青丰他们三人面前, 他们三人忙将手里的火把交给身后的士兵拿着, 拱手低头恭敬地向陈曼云行礼, 并一口同声道, 未来往后, 陈曼云看着他们轻声道, 好了, 三位大哥, 木楼搭建好了, 今天也累了一天了, 现在将士们吃饱喝足, 就让大家赶快歇着吧, 明天还要早起, 江青丰他们三人听到陈曼云这样说, 都恭敬地攻守打倒, 是 然后三人正要命令士兵们赶紧去休息时, 曾天民抬头看了看那一排六间宽大的木楼, 疑惑地问道, 未来往后, 您今晚住哪一间啊, 属下让他们给您留出来, 曾天民此言一出, 江青丰和左远山也附和道, 是啊, 您说一下住哪一间, 属下道让将士们帮您整理出来, 陈曼云听了笑笑, 不用了, 谢谢你们, 我一个人好将就, 就不占用那么大一间屋子了, 将士们这么多人, 岛上的蛇虫鼠蚁又多, 又只搭建了六间房子, 已经够挤的了, 好在咱们在这里待的时间不长, 好了, 你们将就着快睡吧, 早点休息, 说完, 陈曼云就大踏步地朝着香蕉树那边走去, 哎, 蔚来王后, 这怎么行呢, 我们这里都是些大男人, 才更好将就啊, 您一个弱女子, 曾天民看见陈曼云离开, 在他身后紧张地说道, 可是没等他把话说完, 就被陈曼云冷冷地打断了, 好了, 你们就别管我了, 快去休息吧, 我去前面的树林里, 有什么事就大声喊, 三人见陈曼云那娇小玲珑的身影, 转瞬就消失在夜幕里, 续而相互地对视一下, 有多无奈地摇摇头, 其实三个人心里都心知肚明, 就凭他们三人, 一没地位二没能力的, 又怎么能左右得了拥有盖世神功, 又马上要成为他们齐国王后的陈曼云呢, 所以只能在这夜色里, 看着他快速离开的视线而叹气, 左远山看着陈曼云的身影消失在夜幕里, 对其他两个还在黑暗里, 努力寻找那小小身影的同伴说, 好了, 我们是不能让他改变想法的, 就经他的安排, 我们先上去休息吧, 江清风和曾天民在夜幕里找了半天, 也没有看见他们想要看见的陈曼云的影子, 又听左远山在身后说话, 于是只能接过士兵们手里的火把, 带着身后的士兵们上了木楼休息了, 陈曼云在树林里看见他们转身上楼, 又出声提醒道, 夜里让火把燃着, 别灭了, 左远山等人听了, 忙扭头硬道, 好, 陈曼云得到回应, 便安心地挑上一棵两人核抱, 树干呈Y字形的老绒树上, 手枕着头躺下, 看着那木楼上将士们插在门口, 被夜风吹得忽明忽暗的火把, 心里想着, 这里与重将士距离不远, 只要那边一有动静, 他就能在一分钟之内赶到, 在这座孤岛上他可不好掉以轻心, 这里可是老妖婆的老巢, 他们此次来岛上收集橡胶园叶, 其实就像是在老虎嘴里拔牙一样危险, 所以在没有安全感的夜里, 他是不可能安眠入睡的, 他必须要打起十二分精神, 守护着士兵们, 让他们相对来说有点安全系数, 万一老妖婆突然出现, 那些士兵们根本不堪一击, 但是这里是老妖婆的老巢, 相信他是不会自毁家园, 放火烧倒的, 所以有他守在这, 相对来说士兵们又要安全一些, 至少不会在梦里被老妖婆杀死, 不过他在树上待了一会儿, 还是觉得自己只是这样守在这儿, 还不够, 这里可是游龙玉女的地盘, 他能把常有青那样一只蛤蟆交到修炼成人形, 那本事可不是盖的, 还有这岛上动物众多, 他既然那么有本事, 这岛上的其他动物肯定也都被他收服了, 只怕老妖婆早就帮这岛上的其他精怪也修炼成精了, 这偌大的一个岛, 除了傍晚时分看见过几只海鸥飞进来之外, 竟然好像没有看见过一种动物, 甚至连最低级的在地上爬行的动物也没有看见过一两只, 比如说最常见地上的蚂蚁, 草丛中, 树上的螳螂, 蚂蚱等, 还有这样热的天气, 夜里到处都应该有蛆圈的歌声, 空旷的地方还应该有萤火虫飞来飞去, 可是这一切在这里都没有, 这是一个不好的现象, 要是他今天白天, 看见过上述的其中一两种动物, 他还没有那么紧张, 可怕的是干了大半天活, 从砍树到收集橡胶原液, 他居然在树上连的爬得最慢的毛毛虫都没看见过一条, 他心里真的怕, 就像上次来岛上救鲜鹅们一样, 最开始看见这座岛屿时, 黑悠悠光秃秃的, 就是一座没有生物的礁石岛, 可是当他与太白金星破了老妖婆的阵法后, 这岛上到处都是绿树成荫, 野花遍地, 让人心旷神怡的美景, 而今天来到这岛上的怪现象就是, 地上连一条蚂蚁都没看见, 树上连毛毛虫都没有发现一条, 更不要说那些有翅膀能飞的昆虫了, 他就在心里暗自想, 难道这里所有的生物都是被老妖婆收来做了徒弟, 又或者用什么手段奴役了他们, 他在来这古代之前是一个无神论者, 任何事都讲究科学, 所以对那些神话故事里的妖魔鬼怪是一点也没有了解过, 只有在小时候看过西游记, 不过那都是好多年前的事了, 记忆早就模糊不清, 但是有一点他是懂的, 那就是生物界的生存之道, 弱肉强食的自然现象, 所以他猜, 这老妖婆在这岛上盘踞几千上万年, 又是一条蛇精, 他对周围的生物肯定是本着顺我者昌, 你我者亡的精神, 肯定早就将这岛上的生物全部收为己用, 要是不愿意为他效力的, 也早就被他吃掉了, 如今虽然老妖婆被天神们抓住, 并封印在九游山里, 但是岛上的生物已经习惯了, 祖祖辈辈都听从他的命令, 就算是他不在岛上, 也是安排了那些有点修为的生物, 在他不在的时候把家看好, 所以今天夜里, 他得小心这岛上的那些微小生物, 以免被他们钻了空子, 他得做一些防范措施, 万一周围的蛇虫鼠椅嗅到这边有汗味爬过来, 那些木头柱子是难不倒他们的, 等他们肆无忌惮地爬到木楼上可就晚了, 到时候士兵们难免不造成死伤, 因此他还得想点办法, 才能让士兵们睡得安稳, 于是他赶紧进了空间, 因为他暂时想不出别的办法, 虽然那些生物都非常怕火, 但是为了长期能收集橡胶原液, 他舍不得在这里放火, 因为这个岛上到处都是容易点燃的树木, 他这边只要一烧着, 那边只要稍微起一点微风, 整个岛屿只要有树的地方, 可能都不能被倖灭, 因此这事只能用空间里的动物才能解决危险, 陈曼云在空间里又找到紫玉紫霄他们, 众仙子看见他进来, 又是一阵热情似火的关心和询问, 陈曼云把自己心里想说的话说出来, 然后问道, 众媚姐姐, 事情比较棘手, 我想请问你们, 咱这空间里有没有穿山甲? 那岛上可能少不了食人蚁, 现在大一点动物来了, 我倒是不怕, 因为咱们有这么多老虎狮子豹子, 要是真动起手来, 让他们去对付外面那些大动物, 可是那地上爬的蜈蚣, 试人蚁, 要是碰上了, 蜈蚣我们倒还可以用石灰粉来应付, 可是试人蚁, 我就束手无策了, 所以我想找几只穿山甲出去。 众仙娥听了陈曼云的担忧, 也知道那碧仙岛是一个凶险之地, 这时他们要保护岛上那些士兵, 有试人蚁就肯定要有穿山甲去对付, 要不然士兵们的性命就堪忧了。 众仙娥都还在冥思苦想的时候, 紫霄大声说道, 有有有, 主人啊, 咱这空间里什么都有, 人命关天, 就是没有, 我也用法术给你变个出来。 众仙娥听了紫霄的话都微微地笑了, 心道, 是呀, 他们都是仙娥, 都拥有法术, 怎么可能对主人说他要找的生物没有呢? 陈曼云听到紫霄说, 有他专门要找的穿山甲, 心里非常高兴, 正想问他哪里能抓到时, 又听见他最后那句, 就是没有, 也变出来, 气得他差点没晕过去, 不过他还是耐着性子不死心地问道, 紫霄姐姐, 你用法术变出来的穿山甲, 会吃那些小的可怜, 又让人看了毛骨悚然的蚂蚁吗? 紫霄听了陈曼云的话, 笑嘻嘻地说道, 主人请放心, 我用法术变出来的任何东西, 都能像真的一样好用, 不但穿山甲会吃食人瘾, 老虎豹子, 它们也和真的一样, 会攻击其他大型动物, 甚至吃掉其他兽来。 陈曼云听了, 有些不可置信地看着所有仙鹅, 这时所有仙鹅都知道他这眼神是在询问它们, 于是在他目光触及到的地方, 仙鹅们都点头回应着, 这一下陈曼云心里高兴地快要跳起来了, 忙对仲仙鹅说道, 那好, 姐姐们快帮我编些穿山甲, 不管外面岛上有没有食人瘾, 我们都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以确保士兵们安然无恙, 我还要带些老虎狮子豹子出去, 还有最好姐姐们能给我一瓶杀虫剂以防万一。 陈曼云说着, 就开始用意念, 把空间里老虎豹子, 狮子这三种凶猛的兽类带出空间来, 紫霄和其他仙鹅也都快速地找到了十几只穿山甲, 用法力送出了空间, 陈曼云带着三种猛兽出了空间, 还没走到他们搭建的木楼, 就感觉周围杀气腾腾, 此时浓雾把木楼已经重重包围起来, 而且那浓雾还在慢慢加重, 眼前的木楼就像那九天之上的房屋, 在浓雾里若隐若现, 以他的目理也只能看见木楼的大概轮廓了, 像是到了幻境, 眨眼一看把陈曼云惊了一跳, 这是什么情况? 这架势陈曼云一看心道不好, 敌人来得太多, 自己一个人是绝对应付不过来的, 得赶紧找帮手, 于是陈曼云忙向空间里喊道, 姐姐们,有麻烦, 快出来帮忙, 真向着陈曼云打开的缺口冲来, 而就在陈曼云对着空间里喊话的档口, 就听见木楼上有动静, 陈曼云心里非常着急, 一个飞身就往木楼上飞去, 而那些他从空间里带出来的老虎狮子豹子, 看见他冲上了木楼, 似乎也看出来了木楼周围的危险, 忙向木楼上奔去, 此时空间里的众仙鹅也都已经出来了, 他们看见陈曼云只身飞上木楼去了, 也紧随其后地跟着飞了上去, 陈曼云飞上木楼, 却又没有看见什么东西, 房间里睡着的都是些大男人, 他一个没出格的小女子不方便进去, 于是只能全身戒备地慢慢走在过道上, 仔细聆听着周围的动静, 而被他带出空间的老虎狮子豹子, 此时也只能站在他身后, 聆听和等待命令, 仙鹅们来到木楼上, 也只能跟着陈曼云慢慢地往前探听, 陈曼云边侧耳倾听房间里的动静, 边想, 大家都到木楼上来了, 要是下面有什么大型动物来撞木楼, 岂不是都有危险? 想到这儿, 陈曼云忙用隔空传音, 对众仙鹅们说, 姐姐们, 敌案我明, 我们不能待在一起, 太危险了, 紫余紫霞, 紫母姐姐, 你们去木楼后面检查一下, 看看有没有什么异动, 紫香紫月紫剑姐姐, 你们去木楼左侧看看有没有什么情况, 紫灵紫轩紫渊姐姐, 你们去木楼的右侧守着, 有情况马上警示, 紫山紫青紫鹿姐姐, 你们去木楼前守着, 一有动静马上叫我们。 众仙鹅得到陈曼云的命令后, 马上就到各自的岗位上去了, 陈曼云看看此时身后还剩下四名仙鹅就右手, 说道。 好了, 紫香和其余的姐姐们就跟我在木楼上仔细聆听。 蜘蛛, 兄弟们, 快, 快, 快起来, 蜘蛛, 好, 好多蜘蛛啊, 啊, 啊, 救命啊, 救, 救命啊。 陈曼云还没有分排完就听见其中一个房间里有士兵发出凄惨的大叫声, 顿时房间里吵吵嚷嚷的像是炸开了锅。 陈曼云他们这时找到了突破点都毫不顾忌的迫不及待的, 一脚将木门踹开冲了进去, 当陈曼云带着四位仙鹅冲进门后才发现自己太过冲动, 都没有跟人打招呼就出现了。 他们这突如其来的出现, 把那些热得赤裸着身子睡觉的士兵们可是被吓得一个个慌忙, 把放在身边的盔甲拖过来盖在身上, 以免春光外泄。 一开始仲仙鹅和陈曼云还觉得十分尴尬, 一个个都羞得翘脸通红, 可是当他们看见木头拼接的地方, 墙上, 房梁上, 柱子上, 全都爬满了一只只黑幽幽的大拇指大的毒蜘蛛, 还有很多正从那房梁上吐着丝慢慢地往下垂, 此时正悬在半空中, 有的已经爬到了士兵们的床上身上。 陈曼云与仙鹅们看到眼前这种情况, 一下子就忘了刚才的尴尬, 只见他们一个个都瞪着震惊的眼睛, 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就在这让人感觉又羞怯又惊恐万分的时候, 陈曼云集中生智地喊道, 紫霄姐姐, 之前说的杀虫剂呢? 紫霄一听见陈曼云的提醒, 忙手一伸, 手里就多出来一瓶杀虫剂, 连忙递给陈曼云。 陈曼云接过杀虫剂又大声喊道, 大家都把脸捂住, 屏住呼吸。 众将是此时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忙将手里拿来遮丑的衣物拉到头上去, 把脸捂住。 陈曼云见大家都做好准备后, 将手里的喷雾杀虫剂按住喷头, 扑扑扑地在房间里一阵喷洒后, 就退出了房间, 又到别的房间里去了。 临出门前, 陈曼云大声喊道, 大家屏住呼吸, 快穿上衣服起来, 做好战斗准备, 等会儿听到我的命令, 请大家配合行动。 第二个房间比第一个房间情况还要糟, 房间里的士兵们此时已经被吓得魂飞魄散了, 只听见他们一个个惊恐着, 颤着声音, 此起彼伏地喊着, 当陈曼云踹开门进去的时候, 只见一只大拇指大的黑幼幼的蜘蛛, 已经爬得士兵们满身都是了, 而且有几个士兵已经知听听地死在了床板上, 仔细看去那些死了的士兵一个个都面色发黑, 还满脸都长出了小指头大的透亮的水泡, 陈曼云被眼前这一幕惊呆了, 怎么回事, 这蜘蛛居然这样毒,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人就已经毒发身亡了, 不行, 看来得赶紧去看看其他房间的情况, 不能再这样磨蹭下去, 时间紧迫, 就由自己一个人来解决这个房间里的蜘蛛, 让子霄带着其他限额赶紧去别的房间, 消灭这些看着让人恶心的家伙, 要是再这样慢吞吞下去, 等自己一个一个房间去处理, 最后还不知道有多少将士, 枉死在这些小小的害虫身上呢, 于是他拿着杀虫剂, 边喷边撒, 急切地大声喊道, 紫霄姐姐, 你们别跟着我了, 快, 快去别的房间看看, 能救多少是多少, 希望还不算晚, 再晚, 却来不及了, 紫霄和其他仙鹅们听到陈曼云说话时的颤抖声, 就知道大事不妙, 没敢耽搁, 连忙其身各自闪退出去, 到别的房间去, 陈曼云对众仙鹅说道, 各位大哥, 请你们赶紧用衣物捂住脸部以免中毒, 他万万没想到, 就这小小的毒蜘蛛, 居然能让这些酒精沙场的士兵们惊慌失措, 以至于他们看着自己的同胞被毒蜘蛛咬死而束手无策, 看着那几个已经死去的兵, 他心里非常悲痛, 忙从空间里引导出川江西的水来, 往他们脸上叫, 希望用川江西的水能把他们救活, 他记得空间里川江西的水有促进山口愈合, 还有洗髓的功效, 现在希望这水也有解毒的功效, 尤其是这毒蜘蛛的毒, 可是他用引出来的水浇了半晌, 也没有见他们再动一下, 只是脸上那些透明的水泡都消了, 面色也恢复了原有的颜色, 陈曼云看了心里非常难过, 但是他却不能当着这些刚刚被毒蜘蛛惊吓过, 还惊魂未定的士兵们表露出一丝一毫, 因为在这里他就是他们的主帅, 特别是在这种时候, 他的一举一动都能影响到每一个士兵的心, 只有他临危不乱地处理好这一切, 其他的事才都不是问题, 所以此时此刻的情况不允许他脸上有一丝难过, 陈曼云看看现在房间里的士兵, 在他喷了杀虫剂后都还捂着脸, 又大声对他们说, 各位大哥, 大家屏住呼吸, 赶紧穿上衣服起来待命, 待会儿听到我的命令, 就赶紧行动, 爱完话后, 他再看看刚才还十分猖獗, 四处乱窜的满屋子毒蜘蛛, 被他喷了杀虫剂后, 此时爬在高处那些, 已经滴滴答答地往地下掉落了, 看着瞬间, 地上士兵们身上, 床板上, 到处都是跌落的, 那些脚还在不断伸缩的毒蜘蛛尸体, 陈曼云恨得牙痒痒, 真恨不得将他们全部收集起来, 一把火烧了, 就在陈曼云心里那把怒火正无处发泄时, 就听见有人急切地隔空传音, 主人, 快拍点包手来, 房子后面有一大群怪物, 陈曼云听了紫玉的话, 心中勃然大怒, 没想到今晚这岛上居然出现了这么多情况, 看来得好好的将这些金怪收拾收拾, 要不然他们迟早会成了自己的心腹大坏, 陈曼云带着一群猛兽便往房子后面赶, 心里边想, 当他人还没有绕到房子后面时, 就听见那边的打斗声哭喝声此起彼伏非常激烈, 心里焦急地想着, 这又是什么金怪来了, 怎么阵仗这么大, 怎么打前阵的金怪, 自己不应该先去冲锋陷阵, 而是应该给身边的这些猛兽一个表现的机会, 那后面出来的怪物恐怕才是最厉害的, 那必须自己出去应战, 要不然自己带到这岛上的人都将死于非命, 现在让这些猛兽去对付那些妖怪, 可能比自己上阵去迎敌效果会更好, 毕竟在他们那些金怪眼里, 自己只是一个凡人, 凡人是不堪一击的, 到时候自己才有机会出其不意战胜对手, 现在那战场上有一群怪物, 一群出动的动物一般都是一些不大的种类, 因为这岛上非常热, 这么热的地方狼是不会来的, 就比如狐狸, 这狡猾的畜生只要一看见老虎狮子豹子一出现, 可能会跑得比兔子还快, 俗话说北方多鬼, 南方多狐, 在这岛上温度这样适宜, 比较大的动物应该就是狐狸了, 现在就让这些猛兽去迎敌, 自己去把后路给金怪们堵死, 让他们有来无回, 陈曼云打定主意后就挥手让豹子冲在最前面打前阵, 狮子打主力, 老虎数量少, 做后骨和压阵, 而他自己却用隐身术溜到最外围去守着, 顺便拿出空间里的麻, 快速地编织着网, 这时那房子后面的战场战斗还在非常激烈地进行着, 只见紫玉他们三位仙俄正在被一群半人半腰的怪物围着拼命攻打, 此时陈曼云放过的猛兽前扑后继地扑了过去, 那些猛兽的突然出现, 吓得那些精怪猛地乱作一团到处逃穿, 之前的阵法一下子就变得不存在了, 这时紫玉、紫霞、紫木三位仙俄趁着这档口一起发起了狠狠的异计, 只见那些正在逃窜的半人半腰, 在众仙俄这雷霆一击下扑通扑通倒下了, 剩下的那些半人半腰此时就更乱了, 有的抱着被仙俄们打得口吐鲜血, 倒在地上的同伴嘶吼, 有的拼命地拉着同伴往来路逃, 而那些豹子狮子老虎此时也已经到了那些精怪尽前, 拼命地扑过去撕咬, 场面非常血腥, 就在那一刹那, 原本紫玉他们都快要败落的局势, 一下子就被扭转过来, 陈曼云此时正悠闲地坐在外围的草地上, 飞快地编着网, 可是就在此时他又听见紫玲和紫香两个仙俄, 同时用隔空传音向他发来求救声, 主人快来,紫玲这边守不住了, 一大群精怪向我们进行着强烈的攻击, 我们三个快挡不住了, 主人, 主人快, 派点人来支援啊, 我们正在被一群半人半腰的怪物强烈地攻击着, 快点来支援, 好, 收到, 马上支援, 这个消息让陈曼云十分震惊, 怎么会有那么多精怪突然来袭呢, 可是救兵如救火, 时间紧迫他来不及多想, 直接用意念从空间里又带出一群猛兽, 分为两匹, 直奔房子的左右两侧, 此时木楼的左右两边各有一个战场, 战场上仙俄们都被那些半人半腰, 怪物的阵法团团围住不能脱身, 此时正背靠着被那些精怪们围住中间缠打着, 稍微疏忽一下就会被那些半人半腰的精怪们出招给伤到, 可是正在紫连他们心里万分焦急的时候, 陈曼云从空间派来的那些猛兽赶到了, 那些正在围攻紫连他们的小妖们, 一见那些直奔他们而来的强壮的老虎狮子豹子们, 一下子就被吓得一阵乱叫, 场面混乱得一塌糊涂, 紫连他们这一下再也没有恐惧感了, 三人一起使出各自的看家本领,啪啪啪, 一阵快如闪电的掌风, 毫不留情地劈头盖脸地, 向着那些慌乱中逃窜的小妖劈去, 只见那些被紫连他们掌风劈中的小妖身体, 一个个像是暴风骤雨里的落叶一样, 扑扑扑直接飞了出去, 又重重地摔在地上, 这时再看刚才那些半人半妖的怪物, 落在地上的居然是兔子, 黄鼠狼, 臭幼, 田鼠, 紫连他们三个算是暂时安全了, 这时, 他们走过去, 看看那些被打落在地上的小妖们, 确定已经全部都死了, 这才找了块干净的场地坐下来休息, 而那些老虎狮子豹子们就站在他们不远处守护着, 而此时, 房子左侧的紫香、 紫月、 紫剑他们三个的情况却不容乐观, 只见他们三个被那些精怪们分开攻打, 紫香只剩下手的力气了, 面对精怪们的攻势毫无还手之力, 紫香提起一口气, 强撑着身子应付着小妖们, 此时那七八个围攻她的小妖也看出了她的破绽, 于是各自都连连使出狠招, 攻击的紫香连连后退, 眼看紫香就要倒地, 被小妖们的法器锁上, 而此时就在她左侧一丈开外的紫月, 此时也正被四五个小妖用各自狠力的招式在围攻, 她也只能勉强自保, 当她看见此时被小妖们围攻的无法自保的紫香时, 却无法抽身来帮忙, 只能急得大声喊道, 啊, 紫香, 你撑着点, 千万不要倒下, 都出现在她们面前了, 紫香和紫月看了, 翘脸上都惊喜地露出一丝笑容, 可是下一秒她们就看出来, 那些小妖好像根本就不怕那些凶猛的老虎狮子豹子, 小妖们对那些突然出现的猛兽毫不在意, 还是全力以赴地, 甚至更加卖力地攻击着她们, 紫香看着那些猛兽, 再看看那些还在向自己奋力进攻的精怪们, 心里沮丧地想着, 啊, 完了完了, 原来这些妖怪, 根本, 根本就不怕猛兽, 也不知道它们究竟是些什么物种, 看它们一个个身穿黑色铠甲, 毛发凌乱, 居然连老虎狮子和豹子都不怕, 也不知道主人在哪儿, 还在忙什么, 又没有危险, 算了, 我如今都自身难保了, 还想那么多干嘛, 趁现在还能动, 拼尽全力, 奋力一战, 只要我不成为其他人的拖累就行了, 至于能不能活着回去, 天天由命吧, 本来在看见猛兽们奔来时, 他跟紫月都心中顿时充满了希望, 可是此时却被这怪异的现象, 给打击的一点求生欲都没有了, 紫月这边应付着身边那些不断向他进攻的小妖, 一边焦急地想着, 怎么办, 怎么办, 要如何做, 此时才能让紫香不放弃, 就在紫香感到没有希望, 自己都快要放弃的时候, 耳边却听见紫月向他大声喊道, 于是他又提起精神, 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 我要, 我要振作起来, 一定要振作起来, 绝对不能被这些小妖打倒, 此时, 正在被十几个小妖围攻的紫木, 听见紫月的声音, 抬头一看, 紫香现在只能拿着自己手里的武器 应付着小妖们一次又一次狠力地攻击了, 心里也焦急起来, 他原本也跟紫香紫月一样, 在看见那些猛兽疯狂地向他们这边冲来的时候, 心里非常的高兴, 期待着那些猛兽们可以拯救他们, 把身边这些不知死活的小妖赶走, 或者杀死吃掉, 可是没有想到, 这些小妖居然根本不怕这些高大强壮, 凶猛无比的猛兽的到来, 真是太出乎他的意料了, 事到如今, 主人肯定还不知情, 而紫香被小妖们攻击得只剩下手的力气了, 怎么办, 自己怎么说也是天宫里王母娘娘看得入眼的仙恶, 可不能被几个小妖就收拾了, 看来现在只能自己奋力一搏了, 或许还能一举将这些小妖给吓跑, 子慕是个直性子, 说到哪儿就会做到哪儿, 只见他集中精力, 提气猛烈地将自己藏在袖子里, 衣服里的七彩祥云针刷刷刷地置了出去, 只见那些七彩祥云针嗖嗖嗖地都设在了他周围小妖们的体内, 此时此刻刚才还对他很力无比招招致命的小妖怪们, 瞬间就倒了一地, 这时再去看那些倒地的妖怪们, 一个个居然都变成了一条条, 一尺多长, 成人臂膀大, 头上又红又亮, 满身长脚的巨大蜈蚣, 子慕用眼神淡淡地瞄了一眼, 便不再看那些恶心的家伙, 这一下子慕能脱得开身了, 只见他向紫月那边靠近一点, 又屏息凝神, 准备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 霞光万丈, 同时子慕和紫月他们, 听见他大声喊道, 快退开, 闭上眼睛, 子慕和紫月听见子慕的声音, 知道他将要使出那威力强大的霞光万丈了, 于是子慕拼尽全力, 赶紧快如闪电一样, 飞身去抓起子慕的手臂, 转身就飞到了武藏外的地方去了, 只见这时, 一道道耀眼的金光, 快速而猛烈地, 披向正在玩命攻击紫月和紫香的那些小妖们, 顿时那些小妖们也感受到了, 子慕发出的那犹如激光一样, 刺眼夺目的金光,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只见那些小妖被子慕身上发出的, 那刺眼的金光照射了以后, 纷纷抱着脑袋, 嗷大叫着在地上滚来滚去, 这还不算, 只见子慕周围, 只要是被金光所照的地方, 此时, 树木叶子在迅速地哭叫, 草地上那些刚才还嫩绿色的小草, 已经尽数地哭黄了, 再看那些被霞光万丈所伤了眼睛的蜈蜈们, 一个个还抱着头在地上滚来滚去, 痛苦地挣扎着, 就在此时, 紫木紫香和紫月脸上都露出了笑容, 以为这一仗已经算是告一段落实, 鼻尖却突然嗅到一股难闻的骚臭味, 紧接着耳边又传来一个娇媚的声音, 一群废物, 没来之前, 一个个不是都觉得自己厉害得很吗, 怎么现在都被打趴下了? 声音一落, 紫香她们就看见木楼不远处的树林上空, 飞来五个衣桌华丽, 身后却耸着一条毛茸茸大尾巴的美貌女子, 这个狂妄而妩媚的声音之大, 把在房子后面编织马网的陈曼云都给惊动, 她抬头看看紫玉她们哪, 现在战事早已结束, 刚才的声音紫玉她们也听见了, 现在正抬起头看着她, 等待着她的指示呢, 这房子后面可是妖怪们的退路, 不能没有人把守, 就让他们三个留在这里吧, 自己一个人过去看看, 于是陈曼云用隔空传音, 对紫玉说, 紫玉姐姐, 你们留在这里, 注意这里的动静, 我去找紫香姐姐她们, 说着陈曼云就已经飞身, 向紫香她们所在的地方飞去, 陈曼云还没有到时, 就已经感觉到前方杀气腾腾了, 等她飞到的时候, 看见紫香紫玉和紫木三人, 正仰着头, 手紧紧地握住各自的兵器, 背靠背, 形成一个三角形, 全身戒备地挤在一起, 做出一副随时准备攻击之事, 陈曼云顺着她们的视线看去, 只见在木楼上空, 居然飘着五个木露胸光, 身着红橙黄绿蓝的女子, 正虎视眈眈地看着紫香她们, 让人一下子就感觉到此时此刻, 此地的气氛非常的紧张, 不过让陈曼云奇怪的是, 那些飘在空中的女子, 她们身后还都有一条毛茸茸的尾巴翘着, 陈曼云心里奇怪地想着, 诶, 这又是怎么回事, 这五个女子又是什么精怪, 她们这样气势汹汹的, 为什么到了又只停留在空中俯视, 而不下来, 直接跟紫香她们打呢? 她再顺着那些女子的目光往下看, 这回她才恍然大悟, 啊, 范晴她们是看见站在那儿的那些猛兽了, 原来她们的眼里除了凶恶, 还有一丝恐惧, 没想到, 她们也怕这些百兽之王和森林之王, 那么她们又会是什么物种呢? 不可能是狼, 因为刚才她已经将狼在这个行列里排除了, 那么这些应该是出了名的狡猾的狐狸, 对, 看她们看那老虎狮子和豹子的眼神就知道, 她们肯定是忌惮她们, 又觉得自己修为高深, 应该可以与这些猛兽抗衡, 因此不愿意就此离开, 却也不敢贸然下来直接迎敌, 只不过她们的祖祖辈辈生长在骨子里的, 那根深蒂固的小型兽类, 见到大型猛兽的那种恐惧心理, 却又让她们对猛兽充满了难以忽视的恐惧感, 所以她们才飘在空中, 又想将紫香她们铲除, 又不想跟那些猛兽正面相搏, 不过她们这样倒让战士暂时形成了僵局, 看她们的样子, 修为肯定是在一千年以上, 这些狐狸精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看来得好好地利用利用她们对那些猛兽的恐惧心理, 才有可能将她们打败或者一举擒货, 可是要怎么才能让她们吓得束手束脚地仓皇逃走, 又或者被自己擒货一网打尽呢? 陈曼云在脑子里不停地想着, 正在陈曼云想得入神的时候, 听见有一个妩媚的声音大声说道, 姐姐们快看, 她就是上次和那天上的老头一起, 来岛上, 将师傅的铁斗针破了, 毁了火龙坛, 去走炼妖狐的女子。 听到女子这样说, 紫乡紫月紫木她们三个, 都不约而同顺着女子们的目光, 扭头向陈曼云看来, 心里都为自己那主人捏了一把汗, 真怕那些女子都扑向陈曼云。 她们知道, 以陈曼云现在的功力修为, 要一个人斗败这五只狐狸精, 实在是太不容易。 而陈曼云听了, 却笑盈盈地扭头过去看她们, 只见此时那飘在木楼上空的五个女子, 都目露凶光地瞪着她。 陈曼云却轻松地笑着, 轻描淡写地说道, 说得对, 没错, 那些事是我跟太白金星干的, 怎么, 你们不服? 那些狐狸精听到陈曼云这些桀骜不驯的话, 一个个都被气得血气上涌, 恨不得马上冲过来将她随时万段, 再剥皮抽筋, 拾其肉掩其血。 可是, 也就在陈曼云说完话的同时, 地上原先那些站着观望的老虎狮子和豹子, 都抬起头, 似是看到了美味佳肴, 呼吸急促地向她放过去, 嘴里还忍不住发出嗷嗷的兴奋的咆哮声, 吓得那五个狐狸精顿时浑身不受控制地瑟瑟颤抖起来, 陈曼云看了感觉这时候是该出手的时候了, 于是用隔空传言对紫香紫月他们说道, 姐姐们, 今日这一战在所难免, 可是看他们的修为应该是千年以上, 武力值应该不弱, 以我们四个目前的能力, 要战胜他们五个, 难度有些大, 但是现在这座木楼周围, 还不知道隐藏多少妖怪, 我们又不能贸然调动其他方位的姐姐来帮忙, 所以既然必须要战, 我们又没有援兵, 就只能抓住仙机, 给他们来个措手不及, 我们才有一些胜算, 你们听我口令, 我数到三十, 你们就到他们身后去拦住, 我将他们引诱下来。 陈曼云用隔空传言在跟紫香他们说话时, 那五个狐狸精, 看他那一动不动的神情就知道他们在预谋什么, 于是其中一个穿红衣服的狐狸精便笑着说道, 妹妹们, 看来今天咱们姐妹是遇到棘手的人了, 虽然咱们都有近万年的修为, 但也敌不过这些来自天宫的仙鹅, 他们人多势众啊, 我看就此做爸爸, 免得。 不行, 姐姐, 这个女子虽然有仙鹅们护着, 但她毕竟是凡人, 而且她跟我们避仙岛可是有血海深仇的, 先是伤了奴交师妹, 抢走了紫金钵鱼, 后来又杀死了常有青和于成豹两位师兄, 前不久还来我避仙岛, 毁了师父布的阵, 天火龙坛, 这些是不共戴天的仇, 咱们身为避仙岛的子弟, 必须报。 穿红衣的话音刚落, 一个身穿黄衣的狐狸精, 着急而愤怒地说道, 这时听见黄衣服的狐狸精这样说, 其他狐狸精也附和道, 是啊姐姐, 师父都说这些仇是必须报的, 反正咱们今天遇上了她, 就不能轻易放过, 不如咱们现在, 就趁这里只有三个仙鹅, 连手杀了她, 等师父回来, 也会对我们姐妹和阿姆相看的。 穿蓝衣的狐狸精说道, 是啊姐姐, 蓝妹妹说得对, 身穿橙色衣裙的狐狸精也附和道, 红衣狐狸精听了众姐妹的话, 略微思考了一下, 陈生说道, 既然这样, 那还等什么? 只听话音未落, 一抹红影闪电般的, 就已经向着陈曼云冲了过来, 这时陈曼云一眨眼, 就见那一抹红影离自己已不足三丈, 而她身后那些狐狸精也紧跟其后冲了过来, 陈曼云一看这家事, 像是五个家伙要一起出找, 让她还没有喘息过来就死了, 于是便集中生智, 一约对紫香他们喊道, 三, 紫香他们看见那些狐狸精都向着陈曼云冲来时, 正急着想要冲出来帮忙, 可是他们还没有来得及采取行动, 就听到自家主人的口令, 没有办法, 三个人只好一约飘到那狐狸精身后, 去把退路给他们堵死, 而陈曼云则快速地向着草地上飘去, 那红衣狐狸精感觉到身后的动静扭头一看, 轻蔑地笑着说道, 他已经落在下方的草地上去了, 他也跟着直冲了下去, 可是等他冲到黎晨曼云只有两丈远时, 突然看见他身边, 此时正站着那目露贪婪之色, 嘴角留着长长哈喇子, 眼巴巴看着他们的猛兽时, 红衣狐狸精看见那些猛兽流着口水的样子, 向下飞去的身体突然不受控制的, 往后弹出去石杖开碗, 而他身后面那些狐狸精却没有来得及转身, 全部直接冲到站在陈曼云身边的老虎、 狮子、豹子面前。 那些猛兽见他们冲了过来, 没有给他们后悔的时间, 直接冲上去撕咬, 那老虎豹子的数量太多, 那些狐狸精又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被猛兽们扑上来咬, 惊愕地一时忘记自己的本事, 等到都被猛兽们的血盆大口咬到了之后才反应过来, 这时尽管那些狐狸精有万年的乏力, 此时也施展不了, 只剩下被撕咬的疼痛难忍, 凄厉的无哀叫声, 瞬间, 那四个狐狸精就被猛兽们撕咬的身上到处都是血迹斑斑, 乌眼的哀声齐鸣。 红衣狐狸精看见如此血腥的场面, 听着同伴那痛苦淒厉的哀嚎声, 顿时心急如焚, 连忙提气, 向着那些猛兽用尽全力记住树, 只见那掌风所到之处飞沙走时狂风暴坐, 自相他们距离太远, 看见红衣狐狸这一出招就是那么的恐怖, 吓得一个个都瞪大眼睛, 嘴里还发出惊呼声, 主人小心! 他们知道, 这掌风那么强劲, 就算是此时把他们姐妹与主人的功率加起来, 可能都不敢去应接这掌风。 陈曼云看见那烟尘滚滚的掌风, 快速地向着自己这边袭来时, 也按道, 糟糕, 这狐妖的虚为这么高, 若真让他这些掌风劈下来, 这些猛兽就会全部劈死, 同时, 我也不能幸免。 他自己要是拼尽全力躲开, 倒还能勉强捡回一条命, 但是这些猛兽都是空间里的生灵, 与空间里的级别息息相关, 可不能让他得逞, 可是自己要如何做, 才能把这股强大的掌风给化解掉呢? 眼看掌风就要扫到猛兽这里, 怎么办? 这修炼千年的狐狸精的掌风, 就他陈曼云那点修为, 还真不敢去应接, 这可如何是好? 陈曼云慌乱中想起紫霄给他的那些宝贝, 于是便慌忙地将手伸进怀里, 掏出一个手指大小的东西, 也没来得及看清楚那是什么, 就迎着强大的掌风扔了出去, 没想到那小东西遇见强风时, 居然一下子就变得无比巨大起来, 而且还像一把伞一样, 恰到好处地落下去, 直接罩在了猛兽们撕咬狐狸精那血腥的战场上空, 这时只见原本那满脸傲气的红衣狐狸精, 此时竟诧异地喝道, 闭水罩? 陈曼云听见红衣狐狸精的声音, 沉声说道, 看来还真是遇到识祸的了, 别得意, 姑奶奶可不怕这些没用的法宝, 红衣狐狸精听了陈曼云的话, 便冷冷地怒吓着, 便又提起向着陈曼云这边狠狠地劈出竖着, 你以为有这些东西护身, 今天就可以幸免于难吗? 哼, 受死吧! 看见红衣狐狸精再次发难, 自消他们这次比上次吓得更惨, 要知道, 上次那狐狸精的目的还想救出自己的同伴, 所以掌风不是太集中, 力道还可能因为袭击的面积而减弱, 可是现在狐狸精见旧同伴无望, 心里肯定会怒火中伤, 因此下手肯定比之前狠, 再加上这一次, 他的目标就只有一个陈曼云, 初找的精准度肯定没得说, 所以他们的主人这次是真的会有生命危险, 他们应该去帮忙, 主人可能还有机会躲开, 可是主人让他们守在狐狸精的身后, 断了狐妖的退路, 他们就不能违抗主人的命令, 怎么办? 这可怎么办? 真是急杀他们了! 而陈曼云这次也有了心理准备, 加上他从来也没有轻视过敌人, 所以在看见那红衣狐狸精, 批出那风扇满天的掌风来袭时, 心里并不紧张, 因为现在他的掌风伤不到那些灵手, 他自己只要快速闪开就没有问题了, 于是他看见那带着树叶尘埃的掌风, 离自己只有一正元时, 将身体往树林边一闪, 飘到三掌开外, 这时再看那批向他站立位置的掌风, 批在草地上炸开一朵朵气化, 将那些柔弱的小草噼里啪啦炸得到处乱飘, 而那草地上顿时就被炸出了两盘, 一尺来伸一连串的坑。 再看刚才陈曼云站立的地方, 居然批出了一个宽近三尺, 深约四五尺的坑, 而且那些涨风的余波, 居然直接将三丈外的陈曼云, 荡得身体在空中一个亮枪, 险些撞在身后的树枝上, 而同时他身后那些树枝, 也像是被突如其来的狂风吹得疯狂地摇摆起来, 在那股强风的驱使下, 一片片树叶像是蝴蝶一样, 在风中狂乱地飞舞着, 这一看顿时把陈曼云后背也吓出一身冷汗, 他暗自在心里道, 哎呀我递个乖乖, 这么厉害, 幸好我闪得快, 没有逞强, 要不然我现在肯定写剑当场, 不过这狐狸精的功夫还真是了得, 只可惜来错地方, 他的这身功夫拿来杀人实在太残忍, 太血腥又没创意, 更谈不上功劳, 他要是到现代去, 恐怕工地上那些挖掘机都只能停在那生锈, 工作就由他代替做了, 那样既为国家节约燃油, 又为人类建筑工程做出贡献, 一举两得, 陈曼云正在心里幽默风趣地假设着, 这红衣狐狸精, 要是能去现代该有多好, 这手耳边传来紫霄的声音, 主人, 我们来了, 陈曼云听到紫霄的声音, 心中大喜, 这一下自己总算是又多了两个帮手, 那红衣狐狸精, 见两次出掌, 两次都没有伤到陈曼云, 心里十分着急, 因为他的那些姐妹被陈曼云用那王母娘娘给的那宝贝给擒住了, 里面还有很多猛兽在撕咬他们, 作为大姐的她, 必须要尽快把自己的姐妹们解救出去, 要是再吃, 可就一切都晚了, 于是她又举起掌来, 准备再向陈曼云展开第三次攻击, 直到把她打倒, 就能救姐妹们出去疗伤了, 可是就在她快要脾气劈出去的时候, 看见陈曼云身边又飞来四位白衣女子, 她在心里思量着, 这又来了帮手, 自己身后那三个堵住自己的退路, 当时还觉得没有什么用处, 像这种法力粗浅的种类, 她根本就不放在眼里, 就像刚才那个站在自己前面的女子一样, 根本就是一个草包, 不敢接自己的招, 自己连发两次难, 她都只是躲, 连手都不敢还, 可是现在这又来了四个, 战局就有所不同了, 自己现在已经成了父辈受敌之势, 稍有不慎就会被他们生擒, 怎么办, 是继续跟他们拼命救出姐妹, 还是趁着他们没有准备好发难, 赶紧逃走, 等有机会再来解救姐妹呢? 红衣狐狸精此时竟处于两难境地, 不知该如何取舍, 陈曼云目不转睛地看着她, 却又暗自用隔空传音, 跟其他几位险额商量着对策, 姐姐们, 这红狐狸功夫了得, 大家要小心应付, 现在她的同伴在我们手里, 我们不用跟她应拼, 她也会就范的, 等会儿我们看她向哪边发起攻势, 只要围追堵截就行, 让她找不到突破口, 估计只要她一回去, 这岛上可能还会有其他精怪出来捣乱, 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大意。 知道了主人, 众仙鹅一口同声地打倒, 陈曼云又接着说, 我估计她会转身, 向紫香姐姐她们那边发难, 因为她也知道自己能力有限, 今天是救不出同伴的, 这样她就会想逃跑, 所以我们要在注意自身安全的同时, 尽量将她擒住。 众仙鹅们听了她的话都点点头, 可是紫香却眨着萌萌的眼睛问道, 主人, 紫香愚钝, 不知主人说的是什么意思, 还请主人明示。 陈曼云此时看着她, 用力地眨着眼, 可是紫香还是眨着那无害的眼睛, 默默地看着她。 陈曼云对于紫香的智商真是有些无语, 可是她又不能对她埋怨或者发火, 于是只好又耐心地暗自用隔空传音对她说道, 啊, 紫香姐姐, 你现在就去紫香姐姐她们那边, 一切都随机应变吧, 注意安全, 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紫香听到陈曼云这样说, 心里高兴异常, 因为感觉主人对她是最好的, 便转身就往红衣狐狸精身后绕, 准备到紫香她们所在的地方, 可是那红衣狐狸精却以为紫香这是要对她出手, 顿时就发起了强烈的攻击, 只见她啪啪啪向着此时, 离她只有两丈远的紫香批出竖掌, 在红衣狐狸精身后的紫香她们, 和此时与陈曼云一起并肩站着的紫眉, 紫穹, 紫君见了, 均是被震惊得一片哗然, 而陈曼云却在这千钧一发, 众仙俄都惊得尖叫的时刻, 红衣狐狸精心里正在得意, 没有察觉的时候, 边往紫香身边迅速地冲去, 边从空间里拿出自己刚才编织的那张网, 向着那狐狸精扔去, 与此同时, 紫香已经被掌风震得飞了出去, 其实当红衣狐狸精从背后向紫香偷袭时, 她已经尽量让自己的身体快速地离开红衣狐狸精的发飙范围, 但是尽管这样, 紫香的身体还是被那红衣狐狸精的掌风给劈伤了, 当陈曼云从侧面接住她那就像断了线的风筝, 直直下坠的身体时, 紫香已经嘴角抑着歇似, 双目紧闭了。 而那红衣狐狸精, 此时却被陈曼云扔过去的大网一下就网住了, 半上没有挣脱开, 身体里啼的那口气被急得一下就散了, 连身体带网便迅速地掉落在木楼前的枯草地上。 紫香、紫月、紫剑、紫梅、紫琼、紫君他们六个看见了, 便一起蜂拥而至。 此时陈曼云先是安排在那里的紫山、紫青、紫鹿三位仙鹅也已经冲了过来。 紫鹿一把将网自口上的绳子一拉, 红衣狐狸精就被死死地网在里面, 紫香冲了过去, 众仙鹅都以为紫香要为受伤的紫霄报仇, 于是一口同声地喊道, 先别伤他, 等主人来了处置。 紫香没有理会大家的话, 冲到网子前, 伸手捡起地上的网口绳子, 拉着绳子头, 一个飞身飘到离木楼最近的一棵大树枝鸭上, 将绳头在树枝上绕了一圈, 把网子里的红衣狐狸精倒掉在树上, 然后再绕到树干上打了一个结, 最后还用法术把这网上和绳头上都设了结界。 而陈曼云接住紫霄下坠的身体时, 身体却也被那红衣狐狸精强劲地掌风鱼波给震得顺着风向翻滚出去, 最后落到树林里几棵树干上撞击了好几下, 顿时他就感觉体内那平和的血气猛地往喉咙上涌, 仿佛只要他此时一张口, 那股气流就要冲出去一样, 可是他还是强忍着有想要张口的想法, 让他自己和紫霄的身体慢慢地下落。 在下落时, 陈曼云怕把已经受伤的紫霄再次伤倒, 便让自己的身体翻到下面, 让两个手肘先着地, 这样才能减轻着地时地心对身体的引力, 和身体跟地面的相互摩擦。 这时由于他刚才被掌风震的, 在树干上撞了好几下, 那股跃跃欲湿的血气在体内撞击得更加猛烈, 此时他再也忍不住了, 嘴巴一张, 哇的一声, 一口鲜血扑得喷了出来。 此时紫霄带着众仙鹅已经赶到他们身边, 大家看到陈曼云口吐鲜血倒在地上, 都惊恐地奔过去大喊道, 主人! 看见主人受了伤, 众仙鹅都惊慌失措, 乱了分寸, 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只有紫霄还算冷静, 他边喊着陈曼云他们, 边跪在陈曼云和紫霄身边, 动手把陈曼云紧紧抱着紫霄的双手掰开, 然后忍着悲伤, 对还在撕心裂肺。 喊着摇着陈曼云的紫霄和众位仙鹅说道, 姐姐们, 快, 把他们扶起来, 马上给他们疗伤。 于是大家动手七手八脚地把陈曼云和紫霄分开, 然后三个人给一个人疗伤, 其余的还像先前一样回到自己的岗位去守着, 以免再出问题。 众仙鹅都使出自己的所有法力为紫霄和陈曼云疗伤。 紫霄还好, 她是这十几位仙鹅中法术和法力最高的, 刚才受的那点小伤, 被仙鹅们输入灵力后已经慢慢好转, 而陈曼云却一直双目紧闭, 面色苍白, 一动不动。 当紫霄睁开眼, 看见众仙鹅正围着自己和陈曼云聊伤时, 惊得大喊出声。 主人, 你怎么了主人? 姐妹们, 这, 这怎么回事? 紫霄看见紫霄情绪如此激动, 姐妹们的灵力可能根本不不不不, 她根本输不进她的体内, 于是沉声喝道, 紫霄, 你配合点, 等你伤好了, 我们再告诉你事情的经过。 紫霄听了紫霄的话, 秀眉紧簇, 着急地看着双目紧闭, 面色苍白的陈曼云, 然后敏敏纯, 担忧地点点头, 坐直了身子, 闭上眼睛不再说话, 周围暂时没有什么动静, 只有那红衣狐狸精被吊在空中, 不甘心地大喊大叫。 远在房子右侧一直都密切关注着这边情况的紫霄, 听见她实在太吵了, 对身边的紫霄和紫霄说道, 你们守着, 我去看看。 说着, 紫霄就飞身, 往陈曼云他们那边飘去。 去吧, 小心点, 看看主人的烧事如何, 需要我们吱一声。 紫霄焦急地在紫霄身后喊道, 好。 紫霄便快速地往前飞, 便答道, 刚才这边发生的一切他们都看见了, 紫霄此时的心里, 焦急地已经无法用任何语言来表达, 可是碍于他们的主人说过, 让他们把自己的岗位坚守好, 不能擅自离开, 否则他早就过去帮忙了。 不过, 看刚才的情形, 就算是他们这些姐妹全过去了, 也不能一举将那红衣狐狸解决掉。 再说, 他刚才看得清清楚楚, 要不是紫霄的冒冒失失闯过去, 红衣狐狸又怎么会出招相伤? 红狐狸不出招相伤, 主人又怎么会冒着如此风险去救他? 主人不去救紫霄又怎么会受伤? 据他之前看见的, 他们的主人虽然功力没有红狐狸强, 但是作战经验绝对比那红狐狸丰富。 两次交手, 红狐狸都没有伤到主人毫发, 当时他跟紫轩、紫霄还在议论, 说他们主人这次可能不费吹灰之力, 就能将那修炼近万年的狐狸给生擒了。 时才看见紫霄他们过去, 本以为这一下不用担心了, 主人他们又多了几个帮手, 占据肯定胜券在握。 可是谁曾想, 他们这过去还不到一刻中, 紫霄那傻圈就连累着主人受了伤, 而且看情形主人伤还不轻, 真是气死他了。 这个充满诡异的岛上, 他们姐妹已经吃过一次大亏, 要不是主人弃而不舍地来营救, 他们早就被炼妖狐给炼得灰飞烟灭了。 姐妹们本来就对这座岛先有余悸, 现在主人又伤着了, 看着浓雾沉沉还在越积越重, 以他们目测百里的目里, 都只能看清十丈开外的事物, 这种感觉非常诡异又十分瘆人。 这碧仙岛是那游龙玉女修炼万年的巢穴, 一万年这么长的时间被老妖婆盘踞着, 这岛上的动物能留下来活着的, 应该都是屈服了老妖婆的门下, 听她拆遣了吧, 既然要供她使唤, 她肯定也会给那些精怪们传授些功力和修为吧。 看着狐狸精的修为, 应该得到了老妖婆的真传。 之前幸好主人用了避水罩, 把其他四只狐狸精跟猛兽们罩在一起, 让他们被撕咬, 减少了狐狸精的数量, 也削弱了他们的攻击力。 要不然, 以那些狐狸精的修为, 他们这些仙额加上主人, 恐怕也不是他们的对手, 更何况, 他们还要保护木楼里几百毫凡人的生命安全。 现在虽然五只狐狸精算是被降服了, 可是这事儿恐怕还没完, 等会儿还不知道会有什么怪物来呢。 主人是他们的主心骨, 没有了主人, 他们就群龙无首。 他们这些没有战斗经验的小仙额, 哪里谈得上什么战斗力可以? 真是被紫霄给急死了。 可是看着紫霄那被披伤的样子, 他又不忍心在怪她, 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 望母娘娘保佑, 求你保佑主人赶紧好起来。 祈祷完后, 他又无奈地宽慰自己, 也许这就是望母娘娘所说的那最后的天节吧, 他们姐妹这次来人间寻找有缘人, 花的时间可真够长的。 如果这就是那最后一次天节的话, 那不就是说他们这次任务就要完成了? 任务完成是不是就功德圆满了? 记得当初他们被派下借来的时候, 望母娘娘曾经说过, 这次的任务重大, 如果不能完成, 他们所来的这块陆地将会成为狼烟四起, 惊奇呐喊, 血雾笼罩, 血流成河, 江河湖海再无庆权地 人间炼狱。 不过还好, 他们及时找到了陈曼云这个主人, 他们的主人在短短六年多里, 没有允许哪里发生过太多的杀戮, 还让原本乱作一团的局势得到了缓解, 并且还慢慢地将一块一块地盘都收服了。 不过反而倒是天上, 怎么会让游龙玉女这老妖婆有机会跑到人间作乱呢? 他们那么多天神, 难道都只是享受人间香火的吗? 居然大家连起手来, 都没能将游龙玉女这个威祸世间的怪物给收拾。 依他看哪, 这只是一种表象, 也许王母娘娘是念旧情, 不忍心毁灭了自己的师妹, 更舍不得她那万年修行, 又或者是九重天的玉清宫里, 不想收拾那老妖婆。 诸神都知道, 原始天尊可是非常护短的。 他的徒弟他没有下诛杀令, 谁要是敢出手, 那就是在与他原始天尊为敌。 这样的后果, 天宫里那些神仙又有谁担当得起呢? 不过他们这顺水人情倒是卖了, 可是就苦了他们家主人, 苦了山上那些百姓了, 六年的心血, 好不容易才辛辛苦苦地将山上小镇, 经营得有声有色, 可是被老妖婆的一把火, 就烧得只剩下废墟和瓦砾了, 还真是让人心寒。 不过还好, 这些事情主人他还都不知道, 要是要他知道天宫里的那些神仙, 并不是治不了游龙玉女的老妖婆, 而是因为碍于原始天尊的关系, 才没有将他打得魂飞魄散, 灰飞烟灭, 而且还不加紧约束, 又让他跑出来, 将他经营了多年的山上小镇给回来, 只怕到时候要到天廷去跟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理论了吧。 说不定以他的脾气, 又要上演一出大闹天宫的戏码呢? 算了, 既然主人他不知道, 自己就把这些事情全部埋在心里, 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知道, 要不然他到天宫去闯祸, 自己和这些姐妹们一个也脱不了干系, 况且他们现在还深陷孤岛, 能不能度过这最后的天节还是未知数呢? 现在只求主人福大命大, 赶紧把伤治好醒来, 只有主人醒了才能带领他们, 在这最后的时刻想要除魔, 保护好木楼里的那些凡人。 子灵这边想着心事, 子萱早已经到了陈曼云他们所在的地方, 他老远就看见紫香紫月, 正在为闭着双眼体貌金光的子木护法, 子木正在给此时双目紧闭, 面色苍白的陈曼云疗伤, 不看还好这一看, 子萱心口无端地就抽痛一下, 心里焦急地想着, 也不知道主人伤得怎么样了, 从摔到地上到现在, 他的双目一直紧闭着没有醒来, 子萧经过医治后刚才都醒了, 为什么主人还没醒? 看来一定是伤得不轻, 得赶紧给他梳灵立护体, 可是这时那红狐狸还在往里大吼, 大叫, 听到没有, 你们这些小仙鹅真是自不量力, 居然敢跟原始天尊的徒弟作对, 真是活腻了, 今天扫我们姐妹栽了, 改天等我师父, 听到红狐狸这样嚣张, 子萱没有先给陈曼云输送灵力, 而是先用法术将困在紫香结界里的红狐狸打音, 这才怀着焦急的心情, 赶紧跑过去蹲下身, 伸手拉着陈曼云的手就开始给他输灵力, 子萱一来就给陈曼云输灵力, 子萱见了想要制止, 可是回头一想, 觉得子萱这样做非常好, 他们主人只是一个凡人, 他自身的修为不够, 所以在被那红狐狸掌风的鱼波碰撞后, 一下就伤了元气, 因此子木给他治疗了这么久的伤, 也没有见到多大成效, 如果给他体内多输些他们先额的灵力, 他自身修为提高了, 那他那点伤不就容易治愈了吗? 自己真是蠢笨得可以, 和子萱在主人身边待了这么久, 居然都没有想到这一点, 真是笨死了, 子萱看懂子萱的用意, 就拉着陈曼云的另一只手, 边往他身体里输送灵力, 也对身边的子萱说, 子萱, 快, 赶紧从百惠学给主人输送我们的灵力, 这样他的身体才能接受子木的治疗。 子萱听了子萱的提醒, 芒飞身一个道理, 用丹掌对准陈曼云头顶的百惠学, 就开始给陈曼云的身体输送自己的灵力。 这时伤势已经好转的子萱, 听见子萱对子萱说的话, 微微睁开眼, 虚弱地对身边的子萱子军他们说道, 快, 快将我怀里的金丹, 突然浮起了。 子萱听了, 赶紧从他怀里掏出一个洁白的小瓷瓶, 拔出红色瓶塞, 倒出一颗金灿灿的金丹, 走到陈曼云身边, 将金丹塞在他嘴里。 陈曼云这一受伤, 所有仙鹅的心情都非常紧张, 就这样疏灵力的疏灵力, 未丹的未丹, 时间一点一滴地过去,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 子萱的伤势虽然没有痊愈, 也算是暂时稳定下来, 轮流为他疗伤的仙鹅们也都累坏了, 就与子萱一起, 各自盘息在草地上调息, 而陈曼云这时也悠悠地醒来, 他感觉到有三股非常柔和的暖流, 正在从他双手和头顶缓缓传入体内, 而腹腔里还有一股强大的力量, 正慢慢地将这三股暖流, 导入他的全身经络与四肢百骸。 他睁开眼扫视一下, 看见众仙鹅都坐在自己身边调息, 而子萧这时除了脸色略显苍白外, 已无大碍, 他之前那颗悬着的心这才落了下来。 陈曼云扭头再看身边, 这时子萧和子萱与他手掌对着手掌坐着, 都已经是大汗淋漓, 他顿时就明白了, 从手臂传入自己体内的那两股暖流, 就是子萧和子萱所为, 看见他们此时, 额头上汗如雨下, 应该是给自己输入暖流太过劳累, 现在自己已经醒了, 相信身体已无大碍, 得赶紧让子萧他们停下来, 要是为了帮助自己疗伤, 让他们身体受损, 万一后面再来什么厉害的精怪, 他们无法再战士, 剩下其他几个仙鹅, 就要担当保护他们这些受伤的成员, 和那木楼上的士兵, 又要对抗强敌的攻击, 他们又当如何应对。 陈曼云想到这儿, 便用他那略显虚弱的声音说道, 好了, 子萧姐姐, 子萧姐姐, 你们快放手, 我已经好了。 听到陈曼云说话了, 正在帮他催化金丹的子萧, 子萧, 子月和子木都非常高兴, 子木现在正在从他背部的两条膀胱经上, 为他输送元气, 没敢说话, 而道立在他头顶的, 从他百会学, 给他输送灵力的子月, 也只能在心中暗自高兴, 只有子萧和子萧, 单手给他输送灵力, 还能够勉强跟他说话, 只听子萧断断续续地说道, 主人, 你醒了啊, 太好了, 你终于醒了, 真是吓死我们了。 子萧也说道, 是啊, 主人, 你好点了吗, 快告诉我们, 你还有哪些地方不舒服, 我们好一并帮你打通经络, 让你的身体, 把金丹充分吸收, 并化为力量。 金丹? 什么金丹? 陈曼云听了子萧的话, 不知所措地问道, 子萧又对他说道, 主人, 你听我说, 现前你受伤了, 子木怎么也无法把元气, 输入你的体内, 帮你疗伤, 子萧就带着我和子月, 帮你输入灵力, 让你自身修为, 达到更高境界时, 才能接受子木给你输入的元气。 这时, 子萧就想到, 在我们临下界前, 王母娘娘给他疗伤, 急快速增加修为的金丹, 这可是太上老君, 专门为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练的丹养, 不可多得。 我们姐妹共十八个下来, 王母娘娘也只给了试科, 还特意交代了, 只能拿来救命, 不能拿来增加修为。 这次, 您要不是伤得太重, 估计子萧也不会舍得拿出来给你服用, 你再忍耐一下, 等我们把金丹催化开, 马上就停手。 陈曼云听了子萧的话, 心里突然有些后怕起来, 以前听他们说, 他们来到这世上已有上千年, 这又过了六七年, 那金丹还能用吗? 已经历时一千多年了呀。 那金丹没有保质期? 他们这样搞, 自己会不会因为服用了过期药物而中毒身亡啊? 这个时候他可不能死, 哪些橡胶还没有收集够, 边防各处的城墙还没有加固, 还没有完成多国合并的大业。 现在死了, 起步前功尽弃, 于是紧张地问道, 姐, 那什么金丹, 有没有保质期啊? 子萧听了她的话, 好笑地说道, 没有。 啊? 什么? 你们这是要谋杀主人啊? 陈曼云听见子萧的话, 急得额头上轻轻抱起, 大声对众仙鹅赤道。 子乡见陈曼云如此紧张, 忙解释道, 主人, 你先别急, 听, 不急? 这种情况, 我怎么能不急呢? 给你们主人我, 服用一千多年前的丹药, 你们这是不想待在人间受苦了, 想回天宫消遣去吧? 可是主人我还有很多事没做完呢, 还不想死, 也不能死, 你们, 真是气死我了, 快停手, 我叫你们停手, 要不然我一动, 你们几个就都要因此而受伤了。 陈曼云这边和子乡他们大声嚷嚷着, 在那边调息的众仙鹅, 这时心里都非常好笑, 无法静下心来, 于是都赶紧将自己元丹沉入丹田, 然后走过来劝慰陈曼云, 主人, 你别紧张, 那金丹是没有期限的, 不要说一千多年, 就是再放个上千年, 吞服了也不会有事的。 子军微笑着说道, 你磕磕唧唧的, 你要是骗我, 现在我的大业还没有完成, 就算是我死了, 你们也回不了天宫, 还得继续找有缘人, 才能把我没有做完的事接着做完, 但是我的死讯一旦传了出去, 你们觉得你们马上就能找到一个 和我一样胸怀的有缘人吗? 要是一两个月没找到, 恐怕这块大路上又要遭遇战事了, 到时候就又要像六年前一样, 被乱军洗劫一空, 到处都是杀戮, 到处都是混战, 到时候遍地都是恶福, 你们忍心吗? 陈曼云听了子军的话, 又急切地对众仙俄们, 小只以情动之以理地说道, 一向沉默寡言的子录, 实在听不下去陈曼云这现代人 对于金丹识效的曲解, 便站出来说道, 主人, 你这担心就有些多余了, 就像你说的, 我们姐妹在这个时候把你害死, 没有一点好处, 有可能还要延长我们在下届的时间, 我们又何必这样做呢? 再说我们要是后来又像找你一样, 要用一千多年的时间呢? 我们岂不要郁闷死? 既然我们都那么急切, 想回天宫去逍遥, 何不助你早点完成统一大业, 非要搞得天下大乱再来一次吗? 百姓们再受一千多年的疾苦吗? 这些事要是被王母娘娘和玉皇大帝指导, 你觉得会饶了我们吗? 只怕到时候不要妄想回天宫, 就连好不容易修炼的仙谷也会被剃掉, 永世不得超生呢? 这样损人不利己的事, 我们这些仙恶没有理由也没有原因去做, 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 那金丹可都是太上老君采用九幽山上那些犯错的精怪们的圆丹, 精心炼制出来的归原故本的修炼之人提升功力的佳品, 所以你不用怀疑金丹有没有过期。 听到子君子录都这样说, 陈曼云才抬眼疑惑地看着围在身边的仙蛾们问道, 姐姐们,你们说的都是真的吗? 她从21世纪来, 那里的过期药品和过期食品对人体的危害, 她是时常听到人们说起的, 有很多孩子和老人因为不懂这些, 而被那些黑心的商家坑害, 所以对于这些东西的质量要求特别高, 对于子香他们没有经过她同意, 就给她服药的行为非常后怕, 因此刚才听见子香说他们给她服了金丹, 她才会那么紧张, 现在听了子录说的这番话心里也算踏实了一些, 心想着也对, 这大夜未完成, 自己与众仙蛾又相处得非常和睦, 他们又怎么会害自己呢? 这次自己还真是多虑了, 这时有些尴尬地对众仙蛾笑笑, 红着脸说, 啊,嗯,对不起啊, 我刚才有些言辞过激了, 我向各位姐姐道歉, 这都是拜我前世那些黑心商家所赐, 大家不会介意吧? 众仙蛾听了陈曼云的话都理解得点点头, 其实大家都知道, 陈曼云并不是一个怕死的人, 只不过她对仙界的东西不了解, 才会产生这样的误会, 还有就是她来这里的使命还没有完成, 事情才做了一半, 就这样因为一颗丹药, 就让她所做的事情前功尽弃, 这事搁谁身上也会心有不甘, 陈曼云看见众仙蛾都对自己的说辞点头, 还是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还,还请大家体谅一下我的无知, 门市主任, 你小心, 金丹催化成功, 我们要离开你的身体了, 快运功提气, 把这股暖瘤沉入丹田。 紫湘没等陈曼云说完, 就抢着说道。 紫湘这样做, 主要是怕他们三个离开陈曼云身体时, 怕他说话分心, 给他身体再次造成伤害。 陈曼云和其他三位仙蛾听了紫湘的话, 都赶紧屏心凝视, 将自己灵力和元丹都缓缓地沉入丹田, 这才各自离开陈曼云的身体。 等众仙蛾都各自休息时, 陈曼云也试着提起运功, 没想到他这一世才知道, 自己的功力真的精进了不少。 就在陈曼云暗自高兴的时候, 周围的空气突然又紧张起来, 只听见灯灯灯, 众物落在地上, 压榨着树枝、树叶和杂草的声音。 陈曼云警觉地仔细听着, 轻声问着身边的仙蛾们, 姐姐们, 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听见了, 应该是头巨大的大象。 此路听见了陈曼云的问话, 回答道。 主人, 我也听见了, 紫香说道。 我也听见了, 紫山答道。 我们都听见了, 紫君说道。 陈曼云听了众仙蛾的回答, 又担心起, 此时在那房子后面的紫玉, 以及房子另一侧的紫玲他们, 于是紧张地用隔空传音 问起紫玲和紫玉来。 紫玉姐姐, 你们听到那边的动静了吗? 什么动静? 紫玉被陈曼云这样一问, 有些茫然地反问道。 他们在木楼的背后, 之前前面发生了什么事, 只能听出个大概, 可是身负守卫房子后方的责任, 又不能随意离开。 这时他们除了能看见木楼的轮廓, 耸立在他们面前之外, 就什么也看不见。 虽然刚才是觉得地上好像被什么重物砸得一颤一颤的, 可是他们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要说听见嘛, 就是听见了几声闷响, 不是太真切, 这也能算吗? 紫玉那边还没弄明白陈曼云所为何事, 陈曼云他们这边就已经出现景况了, 只见一头身高两米多, 四条腿粗如柱子, 浑身皮毛呈棕红色的长毛像, 背上驮着一只皮毛光洁白滑, 远看如同一个雪球一样的, 眼睛, 晶亮灵活的小狐狸, 正在从树林深处踏着巨响的步子, 一步一步慢慢地向他们这边走来。 这两个不知是敌是友的家伙一出现, 把刚刚重伤出狱的陈曼云和紫霄, 以及刚刚为他们疗伤, 损耗了部分元气的众仙鹅们都给吓了一跳。 要知道, 这体型巨大的长毛像, 背上驮着一只狐狸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 肯定不是来给他们表演马戏的。 这深经半夜的, 四处都是一片黑咕隆咚的树林, 又是在这荒岛上, 还有, 他们也根本就没有请过他们来表演。 最重要的一点是, 他们刚刚升勤了一只修炼千年的红狐狸, 还囚禁了四只同样修为的狐狸。 这小狐狸这么巧, 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这座岛地处东海深处, 整座岛上光无人烟。 这小狐狸和长毛像的到来, 一看就是帮那红狐狸他们逃脱的。 陈曼云在心里暗倒不好, 这俩家伙是来帮忙的, 得提醒仙俄们小心点。 陈曼云心里正想着, 就听见小狐狸看着被紫玉他们, 吊在树上的网子怒喝倒。 是谁这么大的, 居然敢将我娘亲吊起来, 有本书这样出来。 陈曼云听到这儿心里非常担心, 因为在这个节骨眼上, 他与紫霄的伤都刚刚有所好转。 仙俄们都是重伤出狱, 刚刚又给他和紫霄输了灵力和元气, 身体还没有修复, 根本就不能应战, 如果要强撑着应战, 只怕会伤得更重。 这两个家伙还真会挑时候, 而众仙俄也知道, 事情非常不妙, 他们的身体都是刚刚出狱, 又遇到陈曼云和紫霄受了伤。 他们给自己主人和同伴输了不少灵气和元力, 现在还没有恢复, 要如何去应对这一大一小精怪呢? 不过这时候紫霄的脑子里非常清楚, 他们刚刚救了人, 是损耗了元气和灵力, 但是紫霄为他们主人吃了一颗金丹, 刚刚金丹在他们的催化下, 已经全部融入陈曼云体内了, 现在只要他稍作调息, 身上的伤势不但会马上痊愈, 就连体内的功力也会大大增加, 只不过就怕他自己不知道, 吃了无知的亏。 想着紫霄抬头看着坐在身旁的陈曼云, 发现他此时额头脸上到处都冒着巨大的汗珠, 紫霄心里暗自着急, 糟了, 主人这样大汗淋漓, 像是真的被吓到了。 在紫霄心里, 一直以来陈曼云这个主人, 出事还是非常冷静的, 能够沉得住气的, 今天这是怎么了, 他居然如此紧张, 看来现在必须得立刻马上, 不时时机地告诉他, 免得他心里着急。 于是紫霄用隔空传音, 对此时已经紧张的汗水打湿衣服的陈曼云说道, 主人, 你先别紧张, 现在虽然我们几个暂时不能跟他们硬批, 但是你刚才服了金单, 体内功力已经大增, 按你的作战经验, 对付这一大一小两个畜生, 应该绰绰有余。 陈曼云听了紫霄的话后, 欣喜万分地问道, 真的吗, 紫霄姐姐, 我, 我真的能做到吗? 紫霄知道陈曼云这样问, 就是已经相信了他的话, 于是开心地答道, 当然是真的, 不信你试试。 陈曼云听了紫霄的肯定, 心里顿时对那长毛象和白狐狸精, 没有了恐惧感, 而且还马上有种跃跃欲试的感觉。 他刚想起身去对付那长毛象和白狐狸精, 可是他又回头看看, 此时正在调息的众仙额, 他怕自己再跟两个怪物打斗, 抽不开身照顾众仙额, 怕被那小白狐和长毛象钻了空子, 掳走众仙额, 他在这上面可是已经吃过游龙玉女的亏了, 错过一次可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 他也是绝对不会给对方第二次机会的, 于是当他起身应战时, 顺手就将坐在自己身边的众仙额们, 一咕噜都带进了空间里, 这下他没有后顾之忧了, 只要还有一口气在, 就不会让两个家伙占到一点便宜, 刚才那小白狐大声问了, 却没有得到回应, 本来想着将自己娘亲和姨妈找到后, 再把那些坐在地上的女子抓回去, 任由娘亲处置, 可是没想到他们还没动手, 刚才坐在那里其中的一个女子就火速地站起来, 而且还趁着他们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就把那些女子全部给变没了, 真是气不打一处来, 翻身离开长毛象的背, 直冲陈蔓云而来, 嘴里大声怒喝道, 可恶的女人, 拿命了 陈蔓云一看对方来势汹汹, 也不知道有多强的功力, 先跟他过个续招, 摸摸底再说, 于是当那小白狐冲过来的时候, 陈蔓云一动不动地站着, 笑识非常轻蔑地, 不意站在那挑衅他, 于是小白狐心里一下着急起来, 只见他气急败坏地, 速度更快地张牙舞爪地向陈蔓云扑来, 陈蔓云一直都面带微笑地站在当地, 等到小白狐扑到离他只有五米远的距离时, 将身体快速地往身边大树背后一闪, 说是迟那是快, 只见陈蔓云身体刚刚闪到树背后, 那小白狐就挥舞着爪子, 刺牙咧嘴地扑到树干上, 小白狐没想到陈蔓云会躲开, 使他抓过去的爪子直接抓到了树干上, 急得呜呜直叫, 陈蔓云看见那小白狐合抱过来的爪子, 竟把两人合抱的树干抱着, 硬生生抓进了二三十米深, 一左一右两道缝, 这一下可把陈蔓云又惊到, 刚才听子香说, 自己功夫精进了, 又看见对方只不过是一只小白狐, 估计也没有多深的修为, 所以才敢理直气壮地站起来跟他挑战, 可是他万万没想到, 这家伙功夫这么深厚, 这么厉害, 心道, 天哪, 这小白狐一点也不能轻视, 也不知道子香说的自己功夫精进了是什么程度, 达到了什么级别, 能不能在降服小白狐的同时, 还能将这头强悍的长毛像一并收拾, 要是做不到这样的程度, 今天自己带过来收集橡胶园业的这些士兵, 都得因为自己而丧命, 这样的事他陈蔓云坚决不能同意, 所以等会儿要是打不过, 自己就算拼尽最后一口气, 也要将木楼里的那些战士和紫玉他们, 还留在外面守护的仙娥们, 全部放进空间里保护起来, 免得他们受到伤害, 陈蔓云看了小白狐的功力, 心里打着最坏的打算, 这时那小白狐可没给他留一丝喘息的机会, 只见他将抓在爪子里的木头渣子狠狠地往后一扔, 恶狠狠如电光石闪一样, 向着陈蔓云所在的位置扑了过去, 陈蔓云此时还不想与他正面交锋, 所以看见小白狐扑过来时, 又向另外一棵大树后面闪去, 这时小白狐见自己又扑了个空, 顿时气得哇哇大叫起来, 你出来出来, 胆小鬼, 有本事伤入娘亲, 你就别躲, 接招, 小白狐大吼着, 又穷居凶恶地扑向陈蔓云所在的位置, 陈蔓云这次不打算与他周旋了, 看他这急躁的性子, 就猜得出这只小白狐大概是岛上唯一一个修炼时间最短的狐狸精, 他现在已经不想再跟他耗下去了, 浪费自己的时间, 他下来这么久了, 也不知道木楼上那些士兵怎么样, 几个房间里的毒蜘蛛有没有被紫霄给的那些杀虫剂给杀死, 他早就应该去看看他们了, 可是非常无奈, 竟然被那只红狐狸精给伤住了, 这会儿刚醒, 这小白狐和长毛象又来了, 真不能和他们硬拼, 恨不能恋战, 要收拾他们, 而且还要以最快的速度收拾他们, 免得时间拖得太久, 士兵们的生命有危险, 陈蔓云想到这儿, 这一次看见那小白狐扑过来, 提起运弓, 一掌推山劈力掌劈过去, 只见那小白狐还没看清楚, 身体就已经被陈蔓云的掌风, 给劈得快速飞了出去, 只见那小小的影子, 哼他一声, 就狠狠地撞在刚才他抓猎的那棵大树上, 只见那小白狐哼也没来得及哼一声, 就脑袋撞裂脑浆溅了一地, 脖子一歪断了气, 陈蔓云的掌风震得剧烈地晃动几下后, 就啪啪啪地当场断裂了, 紧接着整棵树的上半段, 带着枝崖树叶的部分, 轰隆一声全部倒在了地上, 这时, 那头站得远处的长毛象才反应过来, 疯狂地猛烈地奔过来, 看着躺在血泊里, 撕撞恐怖眼珠瞪出的小白狐, 气哼哼地嗷嗷大叫, 看到这种情景, 陈蔓云以为这头长毛象, 只不过是这狐狸家族收服的仆从, 就算是有法力也不会太强大, 不过它也不能掉以清晰, 看长毛象这时, 在那儿嘶吼得那么伤心, 他们平时感情肯定非常好。 而前面收拾的那几只狐狸精, 都是它用了些巧取的办法, 才没有费多大功夫, 就收服了的, 但是这并不代表它本身的能力有多强大, 只不过是用了兵不厌诈这一招, 再加上它面对的那些修炼成精的妖怪, 不是善于思考的人类, 要是今天遇上的是同等武力值的人类, 它那点小伎俩根本就不可能将那么有修为的人给生擒活捉, 只不过动物就是动物, 就算它们潜心修炼成精, 幻化成人的外形, 甚至有时候也能与人匹敌, 但是那思维还是没有人类的复杂。 所以它陈曼云今天才捡了这么个大便宜, 现在是不同了, 这头长毛像是眼睁睁看着它将小白狐一掌劈死的, 可能就没有那么好糊弄了, 可是看着长毛像此时在小白狐的尸体前显得这样悲伤, 刚才它为什么不与小白狐一起联手来对付陈曼云呢? 陈曼云估计之前那小白狐在扑过来, 与自己打斗的时候, 之所以这长毛像没有上去帮忙, 全都是因为一开始两三次陈曼云都没有正面跟小白狐交手, 只是一直在躲闪, 所以长毛像以为陈曼云那三番两次的躲避是因为害怕小白狐, 一时轻敌, 觉得就算他还手, 也不足以威胁到小白狐的生命, 他想等到陈曼云被小白狐逼得没法还手时, 再过来帮忙, 因此他才没有跟过来与小白狐一起对付陈曼云, 但是令长毛像没有想到的是, 陈曼云竟然只用一掌就将那活泼可爱的小白狐给逼了命, 这样一个三百六十度的大转弯, 让长毛像突然看清楚了, 眼前这个人类是非常可怖的, 于是接下来的打斗他肯定会非常小心, 同时也会全力以赴, 陈曼云想到这儿, 背上不禁一阵阵寒意传来, 要知道, 这高大强壮的长毛像, 虽然智商比不上他, 但是却有的是力气, 他像李源霸一样一味的强攻猛打, 自己和仙娥们以及木楼上那些士兵们, 可能都只是他发泄的牺牲品, 看来对于这货自己不但不能跟他硬拼, 还得换个场地远离木楼, 和外面守护士兵的仙娥们, 陈曼云想到这儿便快速向着正在小白狐尸体前, 悲痛欲绝的长毛像的身体, 啪啪劈出两掌, 然后转身就往空旷的地方飞奔而去, 也不管自己的两掌有没有劈中长毛像, 这时长毛像在不经意见, 冷不丁被陈曼云发难, 那两掌劲道十足的推山劈力掌, 将毫无防备的长毛像劈得在地上滚了七八丈远, 而周围的树木树压小一点的尽数被折断, 掉落后又被掌风带着在空中跌跌撞撞地狂舞着, 柔弱的树叶更是瞬间就被掌风劈得从枝丫上纷纷脱落下来, 又被掌风带着像蝴蝶一样到处狂舞, 这一下真把长毛像惹毛了, 只见他在感觉身体能受自己的控制时, 一个鲤鱼打挺翻了过来, 好像还没有等四条腿在地上站稳, 就迫不及待地向着陈曼云飞去的方向追了过去, 而陈曼云此时正躲在前面的大树上, 等待身后的长毛像, 看他有没有跟过来, 他最怕的就是那长毛像不跟他过来, 反而在那边用他的长鼻子去找那些下午才刚弄好的木楼下面的木头柱子撒起, 那样木楼上那些士兵们可就要遭殃了, 保不准就会楼毁人亡, 他们都是些普通人, 就算是当过兵接受过严格的训练, 也只能比一般的庄稼人体力好, 其他跟平常人一样, 他们不能飞檐走壁, 遇事也不可能跟他陈曼云一样冷静, 所以要是那长毛像真的怂到只能找物体撒气的话, 那他就只能马上回去阻止, 不过还好就在他心里感到非常焦虑的时候, 长毛像那沉重有力一路狂奔的脚步声传了过来, 这时陈曼云那颗悬着的心稍微放下了一些, 他看着来路只见六七十米外, 那头长毛像正一路狂奔的向着他自己所在的位置击齿而来, 不好, 这家伙是想用他那强有力的头和牙齿来撞倒自己站着的一棵树, 之前陈曼云为了引长毛像过来, 他就选了那颗最险的枝丫站着, 此时长毛像跟过来远远的就看见他, 这一剑正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所以才会想着要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报复陈曼云, 不过陈曼云可没有那么傻, 就真的站在那儿等着长毛像来把树撞倒, 然后再任由他残忍地用那尖尖的牙齿将倒地的自己身体撩起来, 狠狠地往地上摔, 等长毛像冲到离大树只有两丈远的时候, 陈曼云提气身清如燕地支冲天际, 那长毛像看了也不示弱, 抬起前腿, 直接将那笨重的身体跟着陈曼云的身体往高空冲去, 看样子好像要与陈曼云同归于尽一样, 引得在前面带路的陈曼云心里惊诧不已, 他原以为像长毛像这样笨重的家伙只能在地上快速奔跑, 可是这时看见长毛像也跟着他往高空穿来, 他对长毛像那粗浅的观点一下子就改变了, 心道, 呵,看样子这家伙是想要跟我拼命吧, 没想到他那笨重的身体在空中的速度 一点也不输于自己, 看来自己得小心应付, 否则一个不小心就会去给那小白狐陪葬呢, 陈曼云此时的身体已经高到离地面只有两百米, 这上面的空气稀薄冷风呼呼, 周围都像是棉花一样, 一朵朵洁白的云朵让人很想伸手去抓一把拿来把玩, 只不过现在的陈曼云已经过了那个贪玩的年龄了, 而且这时身后更是有一头凶猛圣虎的长毛像在追逐着他锁命, 他就更不敢想着玩了, 陈曼云站在高空往下看, 见那长毛像离自己已经不远了, 心里非常吃惊, 按理说那长毛像笨重的身体是不应该飞到这么高, 还没有一点感觉的, 可是事实却让陈曼云大吃一惊, 此时长毛像在这又高又冷的高空不但没有显出丝毫畏惧, 而且还铁了心地对陈曼云穷追不舍, 这一现象着实让陈曼云对他刮目相看了, 心里暗自称奇, 不过陈曼云虽然十分欣赏这长毛像的本事, 但也十分忌惮, 他在心里默默地提醒自己不能再这样一味地逃避, 这样只会让他觉得自己非常怕他, 反而会助长了他嚣张气焰, 陈曼云心里这样想着迅速将身体往下一沉, 这时那长毛像离他本来就不远, 看见他的身体往下沉, 以为他想要逃到地上去躲起来, 于是长毛像忙玩命似地朝他的方向一个猛烈地俯冲, 陈曼云见他快如闪电地跟着自己冲了过来, 眼看着就要冲到跟前来, 陈曼云集中生智, 又快速提气, 把身体又直直地往上拔, 这时那长毛像见陈曼云的身体又升上高空了, 便又继续抬头, 向着那云端上的陈曼云奋力地冲过去, 陈曼云见长毛像又气势汹汹地冲了过来, 等到他离自己只有两丈远时, 又将身体快速地往下沉, 那长毛像见了又鍥而不舍地跟着他冲了下来, 就这样来来回回十几个回合下来, 陈曼云倒是轻松自如, 应对着长毛像的攻击, 这样时高时低引领着战局的发展, 可是那长毛像就被他戏耍得有些惨了, 只见他这是呼吱呼吱的, 边喘着粗气边向陈曼云的位置飞奔, 不过动作明显比不上之前敏捷了, 速度也明显跟着慢了下来, 陈曼云心想, 这家伙的体力倒还可以, 要是能将他收为己用, 倒会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 但是看他那看着自己的眼神里充满了深仇大恨, 想来应该是因为之前的那只小白狐的死, 算了, 像这种记仇的怪物, 除非自己能随时降服他, 否则就不能让他活着, 要不然带回去就是给自己身边放一颗不定时的炸弹, 保不准什么时候, 他就突然将自己和自己有关的人给炸死了, 像这样冒险的事, 他陈曼云可不会去做, 于是就在心里想着这家伙这么壮, 自己要是跟他动起手来, 倘若不能一招致命, 就无法战胜他, 因为只要他还有还手的机会, 自己就只能被他那尖尖有力的牙齿挑起来给摔死, 或者被他那粗壮有力的四条大腿给践踏踩死, 总之一句话, 在没有把握一招让他击毙的情况下, 最好暂时不要与他做正面不杀, 否则死的就是你自己, 陈曼云深知这长毛象的厉害, 所以就算是看见他现在非常吃力地追逐着自己, 也暂时还没有栖身过去, 将他一掌劈死的打算, 就在陈曼云一高一低地来回折腾的自己都没去的时候, 那长毛象终于受不了了, 只见他将两条粗壮的前腿往上一抬, 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身穿棕红色, 宽袖长袍的巨型大汉, 长毛象这一变化把陈曼云惊得目瞪口袋, 他从来没有想到过长毛象也能幻化成人形, 这时长毛象还对着陈曼云破口大骂, 那长毛象说着就又向陈曼云所在的位置冲了过来, 陈曼云看着那长毛象惊得半天没说出话来, 此时此刻他真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他虽然知道今天来这碧仙岛上肯定会遇到很多不可思议的事, 可是并没有预料到能遇到这么多精怪, 而且还都是些会说人话的妖怪, 陈曼云正在出神之际, 那头长毛象就眨眼从只差七八丈的距离快速地到他面前了, 而且他还边向上冲, 边噼里啪啦用两只前腿不断劈出强有力的掌风了, 只见那些并没有劈到陈曼云的掌风, 一掌一掌地全部落在空中的云朵或者云朵的缝隙间, 然后再砰砰砰地一路炸开, 就像有人扮喜事, 两边噼里啪啦点燃了, 欲是喜庆吉祥地抱住, 炸得那洁白如絮的云朵顿时就各自散开, 飘得到处一片白茫茫的, 陈曼云见那长毛象来势汹汹, 赶紧收回思绪, 一个千斤坠, 身子就像是落水的秤砣一样, 向着地下急速地坠去, 长毛象一看又来这招, 臭丫头能不能换点新鲜的, 不过她还是没有任由陈曼云开溜, 身体跟着陈曼云坠下去的方向追赶, 陈曼云边往下坠边想, 这个老大鼻子, 她这还真要跟自己拼命啊, 怎么办, 是慎重接招还是先再绕几次, 绕得她头昏脑胀再出手收拾她, 这家伙之前那样隐藏自己的实力, 可能也像自己一样, 是故意用的诱敌之计, 算了, 那边还有那么多人需要自己的保护, 做事还是稳妥点好, 免得到时候自己后悔, 这时只见那长毛象, 跟着陈曼云边追边怒喝着, 死丫头, 有本事你给向爷爷我停下来, 可你向爷爷好好地打上一场, 干嘛老是这样堵堵闪闪, 一上一下地折腾啊, 嗯, 哼, 我知道了, 你这是在害怕你长毛象爷爷了吧, 啊, 呵呵呵呵, 陈曼云听了长毛象的话, 嘴角微微上扬, 露出一抹浅笑, 心里却暗自说道, 哼, 没想到他这样一头濒临灭绝的长毛象, 还会用激将法, 古奶奶才不会上你的当呢, 就算是要收拾你, 也得再等一会儿, 等到你真的累得跑不动, 到那时候对你下手, 才万无一失, 现在你这样一个庞大的物种, 我还是躲着点你好, 就在陈曼云脚着地时, 那长毛象离他又只有七八丈远了, 陈曼云的身体向着大海的方向退出五丈外, 这一下可把长毛象挤坏了, 按理说, 以他的力量, 他的修为, 在七八丈远的地方, 是可以积得中目标的, 可是他心里太恨陈曼云了, 迫切地想为那死去的小白狐报仇, 可是又怕一招杀不死他, 所以他像老鹰捉小鸡一样, 一定要看准了再动手, 做到万无一失, 这样的丫头才会被自己一招击中, 不留后患, 可是就这个想法一耽搁, 那已经离自己不远的野丫头, 就又一次眼睁睁地, 让他从自己的眼皮子底下给逃跑了, 倒腾来倒腾去的, 也早就已经体力不支, 气喘吁吁了, 如果再跟他这样耗下去, 自己可能连他的衣脚边都站不着, 就被他给折腾死了, 不行, 不能再跟他这样跑来跑去, 于是长毛象对着陈曼云大声喝骂道, 死丫头, 看来你是不想让象爷爷我好过了, 那象爷爷也就不用跟你客气了, 说完那长毛象幻化成巨型大汉, 就把那长鼻子露了出来, 只见那象鼻子不断地向着海边延伸, 陈曼云突然想起, 大象们最喜欢用鼻子吸满水, 然后再往身上淋着洗澡, 他可是一头修炼成精的长毛象, 这吸水的本事可见一斑, 不行, 自己得赶紧想办法, 不能让他的阴谋得逞, 可是自己这具小身板, 又怎么可能抵挡得住一头长毛象鼻子里所喷出来的力量呢, 但是如果自己不在这里应战, 用隐身术离开或者躲起来, 他很有可能就会跑回去, 找仙俄们和木楼上那些凡人出气, 怎么办, 看他这样子, 大概是想逼自己出手跟他硬拼了, 好吧, 他这修炼千年的家伙, 自己空间里的枪支对他是没什么作用了, 那就随了他的意, 与他拼死一搏吧, 反正这一拼是永远逃不掉的, 就在陈曼云心里想好如何应对长毛象势, 就听见哗啦哗啦的水声, 有远至近地冲了过来, 陈曼云一看, 那水柱见得足有一爆大, 每秒十立方的冲击力过来, 越来越近了, 这时耳边传来哗哗的水柱声, 和水柱冲上来时摩擦空气的呼呼风声, 眼看那些水柱由上至下地冲来, 马上就要冲到他的面门了, 这可不能应接, 水可以柔弱, 可亲, 也可以刚毅无比, 万一长毛象在水柱上动了什么手脚, 自己不就着了他的道吗? 于是就在水柱快要冲到陈曼云脸上时, 他又集中生智地, 快如闪电地将身体往后闪, 这时在看的水柱, 只见, 就像是条高高挂在空中的玉带, 正在地心的引力下, 向着下面的长毛象直卸下去, 长毛象一见这招失败, 气急败坏地在地上吭哧吭哧地抓狂, 可是看见的水柱直接喷下来时, 他又不得不赶紧转身逃开, 陈曼云看见长毛象这时, 好不容易才出现一次背对着他的机会, 他可不能错过, 于是赶紧从怀里掏出上次在紫霄那儿拿来的绿如意乾坤手镯, 打开按钮, 只听见咔的一声手镯开了一个口子, 陈曼云趁机大喊道, 长毛象! 长毛象这时正在慌乱中突然听见有人叫他, 就情不自禁地啊, 就这一声后, 只见一阵剧烈猛烈的风沙, 卷着沙尘, 带着长毛象那庞大魁梧的身体, 不受控制地往后飞, 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 惊得长毛象不由自主地在空中啊大叫起来, 也就是他这一声声的喊叫声, 才加剧了绿如意乾坤手镯对他产生的强大引力, 快速地将他收进绿如意乾坤手镯里, 陈曼云看着长毛象被变小, 收进了手镯里, 忙按啥按钮, 只听见那长毛象在绿如意乾坤手镯里嗷大骂道, 死丫头, 臭丫头, 你这算什么英雄, 把你向你放出去, 向爷爷要与你大臣三百回合, 你这要太卑鄙了, 快放我出去, 陈曼云听了长毛象的怒骂, 嘴角不由地微微上扬, 露出一个灿烂的微笑, 对着绿如意乾坤手镯说, 哎呀, 你这么可怕呀, 还想用激将法, 提我和你硬偏, 我陈曼云用脚趾头想想也知道, 就凭我那点修丸, 在你面前看都不够看, 所以我才不会那么笨, 要和一个巨大的敌人拼命呢, 而且你也不值得我拼命, 我又不是那些整天争强斗狠的江湖人士, 姑奶奶, 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 没时间也没兴趣和你斗, 要不是怕你突然发疯伤到其他人, 我才懒得拼命将你引到这里来呢, 不过事情的结果跟我预计的差不多, 只不过这一路跑来, 把我给累坏了, 长毛巷被关在绿如意乾坤手镯里, 气得在里面狠狠地拳打脚踢着, 嘴里还不停地嗷嗷怒骂道, 陈曼云听了长毛巷的怒骂并不在意, 边往木楼的方向飞, 边对绿如意乾坤手镯里的长毛巷笑着说道, 你就在里面好好待着吧, 刚才你可真把我吓坏了, 就我那几下, 真怕一不小心就被你给废了, 那我那些没有完成的事情就真的前功尽弃了, 现在你终于被我抓住了, 估计这岛上的金怪也就没有几个真正值得我害怕了。 你放我出去啦, 这里面越变越窄, 我的身体被挤压到了, 求求你快放我出去吧。 听着长毛巷在手镯里的哀求, 陈曼云不知道她说的是真是假也不搭话, 只是静静地朝前飞着, 这时长毛巷还在绿如意乾坤手镯里嗷大叫道, 陈曼云完全没有搭理长毛巷的意思, 这绿如意乾坤手镯, 以前在沙漠里为了阻止战争, 她也装人进去过, 可是那些放进去的人并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事后她全都放出来了。 可是这长毛巷收进去以后, 怎么一直嚷嚷着她的身体被挤到了呢? 她其实很想问问长毛巷里面究竟是什么情况, 但是她又怕这是长毛巷的诱敌之计, 万一她这一打开长毛巷还活蹦乱跳的呢? 那她趁机逃出来, 到时候肯定会找她报仇, 那自己不就成了长毛巷的阶下囚了吗? 看她之前瞪着自己, 那恨不得将自己生吞活蹦的延伸, 和对自己使出那致命的手段, 估计只要一旦逃出这绿如意乾坤手镯, 自己肯定会当场毕命的, 自己只要一死, 长毛巷立马就会去把那红狐狸给放出来, 只要那红狐狸一出来, 看见她的那些姐妹被她陈曼云放出来的猛兽撕咬致死, 就会把她这个害死狐狸精姐妹的人给杀掉, 这样一来那边木楼的士兵就一个都活不了, 就自己这一时心软的罪过可就大了, 陈曼云在心里默默地将这一环一环的利害关系理清之后, 便再也不去想要不要把官长毛巷的绿如意乾坤手镯打开, 看她究竟是不是被王母娘娘置在手镯里强大的法力, 给挤压断了腰和身体, 这件事情后果如此严重, 她陈曼云是不会冒这个险的, 那长毛巷她费了好大功夫才抓住, 这时就算她真的被绿如意乾坤手镯给挤压致死, 她也不会放她出来害人的, 她这次是来碧仙岛上收集橡胶圆叶的, 去修处各边防城墙的, 可不是来送死的, 陈曼云很快就来到了木楼前, 纵身飞到木楼顶上, 她仔细地四处巡视一番, 感觉在木楼周围, 暂时没有再发现什么异动, 她才轻飘飘地落在木楼的正前方, 她想上楼去看看那些之前被毒蜘蛛咬过的, 还有那些毒蜘蛛被惊吓得魂飞魄散的将士们, 现在怎么样了, 有没有生命危险, 这时守护在正前方的三个仙鹅们, 看见陈曼云回来了, 心里非常高兴, 一个个激动地, 争先恐后地围过了问长问短, 主人, 你回来了, 那长毛巷呢, 死了吗? 主人, 你没事吧? 主人, 快让我看看, 有没有受伤? 紫青看着依旧神采奕奕的陈曼云, 拉着她转了一圈, 笑着问道, 在陈曼云平安回来之前, 他们真的担心死了。 陈曼云看着这些仙鹅们, 微微一笑说道, 还好, 我没事, 谢谢你们关心, 你们在这里守着, 我去房子后面看看, 于是陈曼云转身就来到木楼后面, 这里是紫玉紫霞和紫剑一起守护的, 紫玉在看见陈曼云回来时, 惊喜地叫道, 主人, 你终于来了, 你没事吧, 快让我看看。 陈曼云听了紫玉的话, 跟紫玉的话如出一辙, 就感激地笑着说道, 我没事啊, 谢谢你, 紫玉姐姐, 劳你费心了。 紫玉见陈曼云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 就又继续说道, 唉, 并不是我启人忧天, 而是这碧仙岛上的妖怪, 个个都是修炼千年的精怪, 要对付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刚才听紫山他们说, 你把长毛巷带走了, 我这心里真是急得不行, 你要是在这附近敌不过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去帮忙, 可是你离得太远了, 我们又要照顾到木楼, 又想要帮你打妖怪, 有些坚固不过来, 现在你终于回来了, 我这心里悬着的石头总算落下来了。 紫霞也围过来, 拉着陈曼云的小手关切地说道,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啊。 紫剑站在三人身边, 面露微笑地看着他们聊天, 心里也满是为陈曼云能平安回来, 感到庆幸, 他这个人性子极, 但是寡言少语, 不过此时他的满脸笑意已经全是了, 现在他心里也非常在意陈曼云这主人, 只是不怎么会表达, 所以就只能站在他们身边天静地陪笑, 就在陈曼云带着那凶悍的长毛像, 离开的这段时间, 紫玉紫霞, 紫剑, 紫山, 紫青, 紫鹿六位仙鹅, 确实都在心里为他们主人捏了一把汗, 毕竟这些年来的努力已经出现成效, 也许就是这一次必先岛之行, 就能使这次任务画上圆满句号了, 他可千万不要在这个关键时刻被那长毛像给杀死了, 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 他们这些年来的辛苦和陈曼云自身那些不懈的努力, 就全部都白费了, 而他们这些未完成使命的仙鹅, 也只能留在人间, 继续寻找有缘人, 接着协助把任务完成, 这些于他们而言倒也没什么, 反正岁月在他们身上是不会留下任何痕迹的, 但是如果陈曼云一旦死了, 梁子墨一个人孤立无缘, 哪里还能实行多国合并, 统一天下呀, 就算是现在那些曾经的藩国, 在陈曼云的铁腕管理下, 想要造反的人也大有人在, 对于这些野心家们来说, 陈曼云的死无异于, 是严寒后的春风, 又或者是那黎明时的曙光, 到时候没有了陈曼云的威严震助他们, 各地的武装势力就会伺机而动, 到那时人间又将迎来一场无休止的兴风血雨, 血流成河时势久空, 恶浮遍地, 三十里无鸡蹄, 百里之内无人烟, 或许还真的会出现神舟板荡的情形, 到时候他们这些仙鹅就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百姓流离失所, 无数生灵被涂炭, 无数生命被践踏, 却又无能为力阻止, 所以他们都在心里默默祈祷着, 希望陈曼云能够平平安安地回来, 接下来才好又带着他们一起, 继续把这最后一点事情做好, 把这次任务画上句号, 那便是普天同庆皆大欢喜了, 他们这些仙鹅也就可以功成身退, 回到天宫去复命了, 此时此刻他们看见陈曼云平安回来, 广若隔世的样子, 一个个脸上都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甚至有的激动地显些热泪盈眶, 陈曼云看着对自己问长问短, 关心备至的仙鹅们, 心里也有些小激动, 同时他也在心里庆幸着, 自己还能平安回来, 这时紫玉见陈曼云心情大好, 就对他说道, 主人, 想必你跟他长毛巷打斗的场面, 一定十分激烈吧, 陈曼云看着他, 微微一笑回答道, 嗯, 何止是激烈, 那简直惊心动魄, 众仙鹅听到陈曼云这样一说, 惊得都把眼睛瞪得老大看着他, 这时陈曼云见他们这副目瞪口呆的表情, 哥哥一笑说道, 我想上楼去看看将士们, 咱们边走边说, 于是陈曼云将自己与那长毛巷打斗的经过, 仔细跟他们说了一遍, 听得众仙鹅们一个个心里紧张兮兮, 唏嘘不已, 最后陈曼云还把长毛巷苦苦在绿如意乾坤手镯里哀求自己的事说给众仙鹅听, 同时还问起, 紫玉姐姐, 你说那长毛巷所说的话可信吗? 紫玉答道, 可信, 他说的是事实, 听紫玉这样一说, 陈曼云不禁有些后悔, 觉得当时应该将长毛巷放出来, 就可以为自己所用了, 不过他还是想知道, 为什么之前他在沙漠里, 往那绿如意乾坤手镯里的士兵的时候没有发生什么事, 只听他继续问道, 那为什么我在沙漠里时, 把那些密谋的士兵装进手镯里, 却没有遇见他说的那种情况呢? 本来就是王母娘娘炼制出来, 除魔强妖, 除魔未盗的, 所以之前你把凡人装进去, 他们不会怎么样? 因为他们都不是妖怪, 可是长毛巷不同, 他本来就是这碧仙岛上修炼近万年的妖怪, 被装进手镯后, 手镯的阵法自然开启, 所以那长毛巷才会被手镯里的阵法给压死, 这就是王母娘娘法力无边的印证。 陈曼云听了紫玉的话, 有些沮丧地说道, 唉, 早知道我就不把他关进手镯里去了, 大不了就像他说的, 跟他大战三百回合再来做定夺, 说不定我就将他收服据为己用了, 现在这样长毛巷那一身的修为, 就都随着他的死去而不复存在了, 也太遗憾了。 紫玉听见陈曼云说起, 那已经被绿如一乾坤手镯的阵法, 给惩罚的灰飞烟灭的长毛巷, 心里却闷闷不乐起来, 于是就劝解他, 主人无需对一头不听话的长毛巷, 涂疼烦恼, 只要你能平安回来, 就是我们姐妹的福气了。 他们几个悄悄地上了楼, 进房间看了众将士, 还好那些被毒蜘蛛咬了当时已经登腿的士兵, 被陈曼云用空间里的水帮他们洗了伤口, 毒已经解了, 这时他们正和其他士兵一样静静地睡着了, 这一下陈曼云心里那块大石头总算落了下来, 他带着众仙鹅走下楼, 这才去看了那些被他用网子网住, 又被紫香施法设了结界的红狐狸, 以及那四只被他用避水罩罩住的狐狸精和那些猛兽们, 不过陈曼云不知道结界这个法术要如何解, 也没有问其他仙鹅, 不过他是觉得现在这岛上也暂时算安全了, 他便将紫香紫霄他们都从空间里带了出来。 问众仙鹅, 接下来该把这红狐狸和那些妖怪的势力如何处置? 众仙鹅都说, 这些妖怪是碧仙岛的妖怪, 也就是那游龙玉女的家将, 如果把他们的尸体任意丢在这儿, 等那老妖婆知道了又该引起一场血雨腥风了, 不如就将这些妖怪尸体全部拿到空间里去做肥料, 至于那红狐狸马也一起送进空间里。 把他放在空间里, 由陈曼云自己随时随地地监管他。 陈曼云很好奇, 那空间会不会像绿如一乾坤手镯一样, 对这些妖怪都非常敏感。 一旦遇到像红狐狸这样的妖怪, 直接就将他独自圈进在那原始森林里, 直到整个空间消失, 红狐狸也就随着一起消失。 于是便问道,"就是不知道这空间是不是也和绿如一乾坤手镯一样, 绿剑妖怪就会自动启动某些功能, 最后将妖怪彻底控制起来。 紫霄听了陈曼云的疑惑, 微笑着说道," 主人, 你是怕这红狐狸进了空间后在空间里作怪吧? 你放心, 空间确实自带这种降妖功能, 不过这种法术并不致命, 最多就是将妖怪彻底控制起来。 不能随意走动, 不能任意幻化形体, 其实这样也便于你在空间里管理它不是吗? 对, 这样, 主人还可以将妖怪变成自己的劳动力, 可以用它去帮你耕种庄稼, 这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吗?" 紫露也符合着说道。 陈曼云听了半信半疑地扭头看看其他仙鹅们, 只见所有的仙鹅都向他点着头, 他又问道," 把活力精关进空间里, 姐姐们又去哪儿修炼啊? 空间可是你们的家一样呢, 你们不介意吗?" 紫霄看着真诚的陈曼云认真地说道," 主人, 不瞒你说, 等你和梁代…… 啊, 不对, 现在应该叫他七国大王了, 等你与七国大王成了亲, 合并了所有国家, 完成了统一, 我们这次任务就算是圆满完成了, 我们是王母娘娘坐下弟子, 任务一完成, 我们就该回天庭去了, 倒是…… 唉…… 紫霄说着说着就有些说不下去了, 说实话, 他是真的不想离开陈曼云这个没有架子脾气温和, 性格友好的主人, 在天宫里, 他其实总是被其他仙鹅或者神仙取笑, 而在陈曼云这里的几年里, 他找到了自我, 也找到了自信, 他其实非常愿意留下来, 跟陈曼云一直做主仆的, 只不过他是仙鹅, 应该归王母娘娘和玉皇大帝管着, 也不可能任由他随意留下来的, 这种情况他是不能也不敢告诉陈曼云的, 因此他只能默默地闭上嘴, 不敢再说下去, 他估计, 如果自己再说下去的话, 肯定马上就会忍不住, 哗啦啦地流起了眼泪。 子凌听到紫霄说着说着就没有再说下去了, 很想将紫霄没有说完的话补充完整, 可是他一想到马上就要离开陈曼云了, 也十分舍不得地暗自抹着眼泪, 其他仙鹅们也都一样低着头, 默默地落起泪来。 想想这些年他们跟陈曼云这主人, 一起相处得点点滴滴, 和陈曼云对待他们的每个仙鹅真诚友善, 他们真的做不到说走就走的洒脱, 但是他们每个仙鹅心里也都知道, 只要任务完成了, 他们就必须马上返回天宫复命, 要不然就是犯了欺君网上之罪, 那是会被替仙谷的, 所以谁也没有把那舍不得离开的话说出来, 就怕到时候他们会一起机体抗命, 那罪就更大了。 陈曼云听了他们的话, 心里也在暗自伤身, 一转眼他来到这里已经快七年了, 在这七年里他与子灵他们相处融洽, 配合默契, 他从来没有把这些仙鹅当作仆从, 而且彼此之间也都已经习惯了对方的种种习惯和嗜好, 大家相互体谅,相互包容, 他们就像一群多年的好友一样, 从来没有分过彼此, 只不过这种感觉只有他陈曼云一个人有, 那些仙鹅们心里, 对陈曼云这个主人的感觉最多的是抱歉, 因为在陈曼云来碧仙岛救回仙鹅们之前, 他们一直都在误会他, 相处了七年的好朋友, 现在说走可能马上就会离开, 他们能在一起相处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但是陈曼云也知道, 世间每个人的使命不同, 仙鹅们没有任何一个, 能与自己共同携手一起到老, 所以迟早都会有分开的一天, 与其这样伤感地跟他们待着, 不如开开心心地, 在这剩余不多的时间里, 跟他们留下美好的回忆, 于是他微微一笑, 打破了肠上憋闷的气氛, 那就好, 在你们回到天宫之前, 我亲自做一顿紫香姐姐心心念念的火锅怎么样, 到时候保证让姐姐们吃得开心, 尽兴, 紫香听到陈曼云提到自己, 忙擦干泪水强笑着硬道, 好, 到时候我们要喝酒, 大家不醉不归, 好, 我们把空间里那些陈年的葡萄美酒都拿些出来, 咱们不醉不归, 陈曼云附和着紫香说道, 这样一来大家都从沉闷的自我中走了出来, 听到陈曼云和紫香这样说, 都开心地附和着, 好好好, 到时候大家好好吃一顿, 喝他个不醉不归, 嗯, 自从上次离开天宫, 我们姐妹这一千多年来, 还从来没有这样放纵过呢, 这次任务完成了, 咱们喝酒, 庆祝庆祝, 陈曼云见众仙娥都已经走出了阴狱, 这才开始说正事, 那现在赶紧把这红狐狸处理好, 大家都累了, 各自去休息一下, 过一会儿天就亮了, 天一亮士兵们就要起来干活了, 等会儿还要麻烦各位姐姐, 把士兵们之前看见的那些恐怖情景, 全部从脑海的记忆里抹去, 免得他们明天干活的时候, 看见什么生物, 都有卑躬舍影的感觉, 众仙娥听到陈曼云这样说, 都觉得是应该的, 于是在陈曼云请紫香, 把困住红狐狸的结界解开的同时, 其他的仙娥都去了木楼上的房间里, 帮士兵们把看见毒蜘蛛时的那些恐怖记忆全部抹去, 陈曼云与众仙娥们快速地把这些事情做完后, 正准备进空间里去休息时, 耳边听见草丛里又传来嘻嘻嘻嘻的声音, 大家忙蹲下去, 见十几只穿山甲正在吃力地向着他们爬来, 众仙娥和陈曼云这才想起, 之前他们从空间里带出来的那十几只穿山甲来, 他们怕认错, 被妖怪蒙蔽, 又仔细地看了看, 这才确定这十几只现在已经吃得肚子鼓鼓, 爬行缓慢的穿山甲, 确实是他们带出来的, 其中一只穿山甲看见仙娥们在看他, 就开始嚷嚷着抱怨起来, 我说各位仙娥, 主人她肉眼凡胎认不出来我们, 难道你们也认不出来了吗? 陈曼云听见这穿山甲也说话了, 惊讶地看着他, 半天没找到自己的声音, 而此时众仙娥们一个个正张红着脸,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最后都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去, 这时陈曼云才找到自己的声音, 惊讶地问道, 请问你们都是从空间里被我们带出来的? 那当然, 要不然我们兄弟在空间里待得好好的, 又怎么会跑到这个龌龊的地方来呢? 我们一出来就看见了最爱吃的蚂蚁, 到处都是草丛里, 木柱子上, 总之木楼周围的每一寸土地上, 都是成群结队的蚂蚁, 而且还不是普通的蚂蚁, 全都是那超大, 一头黑, 一头棕色的诗人蚁, 其中一只穿山甲说道, 陈曼云和其他人听了真是惊得瞠目结舌, 大家都在心里自责, 真是该死, 太大意了, 当时, 他们都只顾着那些肉眼容易看见的毒物, 竟然忘了这些可怕的小东西, 同时又都在心里庆幸着, 还好当时, 主人问他们要了这块蚂蚁的穿山甲, 要不然, 就算是他们之前极力地把那些比蚂蚁大点的毒蜘蛛全杀死, 后来在他们受到那些妖怪来攻击的时候, 他们也再无暇顾忌到木楼上那些士兵, 会被这些恐怖的士人蚁给吃掉, 这次这些穿山甲立了大功了, 正当大家都陷入沉默的时候, 另一只穿山甲又说道, 这话一出, 听得在场的众仙鹅和陈曼云都一阵阵后背发麻, 心里也毛骨悚然, 心惊胆战的, 这时又听见另一只穿山甲说道, 兄弟们, 你们怎么忘了我们曾经约定了的事情呢, 你们在这里把这些话说出来, 不是存心要吓唬主人和仙鹅姐姐们吗, 仙鹅姐姐他们倒还不至于被吓到, 可是主人他年纪小, 又是肉眼凡胎, 怎么能经得起你们说出这样恐怖知己的事情来吓呢, 赶紧闭上你们的臭嘴, 要不然我让主人不带你们回空间去。 正在陈曼云和众仙鹅们都被那穿山甲的话, 惊得惊心动魄不知所措的时候, 又听到这家伙这样说, 便又都扭头去, 看那只此时正在说话的穿山甲, 同时众仙鹅们心里都在想, 啊, 原来他们早就知道这事说出来会把主人给吓到, 可是那俩伙为什么还要说出来呢, 这不是纯粹要恶心主人吗? 陈曼云是从21世纪过来的, 他对这三只穿山甲的话看法却不大一样, 当他听到这第三只穿山甲, 那些讨好卖乖的话时, 便已经分辨出来了, 那前面那俩伙, 把那些他们已经商量好不说出来的话说出来, 不过就是为了邀功。 这后来这只穿山甲的话, 从表面上看, 好像才是最实诚的, 不过他这样当着他们的面说出来, 其实也是一种邀功的方式, 这种方式其实比之前那俩伙还会要邀功, 又或者这本就是他们仨早就商量好的计谋, 这样他们三个都可以得到他这个主人的奖赏, 这仨伙还真聪明, 真不愧是空间里的生灵, 这样小的家伙居然能把人心拿捏得如此透彻, 不简单, 他们比这外面的精怪, 可是不知道要机灵多少倍。 之前这岛上的狐狸精们, 也能算得上是这世间数一数二狡猾的物种, 可是他们也没有着在外面世界里, 根本不起眼的穿山甲会猜测人心, 居然五只狐狸精联手, 也被陈曼云轻而易举地就给抓住了四只, 就算是后来被那红狐狸伤到了, 那也是因为他急着去救紫霄, 才被那红狐狸掌风鱼不所伤, 如果真的动起手来, 以陈曼云那点修为, 他绝对不敢硬碰硬, 但是就算是那么高修为的狐狸精, 却因为是狐狸而不是人, 也是被陈曼云算计的对象, 可是这空间里的穿山甲刚才他们说的话, 和那配合默契的表演, 真是让陈曼云打开眼界, 不过对付这些小家伙他有的是办法, 这是正在仙俄们想要拿前两只穿山甲治罪的时候, 大家却听到他们主人陈曼云指着, 前面两只穿山甲就说道, 哦,原来你们都是知道我这个主人听了你们的话会被吓到, 却还是执意说了出来, 这是要故意吓唬我吗? 是像他们猜测的那样会好好奖赏他们, 而是指着他们的脑袋, 数落着他们的罪状, 吓得赶紧往旁边草丛里躲边求饶倒。 主人,您就饶了我们吧, 我们没别的意思, 我们只是想逗你玩玩, 别当真, 别当真啊, 另一只也从草丛里露出半个脑袋, 看着陈曼云说道, 嘿,主人, 您别发火, 消消气, 消消气啊, 我们兄弟只是想逗你开心一下, 没有别的想法, 真的? 这时在看那第三只说话的穿山甲, 见他虽然在原地没动, 但是从他看那两只穿山甲时, 那慌乱的眼神就看得出, 他们真的是之前就商量好了, 要一起来邀功的, 要是他真是最实诚的, 这时在陈曼云即将对那两只穿山甲发难的时候, 他就会不顾一切地站出来, 保护他的兄弟才是, 可是他并没有站出来为那两只穿山甲说一句话, 并且那闪烁慌乱的眼神告诉陈曼云, 其实他们都是一伙的, 于是话锋一转, 马上就指着第三只穿山甲喝道, 还有你, 你们竟然都知道, 为什么不把他们叫住, 却还在主人我面前将他们的不是都说出来, 这不是变着法让我省赐你们吗? 这时那第三只穿山甲, 就让主人这样明察秋毫, 忙边往后退边颤抖着声音说道, 主人, 你们就饶了我们吧? 这是想怎么样? 邀功吗? 紫玉实在看票去了, 全身问道, 紫玉一开口, 所有仙恶都对他们怒目而视, 这时那三只说话的穿山甲听到紫玉也这样问, 忙下地说道, 主人, 紫玉仙恶, 你们就饶了我们吧, 我们只是一时贪玩, 我们保证, 以后再也不敢了。 看见三只穿山甲都认错了, 紫玉和仙恶们一时也没了主意, 毕竟这穿山甲是从空间里带出来的, 他们谁也没有权利治他们死罪, 就连陈曼云这个现在空间的主人也不能, 因为这关系到空间的级别, 他们不能随意杀死自己空间里的动物, 但是就这么一点小事, 他们就能想出各种花样来, 在主人面前邀功, 这也太不为主人尽忠尽责了, 如果不好好惩治一番, 难免不助长他们的顽劣嚣张的气焰, 可是要怎么处置, 还得看陈曼云这个主人的意思, 陈曼云也知道, 其实邀功这种事都是私心和虚荣心所致, 要是他们没有私心和虚荣心的话, 也就不会这样了, 这个思想是最不好, 也最不该表现, 不过为了提高他们对以后任务的积极性, 他可以适当满足一下他们的私心和虚荣心, 只不过在满足他们这种心态的同时, 也要给他们一些小小的惩罚, 以示警告, 于是陈曼云和颜悦色地说道, 那好, 你们既然这样想得到主人我的赏赐, 那就说说, 你们想要什么? 穿山甲们听到陈曼云这样说, 但是却没有表露出开心的样子, 都只是怯懦地看着陈曼云的脸, 仿佛想在他那张俊俏的脸上看出些什么端倪来, 可是陈曼云那张脸始终都是笑盈盈的, 让他们根本就看不出他究竟是什么意思, 三只穿山甲只能唯唯诺诺地说道, 主人, 您就别拿小的们开涮了, 小的们不敢再要赏赐了。 仙俄们听了穿山甲们的话, 心里都暗抚, 还算你们识相, 要是真的一味地想要赏赐的话, 就真的应该给他们一些教训了, 要不然这些小精灵会越来越嚣张的, 可是陈曼云还是笑着问道, 哦, 你们真的不敢再要赏赐了? 可是主人我现在, 却想给你们一点赏赐呢, 难道你们真的不想要吗? 这时众仙俄一听陈曼云这样说, 都紧张得异口同声地喊道, 主人! 陈曼云听到大家的喊声, 轻轻抬起手摆摆, 示意大家不要说话, 一双亮晶晶的眼睛, 却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三只穿山甲看, 这时那三只穿山甲, 感觉陈曼云说的话很值得信赖, 于是都把头从草丛里伸出来叹得老高, 呆萌地看着陈曼云, 其中有一只小声地问道, 主人说的话可都是真的? 仙俄们此时心里非常着急, 感觉陈曼云真的太过纵容这些穿山甲了, 想要阻止, 可是陈曼云却又不让他们插手, 所以此时他们只能站在旁边干着急, 而此时的陈曼云, 还是那张千年不变的脸, 笑盈盈地看着呆萌的穿山甲们温和地说道, 当然, 我可是要统一天下的大王, 怎么能说话不算话呢? 来, 把你们想要的赏赐说出来听听, 我们想要换化成人形? 好, 我们需要强大的法力 好 还有, 我们以后不想再以吃蚂蚁为任务出场, 我们要做英雄, 要干有意义的大事 好, 志向远大, 有志气, 是你一个人想当英雄, 还是你们这些兄弟都想当英雄呢? 陈曼云笑容满面地问道, 这只一直隐藏在草丛里没有露过面的, 他见陈曼云这样非常真诚地要赏赐他们, 这次立功, 可不只是那三只穿山甲的功劳, 他们十几只都是有份的, 他怕陈曼云在赏赐的时候会厚此薄笔, 或者干脆把其他的穿山甲给忘了, 所以, 这听见那两只穿山甲在说, 他也不是实际的插嘴, 这时那十几只穿山甲听见陈曼云这样问候, 都一口同声地说道, 是我们大家的意思? 此时众仙鹅们听了穿山甲的回答, 都赞赏得点点头, 觉得他们虽然是那非常卑微的爬行动物, 但是志向却十分让人佩服, 不过他们这样对主人说, 就是不知道主人会怎么成全他们当英雄, 众仙鹅们在心里寻思着就听见陈曼云说道, 好, 你们的志向真的很好, 不过要做英雄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得忍受常人不能忍受的痛苦和煎熬, 坚持常人不能坚持的信念, 付出常人无法付出的代价, 你们还愿意做英雄吗? 众仙鹅听见陈曼云这样说, 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打算, 也都只是静静地听着他们的谈话, 而此时此刻那些穿山甲们听了陈曼云的话, 都高兴地在草丛里打起筋斗来, 只见他们一边欢乐地在草丛里打着筋斗, 一边开心地打。 这有什么关系呢? 只要能做英雄, 能画画成人形, 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不是问题。 是啊, 我们虽然只是卑微的穿山甲, 没有人能看得起我们, 但是我们自己对自己却是非常有自信的, 我们要做穿山甲中的英雄。 对, 我们要做与众不同的穿山甲。 陈曼云听到他们的话, 以及对自己这么有自信, 心里就想着, 他们想做英雄。 这样也好, 听太白军星说, 现在这碧仙岛的岛主已经被天神们收服, 封印在九幽山无妖洞了。 虽然前段时间, 他跑到山上去闹腾了一回, 却也没坚持多久。 再说, 现在时间又过去这么久了, 他却好像是被空气给消融了一样, 了无音许。 现在, 自己要趁着那游龙玉女没有时间, 或者没有空闲, 先将这里的橡胶原液一次性多收集一些。 不过看今晚的情况, 这岛上的妖精应该很多, 自己又不能长时间留在这岛上, 保护那些采集橡胶原液的士兵。 而空间里的仙娥们又还有别的事情要做, 从现在起, 他们就又要开始跟着他, 一起去他们生存的那块大陆各处的边城, 去给那些同他陈曼云一样的繁人, 运送修缮城墙的材料和安全管理。 那修缮城墙的工作可不能马马虎虎, 除了要把城墙修缮得固若金汤, 还要能保证每个士兵的人身安全, 所以他必须派仙娥们去, 才能将这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顺利完成。 可是这样一来, 自己手里能用的人就全都用光了, 这保护岛上士兵们的工作, 也就没有能够上任的人。 现在, 这些穿衫甲想做英雄, 想幻化成人形, 还要想做英雄, 自己不如就这样答应他们这些条件, 这样自己回去后, 就不用时刻担心这岛上的士兵, 会被那些今晚没收拾到的妖怪给伤害了。 不过得先问问, 紫霄那个万能的白宝箱里, 有没有能让他们马上变换成人形的丹药。 但是, 以王母娘娘这未雨绸缪的睿智, 这种能将其他动物瞬间变成人的丹药, 估计在仙娥们被派下戒时, 王母娘娘一定会给他们拿些备用的, 所以这一点他根本不用操心。 还有呢增强法力的丹药, 之前他自己受伤时, 紫霄不是就给他吃了一颗那什么灵丹妙药, 他的功力在短短一个小时内就有了惊人的长进, 那不就是所谓的增强法术吗? 对于穿山甲的这些小小要求, 他还是能够满足的。 只是穿山甲们虽然想做英雄, 他们的决心却让人怀疑, 他们是否真的有一颗顽强的坚持之心呢? 又是否真的能将他陈曼云交给他们的任务完成? 倘若他们真的能够坚持到底, 成全他们做英雄并不是问题。 不过事关重大, 他得先给他们吃颗听话要完, 以免他们以后做事不认真, 使这里的士兵们遭到小妖们的伤害, 于是便笑着夸奖道, 好好好, 你们都是好样的, 我决定给你们的赏资就是, 让你们在这岛上保护我带来的那些收集橡胶园业的士兵, 和守护这里的那些橡胶术, 往后我会大量需要橡胶园业, 所以希望你们在这里守着, 不要有任何物种来毁坏这些橡胶术, 以及伤害我带来的士兵, 你们能做到吗? 穿山甲们一听, 是让他们在这岛上守护橡胶术这么简单, 都不太高兴起来, 有一只穿山甲翻身抬起前面的两只脚, 忧郁地问道, 主人, 难道就只有这么简单的事情要我们去做呀? 就没有别的更重要的事情了吗? 陈曼云笑着答道, 别急啊, 让你们做的大显身手的事还在后头, 现在你们只需要做些简单的就够了, 只要通过三年的考验, 就可以给你们分派另外的任务, 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 如果你们只是会宽海口, 什么事都办不好, 那可是要受惩罚的哦。 什么, 还要经过考验? 一只穿山甲抬头惊讶地问道, 当然啊, 重要的事情一般都不容易做的, 要是你们中间有一个不能坚持下去, 你们就得被淘汰, 而你们没有完成的任务, 我就会让有能力的人去完成, 英雄嘛, 人人都想当, 但却不是人人都能当的, 所以每一个英雄都是要经过无数次艰辛的磨练, 和坚强不懈的精神, 才能成为真正的英雄。 陈曼云依旧笑着回答道,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就是守护这岛上的橡胶树, 和保护好这里的士兵吗? 这算什么考验啊? 相信我, 主人, 我们这些兄弟绝对不会令你失望的。 穿山甲们听到陈曼云这样说, 都进入思考状态, 其中一只胆大的却拍着胸脯道, 陈曼云听了还是笑着说道, 好, 这样就好, 那从现在起你们就开始上岗吧。 一众穿山甲听了陈曼云的话, 都高兴地又在草丛里翻来覆去打着滚, 陈曼云这时才扭头笑着对紫霄说道, 紫霄姐姐, 你身上有那种能让他们幻化成人的, 有丹药吗? 紫霄听了陈曼云刚才的话, 知道可能主人的手里人手又不够用了, 忙走过来从怀里拿出一个白色的小玉瓶交给陈曼云, 陈曼云并没有接, 只是笑着对他说道, 你分发给他们就是了。 紫霄拿着小瓷瓶, 转身就去把那丹药, 分发给现在正在草地上高兴地翻滚着的穿山甲们, 穿山甲们服了丹药, 转瞬间就变成十几个精壮的少年。 陈曼云看了心里虽然非常惊讶, 但是却还是镇定自若地笑着说, 好了, 现在你们想要的第一个愿望已经实现了, 第二个愿望就看你们自己的耐性、 坚持和本事了, 去吧, 守护在那片橡胶树林里, 不过那边目前暂时没有房子给你们住, 要是你们想马上有房子住的话, 就得先自己想办法, 我们现在要休息一下, 明天还有一堆事情要做, 等我把那橡胶圆叶收集够了, 就派人帮你们搭木楼。 众仙鹅们听了陈曼云的话都在心里说道, 主人永远都是主人, 他不在特定的环境里是永远不会变的, 做事永远都是那么讲原则, 再说这穿山甲本来就生活在草丛里, 现在就算幻化成人形, 他们的天性永远改不了, 况且主人也都声明了, 这只是暂时的, 他们应该不会在意, 这样的结果是他们希望看到的, 至少陈曼云没有随便答应他们什么无理的要求, 而众穿山甲听了陈曼云的话, 都毫不在意的笑着说道, 主人, 这些事就不用你操心了, 没有房子住, 我们可以用法术变出几间房子来暂时住着, 等以后过了第一次考验再说吧, 对对对, 我们自己会解决房子问题的, 主人, 你就别担心了, 是啊, 主人, 你应该相信我们的能力, 非常开心笑着说道, 那好, 就这样决定了, 往后你们就在这岛上好好保护, 我带到这里来的士兵, 和收集好的橡胶园叶, 以及那一片茂盛的橡胶园, 十几个由穿山甲幻化成的少年们, 忙大声打倒, 我们兄弟们领命, 请主人放心, 这里一切有我们兄弟, 工作分派完了, 看着那些少年走进橡胶树林中, 就消失不见了, 陈曼云看见这种情形, 心里又被惊了一跳, 不过这些年, 天天跟在紫玉他们这些仙俄们打交道, 多少也知道一点, 有些法术的精灵们, 都有这样遮人耳目的本事, 也就见怪不怪了, 看看夜空的北斗星, 已经西夷了, 眼看马上要天亮, 他赶紧带着仙俄们回到空间里, 各自找个地方运气调息起来, 第二天, 士兵们听见屋外, 有叽叽喳喳的鸟叫声, 才一个个悠悠醒来, 不过这时陈曼云也带着众仙俄们, 已经出了空间, 这时, 正在准备收集橡胶圆液所需要的工具和容器, 士兵们谁也不记得, 在这屋子里昨晚曾经发生过什么事, 只看见他们一个个, 就像平时在山上一样, 火速地穿戴整齐, 快速地出了木楼, 当他们看见, 在朦胧的晨曦里, 陈曼云带着一帮美貌的女子, 正在忙碌着, 士兵们也红着脸, 各自按照昨晚他们的百户长所分派的工作迅速忙碌起来, 陈曼云和众仙俄看了都相视而笑, 陈曼云心里想着, 这些士兵做事这样积极, 个个都生龙活虎的, 就像昨晚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 看来, 仙俄们的这种清除记忆力的方法, 自己也得学点, 到时候他们离开了, 自己假设某天要用的话, 不就得心应手了吗? 因为到那时, 他这个凡人, 是不可能随随便便出入天宫, 现在能学就学点吧, 免得到时候要用时后悔。 陈曼云与众仙俄们将所有需要的竹节、 贝壳、桃罐等都准备好之后, 就去查看了昨天下午插进橡胶树里的 那些收集橡胶原液的贝壳, 见每个贝壳里都已经揭满了乳白色的橡胶原液, 他忙让众仙俄们一起动手, 将那些橡胶原液用桃罐装起来, 把那贝壳又插进树里, 等待着通过竹节流出来的橡胶原液。 昨天下午因为时间短, 又只有他们四人, 因此只弄了那么一点银嘴和贝壳在几棵橡胶树上, 所以今天收进桃罐里的橡胶原液也不多, 只有一公斤不到, 不过就算这样, 陈曼云心里还是很激动, 因为这是他第一次亲自动手收集橡胶原液, 而且方法还是最原始的, 有这样的效益实在难得, 因而他心里面非常高兴, 他在心里默默地算着, 昨天只弄了十几棵树, 居然一夜就收集了这么多, 那么今天这么多人弄出来的树应该是两三百棵左右, 按照今天这些树产出的橡胶原液来看, 大概一棵树一次能生出二两, 十棵树一次就是两斤, 一百棵树一次就是二十斤左右, 照这样算现在是早上, 这时候弄好到了天黑就能收集一批, 不过因为时间不一致, 所以收获起来肯定在时间上也有误差, 就算是这样, 这一批也应该能收集一二十斤。 假如这橡胶原液十小时就能获得一次的话, 一天一夜就能收获两次, 估计一天一夜收集到两百斤左右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这橡胶原液是不停地往外流, 这样还得让士兵们轮流倒搬, 免得时间过长, 橡胶原液一流到外面去白白浪费掉。 照这样来看, 士兵们轮流倒搬两天两夜, 就能收集四到五次, 而且每次还在按地增的行驶增多, 估计三天后他就可以送一次回去, 先让各地动手修缮了。 于是他把各种工具和器械准备完善后, 就赶紧召集了正在教导士兵们, 怎么插银嘴和贝壳的三个百户掌, 告诉他们他在三天后, 会带着收集好的橡胶原液回山上去, 让他们带着所有士兵继续在这里收集橡胶原液, 他会在走之前把所需的淡水和粮食都给他们准备够, 让他们安心工作。 三天后的早上, 陈曼云带着收集到的三百多斤橡胶原液, 跟众将士告别后回到山上去了, 他没想到能收集到这么多橡胶原液, 按他之前的估计, 三天后大不了能收集到两百斤左右已经很不错了, 结果居然比他预计的还多出一百来斤, 按照一斤调和至五至八的比例, 这三百斤橡胶原液按最少的比例来对, 也要调出一千五六百斤标准的粘合液出来, 他这不是用来粘别的物质, 只是用来增加橙墙体的坚固度, 所以不需要那么浓稠的比例, 他想用一比八的标准来调和, 这样就又可以多调和出近一千斤的调和液出来, 这一下那些橙墙的墙体就不容易被炸开了吧, 不过这种化学东西也有弱点, 那就是非常怕火, 这古代打仗, 士兵们动不动就用火攻城, 他得找到能让橡胶不易燃的方法, 以前学化学的时候, 老师曾经说过, 能使橡胶抗燃烧或减缓燃烧的速度, 或者抑制燃烧, 只有那些什么酸, 比如说什么草酸、 琥珀酸、乳酸、 油酸等等, 可是这些所谓的能抑制橡胶燃烧的酸性物质, 在现代倒是哪里都有卖, 但这古代却是购买无门, 怎么办? 为了消除或减缓橡胶的这个致命弱点, 陈曼云在脑子里冥思苦想, 最后他想出了一个最简单又最有效的办法, 因为他知道, 在这古代要找寒酸的化学物品, 确实有银子买没错, 但是那山上寒酸量很高的野果倒是到处都是, 不过现在正是农冬时节, 大雪已经覆盖了山里所有的植物, 若是等到明年开春的话, 时间好像就有些晚了, 不过蜀中地区没有下雪, 他可以让莫绍涵他们在那边大量收购, 等他们收购到了, 他就连果肉带汁一起捣碎, 混在橡胶调和叶里, 这样应该就可以减缓或抑制橡胶的燃烧, 对,就这么办。 陈曼云回到山上, 就给军事专属信息中心, 发了一条命令, 让各处边防的守军立即着手修缮城池的工作, 并且让十六位仙俄同时出动, 去给各地送材料器械, 以及协助负责安全工作等等。 紧接着, 又向蜀中柳城的莫绍涵发去一条命令, 让他赶紧着手大量收购野果的工作, 想好对策后, 陈曼云终于可以轻松一下了, 先好好地在军工厂里, 美美地睡上一觉, 再去做别的。 不过他还是不太放心山上各处的重建工作, 他已经离开三四天了, 这三四天里可能发生很多事, 所以他回来了, 就必须先去看看那里成天辛勤劳作的人们。 陈曼云先去给各个场地备足了粮食、 蔬菜和饮水, 就是没有肉类蛋类这些营养价值高的东西, 这时他才想到, 应该在这山上再办几个养殖场, 比如说让专人在山里去抓野鸡杂、 野猪杂以及野牛、野羊, 这些山里常见的可以驯养的动物, 用这些家伙来填补这山上没有肉类的空白。 陈曼云放好食物后, 再用引申术悄悄地来到各处的工地上查看, 还好大家做事配合得非常默契, 也没有看见谁偷懒, 想想也是, 这干活有工钱、有饭吃, 而且以后他们还要在这里干一辈子, 他们现在所做的一切, 都是在为自己的明天做准备, 谁又会蠢到砸自己的饭碗呢? 陈曼云看见众人干活的劲道十足, 又看见李翠萍他们那几家承包工厂食堂的家主们, 都忙碌着给大家送水、做饭也就放心下来, 安心地回深山里的军工厂睡觉去了。 在去那碧仙岛的这三四天, 他几乎是没有真正睡过一次安稳觉, 现在所有的事情都已经上路了, 他也不用再担心什么事情扰心, 终于可以安心下来睡上一觉。 陈曼云这一睡竟睡了一天一夜, 外面下着大雪, 他也不知道是谁会在他睡得正香的时候, 这么不识趣, 咚咚咚敲响了他院内的房门。 陈曼云一咕噜从床探上翻坐起来, 迷迷糊糊地揉揉腥松的眼睛, 门外的敲门声还在不断地响着。 陈曼云心里埋怨, 这谁啊, 还让不让人睡个安稳觉, 真是该打。 可是他睁眼一看, 这里的环境可不是别的地方, 而是他认为最隐秘的军工厂。 在这里除了梁子墨和他那四个徒弟, 就没有人知道他在这儿了, 会是谁呢? 秦松他们四个都知道自己离开山上了, 去了一个秘密的地方, 而梁子墨如今又国事缠身, 哪里又这么清闲, 没事到处乱跑呢? 陈曼云怀着疑惑的心情, 轻轻飞到门口。 他倒要看看, 今天这打扰他清梦的究竟是谁? 他隐身轻轻地把门栓取下, 那敲门的人再次用力地敲的时候, 门就自己开了, 这时只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说道, 云儿, 我知道你在里面, 快出来吃点东西吧, 我昨天晚上就到了, 可是等了一晚上也没有出来, 你是不是生病了? 梁子墨的声音里, 充满了担心和关切, 让人听了不自觉地为之感动。 陈曼云在屋里听了, 心里就更加感动不已, 心道, 这是梁子墨的声音, 梁子墨这家伙, 不在他骑过的王宫里研究过年的事, 没事跑他这里来干嘛, 可是作为就要成为别人妻子的人, 为了婚后的生活美满, 他不能对自己的未来丈夫闭门不见呢, 不管怎么说, 他来敲门也是因为关心自己, 还是出去见见他吧, 免得他担心。 于是他拉开门, 含情默默地看着站在自己面前, 高大帅气, 经过这段时间的磨练, 又多了几分帝王霸气的梁子墨, 柔声问道, 梁大哥, 你怎么有空来看我啊? 对于自己的爱人, 睡眼朦胧地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 意识没有反应过来的梁子墨, 恋爱地看了几秒后, 才激动地张开双臂, 将陈曼云那娇小玲珑的身体揽入怀中后, 此时此刻梁子墨真恨不能将陈曼云那柔软娇小的身体, 直接揉进自己的身体里去, 过了一会儿, 他便深深地吻着他的秀发, 便喃喃地说道, 陈曼云听了好笑地说道, 我才不要那么多人在我眼前晃来晃去呢, 弄得我自己连一点私人空间都没有, 那我要一个人发单, 想你不就被人知道了? 要照顾的话, 你自己来照顾我, 我就接受, 那好, 我明天就让杨红来带来朝政, 我来雷级山陪你, 梁子墨听了陈曼云的话, 轻快地说道, 根本就没有犹豫一下, 就答应了陈曼云的要求, 陈曼云没想到, 他自己的一句玩笑话, 梁子墨居然马上应允了, 忙说道, 那怎么行? 傻瓜, 我只是开一个玩笑, 你怎么当真啊? 你这江山来之不易, 又怎么能轻易地让他人代理呢? 梁大哥, 你这种想法可要坚决杜绝啊, 你要多想想, 当初被梁浩尘杀死的父母, 以及你自己被他追杀的无处藏身的时候, 当初你还只是一个小孩子, 权力还在你父王手里, 他们没有利用好都招来的杀身之祸, 这个痛苦而无助的过程, 你自己也已经经历过了, 想必我不说, 你都应该比我懂, 现在你刚把大权拿回来, 又怎么能让权力掌握在他人手里呢? 权力这个东西, 表面上看, 它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 你只要拥有它, 就能随意驱使天下所有人为你的一句话而拼命, 善于驾驭它的人, 只要能抓住它, 就能做出一些惊天动地的事情, 但是它同时, 也是一个世界上最坏, 最凶恶的东西, 它比洪水猛兽还要可怕万倍, 它若是被那些喜欢玩弄权术的人抓住, 那可要天下大乱, 民不聊生了, 所以, 你可不能随便把它交给任何人, 尤其是手里一直握着兵权的人, 否则有一天, 你这个大王将会成为他掌握天下的绊脚石, 为了得到权力, 他会不择手段将你这个坐在宝座上的人拉下来, 到时候, 你就有可能走上你父王的老路, 那岂不是太悲哀了吗? 刚刚拼命夺来的江山, 还没做热乎, 就又被人夺去了, 这未免也太凄凉了吧? 陈曼云在说话时, 梁子墨边听着她的分析, 边用好看的丹凤眼, 饶有兴趣地看着她, 那眼神里除了怜爱还是怜爱, 除了宠溺还是宠溺, 盯得陈曼云这个, 自认识老油条的人, 也有些心里泛腻, 她现在骨子里, 可不是表面上看见的十六七岁的少女, 而是一个三十好几的成熟灵魂, 前世, 她自己虽然没有亲身体会恋爱的滋味, 但是生活在那样一个生活多元化的时代里, 关于爱情的影视剧几乎泛滥, 她就算是不想了解, 谈恋爱是什么感觉都难, 此时此刻, 她在梁子墨的眼睛里, 看见了宠溺, 迁就, 恋爱, 欲望等复杂的情愫, 心里马上就冒出来一个想法, 此地危险, 赶紧离开, 于是忙低下头去说道, 见面, 梁子墨, 又怎么可能就这样轻易地放开她呢, 于是还是紧紧地将怀里的人儿搂着, 既不说话, 也不松手, 就当没听见一样, 就那样紧紧地抱着心爱的人, 她如今已经是二十多岁的成熟男人了, 而且还夺回了江山, 做了齐国的大王, 她这样的年龄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 现在又抱着自己最心爱的女子, 心里那只小鹿在体内不停地乱撞, 好像还越来越无法控制了, 陈曼云被梁子墨紧紧地抱在怀里, 倾听着她那越来越快而有力的心跳声, 直到事情可能要发展到不受自己控制的地步了, 但是此时此刻又有什么事情, 能让她暂时放弃那个让人有些脸红的想法转移目标呢? 哦对了, 梁子墨这个人虽然做事非常执着, 但是对她的疼爱可不是一般的人能够做到的, 现在她也知道自己睡了很久, 只要自己说饿了, 她一准放手去给自己做饭吃, 于是赶紧又说道, 梁大哥, 你快放开我, 我, 我肚子好饿, 结果真像她所想的那样, 梁子墨一听她说肚子饿了, 马上就用那有力的大手搂着陈曼云那柔弱无骨的双肩, 深情地看着她那妩媚的小脸, 轻轻地在她额头上吻了一下, 伸手在陈曼云鼻子上, 恋爱地轻轻一刮, 温柔地说道, 现在知道饿了, 小傻瓜, 居然这么能睡, 好, 你在这里坐一会儿, 我现在去厨房, 给你盛饭去, 陈曼云听了梁子墨的话, 意外地只是瞪大美目看着她, 心里想着, 她把饭做好了, 真是没想到, 不过以她对梁子墨的了解, 这种意外的想法也只是一分钟的事, 随后就乐呵呵地说道, 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 好, 你去盛饭, 我去洗漱, 咱们到厨房一起吃, 梁子墨听她这样说, 就伸手将她的小手拉着, 一起往厨房走, 陈曼云一走到厨房, 就闻到一股土豆烧肉的香味, 禁不住口水一下就涌了出来, 忙咕咚吞咽了两口, 梁子墨在旁边听了, 又是怜爱又是好笑的轻声问道, 怎么, 很馋啊, 身为蜀国的大王, 居然被一个土豆烧肉的香味, 就给打败了, 还馋得直流口水, 这得多长时间没碰过荤形啊, 陈曼云被梁子墨这样一取笑, 自己也一下子笑了起来, 你也知道, 我一个人在这儿, 有很多事情要做, 没时间去做吃的, 以后有你疼爱我, 相信你会亲自下厨, 给我做好吃的, 是吧? 梁子墨听到自己的爱人这样说, 只能无奈地看着她说道, 好啊, 只要云儿不嫌弃, 我就天天变着方法给你做吃的, 不过, 到时候, 就又要辛苦你了。 陈曼云开心地, 依偎在梁子墨肩上, 好笑地问道, 怎么会, 每天有梁大哥亲自给我做好吃的, 我还辛苦什么, 我还没听谁说过, 天天吃好吃的也会累呢, 就算是别人会, 我可没那么娇气, 绝对不会被一桌桌美食给累倒。 我想, 我的云儿是会做亿了。 陈曼云没有想到, 梁子墨听了自己那有些幽默的话, 居然哈哈大笑起来, 笑完还来了这样一句, 弄得她怪不好意思的, 红着脸, 难得有些扭捏地问道, 哎呀, 你别笑我嘛, 快告诉我我为什么了。 我是说, 到时候就要劳烦云儿, 天天看奏者, 批阅奏章, 为国家谋设计, 为百姓谋福利了, 我呢, 就天天给你做饭, 不费脑子, 落得清闲啊。 见陈曼云小俩红, 梁子墨开心地耸耸间, 轻松地解释道, 陈曼云听了梁子墨的话, 强词多理地说道, 这怎么想, 我跟你成亲后, 你就是我的相公, 我的依靠, 但是, 你还是齐国, 乃至天下的王, 所以你不能放下天下只顾我, 也不能放下我只想拥有天下, 因此成亲后, 你就有了双重身份, 你必须在治理好国家的同时, 也要爱护我, 对我好, 每天下朝之后, 就得亲自去厨房, 给你的娇妻做好吃的。 那可不行, 我只想当云儿的相公, 跟他生一堆儿女, 那多有趣啊, 至于那劳神废舍的大王嘛, 还是由我德才兼备的云儿, 来帮我代劳吧, 太累了, 我不想劳累, 也不想天天上朝, 看那文武百官的满脸糊的。 陈曼云话音一落, 梁子墨就又接着哈哈大笑说道, 陈曼云听了梁子墨的话, 感觉他这才做了几个月的大王, 似乎就有些厌倦了, 可是这话他没有问出来, 因为他也知道, 就齐国目前的情况来看, 也着实让统治者头疼, 人口虽然不多, 但是国内的大片土地, 却因为那些莫名其妙, 出发的游食, 而不能, 也不敢让人去耕种, 国都还得建立在未婚妻的地盘上, 作为一个君王, 这种事儿太窝囊, 你说这建国都的地盘要是别人的, 他还有点骄傲的资本, 至少他可以用武力把剩余的地盘都变成他自己的, 可是这国主又偏偏是他所爱的人, 这种过河拆桥的事儿, 他不能也不愿意对自己的爱人做, 再说他早就说过了, 等他们成亲后, 他就把所有的政权全部合并管理, 那样既节省开支, 又有利于百姓、官员、统一管理, 不过作为一个有志气的男人来说, 这并不能彰显他个人的能力, 以后就算是他退居深宫, 不管朝政, 但是在满朝的文武百官眼里, 心里, 最崇拜, 最幸福的人, 还是他陈曼月, 而不是他靠女人起家的梁子墨, 如果不能好好的把这个心结帮他去除掉, 以后可能会因为这件事情, 让原本非常有作为的, 有自信的梁子墨, 变成一个内心扭曲, 看得事情偏激的人, 做出一些他自己都不愿意做的事情来, 那就太悲哀了, 其实这段时间以来, 陈曼月除了要考虑山上的重建, 和将来的发展, 还在想那骑过都城外面的那些石油怎么办, 他也问过紫玉他们, 仙俄们告诉他, 可以试着用空间的柴油机, 把那些石油抽出来存着, 等有战士的时候再拿出来当战斗物资里的火油用, 只是陈曼月个人觉得这样好的东西就拿来烧着玩, 太浪费了, 但是对于石油的炼制, 他自己又一窍不通, 就这样任由他们在那放着, 其实对齐国的君主和百姓都是一种威胁, 就包括周边的国家也是一种不小的威胁, 如果有必要的话, 他陈曼月就是再怎么舍不得, 也只能按照紫玉他们说的那样做, 虽然看上去有些浪费, 但是于国于民来说都是一件好事, 只要把那些对人们有威胁的石油除掉, 那齐国都城周围的那片土地就不用荒废在那儿长草了, 到时候就可以分派一部分百姓去那儿开荒种地, 这样作为齐国大王的梁子墨, 走路说话都可能会有自信一些, 至少他的子民和他自己, 不用像乞讨者一样寄住在别人的土地上, 借着别人的土地耕种, 更不用衣食住行都靠陈曼月给的是语言手, 他可以带着自己的子民自力更生, 挺起药板做人, 更何况他能把那些石油收集起来, 有机会找到炼制的方法就可以直接炼制, 没有找到炼制之法也不会再给齐国的百姓, 甚至这块大陆上的人们造成威胁了, 齐国那大片肥沃的土地, 也就又可以长出茂盛的庄稼, 这不是一举数得的事情吗, 何乐而不为呢? 如果说一开始陈曼月对去抽掉那些石油还有些不舍的话, 那么现在他已经下定决心了, 过两天一定要去把那些石油抽出来, 让梁子墨带着他的子民回到属于他的地盘上去, 那样他这个齐国大王, 才有自信继续坐下去, 这时他们已经走到了厨房, 梁子墨送开了陈曼月的手去盛饭菜了, 陈曼月去拿了口碑, 和自己自作的牙膏牙刷端着盆子洗脸刷牙去了。 吃过饭, 陈曼月依偎在梁子墨的身边坐着, 两个人谈起了以后的生活, 又问起了梁子墨, 此次来山上是专程看他的还是又有别的事? 梁子墨告诉他马上就要过年了, 过了年要不了多久就是他们成亲的日子, 但是作为相公的他, 这聘礼却还没有送出, 所以他督促着押送聘礼的队伍, 一定要赶在过年之前把聘礼送到未来丈母娘家里, 但是现在山上大雪封山, 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 根本就找不到一条上山的路, 他昨天来时也到处看过了, 上山的道路真的全被大雪覆盖了, 就连两年前陈曼云命人心修的那条宽阔的关道也没有找到, 这样大的雪他自己是没有一点办法的, 所以为了第二次送聘礼的队伍不被堵在山外, 他只能来找陈曼云了, 希望他能想出办法来, 将那些道路都腾出来, 让送礼的队伍早点顺利把聘礼送到他的丈母娘谢氏家里, 这样免得他未来的丈母娘说他这女婿怠慢了他女儿, 陈曼云听了梁子墨说的这些话, 心里也是有愧疚的, 想想第一次梁子墨派秦松带着队伍来送聘礼的时候, 自己要是不那么狠心地赶走他们回去的话, 梁子墨也不至于再次派人在大冬天里, 迎霜探雪地来这山里送第二次了, 不过这事也不能全怪他, 因为当时老妖婆刚刚才袭击过山上没多久, 陈曼云那样做也只是处于关心送聘礼的人们的安全, 才让他们赶紧回去的, 因为他也不知道老妖婆还会不会突然向着山上扔两颗像炸弹一样的气带, 将森林点着, 因其火灾烧死他们, 那老妖婆的法力在他们这些凡人面前显得实在太过强大, 他不敢掉以轻心, 但是现在想想他自己处理这件事情还是太过偏激了些, 不过在他看来, 只要没人因此受伤或者惨死, 那就是最好的结果, 至于那聘礼嘛, 送第二次倒也只是多跑了一趟路而已, 没有什么损失才是最重要的, 现在梁子墨说出来他的想法, 要让他去把那条宽阔的关道找出来, 让送聘礼的队伍进山, 其实这对于他陈曼云来说也不难, 可是那些人来了安排他们住在哪儿啊, 现在这山上什么都还没有弄好, 白地一片, 总不能让送聘礼的队伍也跟那些重建工人们一样, 夜里睡露天吧, 要是他们领的是别的差事, 睡露天也没什么, 可是他们这次的任务是来送聘礼的, 要是这聘礼还没有送到, 因为路途遥远, 露宿荒野这道情有可远, 但是人家都把聘礼送到地方了, 作为主人家的他, 还让人家露宿荒野, 情理上就有些说不过去了, 看来一向自认为光明磊落的他, 也只能做一次昧着良心的事了, 于是他对梁子墨说, 梁大哥, 实在抱歉得很, 这件事我个人是罢不了的, 只能让送聘礼的队伍, 暂时在山下等几天了, 他们要是没有吃的了, 我待会给他们送些粮食, 让他们不要饿肚子, 相信我, 只要等野炼场开工, 那些雪自然就化了, 到时候山上又会像以前一样畅通无阻, 那送病理的队伍, 也就不难进山了不是吗? 梁子墨听陈曼云说, 他对于那些积雪也无能为力时, 也就相信了他, 因为这么多年来, 陈曼云还从来没有说过什么骗他的话, 当然, 这次要不是因为情况特殊, 陈曼云也没有必要这样做, 梁子墨对陈曼云的话, 当然是身心不疑的, 于是陈曼云吃过晚饭后, 他就冒着风雪回现在的齐国都城了, 临走时陈曼云要把谢氏给他做的一件胡皮, 披风让梁子墨穿上, 可是梁子墨死活不肯要, 最后陈曼云只好妥协了, 让他一路注意安全, 梁子墨走后, 陈曼云趁着月夜, 去了齐国都城附近的刘家村, 也就是突然发现石油的地方, 来到刘家村一看, 陈曼云立刻傻眼了, 只见那些几个月前还在的村落, 现在不知道被哪个丧心病狂的东西给烧成一片, 记得当时他与梁子墨一起, 发现这个村子里的村民都被人杀死在家里时, 当时都痛心疾首, 回去就让人把尸体处理掉, 为什么还有人这样坏, 非要把这里变成一片废墟才满意, 陈曼云百思不得其解, 不过他今天是来解决石油的问题, 得先把主题做完再来研究辅提, 看这些灰烬如今已经进入泥里, 估计这些房子已经被人烧了很久了, 在这古代人烟稀少, 各村落之间相隔较远, 消息闭塞, 更没有监控可言, 就算是想抓捕凶犯, 这一时半会儿他也做不到, 所以只能先拿出空间里, 紫玉他们放在里面的柴油机, 接好管子和装油的大木桶, 从村口第一家的水井开始, 一家一家轰隆轰隆地抽起来, 等到抽到最后一家时, 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 有89个水井之多, 人口肯定是两三百人左右, 因为这些古代人没有办法劫育, 所以家里孩子都得养得多, 再加上这刘家村地处齐国都城近郊, 土地又平坦肥沃, 人口比较多也属于正常现象, 反倒是梁子墨接管齐国时, 出现了怪事, 这整个刘家村的人一下全部死光了, 梁子墨命人追踪了这么久, 却没有结果, 还是不知道谁干的, 这地理位置虽好, 但是生活在暴君时代, 社会底层的百姓们真是苦不堪言, 命如草芥, 就说前几年吧, 齐国内政混乱, 民不聊生是吧, 作为君王的梁浩臣, 居然还养着妖物, 甚至还纵容妖物夜里出去随便吃人, 百姓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残暴君主的统治时期, 百姓的疾苦可想而知, 连年的天灾战火还不算, 那妖怪还在他主人的纵容下, 随时随地出来找人吃, 害得这都城附近的百姓们被那黄鼠狼吃了不少, 真是可惜, 齐国粮食的先祖们尽心尽力地经营出这么一大片沃土, 被那残暴不仁的暴君给糟蹋的面目全非, 可悲啊, 像这样祖辈们经营了一两百年的江山, 要是内部不出问题永远团结一致的话, 别人只是单单从外面来进攻, 是永远也打不倒的, 就像一棵生长了百年的老树一样, 只要树干里不长虫, 这外面无论是风雨多大, 它的根始终牢牢地长在泥土里, 外力是无法撼动的, 无论先祖有多么厉害, 家里都不能出现一个败家子, 金山银山也经不起败呀, 这梁子墨的叔叔齐过前任大王梁浩辰, 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败家子, 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哥嫂, 还差点就杀死了他们唯一的后代, 残害至亲, 谋朝篡位, 这样的人活该他连个孩子都没有, 老天爷都容不得他, 陈曼云在心里这样感叹着, 还有他发现, 自己这一天一夜不眠不休的, 从村民水井里抽出来的并不全是石油, 表面上那黑乎乎的液体确实是石油, 可是越抽到下面, 那液体的黑色就越淡, 他曾经摇出来仔细查看过, 那抽到下面的是水多油少, 这一现象表明这些石油是有人故意倒进去, 而不是真的从地下浸出来的石油, 他当时就有些不敢相信这里会有石油, 因为这是内陆, 根本不靠海, 内陆地表出现石油的几率太少了, 不过也有, 他前世就知道有很多山里也有石油, 那是因为在几百上千年前, 那里曾经是海洋, 经过不断的地质变革, 那里的海洋被挤压地从地下突了起来, 就形成了后来人们所看见的山体, 所以他也只敢怀疑并不敢下结论, 万一这里也是被地质变革时由海底升上来的呢? 他没有学过地质学, 也没有石油勘测的仪器, 就只能通过眼睛看最表面的东西, 因此可是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然后又做出了一系列错误的决定, 看来这事得跟梁子墨解释一下, 这事摆明了是人为的, 也就是说有人不想让梁子墨住在都城里, 难道都城里还有那个设计的人想要的东西? 不过他并没有得逞, 他没有想到陈曼云会把整个都城的房舍都搬走, 只留下一片残破不堪的微房和一片空地, 所以那人要找的东西也没有拿到, 还在王宫里, 这些石油他只是用来吓唬吓唬他们, 也没有那么容易燃烧, 要不然这次被人纵火后, 就应该跟着房屋一起燃烧, 最后爆炸, 将这块陆地全部掀翻, 可是他们并没有跟着房屋一起燃烧, 也没有爆炸, 这样看来, 让梁子墨迁都的事是自己的决定做得有些急躁了, 这还真是关心责乱, 看看自己当时那草率的决定, 怂恿梁子墨举国迁出, 结果让梁子墨的自信心和自尊心都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现在好了, 这齐国都城的危机也算解除了, 可以通知梁子墨再迁回来, 可是这让梁子墨如何跟文武百官开口啊, 他是一个君王, 齐国的大王, 不是说书先生, 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 君王的所有言语行为, 甚至一举一动, 都是要为百姓们谋福利, 为国家开疆阔土, 才算一个明军, 而不是像梁子墨这样, 才接管齐国江山屁股没坐热, 就开始让文武大臣们跟着他这大王, 一起迁都到蜀国中部, 先是告诉所有人都城那儿很危险, 为了大家的安全, 为了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 必须迁都, 这才过了几个月, 又告诉大家都城那边危险解除了, 大家可以安心地回家了。 这样, 文武百官虽然嘴巴上不说, 心里难免不对梁子墨这大王有微词, 昨天梁子墨也是说了, 他亲自带着文武百官, 趁着深秋时节, 紧赶慢赶地, 把东小麦种在了跟自己借过去的地里, 这就表明了, 梁子墨是想做一个好君主, 他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明给文武百官看, 他梁子墨确实是一代明君, 虽然处处都有他陈曼云这个未婚妻的支持, 但是要不是万不得已, 他是绝不会向他伸手的, 尽管不久的将来, 他们就是真正的夫妻了, 他也绝不会依靠女人的支持做大王, 更希望能给世人留下一个好印象, 他百年之后, 没有人指着他的脊梁鼓骂他是一个昏庸无能的国君, 那么自己作为他的王后, 他的贤内助也不能拖他的后腿, 得帮他加把油, 让他实现自己的愿望, 相信他会比现在对自己有信心, 那么现在就暂时不要建议他再次迁都了, 等到明年春天才来对他说, 那时候小麦也收割回去了, 正好迁回来, 百姓们就好春耕, 不过话又说回来, 他这个蜀国大王就要与齐国大王成亲了, 成亲后, 他们夫妻俩住在哪儿都是他们的地盘, 又有什么不妥呢? 再说, 他们早就说过婚后要将现在的多国合并在一起管理, 其实梁子墨心里可能是想太多了, 怕以后蜀国这边的大臣们不服他管, 他以为在蜀国大臣们的眼里, 就只有他陈曼云, 其实他错了, 这些年来, 真正在蜀国王宫里坐镇的一直是莫绍涵, 经过这么多年的磨合, 莫绍涵早就已经把那些从亡的老臣换完了, 现在留在朝中的官员, 全都是莫绍涵精心为陈曼云培养出来的亲信, 而莫绍涵又是他梁子墨这世上唯一的至亲, 只要陈曼云和莫绍涵不说什么, 那些大臣都不会傻巴基地说些不讨喜的话出来惹麻烦的, 他大可以放心, 安心地住在蜀国的王宫里, 做他的大王, 没有必要说出昨天那些话, 不过在陈曼云看来, 梁子墨说出那些话也没有什么不好, 至少他比平时会表达自己的爱意了, 为了让妻子开心, 连大王都不当了, 宁愿成为一名天天给老婆做饭的厨子, 这样一句话就把浓浓的爱意全部表达出来了, 真是要美人不要江山啊, 对于在恋爱中的男女来说, 这种爱是多么的刻骨铭心, 多么让人向往, 任何骄傲的女子, 听到爱郎对自己这样的表白, 也会开心地三天三夜睡不着觉吧, 陈曼云也正是, 因为梁子墨对他说的这句话, 所以才想着自己应该为他做些什么, 不过在梁子墨心里, 陈曼云这个未婚妻为他所做的事情已经够多了, 他不敢再奢求什么, 只希望能与他一生一世恩爱到白头, 其他的他暂时什么也不想要了, 只是陈曼云还是很担心, 因为权力这个东西真的就像是有魔力, 放眼历史, 有多少曾经恩爱的情侣, 因为他而反目成仇, 父子相残, 兄弟手足相残, 姐妹至亲相杀, 为了王位, 大家拼得你死我活, 所以他心里很怕, 怕有一天, 梁子墨会为了这个王位被人所害, 也怕婚后, 虽然自己隐居深宫, 那些朝中大臣们却不卖梁子墨这个王的账, 只怕到时候他们夫妻也会因为这些前朝的事闹得不合, 还有可能因为他自己是来自未来的人, 对待事情的看法跟梁子墨这个古人不同而夫妻反目呢, 总之他是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 但是以梁子墨这样自负的性格, 哪里能够容得下大臣们不从, 估计如果有大臣敢跟他较真, 就算他不回到后宫跟自己闹矛盾, 也会让那对他不敬的大臣血剑当场, 这些事不想还好, 一想就后背发凉, 有些后怕, 只不过自己与梁子墨订婚已经这么多年, 他总不能现在才说不嫁吧, 再说, 这个时代能与他陈曼云相配的男子, 除了梁子墨还有谁呢? 算了, 事已至此往后只能走一步, 看一步了。 陈曼云回到山上, 又躲在军工厂里睡觉去了, 目前工厂那边不缺人手, 砖和石灰等材料都有, 各处编程的城墙修缮维护, 由子灵他们那群仙鹅去看着, 应该不会出什么岔子, 所以他很放心地 躺在床上倒头大睡起来。 直到第二天黎明时分, 陈曼云又被肚子饿行了, 正是他躺在床上怀念梁子墨的好。 肚子好饿, 要是梁子墨这家伙在这儿就好了, 只要自己一说饿, 他肯定立马给自己做饭吃。 此时的陈曼云跟很多女子一样, 都希望每天能睡到自然醒, 一醒就能看见自己心爱的人, 端着热气腾腾的早餐站在自己床前, 小眯眯地看着自己, 或者还要温柔地哄着自己, 赶紧起来洗漱吃早餐。 这样的画面是多么让人向往, 可惜陈曼云这是睁开眼, 眼珠滴溜溜转着到处看, 就是没有看见一个人影, 心里沮丧地埋怨道, 陈曼云啊陈曼云, 这梁子墨才给你做了一顿饭, 你就这样依赖着他了吗? 你能不能振作点, 清醒一点, 男人千古不变的定律, 没结婚之前, 千方百计地讨好你, 结婚后, 你就得对他千一百顺地迁就, 别以为他给你做了一顿饭, 就把你的心给收买了, 到时候有你后悔的, 你要坚持自己万年不变的女金刚精神, 要把她的这些行为视为理所当然, 你要记住, 你还是蜀国梁国奉月国等等的国主, 别的女人都可以, 因为男人的一点小恩小惠就伪身于她, 可你不能, 你得万事都考虑周到了, 再做决定, 现在虽然快成亲了, 可是一天没成亲, 你一天都要自强不细, 绝不懈怠, 不就是做饭吗? 有什么大不了的? 自己翻身起来去做就是了, 要知道, 之前梁子墨没有给你做过饭吃, 你一样每天吃饭活得很精神, 可是心里虽然这样想, 这样鼓励自己, 但是身体却老是赖在床上不肯动, 这时的陈曼云, 心里非常渴望有人来为她做顿饭, 给她吃顿现成的, 要是山上小镇不被老妖婆毁坏该多好, 早上起来不想吃饭, 就可以去街上, 可恶的老妖婆居然把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小镇一把火化为灰烬了, 真是气死人了, 算了, 不想了, 还是起来做饭吃吧, 想得再多也吃不饱肚子啊, 陈曼云鼓起勇气, 一咕噜从床上翻坐起来, 快速地穿上衣服, 去厨房做饭吃了, 今天她应该去一趟柳城了, 眼看马上就要过年了, 她这个做大王的一年到头也应该露个面了吧, 而且她还想把谢氏和翠娘都带到柳城去住下, 现在的山上没有地方给他们住了, 那就让他们去柳城想几天轻浮吧, 而且现在山上她没有打算修建住房, 所以她已经想好了, 出嫁的时候自己就从柳城的王宫里出来, 这样梁子墨的迎亲队伍也就不用那么大老远的来回赶花一个月, 然后街道人在抬着众多的嫁妆, 返回去又是一个多月, 还不一定能回到出发点, 因为从山上回蜀国的这一条路, 全是崇山峻岭, 山路崎岖难行, 迎亲的队伍还抬着很多嫁妆, 重物很多, 这路又远又难行, 还要抬重物, 实在太麻烦, 若是从柳城到现在的齐国都城, 就只有一百来里路, 走路过去也就一两天, 最多三天时间, 而且还诠释他前些年为了来往商队的马车, 能够行驶畅通, 修建的宽阔关岛, 这样那些大型的嫁妆全都可以用马车拉着, 迎亲的队伍也不用抬着走那么累, 陈曼云来到柳城的王宫外, 看见这里的宫墙和宫门都已经全部翻新过了, 宫墙门口站着两个阴甲侍卫, 手持长枪, 虽然在这冬日的寒风里, 却还是显得特别精神, 陈曼云想试试这些侍卫进不进中, 于是大步走到宫门口, 这时哐的一声, 里面出现两把交叉的长枪给拦住了去路, 这时其中一个侍卫大喊道, 什么人居然敢公然闯宫? 陈曼云微微一笑说道, 两位侍卫大哥, 醒醒好吧, 小女子是来偷亲的, 我来找表哥莫少涵, 听说她住在这王宫里, 求求您就通融通融吧, 那侍卫瞪着胡言, 看了她几眼后说道, 既然是找莫丞相的, 那就在这里等着, 我马上去与你通报。 陈曼云看着那侍卫往王宫里走, 就问站在那儿的侍卫, 大哥, 刚才那位大哥好凶啊, 把小女子的心都差点吓得跳出来, 还是你好, 温柔。 你错了。 谁知道, 没等陈曼云说完, 站在宫门口的那侍卫就开口说话了, 不过这家伙声如红中, 就是个大嗓门, 一开口就把陈曼云的话打断了。 他已经算是温柔的了, 刚才要是我开口的话, 只怕你还会被吓得更惨啊。 陈曼云听了那侍卫的话, 故意做出一副弱不经风, 含羞待怯地低下头去。 陈曼云心想, 这莫绍涵是从哪儿找到这样的人才做门神的? 还真管用, 刚才那侍卫的样子要是胆小点的人, 一准会被吓得魂飞魄散。 陈曼云正想着就听宫门里传来沙沙的脚步声, 一听就知道出来的不止一个人, 只见一身紫袍绣松鹤官服, 头戴乌纱官帽的莫绍涵, 走出来正抬眼四顾。 他听侍卫进去通报, 说是有一位美貌女子自称是他表妹来找他, 所以他这才要亲自出来看看, 究竟那找他的人是何方神圣。 这时他一眼就看见了站在宫门口, 一身青色沙衣, 轻力脱俗, 仿佛不识人间烟火的陈曼云。 忙上前双膝跪地, 头伏在地上激动地大声喊道, 这时宫门口那俩侍卫看见他们尊贵的丞相, 正在给之前自称是丞相表妹的女子下跪磕头, 又听见丞相大人管那女子叫大王, 他们俩一下就慌神了, 忙跟着莫绍涵磕头膜拜, 心里一时忐忑不安起来, 他们从没见过真正的大王, 只听说他是一个小姑娘, 哪里猜得到大王他居然是一个如此绝色的姑娘呀。 平时他们看见丞相身边那两个美丽动人的女官, 就已经惊为天人, 今天又来这么一位美丽惊人的大王, 这还让不让那些姿色平庸的女子活了? 他们俩之前第一眼看见这个被丞相称为大王的女子时, 心里都被他的美貌给征服了, 要不然那侍卫也不会跑那么快就进到第九重殿里, 把莫绍涵给请出来。 陈曼云见莫绍涵还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 当着这俩侍卫就给他行如此大礼, 忙伸出手, 使出一扬指, 把莫绍涵扶起来, 笑着说道。 莫绍涵也知道他这是有意试探自己, 这些年他一直都为陈曼云守着就数过王宫, 宫里的侍卫对陈曼云这个隐身大王不熟悉, 所以刚才才会挡了他的家。 他这个小安人他是太了解了, 聪明的你无可挑剔, 就凭刚才他来时, 以他的本事和平时的做派, 完全可以无视宫门口的侍卫直接飞进宫里与他相见, 可是他没有, 他居然能扶地坐小地对宫门口的侍卫说是他莫绍涵的表妹, 是来投靠他的, 也没有直接用他蜀国大王的身份来押侍卫, 这就证明他只要试探一下自己这些年有没有什么私心。 还有就是他不想一来就难为侍卫们, 但是又想让他莫绍涵亲自出来迎接他, 他这样做既不为难宫门口的侍卫, 又不得罪他这个蜀国大权独揽的丞相, 其实他很能理解陈曼云的心思, 像他这个独揽大权的丞相, 与陈曼云这样一个翘脚大王的关系, 相信无论是谁做这样的大王, 都会试试他这个丞相的忠心, 还好他没有存私心, 要不然什么时候被他发现了, 估计无论曾经的关系如何, 他都不会手下留情。 莫绍涵被陈曼云扶起来, 毕恭毕敬地垂手站着, 听评他的差遣, 而陈曼云此时心里美滋滋的, 感觉自己当年的眼光不错, 选了莫绍涵这样一位忠于自己的良辰, 心里非常好笑地说道, 走,莫大哥, 咱们进去吧。 莫绍涵听到他的话, 忙做出一个请的手势, 让陈曼云走在前面, 他紧随其后, 陈曼云与莫绍涵边走边说话, 只听陈曼云说道, 莫大哥, 萧家姐姐和寒烟呢? 他们都在忙什么? 你这个丞相大人没有欺负他们吧? 莫绍涵在身后恭敬地答道, 回大王, 请大王不要开下沉的玩笑了。 不过停顿片刻后, 莫绍涵见陈曼云没有答话, 又继续说道, 映月和寒烟都在处理内饰的是我, 每天也很忙, 尤其是这又要过年了。 陈曼云听了莫绍涵的话, 就停住脚步, 等到莫绍涵走过来, 才轻声对莫绍涵说, 莫大哥, 你今年也该有二十六七了吧, 有没有中意的女子啊? 我这次来是专程给你赐婚的, 你要有心仪的女子, 可要早早告诉我, 免得我乱点鸳鸯谱。 莫绍涵听到陈曼云这话一出, 大冬天的都被惊出一身冷汗。 要说起来, 他心里早就有了心仪的女子, 可是那个人是那么的高不可怕, 而且还是自己唯一表弟的一中人, 他这个做表哥的总不能以大欺小 去跟自己表弟抢女人吧。 再说, 自己又比那姑娘大了十来岁, 好像不太合适。 除此之外, 他还就再也没有留意过哪家姑娘。 他刚才提到那萧应月和梁寒烟, 该不会要把他们其中一个赐给自己做妻子吧。 此时莫绍涵心里好慌, 不知道该如何回答陈曼云, 这突如其来的问题。 于是半晌后等陈曼云说完, 笑着地走出老远, 才后知后觉地在后面说道, 大王说笑了。 大王, 请等等我呀。 陈曼云听到墨绍涵的声音, 笑着说道, 嗯, 你不说, 我找萧姐姐说话去, 丞相大人, 你去忙吧, 有事儿, 我会派人通知你的。 墨绍涵听到陈曼云这样说, 一下子就像泄了气的气球一样, 没有来的走不动了。 他在这柳城里, 每天起早贪黑, 为他把这蜀国打理得井井有条, 就是希望他来看自己时, 能见到蜀国的繁荣安定, 让他放宽心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不用担心蜀国百姓的升级问题。 可是今天, 好不容易把他给判来, 他却一进宫门就调皮地说要给他赐婚, 这都是哪门子事儿啊? 他的脑袋里是什么逻辑啊? 赐婚这事儿好像真的有点复杂, 他会把谁家姑娘赐给自己呢? 难道他要给自己赐一位朝中之臣的女子? 可是之前没有听人提起过呀, 以前有些大臣为了一个好官职, 确实也给他送过自己女儿过来, 可是都被他一一拒绝了。 难道这次那些大臣为了讨好自己, 给他去了书信, 让他来赐婚? 墨绍涵心里一下就不痛快了, 心里塞得满满的, 像被什么堵住了, 气都接不上来, 心机如焚地响着。 只要他出面来赐婚, 他墨绍涵哪敢不从? 此时此刻, 想到这里, 墨绍涵的心里难过得, 简直欲哭无泪, 自己辛辛苦苦坚守了这么多年的争操, 这一下就要被陈曼云的小魔女随便给人见她, 想想都心有不甘, 尤其对方还不知道是谁, 长相怎么样, 性格好不好。 唉, 这一下完了, 逍遥的单身生活就此告别, 将要迎接她的, 也不知道会是春光明媚, 还是严寒酷暑, 总之不管以后是什么日子, 她都得陪着笑脸过活了, 要不然就等着女方到她那儿去告状, 然后再接受她一顿教训吧, 悲哀呀, 这就是大龄圣男的悲哀, 想要娶的娶不到, 不想娶的有人直接送上门, 这次是大王开口词婚, 她的痛苦有谁能够体会啊, 莫少涵在心里纠结不已, 要是陈曼云把萧应月或者梁寒烟, 只给她做妇人还好, 至少这六年来, 这两个女子都是与她朝夕相伴, 大家又彼此了解, 无论是性格还是脾气, 她们俩都有着大家闺秀的风范, 做妻子没得跳, 但是如果她给刺婚的是一个嚣张跋扈, 蛮不讲理的女子, 那她莫少涵这辈子都只有活在别人的阴影里了, 莫少涵一个人在九转回廊里越想越美点, 索性就在廊边的石凳上坐下来, 顿时就有种欲哭无泪的感觉, 而陈曼云此时已经来到萧应月和韩燕的住处, 还在门外就听见她们在屋子里说话, 曼云和梁大, 不对, 现在应该叫齐王了, 他们的婚期就快到了, 不知道到时候曼云会从哪里出家, 萧应月柔声说道, 不清楚, 听齐国王宫那边派来送请柬的内侍说, 山上小镇被什么厉害的角色给烧毁了, 也不知道翠娘和谢义他们有没有……, 韩燕接过萧应月的话, 说着说着就伤感地说不下去了, 月儿, 你别哭, 现在曼云还没有跟你说这事, 我想以她的本事, 是不会让那里的百姓吃亏的, 你就放心吧, 韩燕之前的话音刚落一会儿, 就听见她急忙安慰着萧应月, 陈曼云再也听不下去了, 伸手推开门站在门口, 这时屋里的萧应月和韩燕都忙扭头来看, 他们一看见门外站着的, 是那熟悉陌生的身影, 都忙不跌地扑过来, 两人都拉着陈曼云的手, 亲热地问长问短。 曼云, 是你啊, 来, 快让我看看, 又长高了, 这脸真是越来越俊俏, 小脸红扑扑的, 就像成熟的水蜜桃一样水灵灵的, 看着白里透红的脸大, 我都忍不住想咬一口, 难怪那奇国大王会五年前就跟你订了婚, 他还真是会眼识桌, 月儿, 你快瞧瞧, 这妹子才多久没见, 就出落得如此眉眼动人了。 陈曼云笑着听完寒烟说的这段俏皮话, 又看看此时也满脸笑容的萧应月, 打趣说道, 萧姐姐, 你看, 寒烟姐姐现在这张嘴厉还不, 拉着陈曼云的手, 站在旁边的萧应月, 被陈曼云这样一问, 也笑着恋爱地打道, 她啊, 小时候就是最调皮的, 现在心情好了, 又回到原来的样子, 其实这样的梁寒烟, 才是我认识的梁寒烟, 也是我最喜欢的那个小伙伴。 萧应月没敢提起, 寒烟在家中遭受突变的时候, 性情也大变了, 就像他们刚刚在山上, 遇见的那个沉默寡言, 看见亲朋都不敢相认的寒烟, 现在她能这样开朗, 完全是因为她的家仇, 陈曼云和梁子墨已经帮她报了, 也只有在陈曼云面前, 她才会这么放得开。 就算在她萧应月, 这个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面前, 寒烟也是保持着大家闺秀的风范, 从来没有像今天, 在她陈曼云面前这样自毁形象过。 其实萧应月看见寒烟在陈曼云面前, 这样轻松自在, 心里有些不爽, 她心里想着, 寒烟与自己从小就认识, 按理说她应该和自己更亲近一些, 可是寒烟在她面前, 反而是一副不亲不淑的样子。 而今天在看见陈曼云时, 寒烟水灵灵的眼睛都亮晶晶的, 像黑钥匙一样好看, 而且脸上的笑容和言谈也那么亲切, 就像亲姐妹见面一样。 这感觉让萧应月几乎有种, 他们才是从小一起长大, 两小无猜的知己一样。 因此她才对陈曼云感慨地说了那些话。 陈曼云听了萧应月这番话, 猜不透究竟是什么意思, 但是她见萧应月没有说穿, 她也就没有再追问, 只是她也俏皮地抱怨道, 哦,原来萧姐姐也跟寒烟一个鼻孔出气啊, 她这样调戏我, 你也不帮我, 还帮她开脱。 寒烟听了陈曼云的控诉, 不但没有感到害臊, 反而还笑嘻嘻地跟陈曼云调皮地伴着鬼脸。 陈曼云看着二十多岁的寒烟, 性格还像个孩子, 真是被逗得哭笑不得。 萧应月听了陈曼云的抱怨, 并没有急着解释, 只是微笑着问道, 好了好了, 别闹了, 云儿, 我听说山上小镇被毁, 那里的人他们没有出什么事吧? 翠娘和你娘呢? 他们在哪? 他们为什么没有一起来? 还有, 你怎么不事先打招呼呢? 让我们准备一下, 组织文武百官去武门迎接你啊, 以前你说蜀国证据不稳, 不想惊动文武百官出入低调, 我们依了你, 可是现在呢, 现在蜀国被你经营的日益昌盛, 这柳城已经是当年九州内最繁华, 最热闹的城市了, 而且你还为蜀国开疆阔土, 收服了那么多藩国, 你这大王回宫怎么还这样低调? 难道你就不想在文武百官面前立立威吗? 萧应月一口气问出这么多问题, 一时间让陈曼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只是用漂亮的大眼睛看着真诚的萧应月。 是啊, 新属国建立已经六年了, 你一直都专注地忙着如何治国兴邦, 如何让百姓们有饭吃, 有遗传, 这些国家大事, 没怎么出入王宫, 这些年新进的文武百官还没有正式见过他们的大王呢, 你就抽个空, 跟大家认识认识吧, 免得以后你到了宫门口被侍卫们拦住。 寒烟这时也正经地说道, 陈曼云听了, 马上就想到之前他刚来宫门前的情景, 觉得自己是时候该安排个时间, 跟满朝文武百官见见面了, 于是陈生说道, 住下的, 特意先来跟你们说一声, 让你们安排一下, 还有就是, 我打算在这柳城的王宫里出家, 这样梁大哥的迎亲队伍, 就不用跑到山上那么远的地方去迎亲了, 所以还要劳烦二位姐姐帮小妹准备准备。 真好, 之前我还跟月儿说, 也不知道你成亲当天, 会不会同意我们给你添嫁妆呢, 月儿还笑着说, 这么远的路程, 等我们赶到洗酒早就喝光了, 害得我心里遗憾好久呢, 现在好了, 婚礼在柳城来办, 我们就可以帮你布置喜堂, 准备嫁衣, 筹备婚礼, 梳妆打扮, 扶你上花轿了, 到时候我们还要让全天下人都知道, 我们的曼云妹妹出嫁了, 对, 我马上告诉信息处, 让他们把消息发往各国, 离蜀国远的, 现在发, 等到了婚期, 也该到了, 寒烟听到陈曼云说, 要在柳城来办婚礼, 兴奋的几乎要跳起来, 高兴的眉飞色舞的说道, 只见寒烟一说完, 马上就拿起纸笔动手写起来, 肖映月听了也高兴地点头说道, 对对对, 这些婚礼前后的繁杂琐事, 都有我和韩爷来忙活吧, 你就只关等着做新娘子, 肖映月刚说完, 好像又想起什么, 忙问道, 哦, 对了, 嫁衣, 你绣得怎么样了, 快拿出来我看看, 陈曼云听了肖映月的话, 顿时翘脸绣得通红, 低着头扭捏着声音说道, 我, 我还没绣呢, 肖映月和韩烟听了陈曼云的回答, 两个人都惊讶地瞪大眼睛, 看着她, 还是韩烟首先沉不住气, 便把刚洗好的纸条拿在手里叠好, 打开床头柜, 把纸条放好, 惊讶地问道, 什么, 还没有绣, 我的姑奶奶, 你这像要出嫁的姑娘吗, 居然连嫁衣都没绣, 我知道你不会绣, 但是没想到, 你连找人绣都没有啊, 曼云, 我们都知道, 你不是拿针线绣花团的小女人, 你是要做大事的女中丈夫, 可是你也得为自己着想一下呀, 你不能成天把自己真当男人, 东奔西走的, 自己的事什么都顾不上, 要知道这成亲啊, 可是咱们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 陈曼云听了韩烟的话, 羞得脸更红了, 她知道韩烟说的话都是为了她好, 于是用只有文字那么大的声音说, 知道了, 而此时肖英约看着激动的韩烟, 听着她对陈曼云说的这些话, 心里不断在问, 韩烟啊, 听你这口气好像自己已经是过来人, 其实不要说小曼云, 他们两个人都比陈曼云大五六岁, 可是因为一直没有空闲, 不也还没有绣嫁衣吗, 这有什么稀奇的, 像曼云这样, 上马安邦, 下马治国的骑女子, 哪有这闲功夫躲在屋里绣花啊, 这不是开玩笑吗, 反正现在离婚期还有一个多月, 要是有两三个人一起绣, 应该来得及, 不过就她和韩烟呢绣花的手艺, 可不能登大雅之堂, 曼云的嫁衣, 一定要试着市场做工最好, 绣衣最精美的, 这个要求在蜀国应该没有问题, 因为蜀绣如今在各国, 其实都很受欢迎, 今天下午就让人张贴布告, 王公中用绣娘, 到时候找个三五个人一起绣, 保证能赶在婚期之前就完成了, 于是, 王邦此时修的恨不得找个洞 钻进去的陈曼云姐为道, 啊, 好了寒烟, 曼云没有时间管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你也知道, 他是做大事的人, 正好咱们现在有时间, 就帮他代劳了, 韩烟听了萧映月的话, 想着刚才, 他们两个才领到的丞相莫少涵的命令, 让他们赶紧预备过年事宜, 现在蜀国富裕了, 过年的时候身为丞相的莫少涵, 要帮陈曼云这大王, 给文武百官们发一些福利, 比如说各国进贡来的土特产啊, 或者小礼物啊, 反正每个大臣都要准备一份, 莫少涵这个一品大员就不用说了, 因为礼物都是他在分配, 他想要什么, 直接跟陈曼云说一声就是, 而陈曼云也不会对他这个治国功臣吝啬, 他只要看得上的, 国库里有余下的, 他可以自由拍送, 反正他都只能在蜀中享用, 又带不到别的地方去, 只要他不损毁, 到时候他莫少涵走了, 他陈曼云还可以再收回来, 又不会有什么损失, 而那二品至四品官员, 就是由莫少涵选送, 按品级来定, 比如说二品官员送的, 是山上官窑里烧制出来的绿桃, 三品官员就是白瓷, 四品官员就是普通的猪红桃, 也就是说高一个品级的, 礼物就会高一个档次, 这些事都是陈曼云之前就吩咐过的, 他说这叫感情投资, 礼物不需要太好, 但是也不能太烂太寒酸, 只要有就是给大家相互交流的凭证和机会, 人与人之间的友情亲情, 都是用这种方法联系和传递的, 身为一个集团的骨干力量, 一定要学会处理好, 能为自己办事的, 每一个人的人际关系, 抓住每个人的优点, 唯以重用, 抓住每个人的弱点, 让他们诚服于你, 这样你做事情的时候就会得心应手, 手到擒来, 轻松应对, 不费脑筋。 这些年来, 莫少汗一直都把陈曼云告诉他的, 这些最单, 最直接, 最有效的方法, 用得淋漓尽致, 所以现在他手里的这些官员, 就没有一个人敢和他这丞相大人对着干。 当然, 这些年里, 萧应月和韩燕在这方面的努力, 也是功不可没的, 执行者就是他们两个, 而且除了他们, 莫少汗谁也不信任, 因为他知道, 无论有多么伟大的决策, 执行者执行不当, 也不会得到决策者想要看到的效果, 所以这些年来, 在送礼物这上面, 没有任何人能插得上手, 也没有任何人能够趁机做些手脚, 坏了他们的事。 因此今天又是腊月二十了, 莫少汗按利让萧应月和韩燕, 依旧给文武大臣们准备礼物, 可是现在, 萧应月却把给陈曼云秀嘉一的事情给揽了过来, 让他们两个帮忙给陈曼云秀嘉一, 其实这倒也无所谓, 反正他量韩燕, 是早就已经将陈曼云当亲妹妹一样看待, 秀建嘉一本就是他这个做姐姐的分内的事, 但是他们俩来秀嘉一了。 那找谁去给文武大臣们准备过年的礼物呢? 丞相说过, 这些礼物除了他们两个, 谁也不许碰, 如果有人执意不听, 就直接处以公刑。 这蜀国王宫里, 有十几种能让受刑的人生不如死的公刑, 都是由莫少汗亲自发明设计的, 其中最简单的就是杖壁。 其他的, 每种都是让人看了心惊胆战的酷刑。 当然, 这些年来这些酷刑都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试过, 因为一般情况下也没人能犯到那些刑法上去。 这些年来, 对于莫少汗安排的替陈曼云这个大王给大臣们礼物这事, 他们俩一直都非常谨慎, 从来也不敢假手于人。 可是这次这事怎么弄啊? 此时此刻, 梁寒烟被萧应月这有些不负责任的话, 急得都快哭出来了, 但是他还是压住伙计问萧应月, 月儿, 这样是不是有些不妥呀? 我们俩哪有时间秀啊? 萧应月听到梁寒烟那沉重的语气, 轻松对他嫣然一笑说道, 瞧你紧张的那样。 寒烟见萧应月, 在这种情况下还笑得出来, 瞪着眼, 称怪的胸道。 你还笑? 萧应月见寒烟那微怒的样子就笑得更欢了。 我又没有说我们要亲自笑, 再说就咱俩那绣工, 要是绣在云儿的嫁衣上, 还不让天下人笑掉大牙呀? 你这天真的想法, 还真让我觉得好笑, 拿我们俩的绣活出去见人, 说着我们自己都忍不住想笑了。 寒烟听了萧应月, 这另带玄机的话, 又忙紧张地问道, 那你快说, 接下来怎么办? 你是不是已经想到办法了? 快说出来听听。 陈曼云听着寒烟与萧应月的对话, 心里也感到十分好奇, 想听听萧应月究竟有什么高照, 于是也睁大眼睛, 看着他们两个, 只见萧应月在寒烟的催促下微微一笑说, 难道你都忘了吗? 这里是属地呢? 这属中的女子各个都心灵手巧的, 绣出来的绣品都活灵活现的, 堪称一绝, 现在各国来柳城购买绣品的商人是越来越多了, 这属绣在各国也非常受欢迎, 所以这柳城不缺手艺精湛的绣娘, 我们只要让人在城中张贴布稿, 说王公中用绣娘, 然后招几个绣工精良的绣娘不就可以了吗? 为什么要用我们自己那见不得人的绣活呢? 丢人现眼。 寒烟听了萧应月的话, 也非常认同地点头称赞道, 哎, 这个办法好, 这样既不耽搁我们的工作, 也不会误了嫁衣的时间, 嗯, 就这么办, 我现在就让人去城外张贴布告。 寒烟说着, 又拿起床头柜上的一张纸, 快速地在上面写起来, 写好了, 又打开床头柜的机关, 把纸条放进去。 这个床头柜是陈曼云当年为了公里公外传递消息保密, 特意设计的机关信息通道, 这通道里, 用笼子关着上百只老鼠, 而老鼠脚下就是滑轮, 每个老鼠笼子前面挂着一块肉, 众所周知, 老鼠是非常喜欢肉的, 所以当它嗅到肉香的时候, 就会拼命地往肉的地方跑, 他们一跑就把整个机关都带动了, 这个消息放在滑道上, 就这样被老鼠给送了出去, 这样就算有人在他们身边安插眼线, 也不知道他们究竟是如何把消息送出去的。 陈曼云听着他们的话, 觉得他们俩做事都是非常有主见的人, 他自己不用拿任何主意, 他们俩一切都能搞定, 于是就说要先去将谢时和翠娘接来, 让他们赶紧给两个长辈准备住处。 萧应月听说陈曼云要把翠娘接来, 高兴得眼泪都快出来了, 六年了, 他与自己相依为命的乳娘, 已经六年没有见过面了, 虽然也时常虎通信息, 但是始终没有见到人, 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是不是头上已经布满了花白的头发, 长胖了还是瘦了, 脸上是不是又添了很多皱纹, 眼睛还有没有以前亮, 耳朵还好使吗? 一连串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 瞬间从脑海里划过, 但是他激动得一个也没有问出口, 只是红着眼拼命地点头答应着, 陈曼云所分派的所有诗想, 寒烟见一向持重的萧应月这样, 理解地从怀中掏出手帕递给他, 让他把眼角的泪水擦干, 陈曼云看了伸手拍拍萧应月那柔弱的肩膀, 大句说道, 好了,都是我不好, 我知道你很想念崔娘, 崔娘也很想念你, 这些年为了我这蜀国, 你们都辛苦了, 以后给你继一等功, 再送你一个如意郎君, 这样来弥补多年, 我对你的亏欠总可以了吧? 萧应月听到陈曼云说出这样俏皮的话, 原本都想抱着寒烟哭一会儿的, 却又被陈曼云的话, 逗得面红耳赤地低下头去了, 要说起来, 他和寒烟都是老大不小的姑娘了, 也幸好他们只是出入在王宫里, 如果是乡下, 出门肯定都有人取笑了, 说他们是没人要的老姑娘, 所以嫁人这事早就该办了, 可是这些年来, 他们俩一直在王宫里做女官, 平常人谁也没有机会跟他们说上话, 虽然有人对他们垂爱, 但是碍于身份地位的悬殊, 谁也不敢向他们提亲, 所以他们俩的婚事就这样一直拖着, 今天陈曼云突然提起, 他肯定心里有人选, 要不然以陈曼云这样谨慎的性格, 就算是开玩笑, 也不会随意说出来的, 萧映月心里真想问问他, 要介绍给自己的人,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不过碍于姑娘家的面子, 他又把倒嘴边的话硬生生地咽回去, 寒烟倒是颇感兴趣, 见陈曼云说完要走, 忙拉着他的手笑着问道, 哎, 等一下, 把话说清楚, 你打算给我们月儿安排一个什么样的如意郎君啊? 陈曼云扭过头来, 笑眯眯地对他说道, 嘿嘿, 天机不可谢了, 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不光他, 还有你, 我也准备了一个如意郎君送给你, 说完陈曼云便不再停留, 大步走出了他们的院子, 这时寒烟和萧映月, 都被陈曼云这神秘兮兮的话, 给修得满脸通红, 面红耳赤, 不知所措, 半晌才缓过来, 低头各自去安排陈曼云交代的事儿去了, 陈曼云出了柳城王宫, 快速地飘到柳城以南的峨眉山金顶上, 闪身进了空间, 在空间里, 他跟那些熟悉的人打招呼, 也顺便打听谢氏和翠娘的方位, 见了陈曼云大家都热情地打招呼, 李正说, 累不累? 陈曼云看见月秋平, 正用头顶着一只筐子往仓库的方向走, 他快步地走过去问道, 月秋平听到是陈曼云的声音, 停住脚步扭头看他, 见真实陈曼云, 瞬间笑得合不拢嘴, 只听他说道, 哎呀, 是小曼云啊, 不累, 不累, 书瞅着, 这又大又紫的葡萄, 每天都能摘几万金, 这心里呀, 甭提又多高兴了, 哪里还知道累呀, 过了年, 就是你和子墨的婚期, 到时候我也要去参加, 哎呀, 你让人把那么多的葡萄, 都酿成了葡萄酒, 这是为你们成亲时准备的吗? 陈曼云被月秋平这样一问, 有些尴尬, 也不全是, 之前是觉得应该背鞋, 到时候喝, 可是您说的每天能产那么多葡萄出来, 我这就……, 月秋平看见陈曼云说话时, 翘脸上就像是顶着两朵红云就打去的, 没事儿, 成亲嘛, 有什么好害臊的, 只要是正常人, 谁都有这么一回, 呵呵, 别紧张, 这喜酒也确实应该背鞋, 小曼云成亲, 这可是要惊动天下, 惊动四海的喜事啊, 没有酒怎么成呢, 嘿嘿, 到时候啊, 叔也要淘两杯来喝喝, 嘿嘿嘿, 陈曼云被他这样一说, 直觉脸上像是被火烤一样滚烫, 心里十分后悔, 该死真是羞死人了, 早知道就不跟他打招呼了, 可是人家一个长辈都这样亲热地跟你聊天了, 你还能冷若冰霜地将人拒于千里之外, 那也太不通人情了, 想当初要不是人家, 他们娘俩早被饿死了, 人要有良心, 再说人家月秋平这些话, 全都是处于长辈对晚辈的关心, 也没有说什么无理的话, 自己又何必这样较真呢, 只要不再被接触到, 那个自己最近比较敏感的话题就是了, 于是芒岔开话题问道, 我对了说, 有没有看见我娘和翠娘啊, 我有事找他们, 月秋平听到陈曼云说, 要找谢氏和那翠娘, 于是芒四处张望, 认真地想了想, 他记得以前去送葡萄的时候, 好像看见谢氏和翠娘两个人, 抬着一筐子葡萄进了仓库, 现在应该还没有出来, 陈曼云耐心地看着月秋平, 等待着他的回答, 一分钟后就听他说道, 哦, 你去看看仓库里, 说不定他们还在那里呢, 陈曼云听了, 忙跟月秋平道谢道, 谢谢说, 那您忙, 我去找我娘他们, 陈曼云说着就快步往仓库方向走, 月秋平看着陈曼云红着脸, 快速离开的步伐, 开心笑呵呵地说道, 丫头, 记住啊, 你们成亲的时候, 可得把我带去, 不然我就喝光你准备的酒, 哈哈哈哈 陈曼云在前面边走边答应着, 忘不了, 您就等着喝喜酒吧, 心道, 你这不是赤裸裸的威胁吗, 这月秋平越活越不正经, 不过这也没有什么, 至少他是没有恶意的, 陈曼云这时, 再想想刚才跟月秋平的对话, 觉得这事就是自己太过在意了, 其实现在说起喜酒两个字, 脸也不红心也不跳了, 可能之前是因为, 还没怎么听人说起自己的婚事, 所以突然听见月秋平问起, 自己才会有那么大的反应, 现在说上两次顺口了, 就像月秋平说的, 也就没有什么好害臊的, 这样一想, 陈曼云心里轻松多了, 不就成亲吗, 只要是正常人, 谁都有这么一回, 不对, 之前他陈曼云没有制定婚礼法的时候, 这古代的男人是可以三妻四妾的, 虽然说只有正妻是走正门, 但是娶小妾的时候, 他们不是还得穿上喜服, 请亲朋好友, 喝上几杯喜酒吗, 只不过现在, 陈曼云制定了一夫一妻制, 男人们没有了那个特权, 一生一世, 也只有一次机会, 所以如今不管男女, 这成亲都显得更加重要, 陈曼云来到堆放葡萄和葡萄酒的仓库, 听见谢氏和翠娘正说起她呢, 唉, 今天已经腊月二十了, 再过一个多月, 云儿就该成亲了, 可如今我们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 这成亲喜宴摆在哪儿啊, 宾客又去哪儿恭贺呀, 唉, 谢氏哀怨的叹息声响起, 老姐姐, 你别急呀, 你那女婿是齐国大王, 女儿又是蜀国大王, 这成亲的事宜和场地, 都有他们朝中大臣帮忙准备, 你只管等着到时候去坐上你的上位就是了, 那些琐碎的事儿, 哪轮得到你来操心呢, 你这不是瞎操心吗, 你也不想想, 云儿这些年, 哪件事儿需要你跟着参合, 云儿那么懂事儿, 那么心疼你, 哪里会舍得让你这个娘也跟着操心, 好了, 你就安心地在这儿等着吧, 相信啊, 云儿心里有数, 翠娘劝解道, 陈曼云刚要抬脚进去, 又听见自己的母亲谢氏道, 哎, 说的也是啊, 我呀, 真是个操心的命, 不过这普天之下, 哪有女儿成亲做娘不操心的, 就像我现在一样, 明明知道自己操心没用, 可是这心里, 还是会时不时地想起来担心一番, 云儿是个懂事的孩子, 从小就没让我这个娘操过什么心, 现在她长大了, 随时都忙得很, 就连自己的婚事也没有时间去管, 这都要成亲了, 也不知道她嫁衣做好没有, 这孩子什么都好, 就是从小到大, 没有学过绣活, 这绣嫁衣的活儿可不能将就。 你看你, 都说了, 你云儿现在是蜀国大王, 他要做嫁衣, 还需要自己动手吗, 那王宫里有的是绣娘, 虽然云儿这些年, 一直没怎么在那边王宫里生活, 王宫里的体系可能没那么完善, 但是前段时间, 育儿脱商队给我烧来了, 在蜀国买的衣裳和绣花鞋, 我看那绣活儿做得可好了, 那上面绣的花儿鸟啊, 都活灵活现的, 我看了没舍得穿, 可惜后来都被大火给烧了, 真是可惜, 你想想, 就我们这粗手笨脚的, 绣出来的嫁衣, 这能拿得出手吗? 你呀, 就别担心了, 我们现在只要把身体保重好, 不要再让云儿他们操心, 就是了。 陈曼云听到这儿, 大步跨进去接口说道, 是阿娘, 翠娘说得对, 我的事儿, 你就不用操心了。 听到陈曼云的声音, 翠娘和谢氏都是一惊, 忙抬起头来, 惊讶地看着, 已经走到面前来的陈曼云, 谢氏顿时激动地, 眼圈都红了, 泪水朦胧了她的双眼, 一时说不出话来, 翠娘却在心里, 暗自不安地嘀咕着, 她什么时候来的, 怎么一点声也没听见, 幸好没说她什么坏话, 要不然要是安上一个搬弄是非的嫌疑, 那可就难为情了, 以后说话可得小心点。 陈曼云忙走过去, 边给谢氏用手绢擦着眼角的泪, 边笑眯眯地安慰道, 娘, 您就别难过了, 女儿现在可是一国之军, 做嫁衣的事就不用您操心了。 谢氏听了, 边用女儿的手绢自己擦着眼角的泪, 边点点头, 嘴里却哽咽地说道, 好孩子, 你是娘的闺女, 就算是做了大王, 也还是娘的女儿, 你的事, 娘怎么不操心, 娘虽然没有念过书, 倒也懂得儿行千里目担忧, 你说如何不担心呢? 眼看你马上就要成亲了, 咱们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 你说到时候还如何宴请兵客, 如何送你上花轿? 陈曼云看着谢氏越说越激动, 忙安慰道, 知道娘疼云儿, 娘是这世上最好的娘亲, 都是云儿的错, 让你们一直没有一个稳定落脚的地方, 这件事我已经跟萧姐姐和汉燕姐姐都商量好了, 我要带你们住进蜀国的王宫去, 相信娘心里就不用担心了, 这样可好。 谢氏和翠娘听了, 军事一惊, 以为自己的耳朵听错了, 都瞪大眼睛, 怀疑地看着陈曼云。 他们没有想到, 陈曼云现在就会让他们跟着他一起去蜀国的王宫, 陈曼云见他们脸上的惊讶的表情, 怕把他们吓到, 于是笑着解释道, 其实这事我早该告诉你们了, 这不一直太忙没时间吗, 我就给忘了, 还好现在不算太晚。 陈曼云话音刚弱, 翠娘也笑着打圆场, 老姐姐, 你看我说的是吧, 好了, 我们不要再想了, 开开心心地去蜀国王宫, 等着喝云儿的喜酒吧。 谢氏这才破题微笑, 答应着, 陈曼云也附和着说道, 对, 翠娘说的是, 娘, 您就把心放宽些, 所谓儿孙自有儿孙福, 你想多了伤身体。 谢氏听了女儿的话, 激动的, 还是只能连连点头, 不过他们刚想问问 什么时候动身, 他们好准备准备, 却在他们还没有来得及问出口, 人就已经昏睡过去。 陈曼云怕谢氏和翠娘 被自己带出空间时吓到, 就用催眠术 让他们暂时昏睡过去, 其实他之前 还真想就那样 把他们带出来, 所以才劳神费事地 跑到峨眉山金顶上来。 一是想让他们看见 峨眉山金顶上的风景, 就真的相信 他们是被自己 从仙境带出来的。 二嘛就是想让谢氏 趁机看看 这峨眉金顶 假天下的美景。 这峨眉山这么高, 以后要是走路 带着他来观光, 他的腿脚可能吃不消。 现在这峨眉 通往金顶的路 可是危险无比, 窄的只能用手 攀着山崖往上爬, 要是脚下一滑 就会跌下山摔死。 如果在众目睽睽之下 带着他飞上这金顶, 谢氏心里会不会胡思乱想呢? 他那人一向胆小, 万一自己一番好意 带他来看金顶奇观 却把他给吓到, 岂不是得不偿失? 就刚才, 他说要带着他们 去蜀国王宫里住, 看见谢氏的眼神 那么诧异, 好像根本就没有心情 看什么风景, 又怕被月秋萍 或者比较熟的人看见了, 万一他们也想 马上跟着去柳城, 那可怎么安排? 要知道, 那可是蜀国最庄重威严的地方, 可不是他们以前的山上, 可是尊卑不分, 君民无情, 大家都不用遵守那些繁文入节, 在王宫里必须有尊卑, 地位高低贵贱, 分得就像大米、 粒米和草麦一样清楚, 必须谨言慎行, 而原来被他救到山上的人们, 除了月秋萍略懂文墨之外, 其他博士庄稼汉就是 士农工商里最后一个品级, 商人, 在那些迂腐的官僚心里, 商人就是唯利是图, 无利不往的人, 他们打心眼里就瞧不起商人, 这样激烈的阶级矛盾, 又怎么能在国家还没有合并之前, 就给那些文官嚼舌头的机会呢? 所以干脆让他们昏睡, 直接用隐身术带回柳城去就是了, 陈曼云带着昏睡的谢氏和翠娘 来到草地上, 停了下来, 他想到自己出去, 还有好长的路要赶, 就私下看看, 没人, 就将谢氏和翠娘又放到草地上, 自己一个人出了空间, 往一百多里的柳城一路狂奔, 一个小时后就已经到了柳城外, 这才进空间把谢氏和翠娘带出来, 放在路边的草地上叫醒, 谢氏和翠娘被叫醒后四处顾盼, 这里到处都是清一色的大大小小的柳树, 而且这些柳树在这浓冬时节, 叶子依旧翠绿欲滴, 一点也不像被霜打过, 翠绿的柳树如烟如丝地, 笼罩着那忽隐忽现灰色高耸的城墙, 他们现在正坐在柳城下的草地上, 身后有花花流淌的水声, 翠娘瞒站起来, 举目眺望, 诧异地问道, 云儿, 这是哪儿啊, 怎么这么多柳树, 而且这么温暖, 这又是哪个仙人的福地吗? 听到翠娘问起, 谢氏也从惊讶中惊悟过来, 也跟着问道, 是啊云儿, 这又是哪儿啊? 陈曼云看着他们笑道, 柳城啊! 柳城? 谢氏和翠娘听了陈曼云的回答, 再次惊讶地异口同声地问道, 陈曼云轻松地笑看着, 自己的便宜娘亲和翠娘, 此时都瞪大眼睛看着自己, 像是想从她娇俏的脸上看出点什么来, 可惜他们好像什么也没看出来, 于是乎他们只能瞅目结舌地看着她, 等待着她继续说下去, 陈曼云见他们两个三四十岁的女人, 此时就像两个好奇宝宝一样, 便笑着伸手,一手一个拉着他们温和地说道, 走,天快黑了,咱们边走边说。 此时的柳城外, 被那冬日西斜的夕阳镀上一层金光, 翠绿的柳树上, 虎城河面上, 都被镀上了一层金子, 一阵微风拂过, 香金的翠柳轻轻摆动着柔美的腰枝, 宛如一个个美丽动人的少女在翩翩起舞, 微风掠过平静清澈的河面, 水面上泛起了无数淋淋的微波, 那淋淋的金波闪耀几乎晃花了岸上行人的眼, 这是远处, 滑来一两叶柳叶形的偏舟, 上面的打鱼人正悠闲地坐在船头, 或嘴闲烟斗巴搭巴搭地抽着自制的烟丝, 或坐在船舱里收拾着一天的成果, 就连他们也正在享受着日落前的宁静与祥河, 陈曼云带着谢氏和翠娘在岸上走着, 谢氏看见河面的祥河美景, 好奇地指着河里的小船问道, 云儿,那小船两边站着的是什么鸟啊? 顺着谢氏手指的方向, 陈曼云和翠娘都看见了那些正悠闲站在小舟两边, 浑身乌黑的羽毛都被西洋杜勒金的卢瓷, 翠娘看见了也好奇地问, 对啊,那是什么鸟啊, 怎么那么听话端端正正地站在小船上呢? 陈曼云听了轻快地说道, 哦,那是打鱼人养的捕鸟的鱼, 名叫卢瓷。 啊,这么好啊, 有了它们打鱼人都不用鱼网就能打到鱼。 翠娘问道, 是啊, 这属地的水域跟其他地方水域不一样, 这里的水域水不深, 但是水是湍急, 河道两边又长满了水草。 在这样的水域里捕鱼, 要是用那普通的鱼网, 估计撒不了几网, 网子就破了, 所以这属中的人们非常聪明, 它们捕鱼都不像其他地方那样捕, 它们在河道宽阔, 水流缓慢的水域, 就用那种一排排的网子, 在河道宅, 水流集, 水草多的地方, 就用这种水鸟去捕鱼。 陈曼云耐心地给谢氏和翠娘解释道, 只听见谢氏又问道, 那这些水鸟捕鱼, 它们自己不吃吗? 吃啊, 它们本就是水鸟, 怎么不吃鱼? 只不过被聪明的鱼人给做了一点点小手脚, 它们就没法把捕到的大鱼给吞下去, 只能吃些小鱼, 所以它们的肚子就一直都是饿的, 越饿, 它们就越想下水去捕鱼, 这样鱼人才能打到更多的鱼啊。 陈曼云解释道, 谢氏和翠娘听陈曼云说, 那些鱼人喂捕鱼的水鸟, 都是被做了手脚, 就非常好奇又惊讶地异口同声问道, 它们被做了什么手脚? 陈曼云看见它们俩惊讶难按的表情, 就笑着说道, 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它们的颈部被鱼人们拴了一根绳子, 只能让它们把小鱼吞下去, 大鱼都堵在喉咙里, 它们就是想吐都吐不出来, 只能飞上渔船来, 让鱼人帮它们把砍在喉咙里的打的鱼取出来。 陈曼云说完就在心里想, 这样的打鱼方式估计也只有在这个时代有人用, 要是在21世纪, 人们一看到这些水鸟捕到的鱼, 肯定就会联想到禽流感, 那一想谁还敢买? 而谢氏和翠娘听了, 都觉得那些鱼人手段够狠, 居然能让那些野生水鸟, 心甘情愿地把捕到的鱼吐出来给他们。 一路走一路说着话, 他们穿过城门, 那里站着两队表情严肃, 银亏银甲, 手持长枪的士兵。 谢氏没见过这种阵势, 心里有些怕, 不由自主地伸手拉着陈曼云的手, 缓缓向前走。 翠娘倒好, 从小就是在齐国都城长大, 还经历过十几年前的那场政变, 所以她的身情比些是要自然一些, 但是她始终还是一个弱智女流, 虽然壮着胆子跟在陈曼云身后, 但是在走进城里时, 手心里还是已经浸出了汗水。 陈曼云也知道他们俩心里其实都很害怕, 所以在进城时, 把他们两个都尽量地拉在自己身边走, 距离自己前后不过两三步, 可是尽管这样谢氏拉着她的手心里, 还是出了冷汗。 等走过那些银甲军时, 谢氏才站站站站站站站地说道, 天啊云儿, 那些兵怎么那么吓人呢, 刚才可把我吓坏了。 是啊, 他们脸上的表情真是吓死人了, 我这手心都出冷汗了。 翠娘也附和道, 陈曼云笑着对他们说道, 你们别怕, 这些士兵都是我们蜀国的勇士, 他们在这都城守卫的都是都城的百姓和王公的安危, 那在边疆要守护蜀国的疆土, 整天嘻嘻哈哈的可不行, 保卫国家的卫士, 肩上的责任重大, 表情怎么能不严肃点呢? 谢氏和翠娘听陈曼云这样说, 心里这才没有刚才的紧张, 但是心里还是心有余悸, 谢氏突然问道, 袁儿, 那王宫里也有这样的士兵吗? 翠娘听到谢氏问起, 也紧张地看着陈曼云, 他们都是些寻常人家的富人, 看见那些板着一张脸的士兵, 心生畏惧也是情有可原的, 于是陈曼云非常理解地答道, 是啊娘, 要是王宫大内没有士卫守护的话, 那有些人想要谋害大王, 不是随时随地都能出入王宫, 把大王杀了自己做大王吗? 谢氏一听陈曼云说出这话, 原本就紧张不已的心, 更害怕了, 有这些士兵, 他看见心里害怕, 如果让女儿把兵撤走, 自己女儿住在王宫里, 又会有危险, 一时间他心里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想让女儿退出, 不做什么蜀国大王吧, 那如今他们又到哪儿去安身呢? 可是要让他长期住, 随时都能看见那些可怕士兵的地方, 他恐怕自己会变得精神失常, 怎么办? 其实, 他还不知道, 就算现在让女儿不做大王了, 假如陈曼云没有练过空间里的那些神功护体的话, 一出了那道象征权力的宫门, 就会被人无止境地追杀, 哪里还有活路, 所以没有见过世面的女人啊, 就不懂得什么脚, 这草不除根, 春风吹又生。 历史上不知有多少改朝换代的时候, 前皇族被后来的统治者, 以上面那个理由给赶尽杀绝的, 因为权力就是一个具有强大犀利的洞, 一旦进入这个洞就无法自拔, 会随时随地地担心别人会来抢夺江山, 而任何一个黄泉都是用无数人的尸体和血堆起来的, 所以一朝为地就终生会被这黄泉所带来的特权所累, 不管你愿不愿意, 都得如履薄冰地走下去,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这可不是看电影吃饭, 说不喜欢就撂挑子走人的地方。 翠娘心里也在想, 这要是住进王宫里, 天天都要看到这些士兵, 可能连吃饭睡觉心里都会不安吧, 可是历来她就知道, 王宫境内守卫森严, 有侍卫也属于正常, 也许只是一开始不习惯, 等住久了也就不会再害怕了。 陈曼云看看谢氏和翠娘的脸色, 知道他们心里非常害怕, 就宽慰道, 娘,你们不用担心, 等你们在王宫里住久了, 自然就不怕了, 也许到时候某天早上, 你们看不见侍卫巡逻, 才会被吓得寝室难安呢。 谢氏听了半信半疑地点着头, 等走到王宫门口时, 天已经快黑了。 这一路上陈曼云故意不喊车, 走到宫门口, 其实他就是想让谢氏和翠娘熟悉一下, 从城门口到王宫的这段路, 怕是要某一天, 他们出宫遇到意想不到的事情而不能自保, 到时候他们可以凭着今天的记忆回到王宫里, 要是没有遇到什么危险, 也全当是一路观光了。 当陈曼云带着谢氏和翠娘往那宫门口一站, 早上那两个侍卫就忙上前单膝跪地抱拳大声道, 卑职等, 恭迎大王入宫。 陈曼云见他们这样, 微笑着说道, 免礼, 可是这两个侍卫刚才的声音太过洪凉, 把谢氏和翠娘冷不丁地吓得连忙往陈曼云身后躲, 陈曼云见他们好像被吓得魂不守舍, 二话没说, 连忙带着他们往王宫里走, 谁知道他们刚刚踏出两步, 就又听了两个侍卫齐声大喊, 大王进宫! 这一声红中一样的呐喊, 可把谢氏和翠娘吓得不轻, 只见他们顿时就浑身不受控制地哆嗦起来。 陈曼云见了着实心疼, 刚想出于制止, 可是又听见二门里冷不丁地也有侍卫在大声喊, 大王回宫! 这一下谢氏和翠娘心里就更加恐惧了, 睁着惊恐的眼睛四处张望着, 这红枪碧瓦金碧辉煌的蜀国王宫。 陈曼云刚想阻止, 就又听到从第三道宫门里传来了锣鼓喧天, 声乐齐鸣的朝天子乐, 紧接着两排手持火把的银甲侍卫走出来, 随即后面人头颤抖, 缓缓又出来, 乐生欢快喜庆, 谢氏和翠娘忙不迭地往声音传来的方向张望, 只见此时一身紫袍绣贺松图, 头戴像蓝宝石横耳无纱帽的丞相莫少涵, 领着一杆身穿红袍及蓝袍, 头戴无纱的官员。 在闪烁的火光照耀下, 从第三道宫门里急步走来, 官员们身后跟着长长的乐队, 乐师们正认真地演奏着欢快的朝天子乐曲, 手持火把的银甲侍卫们走到黎晨曼云他们所在地五六米处就停下来了, 火把的光亮照得每个人脸上都闪着昏黄的金光, 这样隆重的欢迎仪式, 让谢氏和翠娘兴奋不已, 他们都是第一次这样近距离地看到这样热闹的场面, 真是又惊又喜, 心里刚才那种恐惧感终于消失殆尽, 只见他们俩笑得见眉不见眼的, 看着快到他们跟前的文武百官和他们身后的乐队, 谢氏从小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 长这么大连镇守县官这样的九品官员都没有见过, 像今天这么壮观的欢迎仪式, 他就连听都没有听说过, 更别提见过了, 此时此刻他心里又激动又兴奋, 指着那领头的莫绍涵, 惊喜地跟身边的翠娘说, 哎,快看, 那不是莫公子吗? 几年没见, 他还真是越来越精神了。 翠娘听着戏事的话, 知道他没见过这样的场面, 他自己也只是当年跟着自家小姐, 躲在角落里偷偷看见过, 齐国的文武百官迎接先王时, 有这样大的阵兆, 可是翠娘此时却无心跟他一起分享这眼前的喜悦, 他心里此时只想快点见到自己一把手拉扯大的萧应月, 跟他叙叙这些年自己藏在心里的话, 只见他抬眼四顾, 在人群里寻找着自己日夜牵挂的人影, 看着看着他眼前突然一亮, 他看见了那个熟悉的身影, 萧应月和韩燕此时正走在官员们与乐队之间, 这时的萧应月身着名利杏黄色连衣裙, 头戴乌纱女官帽, 在闪烁的月光下, 显得威严而庄重, 更不是俊美, 韩燕也跟他一样, 身着杏黄色衣裙, 头戴女官帽, 目不斜视地跟在文武百官的后面, 急步而走, 翠娘看着萧应月, 泪眼婆娑地念叨, 老天保佑, 老神总算在有胜执念, 还能与乐而相见, 陈曼云听到翠娘这样说, 温柔地伸手在她肩膀上轻轻地拍拍, 一时安慰, 谢氏听见翠娘的话本想安慰几句, 可是, 此时那些威武的大臣们, 已经来到他们面前齐齐跪下, 约声停止, 这时只听见大臣们大声唱道, 臣等恭迎大王, 及两位老夫人回宫, 大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里为什么众大臣要称谢氏为老夫人, 而不是太后呢? 原因是, 这王家要尊称为太后, 得有正统的册封仪式, 而谢氏原本就只是一民间普通妇人, 陈曼云虽然已是蜀国大王, 有六年时间了, 但是一直忙于建国兴邦, 没有时间也不懂得安排人去处理这些事, 所以直到此时蜀国朝堂上的这些文武大臣们, 才知道陈曼云还有一个母亲, 对于这个没有封号的大王的母亲, 大臣们只能先尊称一生老夫人, 陈曼云对这些不懂, 也并不在意这些繁文入诀, 只见他笑盈盈地看着跪在最前面的莫绍涵, 又看着也没在人群里的肖映月和韩燕, 他没有想到莫绍涵和肖映月会让大臣们在宫里等候自己, 早上肖映月和韩燕他们说, 要组织文武百官到五门外迎接他, 他既没反对也没有定什么时候, 只是告诉他们有机会, 没想到他们居然这么快就抓住今天这机会, 让大臣们真的到五门外来迎接他, 这被众人朝拜的感觉真的非常舒服, 让人一下就感觉到自己是这世界上独一无二, 至高无上的人中之王, 不过陈曼云知道自己身上所担负的使命并没有得以忘性, 只是陈生对大臣们说, 众卿家平身, 众大臣听到陈曼云的话, 不慌不忙地在莫绍涵的带领下纷纷站起身来, 陈曼云又对众大臣说道, 天色已晚, 莫大人请带本王和众卿家先回青阳殿再续吧, 莫绍涵听到陈曼云这样分派, 忙上前一步拱手低头回道, 臣遵旨, 说完转身回到原位, 侧身, 众大臣们看见莫绍涵侧身, 已经做出了一个请的手势, 也分忙往左右两侧转身而立, 学着莫绍涵的样子都做出了请的手势, 等待着陈曼云他们先行, 陈曼云见众大臣在莫绍涵的带领下, 给他们让出一条道, 就拉着谢氏和翠娘一起往前走去, 青阳殿, 这里莫绍涵早就派人按官员品级摆好酒宴, 只等陈曼云他们母女和翠娘一到就开宴, 陈曼云和谢氏他们到了殿里后, 看见这偌大的青阳殿里早已灯火通明, 殿里面的酒案有一百多个, 错落有致的端放着, 上面已经摆好了美酒佳肴, 山珍海味, 可是他却不知道, 自己带着谢氏和翠娘该坐到那儿, 非常尴尬地左顾右盼, 希望莫绍涵能赶紧派个人来, 给自己指点一下, 这时萧应月和韩烟快步走到他们面前, 轻声说道, 跟我们走, 听到萧应月和韩烟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陈曼云心里这才如是重负一样传了下来, 他们随着萧应月和韩烟, 来到大殿最里面的高阶上, 萧应月轻声对陈曼云说, 大王, 请上座, 陈曼云抬头看看, 那笔下面高出九阶的座位, 那正是给数过大王准备的宝座, 那座位上, 现在只有他陈曼云才能坐, 以前莫绍涵虽然也曾在这青阳殿里, 宴请过百官, 但是他也只是像现在一样, 带着百官坐在下面, 呈向该坐的位置上, 不敢跃举, 众大臣见陈曼云听了萧应月的话, 并没有迫不及待地上去, 而是站在原地端下, 于是又有莫绍涵带头大声喊道, 请大王老夫人上座, 请大王老夫人上座, 这声音中气十足, 镇得房梁上的围蔓都在灯火的照耀下一颤一颤的, 陈曼云这才轻声地问道, 那翠娘坐哪儿啊? 萧应月听了陈曼云的话, 心里一阵暖流涌入, 激动得眼睛都有些湿润了, 于他们而言, 陈曼云是他们的救命恩人, 他们理当对他敬爱有加, 可是于陈曼云而言, 他和翠娘只不过是陈曼云的债主, 更何况以前翠娘还老是对陈曼云心存诸多怀疑和看低, 陈曼云居然不但没有跟他计较, 到如今还对他这样照顾, 从利益上来说, 在灾难中陈曼云保全他们, 是因为他们还欠着他的银子没给完, 保住他们免得自己的银子无处讨要, 但是如今陈曼云对他和翠娘的关心, 绝对不是出于利益, 而像是家人一样关怀备至, 肖映月被陈曼云的真情感动得有些哽咽, 但是作为女官, 当着文武大臣们的面, 他不能有过多的感慨, 只能轻声对他说道, 丞相早就安排好了, 乳娘给了一个命妇的称谓, 命妇相当于三品官职, 就挨着丞相的久安, 这些琐事你就别管了, 我们会安排好的。 陈曼云听肖映月这样说, 这才放心地拉着谢氏的手, 往那青阳殿最高的久安走去, 这一下陈曼云心里有种回到军营, 过年开会, 吃团圆饭的感觉, 知道自己这隐身大王, 做了六七年, 今天这样一闹, 以后可能是没法再做回那个, 万事只要下到命令就聊事的逍遥大王了, 得担负起天天临朝, 自己来处理各种国家大事的义务了, 可是他心里一点也不想那样做, 因为他已经跟梁子墨商量好了, 成亲后就由梁子墨来主事, 他自己不想太过操劳, 只想躲在后宫好好享受一下生活, 现在要是他天天主事, 以后这些文武大臣, 很难对梁子墨这个靠着女人走上宝座的君王信服, 他原是想自己只要一直不出现在朝堂上, 成亲后, 无论他们两夫妻谁坐那个位置, 大臣们都不会有异议, 可是很无奈, 山上小镇被烧毁, 不单单只是把他这些年辛辛苦苦经营起来的一方乐土给毁了, 同时也把他的家给毁了, 他现在要成亲了, 却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要重建, 可是时间又来不及, 所以他才逼不得已来柳城, 因为他收服了那么多的藩国, 他这个大王成亲, 各国肯定都要派使节来朝贺, 那这些使节虽然都是来给他与梁子墨贺喜的, 同时也是来打探他在这边的虚实的, 以前有山上小镇在, 九席就在山上小镇办, 那些来朝贺的使节们, 往那酒楼里一安排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因为那里就是一个小镇, 镇上的居民又都是他陈曼云, 从天魁镇和岳家庄拿命救出来的, 不管怎么说, 他们每个人多少都是向着他陈曼云的, 就算是也不乏越狱猪之流, 但是关键时刻, 他们的心还是会帮他陈曼云多一些, 再加上他个人的实力, 各国的首脑都是见识过, 也是吃过亏的, 估计没有人敢在他的地盘上撒野, 可是现在山上小镇被毁, 他只能一架蜀国的王公柳城来宴请宾客, 可是这里虽然也是他陈曼云的地盘, 但是这流程里如今还住着很多从亡的老旧部, 虽然那些在明面上敢公然与他陈曼云作对的人, 该流放的流放, 该冲军的冲军, 几乎都已经拔除了, 但是那些躲在暗处的, 或者那些被拔除人的亲人, 又或者朋友, 却还有很多隐藏在这里, 他们虽然知道陈曼云的本事, 不敢公开与他为敌, 但是他们可以随时寻找机会给他陈曼云或者他的统治集团以打击或添堵, 所以如果陈曼云还想像以前一样, 把任何事情都放手交给莫少涵去做的话, 那那些一直潜伏在这都城里要找他麻烦的人, 这次总算是找到缺口了。 陈曼云不敢也不能冒这个险或者以身犯险, 从现在起他就得做回真正大王们该做的事, 从莫少涵那里收回自己赋予他的权利, 每天批阅奏折以及官员的吊牌, 虽然他知道莫少涵这些年一直忠心耿耿, 没有一点儿跃举的意思, 但是那是因为他不在的情况下, 他现在人都在这大殿上了, 如果还把权利交给莫少涵这个丞相, 那文武百官就会对莫少涵这丞相有意义了, 乃至对他这大王也会生出诸多看法, 还会以为他就是一个被莫少涵玩弄于鼓掌之中的傀儡大王呢, 到时候只怕这些蜀国的朝堂上又会掀起一场血雨腥风, 因此就算是为了堵住群臣的悠悠之口, 他这个大王也得出来坐镇了。 在酒宴上陈曼云当着众大臣的面, 嘉奖莫少涵, 只见他端着酒杯站起来, 对着下面的众大臣朗声说道, 众位爱卿, 大家都知道, 我这大王自从接手蜀国的国事以来, 就整天忙着百姓们的生计, 没有在这王宫里住过几天, 在这期间我就一直委托莫丞相带我坐镇王宫处理正事, 如今我陈曼云这大王归来, 在这里我邀请众位爱卿一起, 感谢莫丞相这些年来为蜀国的繁荣昌盛, 一直呕心绿血,不辞辛劳, 说一声, 丞相大人, 您辛苦了, 莫少涵听了陈曼云的话, 忙举起酒杯, 语速奇怪地说道, 大王严重了, 莫少涵说完, 仰头就将酒杯里的酒一饮而尽, 众大臣听到, 陈曼云这大王自称我, 还是以我相称, 这是君王们平易近人的表现, 再加上, 嘉奖的人又是他们一直拥戴的丞相大人, 于是纷纷高举酒杯, 齐声倡导, 莫少涵被仲大臣这样一唱, 心里有些后怕, 心想着, 难道这些大臣们看他位高权重不顺眼, 故意要在大王面前表现一下, 对他这丞相的忠心, 想要引起曼云妹妹对自己的戒心, 这帮人心思也太狠毒了吧, 这就是所谓的官场黑暗吧, 不过, 据他对陈曼云这个人的了解, 他是不会因为这些大臣们对他莫少涵的忠心, 而对他产生怀疑的, 甚至打压他, 如果他们心里这样想, 那就大错特错了,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了解陈曼云这个大王, 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殊不知, 他们越是这样对他这丞相, 上面那大王才会越器重他, 所以这些大臣们的心思算是白费了, 他们这样做反而是帮了他, 果然, 陈曼云看这文武百官, 都如此热情高涨地举杯为莫少涵喝唱, 心里对他这个代理大王又多了几分信任, 在陈曼云心里, 从来不会怀疑自己看中的人, 所以他并没有想过这些官员, 是不是真心像表面上看到的这样, 对莫少涵心悦诚服, 而是想着, 莫少涵来这蜀国这么多年, 不但为自己培养出了这么多人才, 还按照自己的要求, 把整个蜀国都经营得这样有声有色, 而且这满朝文武还都对他这样忠心, 这现象只能证明, 莫少涵是一个真正有能力的人, 于是微笑着说道, 这些年来, 相信仲卿也知道, 丞下大人为了国事, 一直独居未去, 真是劳苦功高, 今日本大王为表谢意, 就擅自做主, 为他选一位皮帽端庄, 秀外会中的女子赐婚, 陈曼云这话一出, 下面那些大臣们, 竟毫不犹豫地都真买了酒, 端起酒杯又大声畅道, 莫少涵一听陈曼云说赐婚, 心里就一阵心酸, 一脸委屈地看着上面那俏丽的人影, 无奈地在心里哀怨道, 陈曼云看见莫少涵那快要哭出来的样子, 真是想笑, 可是他是如今的大王, 这又是当着满朝文武, 他这大王实在不好笑出来, 于是, 强逼着说道, 怎么, 丞相大人, 还不行? 莫少涵也知道, 自己身为臣子是不能当着满朝文武, 直接拒绝大王的美意的, 于是只能苦着脸, 硬着头皮双膝跪地, 磕头拜扶道。 谢大王恩典, 大王万岁, 万岁, 万万岁。 陈曼云看着莫少涵跪在地上, 一副吞了一只大蟑螂, 要咽下去, 却又吐不出来的样子, 真是捧腹大笑, 可是此时他作为一个大王, 当着文武百官的面不顾形象的大笑, 除了有损自己的威望, 还有嘲笑大臣的嫌疑, 这样的大王会被百官唾弃的, 所以此时他就是再怎么想笑, 也只能忍着, 不过他打心眼里, 还是不想看见莫少涵那副委屈又痛苦的样子, 便打算给他吃颗定心丸, 于是又朗声说道, 想必仲卿家和丞相大人都非常想知道, 本王要把谁指给丞相大人吧, 那我就不遮掩了, 痛快地告诉大家吧, 陈曼云这样一说, 下面的众臣们都鸦雀无声, 全神贯注地仔细聆听着, 本王要把跟随丞相大人多年的 萧应岳萧大人指给丞相大人, 这时在下面跪着一直没有起来的莫少涵, 听到陈曼云这样一说, 心里那股难受劲儿一下就消失了, 随之而来的是无限的喜悦和内心那久违的渴望, 莫少还没有想到, 原来自己心里早就不止一个陈曼云了, 也不知道萧应岳那俏丽的身影, 是什么时候住进他心房的, 总之他现在心里非常高兴, 几乎想要跳起来, 而此时坐在九岸前的萧应岳, 也忙走出来双膝跪地, 向陈曼云这大王谢恩, 多谢大王美意。 萧应岳也没有想到, 陈曼云居然言出必行, 而且这么快就给他指婚了, 早上听他说, 要给自己选个如意郎君, 他还一直在猜, 陈曼云会把谁指给自己, 才算如意郎君呢? 原来是他, 多年来他和韩燕, 一直陪伴在他身边, 心里早就当他是自己的家人, 不过因为他是上司, 因此无论如何, 他也无法把他列为兄长, 而心里对他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 真是说不出来, 现在经过陈曼云之一指婚才知道, 原来自己是想成为他的爱人, 难怪老人们都说, 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原来是真的。 其实当初指派肖映月和韩燕来自蜀国王宫里当助理时, 他心里就希望他们两个能有一个人对莫绍涵产生好感, 可是这些年来, 莫绍涵是一直忙于朝堂上的事, 抽不出时间考虑这些儿女私情, 但是肖映月和韩燕却又是因为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 感情很好, 就连对于莫绍涵的感情, 他也希望韩燕能与莫绍涵友情, 因此在心里一直谦让着, 摇摆不定无法落实。 肖映月是因为韩燕家中招了变故, 一个人吃了太多苦才能活下来, 想让他在感情上不要再受到任何挫折, 能快快乐乐地过好剩下的每一天, 所以一直都强行抑制着自己对莫绍涵的感情, 不要再生还过外露。 而韩燕呢? 以前是因为他自己是醉沉之后, 又曾经是官妓, 虽然他想尽办法守身如玉, 但是始终是出入过那种肮脏的地方, 他心里有阴影, 又怕他自己逃离的事情, 被齐国官府查出来连累身边的人, 所以他从心里, 从来不敢对异性好, 就算他心里觉得, 莫绍涵是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 他也不敢越雷吃半步, 因此肖映月和韩燕就这样, 都在心里对莫绍涵筑起了一道不能愉悦的高墙, 谁没有向他靠拢一点, 但是陈曼云知道, 肖映月的心里是有莫绍涵的, 只不过他怕莫绍涵这样的好男子, 韩燕也喜欢, 那时候他与莫绍涵有情人终成眷属了, 韩燕会伤心欲绝, 所以才没有继续向莫绍涵靠近, 如果陈曼云不趁现在这时候给他们赐婚, 他们俩可能这辈子也只能是朋友或者上下级的关系, 陈曼云同样还是信守承诺, 给韩燕与现在蜀国禁卫军统领兼义政参将, 孟昊赐了婚, 他上紫玉在蜀国时受了陈曼云的嘱托, 对他又专程教导了军事以及武功上面的精髓, 如今的孟昊早已不是当年那个一身蓝绿的穷苦少年, 而是一个鹦鹉不凡, 君权在握, 相貌堂堂, 满腔报复的热血将军, 他对陈曼云的救命之恩和治愈之恩铭记在心, 虽然心里对陈曼云这美丽动人的大王情有独钟, 但是他也知道, 就凭自己的能力, 是不能与这与众不同的大王比翼双飞举案其眉的, 所以当陈曼云将梁寒烟这个漂亮的女官 只给他为妻的时候, 孟昊真是感激涕零地接受, 并发誓要一辈子对韩烟好, 这些事情处理完, 酒宴也就差不多了。 陈曼云让萧应月、韩烟带着她和谢氏 以及翠娘去了后宫, 萧应月早就给自己的儒母安排好了住处, 让翠娘住在了河西殿内, 而陈曼云母女却是住在墨沙寒, 卫营大王单独新建的朝阳殿内, 如今的蜀国王宫可不像当年他们来治水时所看见的, 丛王为了在百官面前展现自己的仁慈, 把整个王宫里都搞得跟铁匠铺或者杂货店一样, 现在的蜀国王宫里到处都能看见叉子烟红的花朵, 和充满生机的绿树, 虽然是看着顺眼了, 整个给人焕然一新的感觉, 但是墨绍涵却并没有花多少银子来装修这里的宫殿, 而是让人将以前从王弄的那些铁匠铺里和杂货铺里才有的东西清理了出去, 把王宫里里外外全部让人打扫一遍而已, 而那些从王宫里清出去的铁匠铺子和杂货铺里的东西, 墨绍涵就让人挂在柳城里, 一条不起眼的街道上, 买了一个三金院的民宅, 还招了一批人专门为禁卫军制造弓弩, 或者陈曼云让他们制作的先进武器, 所以当陈曼云带着谢氏过地重游的时候, 感觉这蜀国王宫一下子变得和很多古代园林一样美丽了, 忙找来寒烟一问, 这才知道, 这墨绍涵其实是一个对生活环境非常讲究的人, 他看见之前那些炼铁的炉子和棕绳等等杂七杂八的东西放在王宫这样象征尊贵, 和代表权力的地方实在显得不伦不类, 所以就直接下令搬出去, 现在的王宫总算有了王宫该有的样子, 有属于这属地少数民族风情的平台楼阁, 花草水蝎也有具有奇国特色的宫殿游廊, 御花园里还栽种着很多陈曼云从山上找到的奇花异草, 只不过现在是夜晚, 宫女们提着照路的路灯, 灯光昏暗, 只能看见一米内的东西, 虽然陈曼云有一双无论黑夜还是白天都能食物的眼睛, 但是谢氏没有, 谢氏看不清花的颜色, 他一个人看了也是无趣, 陈曼云被萧映月和几个宫女带着, 在王宫里绕来绕去, 走了好大一圈, 才找到了他们住的地方, 朝阳殿大门口, 一改柳城以柳为美的风格, 种着两棵高大的梧桐树, 不过现在是龙冬时节, 尽管柳城比别的地方冬天暖和, 但是这两棵梧桐树上的叶子还是都掉光了, 陈曼云抬头看看那光秃秃的梧桐树, 心道, 这莫绍涵还真是有意境, 俗话说栽下梧桐树引来凤凰鸟, 他还真把他陈曼云当作人中龙凤了, 好吧, 知道你对我有信, 可是我的心已经给了别人, 今生就只能做哥哥和朋友了, 不过他心里还是非常感谢莫绍涵, 今生要不是有莫绍涵这样一个忠诚于他的朋友, 他的使命不会这么顺利地完成的, 或许就连他的人生也是不完整的, 不过这些话, 他就是不对任何人说, 熟悉他的人也各个心里有数, 一个人无论你再有本事, 双拳也很难敌四手, 如果没有莫绍涵在蜀地给他坐镇, 把国内管理的井井有条, 他哪里抽得开身去, 山上专门发展经济, 在梁国来犯蜀冬时, 他又哪里抽得开身, 去御驾亲征, 然后说服梁国以及沙漠里那些小国, 所以他陈曼云能在短短六年时间, 将当时乱成一国粥的天下平定, 其中有一半功劳, 要归于莫绍涵和众仙俄, 以及萧映月和韩燕他们, 他心里想着, 等到成亲之日, 还要封萧映月, 梁寒烟为告命夫人, 才能弥补一下, 他们俩这几年来, 在这蜀国王宫里消耗掉的青春, 当然还有莫绍涵和孟浩, 以及莫绍涵提拔起来那些, 忠心耿耿的大臣们, 但是莫绍涵的官, 已经是蜀国当前官职最高的了, 而孟浩, 他也已经把握了蜀国三分之二的军权, 也不能再升官了, 至于其他大臣, 他还不了解, 都为蜀国做了什么贡献, 所以就算是要论功欣赏, 也要等他完全了解情况后, 才能给他们赏赐, 萧映月和宫女们看见陈曼云, 在那两棵高大的梧桐树前, 停下来站在原地, 陈曼云又看着朝阳殿的大门, 只见门框上贴着一副新对联, 上连是快马一边争朝夕, 下连是壮直凌云写熟史, 横批是天下无双, 陈曼云看了微微一笑, 心道, 这莫绍涵对俩写的未免太夸张了吧, 就他陈曼云个人的本事, 哪里能用这天下无双四个字来形容呢, 这不是让他一个人, 把所有的功臣们的功劳都抢光吗, 这要是被有心人传出去, 可能会引起很多人的不满, 这满朝文武除了孟浩一个纯武将, 其他人可都是武文弄墨的好手, 对于这些卖弄文字的伎俩, 可能高手众多, 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还是先拿下来吧, 于是对身边的萧应月说, 这队联先拿下来吧, 萧应月听了陈曼云的话, 不明所以地说, 为什么, 这可是下午文武大臣们一致通过的横批, 丞相动手亲自写道, 陈曼云听了萧应月的话, 心里更加不安, 既然是所有官员一致通过的, 那就更不能继续贴在这儿, 于是严肃地对萧应月说, 萧姐姐, 这样的话就更不能贴在这儿了, 萧应月疑惑地问道, 为什么, 陈曼云看看横批上那苍劲有力的书法, 又看看满眼疑惑的萧应月说道, 萧姐姐, 你真的不懂这些, 萧应月点点头, 瞪着水汪汪的美目看着她, 等待着她接下来的话, 陈曼云笑着说道, 你看这横批口气多大, 天下无双, 对, 我承认我是我娘生的唯一的孩子, 也确实在这世界上独一无二, 天下无双, 但是这幅队联要是贴在山上的房门上, 我非常乐意看见, 因为地方不同, 代表的意义也不同, 可是今天这幅队联偏偏贴在这蜀国王宫里的朝阳殿门额上, 这意义就大不一样了, 这里的天下是指整个九州大陆, 口气太过夸张自大, 会落人画饼的, 所谓人无完人, 金无赤足, 再能耐的人, 也不能自高自大, 自视清高, 特别是做大事的人, 一定不要太过张扬, 否则到时候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当然或许我陈曼云在莫大哥心中确实是独一无二, 天下无双, 又或者在所有文文百官心里都是这样认为的, 但是我自己应该有自知之明, 这蜀国从我一开始接管, 就是莫大哥和紫玉姐姐, 以及你和寒烟姐姐在打理这一切, 要是只有我一个人, 哪里可能把蜀国管理得这么好, 因此蜀国乃至整个大陆, 如今有这样的繁华光景, 都是我们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 功劳怎么能全部归于我一个人身上呢? 其实现在的这点成绩也并不算什么, 所谓打江山难, 守江山更难, 今后还不知道有多少棘手的事儿等着我们呢, 更何况现在我娘和翠娘都来这流程了, 明眼人大家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这些年我一直都没有敢让我娘露面, 其实完全是因为她自己没有自保能力, 她就是我的软柱, 还有翠娘, 虽然你和寒颜姐姐平时就像两个强悍的女金刚一样, 遇到什么事儿都能面不改色心不跳, 果断解决, 但是谁要把翠娘抓来威胁你, 到时候为了翠娘不受伤害, 你和我都会毫不犹豫地答应对方任何条件, 到那时, 我还是不是天下无双呢? 我坐在这个大王的宝座上, 这流程乃至整个天下, 不知道有多少人惦记着, 别人又用了多少人布了多少眼线, 正监视着我的一言一行呢, 说不定现在正好有几双眼睛, 在我们看不见的暗处盯着我们呢, 随时准备取而代之, 而且马上又要过年了, 宫里现在多了很多主子, 日常用品和吃食什么都会增多, 宫里的事情也会因为过年而增多, 再加上这年一过完, 就又要筹备我和梁大哥的婚事, 这么多事挤在一起, 哪里有这么多人手, 专门来保护我娘和翠娘他们呢? 人们都说人有尸首, 马有尸体, 万一有人对我不服, 就可以在这对联上大做文章, 假如到时候人家趁我们大家都在忙别的事情, 他们对我娘和翠娘下手, 我们又该怎么办? 难道我们就为了这点虚名, 心甘情愿, 被别人玩弄于鼓掌之间, 耍得团团转? 严重时有可能会危及到翠娘和我娘的生命, 这样的结果反正我是觉得不值, 我陈曼云又不是那些爱慕虚荣的人, 所以为了不给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找到借口, 今天这横批必须拿掉。 肖映月听到陈曼云说的这么危险, 全都是因为这横批上的四个字, 惊得他和在场的所有人目瞪口呆, 忙命人将那横批摘下来, 陈曼云这才扶着谢氏踏脚往店里走去。 其实陈曼云说的也没错, 想想历史上很多叱咤风云的人物, 不都是因为一些小小的细节, 而让自己的一世英明毁于一旦不说, 还把自己送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吗? 秦汉时的楚霸王项羽, 他要不是那么好勇斗狠, 去打大秦精锐的铁骑军, 又怎么可能被牛皮堂刘邦先入了咸阳呢? 而后,反昭群雄围攻, 悲惨地死在乌江, 还有南北朝时期北周的皇帝袁修, 北齐神武帝高欢等等, 他们其实都是骁勇善战的骄雄, 可是下场却一个比一个惨。 袁修为了攻打高欢不敌, 投靠自己的大将军, 反而被宇文泰抢走了皇位, 高欢就更是荒唐, 为了让爱妃冯小莲来观战, 错失了攻陷城池的机会, 反而被敌国将其歼灭。 这些历历在目的写的教训, 让他陈曼云进入这王宫后, 不得不处处小心步步为营, 如今他在蜀国大王的位置上还没有坐稳, 切不可掉以轻心。 时间过得很快, 一晃就到了腊月二十九, 柳城内外到处都是一片辞旧迎新的热闹气响, 每家每户门前都挂着两个大红灯笼, 窗花门绳都已经换上了新的, 市场里家家户户都在忙着办年货, 鸡鸭鱼肉, 牛羊兔肉, 一筐一筐地往家里搬, 绸缎庄, 成衣铺, 糖果店, 大街上真是人山人海, 力气小的都挤不进去。 陈曼云把谢氏和翠娘他们送进王宫后, 第二天一大早, 带着墨绍涵事先就收购好的酸色野果, 就回了山上去查看重建进度, 重建的工人都是在为自己做事, 每个人干活都非常卖力, 短短十来天, 食堂和工人宿舍就已经彻底系好, 马上上大梁盖瓦片, 再用砂石将地面夯平, 墙上刷上一层白石灰, 各场就可以开工了。 陈曼云给他们把要吃的粮食蔬菜, 以及饮用水都弄好后, 连夜在军工厂里把那些野果捣碎, 放进从碧仙岛上收集回来的橡胶圆叶里, 调制好比例, 用隔空传音, 让各地负责的仙鹅都来山上, 把这些拿走。 后又觉得, 自己也应该去边疆各地, 检查各处修缮城墙的工程情况, 并也就不声不响地跟着仙鹅们来到了边疆, 也看见了将士们正非常认真地休气着, 其实这些城墙原本也还算牢固, 再经过他下令这样一修缮, 就已经是孤若金汤, 但是陈曼云还是有些不放心, 怕自己在无暇顾忌的时候有强敌来攻, 到时候各地都有坚实的城墙作为屏障, 守军等待援军的时间也要坚持得久些, 同时给援军的时间也要充足一些。 他到每个地方城墙都已经快要进攻了, 还看见那些士兵们正在把调制好的橡胶粘合剂倒进墙体里, 任由那些粘合剂流进砖缝里, 这一下陈曼云心里那块悬着的大石头终于落地了, 他这才安心地回到柳城, 刚一进城门, 就看见大街上买年货的人们, 就像那些东西是白送的一样, 大包小包买了提在手里, 而且人人脸上都带着幸福的笑容, 孩子们都穿着喜庆的红棉袄, 在大人的带领下, 在街边的地摊上挑着泥仁, 买棉花糖, 冰糖葫芦, 富人们穿红带绿, 被拥挤的人流挤来挤去, 笑着眼开地在街上挑选着自己喜欢的捐花手卷等。 陈曼云看着如此繁华热闹的街市, 心里想着, 老百姓的日子过好了, 才是时代的进步, 眼前这样热闹的场景, 又岂是一幅清明上河图能够画得完的美景? 陈曼云怀着喜悦的心情回到王宫, 这时谢氏和翠娘正在萧映月和寒烟的陪同下, 走在莫绍涵精心设计的。 具有齐国风格的御花园里, 看着各色娇艳的迎春花, 陈曼云站在一棵茂盛的夹珠桃底下, 微笑着看着他们在花园里欢声笑语, 漂亮的花, 真是太美了。 翠娘看着那些娇艳的花朵在阳光下开得正好, 心里无限感慨地说道, 哎,是啊, 没想到这世间还有这么美的花, 我活了三十多年, 还是第一次见到。 谢氏这时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 看到这段也喜欢, 看见那段也舍不得。 翠娘看着她笑着说道, 老姐姐, 这里的花你还真的有很多没见过, 不过没关系, 现在你就住在这儿, 只要他们一开就看得见。 其实, 世间不但有很多千奇百怪的花我们没有见过, 还有很多别的东西我们也没见过, 以后有机会呀, 好想让这些孩子带我们去见识见识呢。 翠娘边跟谢氏两人聊天, 边看身边萧映月的脸, 只见此时萧映月笑盈盈的, 听到翠娘话里有话, 就随口接道, 好啊, 等什么时候有机会, 我就请大王带我们去天上玩玩, 俗话说, 站得高, 看得远, 我们在天上飞时, 那天空中的云彩也跟着我们一起飞, 那些飞鸟也不及我们飞得高, 多好玩啊。 谢氏听了萧映月的话, 忙笑着摇头, 不行, 鱼儿哪有那么大本事, 能带着我们去天上飞呀。 萧映月听见谢氏这样为陈曼云推托, 就笑着说道, 审子不用担心, 没有人会说出去的, 今天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话, 要是有一个字透露出去, 这里的宫女就一个也别想活着过年, 再说我们都是知道她本事的人, 不用遮遮掩掩。 谢氏听到萧映月这样说, 嘴巴张大, 目瞪口呆地看着她, 眼神里充满了恐惧, 她从来没有听说过, 就因为说错一句话就会被杀头的。 在谢氏的认知里, 世上最恶的人, 也不过陈李氏那种随时随地, 虐人心磨人皮的人。 可是刚才萧映月居然说, 这些宫女们, 只要是谁多嘴就别想活着过年。 今天已经是腊月二十九了, 明天就是大年三十, 就差这么一天, 因为一句话就活不过去了。 这王公李实在是太恐怖, 太惊悚了, 自己以后说话做事可得思量点, 万万不能犯了这王公李的某条规定。 看见谢氏脸上那惊恐的表情, 萧映月突然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该说什么。 这谢氏可是陈曼云的母亲, 对她和翠娘来说可是救命恩人的母亲, 自己应当万般照顾, 才能表达自己对陈曼云的感激之情。 可是没想到人家才来几天, 就被自己的言语给吓得几乎魂飞魄散, 这可如何是好。 这时, 寒烟也看见谢氏那满脸的惊恐之色, 扭头狠狠地瞪了一眼多年好友, 此时也已经被急得不知所措的 萧映月。 快步走到谢氏身边, 柔声安慰道。 沈子, 您别听月儿瞎说, 她这些话是说给那些不听话的宫女听的, 没有人真的会为了一句话就要人的命, 这只是说出来吓唬吓唬这些宫女, 您可别当真。 月儿这样爱吓唬人, 我们不和她一起闪话了, 咱们去看看那边的春梅去, 那些红的跟火式的春梅, 也不比这些迎春花叉。 韩燕说着就伸手扶着谢氏的胳膊往另一边走, 梁韩燕知道, 像谢氏这种出生在农家, 又一直生活在没有权力斗争, 没有财富可抢的, 民风淳朴的村子里的人, 她的心里对每个人都非常友善, 一时半会儿哪里那么容易受得了, 这王宫里那些显为人知, 残酷的东西呢? 现在, 在她还没有适应这些宫里的事物前, 还是暂时不要让她知道太多, 免得把她吓到。 谢氏是陈曼云的母亲, 曼云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自己理应对恩人的母亲好, 更何况, 在这山上这段时间, 谢氏平时对他们, 也像对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好, 就冲这份亲情和恩情, 自己无论如何也要护着她, 对她好。 她梁寒烟今生能有今天, 全靠有缘遇到陈曼云, 要不然还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命活着呢。 翠娘见寒烟把谢氏扶走, 有些不屑地憋憋嘴, 鼻子里发出一声轻哼, 她打心眼里瞧不起谢氏, 于是在心里想着, 这谢氏也太没用了, 竟然被月儿一句话吓得脸色发白, 胆子这么小, 这要是往后遇到什么大事, 她还不知道会怎么样, 真是没见过世面。 想当年她在萧家做管事的时候, 哪个丫鬟婆子犯了错, 不是她亲手操办的, 那些个多嘴的, 对主子不敬的, 爱搬弄是非的下人, 就得下手狠一些, 是阿姨敬拜, 以警校友, 免得他们老是在后院烧火, 惹得家宅不安。 而萧应悦此时, 看见谢氏被寒烟抚走, 心里也知道自己说错话, 把谢氏吓到了。 忙提着裙子就去追, 翠娘却在她身后一把拽住 她的衣袖正色说道, 月儿, 去哪儿啊? 萧应悦急忙扭头说, 乳娘, 你在这里等我一下, 我去看看。 翠娘却不松手, 只是淡淡道, 让她去吧, 别管她, 这些事以后她总会经历的, 今天是让她知道的早了些。 萧应悦听了翠娘的话, 脸色一沉对翠娘说道, 乳娘, 这事儿是我没有分寸, 谢婶才住进王宫, 对王宫里的一切都是陌生的, 而且她从小到大生活的环境, 跟我们不一样, 有很多事儿也都没有经历过, 所以, 对于我先前说的, 非常害怕也是情有可原的, 现在她被我吓得脸色发白, 我连看也不去看她, 这太说不过去了, 您在这里等一会儿, 我马上回来。 萧应悦, 话没说完, 就想往寒烟和谢氏的地方去, 可是翠娘抓住她手臂, 就是不肯放。 陈曼云见了, 心里对翠娘的行为, 虽然有些反感, 但是却也觉得也许她是对的, 身处王宫里人多口杂, 难免没有那么几个多嘴的, 要是谢氏不早点学会处理, 迟早要吃这些人的亏, 假如谢氏要不是她陈曼云的母亲, 可能针对她的事情会少发生一些, 可是事实上, 她就是她陈曼云的母亲, 没有什么假如, 那么那些别有用心的人, 这些天可能早就已经盯上了她, 只不过时机还不成熟罢了。 所以对谢氏的威胁暂时没有显露出来, 等到时机成熟, 如果谢氏还没有适应, 这王宫里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 那她将成为那些隐藏在暗处的, 与陈曼云为敌的人, 向陈曼云动手的第一枚棋子。 但是陈曼云心里更清楚, 自己这温柔的母亲性格温柔善良, 轻易是不会对任何人心生怀疑, 有警惕之心的, 除非事情牵扯到她陈曼云, 否则很难让她改变自己的初衷, 因此她只能自己多留意一些, 保护好自己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 于是她从家猪桃底下快步走过去, 对满脸焦急的萧映月说道, 萧姐姐, 你和翠娘这是在干嘛? 这时正在想办法挣脱翠娘手的萧映月, 听见身后传来陈曼云的声音, 心里猛的一惊, 暗倒完了, 陈曼云回来了, 该怎么交代? 她走时明明再三交代过, 好好照顾谢氏, 可是她这一回来, 就撞见把谢氏给吓到, 也不知道她会如何处置, 都怪自己刚才说话没有想周到, 这才说错了话, 办坏了事, 现在她已经回来了, 还是对她实话实说吧, 免得以后误会越加越深。 萧映月想到这儿, 正要开口将刚才的事情, 原原本本地告诉陈曼云, 可是就在她还没有说话的时候, 翠娘就笑嘻嘻地回答道, 啊, 是曼云回来了, 我跟月儿说想采些花到房里, 去点缀一下屋子, 她就要亲自动手, 我又舍不得, 就成了你看见的这样。 陈曼云听完翠娘的这通胡编乱造的话, 知道她是有意要隐瞒真相, 原因可能是怕自己为了谢氏被惊吓, 会致萧映月的罪, 她还真是互主心切呀。 于是便十分平静地配合着她说道。 哦, 原来是这样, 这些花看着是很漂亮的, 不过翠娘啊, 你可不能这样, 这整个御花园里, 过年也就迎春花和春梅开得热闹, 你要是把花都采走了, 拿到你屋里去, 那我们大家走进园子里, 又看什么呢? 翠娘被陈曼云这样说了一番, 老脸微红地点点头, 连连说, 哎, 是。 陈曼云见翠娘不再有别的说辞, 就又扭头, 对此时正经一看着翠娘的萧映月说道, 好了, 小姐姐, 你就别那么自私, 帮翠娘把花都采回屋子里了, 让他们开在这冬日的阳光下, 让我们这偌大的王宫里, 也增添点生机好不好。 萧映月被陈曼云这样点着名问, 顿时有些尴尬地答道, 呃, 好, 没事, 我不猜就是了, 其实, 月儿, 曼云都没怪你, 你就不要再烦曼云了, 咱们回去吧。 就在萧映月觉得自己把谢氏吓坏了, 此时再怎么说, 也应该向陈曼云之大王禀告一声, 可是还没等他把话说完, 翠娘再次打断他的话, 这时他就觉得翠娘这样做是在掩耳盗铃, 发生在御花园的事, 又怎么可能隐瞒得了陈曼云之大王呢? 就算是身边的这些宫女不会说出去, 谢氏自己也不会说, 韩燕与她萧映月是从小一起长大的知己, 更加不会把这件事情告诉陈曼云, 但是这事也不能不告诉陈曼云啊, 她要是真那样做了, 这不是欺主吗? 先不说日后, 陈曼云知道这事心里如何想, 会不会治她的罪, 就单单看此时, 陈曼云那无黑金亮的毛子, 就像是一对能洞穿世间万物的明镜, 你就知道, 在这世间只要他陈曼云想知道的事就没有瞒得过的, 更何况她也并没有要瞒的意思, 她这个乳娘这事做得有些多余, 陈曼云这大王如今要坐镇宫里, 让文武百官城府, 首先就要立威, 然而她这些贴身亲信, 首先就要带头在所有人面前树立大王的威望, 自己的乳娘今天这样做实在有些不妥, 她就没有想过, 要是没有陈曼云这条巨龙压阵着各国首脑, 她肖映月和未来的夫君莫绍涵都只能成为那些觊觎王位的人的靶子, 人家要收拾他们这等只会动嘴皮子的人, 只要站在远远的动动手指就能给他们除掉, 所以他们想要活得一世太平, 以及如今这样的荣华富贵, 只能依附在陈曼云的羽衣下, 不过她现在又不想当着这么多宫女和陈曼云的面斥责她, 毕竟她陪伴着自己度过了那些艰苦无助的岁月, 她还不想让人说是忘恩负义之人, 于是当即双膝跪在草地上, 垂头恭敬地对陈曼云说道, 大王请借一步说话, 下沉有要事向您禀告。 陈曼云听了肖映月对自己的称呼, 认真地看着她, 觉得她是真正聪明的人。 之前他们叫她名字, 那是因为在山上, 在那里, 全都算得上是他们自己人。 陈曼云也没有坐在大王的宝座上, 自己也没有把自己当王看。 可是这里不同, 这里是蜀国王宫, 肖映月身为王宫女官, 她都不把陈曼云当王, 那就犹如她这身女官服了。 再说, 如果她这大王的天身女官都不把陈曼云这个大王塑造起来, 那这蜀国上下还有人尊敬陈曼云这大王吗? 所以之前陈曼云在称呼上或许没有怎么苛责她和韩燕, 那只是因为他们之间曾经的关系好, 如果他们长期那样称呼的话, 只怕陈曼云不说什么, 到时候墨少涵也会让他们改正的。 倒是翠娘, 刚才那样称呼陈曼云, 对如今这个大王来说, 有些真的不敬, 可是碍于肖映月的面子, 陈曼云是暂时不会致翠娘这个无知之罪, 但是时间长了就很难说了, 这就是所谓的, 人所在的位置不同, 所想的事情就不一样了。 以前在山上或者天魁镇, 陈曼云都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丫头, 而现如今在这蜀国的柳城王宫里, 陈曼云就不再是以前那个, 他们可以直呼姓名的小丫头了, 她是这诺大的蜀国的王, 是一言九鼎的一国之君, 就算是她自己不在乎, 别人怎么称呼她, 可是她身边那些崇拜她, 拥护她的人, 却不允许任何人对她, 任何一个方面有丝毫不敬。 如果翠娘这种不自知的行为, 不早些给她扼杀住, 只怕到时候会让有心人抓住把柄, 害了莫绍涵和萧映月。 这两个跟陈曼云非常亲近, 同时又对蜀国有功的臣子。 人家的目的很明确, 就是要让陈曼云看着自己心爱的宠臣, 双双死在自己的手里, 如此来动摇陈曼云统治集团内部的根基, 以达到打击陈曼云以及忠心于她的大臣们, 所以如今越是她这大王身边的人, 越要谨言慎行, 才是万全之策。 陈曼云看见萧映月跪在自己面前, 本想立马伸手拉起她, 可是用眼角瞄了一眼, 此时站在她身后不远处的醉鸟, 只见她吃惊地看着萧映月, 眼神里并没有回忆, 于是就将已经快要伸出的手又收了回来, 陈生问道, 萧大人, 有什么事儿就直接说吧。 萧映月扭过头去, 向翠娘喊道, 乳娘, 你快过来。 翠娘听见萧映月叫自己有些不情愿地走过来, 故意装作疑惑地问道, 大王在此, 乳娘作为命妇, 理应向大王行跪拜之礼。 萧映月见翠娘这样不识相, 也故意不去看她, 目光只是地上, 陈生说道, 陈曼云知道萧映月这是要在众宫女面前给她立威, 因为刚才那些与翠娘站在一起的宫女们, 就算是看见萧映月这个女官给陈曼云行君臣之礼, 他们中间也没有一个人跟陈曼云这大王打招呼。 身为大王, 宫里宫女们连最起码的尊重都没有给她, 尝此下去怎么得了? 难道真的要让她这大王变成空气吗? 萧映月是想拿自己的乳娘开刀, 将那些无视君王的宫女们全部阵法, 一阵朝纲。 陈曼云也正好可以借此对翠娘稍微惩罚一下, 免得她以后更加嚣张。 于是也只是冷眼旁观, 看翠娘究竟会怎么样。 翠娘听见萧映月这样说, 便不情不愿地跪在她身边低声道。 命夫翠娘, 叩见大王, 是才命夫无理之处请大王责罚。 这时那些宫女们才一窝蜂似的光芒跑过来, 扑通扑通, 跪在陈曼云面前纷纷请罪。 奴婢求大王饶命, 奴婢知错, 求大王饶命。 这是陈曼云也不手软说的。 好啊, 命夫翠娘, 建军不行礼, 以下犯上。 还有嫌疑, 怂恿身边宫女, 建军不贵, 以下犯上, 目无君主。 下去, 领时板子, 以正刚计。 说完停顿了一下, 抬眼看着那些此时叩头如捣蒜的宫女们, 见他们一个个都已经吓得面如土色, 便柔声对跪在地上的萧映月说道。 好了, 其余这些人, 萧大人, 你就按公规处理吧。 众姑女一听陈曼云的话, 一个个吓得大声喊道, 救大王饶命啊! 甚至还有一两个胆小的当场昏了过去, 陈曼云见他们现在才来临时抱佛脚便不再理会, 大踏步地朝着谢氏和寒烟离去的方向走去。 其实陈曼云并不知道他所说的公规究竟是什么刑法, 他本以为只不过是一些简单的刑法, 只是比翠娘癌的板子稍微多了一些而已, 可是莫绍涵当初制定这王宫的公规时, 就是怕陈曼云这正牌大王不在, 他这代理大王说的话没人肯听, 才设计一些非常残酷的公规。 就今天那些宫女们犯的这条, 见了君主不下跪, 按公规, 这是以下犯上, 要执行就是不给脸, 什么叫就是不给脸呢? 就是把犯了这一条宫女太监们, 拖到内饰间, 衣服脱光, 趴在长板凳上挨板子, 然后在召集宫里所有人来围观。 这些古人都是非常重视明洁的, 把人衣服扒光打屁股, 还有众人围观, 这种刑法比死还要惨。 以后不光是他们自己没脸见人, 就连他们的家人也会被人耻笑, 抬不起头的。 因此, 以前这种错误是谁都不愿意去犯的。 不过这几个宫女, 却是因为昨天夜里陈曼云的大度, 和翠娘这个命妇的原因, 才一时忘了自己的身份, 公然见到陈曼云而无视的。 看来事情到了这一步, 好像已经由不得效应越手软, 如果他们刚才理智一点, 看见他跪下的时候就跪下了, 也就没有必要去受这种侮辱了。 但是事情没有如果, 他们今天就是睁着眼, 犯了这样低级的错误, 要不是陈曼云仁慈, 他们现在已经被凌迟了。 不过, 萧应越心里, 还是不想这么多宫女都被羞辱死, 更重要的是, 他还要顾及外面的言论, 毕竟陈曼云这个大王, 刚刚才到这宫里几天, 根本就不知道这宫里的宫规是什么, 这些宫女又是犯的哪一条, 要执行什么样的刑法。 相信只要他知道了, 是绝对不会这样说的, 如果这就闹出人命来, 对陈曼云这大王可不是什么好事, 说不定就会落人口时, 成了别人攻击他的把柄。 所以他连忙追上陈曼云, 拦住他的去路, 跪在路中央低头说道, 请大王从轻发落, 这些宫女虽然犯错, 但罪不至死。 陈曼云正急着走, 被萧应越这样上前拦住, 心里已经有些吃惊, 再听他说了这番话, 更是惊得目瞪口呆。 是啊, 他也觉得这些宫女罪不至死啊, 他们只是一时还没习惯, 宫里有他这大王, 所以才会集体翻这种低级错误。 像这样的小错误, 只要小逞大戒就可以了, 谁说让他们去死啊? 于是瞪着美目, 疑惑地看着跪在地上的萧应越, 用隔空传音询问他, 究竟是怎么回事。 萧应越就把宫女们犯的这条公规, 一一告诉了他。 陈曼云听完萧应越的描述, 心里觉得, 这刑法要是在现代, 其实也算不上什么, 因为现代外国那些女人, 行为非常开放。 记得不久前, 在报纸上说, 某个国家的女人, 为了反对政府的一项规定, 居然集体在大街上裸奔, 这个行为跟他们当众打屁股又有多大区别呢? 只是发生时代不同和国度不同罢了。 不过, 华夏民族从统治者到社会最底层, 一直都非常重视礼仪廉耻, 所以像国外那种行为, 都是他们所不耻的。 既然这公规这么严酷, 那就由你做主对他们重庆发落吧。 不过本王不希望再看见有谁, 犯第二次这样的错误。 陈曼云故意把声音提高, 让翠娘和那些宫女都能听见, 这样萧应月才低着头, 唯唯弄弄地打倒。 称下领旨, 谢大王恩典。 陈曼云没有再停留, 快不离开了, 萧应月跪在地上, 等陈曼云走远了才慢慢起来。 这时, 翠娘看见身边的宫女哭哭啼啼的, 心慌意乱地吼起来。 别哭了, 发丧啊, 不就是挨板子吗? 有什么好哭的? 宫女们听到翠娘这一吼, 不但没有止住哭声, 反而还越来越伤心。 萧应月走过去, 没有理会翠娘, 只是冷声对还在哭泣的宫女们说。 都别哭了, 起来, 跟着翠娘命妇去领板子吧, 每人二十, 一笑也不能少。 这已经是大王做出的最大让步了。 不过, 宫女们听到萧应月的话, 已经是感激涕零了, 不住地向萧应月磕头, 嘴里还不住地说道。 谢谢小大人。 萧应月心里跟明镜似的, 现在不是给自己积存心腹的时候, 而是在给陈曼云这个初登大宝的大王建立威望, 于是冷冷地沉生道。 别谢我, 我不过是动了动嘴皮子, 要是大王不松口, 你们还是没有机会性命, 要谢, 你们就谢大王吧。 如今我们蜀国大王宅心仁厚, 只要你们不犯错, 他轻易不会处罚任何人。 说到这儿, 萧应月停顿一下后又继续说道。 好了, 去吧, 以后你们可要随叫随到, 小心地谨慎当差, 否则大王怎么责罚你们, 我都帮不上忙, 还会被你们锁了。 我刚才跟大王保证过, 保证以后你们都不会再犯了, 希望你们能帮我做到, 要不然, 以后我就只能和你们一起去受罚。 萧应月这样说, 一方面是要让这些宫女心里 个个都感激她, 另一方面也是要让翠娘知道, 以后可不能再这么拖大了, 要不然就连她也会被牵连。 而众人听到萧应月这样一说, 心里对她都充满了感激, 甚至当她为再生父母。 而这时的翠娘还是满脸不屑地 看着陈曼云消失的方向, 心里想着, 逞什么威风, 一个低贱的穷鬼丫头, 当初要不是她让萧应月 来帮助莫少涵, 不知道今天她陈曼云 还是不是蜀国大王呢? 哼, 真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 萧应月这会儿 可没时间去管她心里想什么, 她只知道, 要是她萧应月这辈子 不曾认识陈曼云, 在几年前地龙翻身时, 她的这条小命可就没有了。 现在她无论为陈曼云做什么 都是分内的事情, 而且陈曼云这大王 不在宫里的时间是太长了, 长到这王宫里, 很多规矩他们都忘了。 她和寒烟, 莫少涵又都不是宫里长大的人, 对宫规就知道这些皮毛, 而且就这些 还是莫少涵绞尽脑汁 才想出来的, 所以一点也不完善, 现在他们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哪里出了问题, 就在哪个地方下功夫修改, 直到修改完善为止。 总之现在陈曼云这大王 会长期居住在宫中了, 这宫里有了主子 才叫做真正的王宫。 因为只有大王住在这王宫里面, 他们这些做臣子的 才能发现问题。 就今天的事来看, 这王宫里需要进行一次大的整改, 这样才能让这王宫里的制度和规定 更加符合现在的大王 以及王族成员。 萧应月按照之前说的, 监督这宫女们 每个人都去领板子, 就连翠娘 也被她让人带着 去挨了十下才算完。 而陈曼云呢? 她跟萧应月分开之后 就去找了寒烟和谢氏。 在游玩时, 陈曼云边用剪刀, 在火红椒艳的梅树上 剪着枝, 便刻意婉转地劝为谢氏。 娘, 这王宫里还住得惯吗? 谢氏听到陈曼云这样问, 笑盈盈地答道, 住得惯, 住得惯。 每天起床就有宫女们左右伺候着洗树吃早点, 完了就是寒烟和月儿带着我们在这王宫里到处游玩散步, 这些天是娘这辈子最开心的日子。 陈曼云听到谢氏这样说, 对萧应月和寒烟都心存感激, 不过她还是怕谢氏被之前萧应月说的话给吓到, 于是继续说道, 那就好, 要是有什么不懂或者缺什么, 尽管找寒烟姐姐和萧姐姐, 他们会帮你把一切都安排妥的。 不过这是王宫, 宫里人比较多, 为了维持宫里应有的秩序, 都应该有相应的制度和规矩, 俗话说, 规矩都是给制定那些不听话的, 不服从管理的工人们, 你就不用去管那些, 那些与你无关的东西, 你每天只要开开心心的就好, 好吗? 你劳累了半辈子, 如今女儿长大了, 你也该跟着我想想福了。 谢氏听到了女儿的话, 眼睛都红了, 心里想着老天真是对我谢彩琼不薄, 居然保佑他女儿当上了蜀国大王, 这可是他做梦也不敢想的事。 不过只可惜云儿他爹没这个福气, 早早地就撇下他们娘俩走了, 要是大柱还在该多好, 如今他们夫妻可以天天无忧无虑地在一起, 享受这种神仙般的日子。 可惜天意如此, 还真是应了世人那句俗话, 有所失必有所得。 冥冥中一切都自有定数, 假如说当年陈大柱不去修运河, 他就不会死, 他不死, 原主和谢氏的日子就没有那么凄惨, 原主也不会被自己的亲奶奶给打死。 陈李氏不把原主打死, 当时被子灵他们找来完成救世任务的, 李欣然的魂魄, 也就没有机会住进陈曼云的身体里。 那今天, 谢氏也就没有机会走进蜀国的王宫来享清福了, 也许这就是佛经里所说的, 众善因得善果吧。 陈曼云看见谢氏的眼眶红了, 轻声问道, 娘啊, 怎么了? 有谁代骂你了吗? 怎么突然就…… 没事儿。 谢氏掏出手券, 擦拭眼角, 边擦边说, 娘啊, 就是突然想起你爹了, 想当年你奶奶既恨我, 经常不给我饭吃, 你爹又是一个孝子, 不愿惹诺你奶奶, 也就只能偷偷地将她的饭食分我一半, 这样我才没有被饿死。 唉, 可惜你爹的了。 陈曼云听到谢氏这样说, 心里真是为她鸣不平, 这原主的父亲要是放在现代社会, 那简直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懦夫, 哪个女人嫁给他都只能认倒霉, 不过估计他那样不会疼老婆的男人, 是不会有女人要的, 一个大男人连自己的妻儿都保护不了, 还怎么做一家之主? 在这古代谢氏嫁给他, 受了那么多的苦, 不但不怨他, 这些年心里还一直都惦记着他, 原因只是因为他愿意自己少吃一些, 剩下一些会留给妻子吃。 这要是在现代, 还有哪个女人愿意跟着这样的男人, 嫁给他, 为他孝敬父母, 生儿育女? 连口饱饭都没有, 每天还要定时挨打。 不过谢氏是生活在这古代的女人, 她没有接受过新思想的教育, 脑子更是没有叛逆的女强思想, 所以总是逆来顺受。 不过她占据了人家女儿的身体, 这么多年没有给人家稍张纸钱, 这时候谢氏提起这档子事儿来, 作为女儿, 表面上她就应该说几句中肯中听的话, 于是陈生安慰谢氏道, 女儿长大, 她就撒手人寰了, 现在女儿的成就再大, 爹她老人家也看不到了, 不过我相信, 爹就是在天上, 也希望娘能快快乐乐地活着, 或者爹更希望, 娘能把属于她的那一份, 也帮她过好, 所以娘一定要开开心心的, 千万不要因为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儿, 绕得自己心情不好。 陈曼云说完, 微笑着把捡好的一只红梅递给谢氏, 谢氏抬头, 接过梅花, 抿嘴淡定地说道, 娘知道, 放心吧, 虽然娘不知道这王宫里的事儿, 但是经历那次地龙翻身和泥石流后, 娘的胆子也越来越大了, 一般的事儿, 吓不到我, 只不过看不惯这宫里, 动不动就要动刀子杀人。 娘, 放心吧, 这宫里啊, 制度完善之后就不会再出现这种事儿了, 只不过还有很多工人确实需要好好管教, 要不然时间长了, 他们可能会慢慢忘了自己的本分。 陈曼云说完, 谢氏的情绪马上就有些激动了, 只听见他说道, 人都会犯错, 但是有些错不致死, 可这王宫里为什么就不能对丫鬟仁慈点呢? 他们也是爹生娘养的, 怎么就因为一句话就要命呢? 陈曼云知道, 谢氏因为之前在岳家庄, 被陈李氏经常虐待, 心里对肖映月说的那番话非常害怕, 也非常反感。 他想要立即改变谢氏的想法是不太可能的, 想要让他暂时放下那些反感, 不但陈曼云这个外力做不到, 就是谢氏自己走出那误区, 也得让时间慢慢刷新。 现在他只能先让谢氏知道, 如果不严惩多嘴的工人, 死的就不只是他们了。 反正他也想过了, 这王宫里自己住进来了, 想要长久治安就必须进行这次大的改革, 让所有工人都意识到, 在这王宫里只有少说话, 多做事才是本分, 如果成天想着到处搬弄是非, 那他就要付出应有的代价, 于是只听得说道, 娘,这王宫里人是最多的地方, 现在咱们住进来的人并不复杂, 你还没有见过后宫那些争斗激烈的。 王宫内院自古以来就被人们看作没有硝烟的战场, 权力斗争在这里随处可见, 没有哪个大王王后的位置是不染鲜血,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王位就是用无数的王族和大臣们的尸体推撤起来的, 在这里拟仁慈就会成为别人争权夺位的垫脚师。 就拿女儿今天的王位来说吧, 现在在这流程里, 还不知道有多少人正在野心勃勃地策划着夺位计划呢, 还有很多人肖想着王位已经许久, 他们早就在这王宫里遍布掩现。 随时随地准备着把女儿娶而代之呢, 所以你如果想要女儿掌握大权, 就必须跟着学会隐忍和狠辣, 这样你在没有我的时候, 至少可以自保。 我知道娘亲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 轻易是不会伤害任何人的, 但是请你以后不要再排斥我们使用公规。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这偌大一个蜀国王宫里, 如果连一个约束官人们的办法都没有, 让内侍们如何管理? 你说是不是? 谢氏听了女儿的话, 心里虽然又惊又怕, 但也觉得她说得非常在理。 于是点点头颤抖着声音说道, 好,我知道了, 以后娘尽量去了解这王宫里的规矩。 娘,你会错意了, 原来不是让你去了解公规, 那些公规是用来管束工人的, 你身为大王的母亲是不需要了解的, 只是让你以后听到了什么处罚工人的话不要害怕, 这样萧姐姐他们执行公规的时候, 心里才不会怕把你吓到, 你在他们心中除了是大王的母亲, 还像他们的亲人, 在山上待的那段日子, 他们和你同吃同住, 你待人又和善, 所以他们心里早已经把我们娘俩当成家人, 因此, 现在他们若是看见你脸色稍微有点不好, 心里都会不安的, 所以呢, 娘, 你以后就把胆子放大些, 那些公规不是就吓不到你了吗? 这样萧姐姐和寒烟姐姐, 在打击那些犯事的人的时候, 免得心存疑虑。 陈曼云说完, 稀释心里这才恍然开朗, 他之前还以为自己的云儿这是转弯抹脚, 说了一大堆, 是希望自己懂得公规, 不要轻易去触犯了, 他心里之前对萧应悦那些无心的话, 就已经心存恐惧了, 在听到自己女儿那些旁敲侧击的提醒, 心里就更加害怕了, 过会儿陈曼云见他误会了, 情急之下, 也不管身边的寒烟是否听出, 他之前就已经知道了萧应悦的话, 直接了当地劝为谢氏, 并将道理跟他说得清清楚楚, 让他心里不要害怕。 这时陈曼云对谢氏说完, 见寒烟, 重用十分惊讶的目光看着自己, 又故意像是征求意见一样, 笑盈盈地问了寒烟一句, 寒烟姐姐, 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这时的梁寒烟, 本就已经被陈曼云的言语给惊到了, 心里还在想着, 他当时是不是正在他们头顶看着呢, 幸好自己当时没有跟月儿附和着, 在说些别的话, 要不然, 现在他就该是兴师问罪了, 想想都恐怖, 好像随时随地, 都有一双看不见的眼睛, 在某个暗处盯着你的一举一动, 这多可怕呀, 看来这以后还是谨言慎行的好, 这时又被陈曼云点名问后, 寒烟听到陈曼云在点名问自己, 不知所措的, 有些慌乱地结巴着回答道, 啊, 是, 梁寒烟说完后, 心里生怕说错什么, 盲目光闪烁地低下头去, 见状陈曼云也不再去理会他, 把手里捡下来的梅枝交给寒烟, 自己伸手扶着谢氏微笑着说道, 好了娘, 我们回去吧, 把这些梅枝插起来, 谢氏点头, 随着陈曼云回到他们娘俩住的地方, 寒烟紧随其后, 陈曼云心里还有事, 他觉得如今这柳城王宫的事, 这些年一直都是萧映月和寒烟在打理, 现在他要插手, 好像实在不太合适, 虽然之前他想要好好的整改一下, 但是现在想来这样做很不妥当, 自己这整改的动作大了, 会让一只忠心于他的墨枝寒和萧映月寒烟他们, 觉得他陈曼云看不起他们, 或者不信任他们, 这动作小了又做不出任何效果, 还不如就现在这样, 由萧映月和寒烟继续用他们的方式暂时管理着, 等过了他跟梁子墨的婚期再做打算也不止, 反正这柳城的王宫在多国合并后, 只能作为行宫或者避暑山庄了, 他心里虽然非常喜欢这属地东南夏凉四季分明的气候, 但是碍于他对属地历史的了解, 这里实在不太合适长期作为国家的政治经济中心, 因为这个物产丰富的盘地, 北部是米苍山和大巴山, 西部是龙门山, 大雪山, 南部是大梁山, 东部是武陵山乌山, 真是四面险散, 进出也只有两条道, 所谓巴山属水, 进入这属地也是一条山道一条水路, 山道是从北面的崇山峻岭进属, 一路天险, 什么高的鸟都飞不过的秦岭山脉, 天险建门关等等非常难以攀爬, 这就是当年李白初鼠去赶考时所吟唱的, 鼠道难, 难于上青天, 另一条就是走水路, 从长江逆江而上, 过白地城入三峡而进鼠, 这里虽然是一个世外桃源, 但是外面的人不容易进来, 这里的人也不容易出去, 当年要不是他城蔓云空间里, 学会了很多功夫和子灵他们的帮助, 要让他们用脚行走, 从山上出发到鼠地, 每个三年五载, 是走不到那连绵起伏的山脉的, 以他们当时的情况, 一枚粮食二枚银钱, 只怕走不住那些大山就给饿死了, 虽然这样一个世外桃源看起来好像很好, 但是外面一旦有人想进攻这闭塞的地方, 只要把两条道路一堵死, 身在这盆地的人们就只有束手就擒, 毫无回旋的余地, 而且在上一世, 他还听到一个非常邪门的说法, 说是历朝历代, 谁要是敢进攻蜀地, 最后都要到大美, 先不管这个说法是不是真的, 据他所知, 在蜀中建立政权的集团, 也没有超过两代君王的, 无论是三国的刘备, 还是五代十国的前蜀王剑, 以及后蜀梦之响, 还有袁莫明初的明玉珍, 他们都逃不过, 老子辛辛苦苦打拼了几十年, 用无数将士的性命换回来的江山, 传给儿子就被别人灭了的命运, 所以他不想给自己建立这样的政权, 跟上面任何一个人一样, 只过了几十年又开始天下大乱, 所谓天下未乱属仙乱, 天下一平属未平, 他已经在心里决定, 等跟梁子莫成了亲, 就着手迁渡, 他知道前世的天朝, 李属地最近有一个地方, 是一块建立政权的风水宝地, 那就是西安, 当年唐高祖李渊在那里建立唐朝, 历经三百年, 在那段还算平静的时期里, 唐太宗李世民曾创造出盛世华夏的空前繁华, 虽然后来李家皇族们为了争夺政权, 无数次厮杀暴乱, 但总的来说, 整个国家还算稳定, 至少百姓们没有饱受那些战火之苦, 因此为了百姓们能够过上长一点的平静生活, 遷都是必然的, 也是必须的, 现在他这个大王就要开始为多国合并的统一大业, 拟定一个制度草案了, 免得到时候各地因为民俗风习和习惯不一样, 而产生分歧阻碍统一, 朝廷官员的选拔还是用科举制, 执政体系还是以三省六部制, 就是那些地方上的管理得整改一下, 这些年整个大陆四分五裂, 割据出这么多政权, 又经过一系列残酷的战争洗礼, 各国人口锐减, 虽然其他国家经过他这些年的努力, 已经慢慢地恢复了一些经济和生产能力, 但是刚刚才经过一场大政变的起国, 却是人口只剩下三分之一了, 既然人口少了三分之二, 那现在土地就空出来很多, 现在人口这么少又没有粮食, 如果再不把农业生产抓起来, 遇到荒灾年景, 就会让他和梁子墨着急百姓的生存问题, 现在他手里还有空间这个宝贝, 倒也没有什么好怕的, 空间里粮食他已经种了那么多年, 现在已经堆积入山了, 拿出来救济一下百姓也无所谓, 可是要是仙鹅们回到天宫去时, 空间这个仙鹅们赋予他陈曼云的宝贝, 肯定会被一并带走的, 到那时他没有了宝贝, 子民们要吃的每一颗粮食, 都要靠他们的双手亲自耕种, 如若不然就只有等死, 与其到那时再着急, 不如现在就准备好, 制定一些好的方案, 给开荒耕种的百姓们一些优越的条件, 大力发展农业, 现在这个农工时代, 生产力虽然非常低下, 但是只要有肯干的人, 就不愁没有饭吃, 虽然不能让百姓们一下子就富起来, 但是一日三餐是绝对要有保证的, 所以他针对人少地多的情况, 借用北魏冯太后制定的军田制, 让每个百姓都能分到同样多的田地, 而那些前朝的官员们, 他们本就不种田, 却拥有很多田产, 而且全部都是良田, 倘若他马上就宣布要把那些好田, 全部拿来分给百姓们, 肯定会引起就像当年, 建立新朝风云时王莽一样, 为那些官员和地方的好主们, 搅得朝野颠覆, 为了能将那军田制度顺利执行, 他现在就要像宋太祖赵匡印, 杯酒士兵权一样, 借着统一管理, 将之前那些分割势力瓦解, 再用官员对调的方式, 把那些在职的官员全部调离原认职地, 让他们去别的地方认职, 再以三年一调的方式, 让他们没有固定的根据地, 再在年缝上, 给每个官员等级每人加信, 比如说原来一个县令一年是一千两封路, 百家三十亩田地的粮食, 那么现在没有土地给他们分了, 就每年给他们两千两封银, 这些田地就让百姓们分了居重, 政府按每亩地收付多少赋税就可以了, 而这些收税, 个人是无权收取的, 为了防止县官们摊赃枉法, 徇私舞弊, 每年收赋税时, 各国统一收, 各地也统一收, 每个县由周府派一个人跟随去收, 而周府衙门里, 由吏部派专门人去监管收取, 而吏部又要由皇帝钦点的钦差大臣去督办, 这样一层层监督下来, 到了国库里再由专门负责入库, 如果数目有偏差, 就要拿钦差大臣和吏部治罪, 这样可能违法乱纪的官员会有些顾忌, 不过光是这样还不够, 首先他得做一次详细的人口普查, 以及土地丈量统计, 不管要不要执行这利国利民的均填制, 作为国家的首脑, 他都应该对自己现在管辖的这大陆地, 有多少人口心里有个准确的数, 要不然, 他所制定的那些土地管理制度和规定, 一切都是空谈, 等到过年后, 明天已经是大年三十了, 让工人们去丈量土地, 统计人口好像有些不太合适, 现在的交通可全部都靠步行或者马车, 这走村串户的, 马车有很多地方是去不了的, 只能靠步行, 再说, 这事还得跟梁子墨商量一下, 他毕竟是七国的大王, 虽然说他们马上就要成为夫妻了, 但是现在毕竟还没有成亲, 也算是所有人都对他派人去丈量七国土地没有意见, 但是这个命令也该由梁子墨这个新进的大王来下, 要是他陈曼云越祖带袍的话, 就有把梁子墨这大王架空取而代之的意思, 这可对他们的夫妻感情, 和将来的夫妻生活会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至于实施, 肯定只能等到明年过后再开始吧, 这个事如今也是迫在眉睫, 不能再拖了, 陈曼云陪着谢氏回到朝阳殿, 在谢氏的房间里坐了一会儿, 就回自己的房间去泥草岸了, 寒烟把陈曼云帮谢氏捡的梅汁, 找了一个从山上带来的白瓷瓶插上, 这时已经时至中午时分, 寒烟吩咐宫女们给谢氏送来膳食, 谢氏一看又是鸡鸭鱼, 就对寒烟说, 寒烟啊, 我来王宫这些天, 三餐都是这么丰富的肉食, 我看着都有些腻味了, 以后一餐有一个荤菜就可以了。 寒烟听了谢氏的话, 知道他这是在替陈曼云节约呢, 于是就笑着说道, 好, 谢氏见寒烟很听话, 就又说道, 啊, 这就好, 你去看看云儿在忙什么吧, 要是不忙, 过来陪我吃饭吧。 寒烟听了谢氏的吩咐, 应了一声就出门去了, 谢氏想着, 女儿那天把他和翠娘送到王宫里, 第二天一大早就走了, 刘叔还说趁折大臣们放年休, 他不用上朝, 就先在柳城里买些年货给山上那些人送去, 哎, 真是难为他了, 小小年纪就要整天为国事操劳, 自己这个做母亲的却连一点忙也帮不上, 真是惭愧, 别人家的女儿在未出嫁时, 都是父母为女儿操心, 他家的女儿倒好, 从来不用他操心, 甚至自己很多事情都还要云儿来操心。 用翠娘的话来说, 他这个做母亲的也真是福气好, 可是在现实听到翠娘这些话时, 并没有别人想象的那种自豪感, 心里却是无端的顿痛, 女儿那么小就要为了生计奔波, 为他这个娘亲操心, 并不是因为孩子聪明能干, 而是因为他这个做母亲的无能, 要是有能力的母亲, 又怎么可能让自己的女儿那么小, 就承担起养家的重任呢? 现实知道自己什么都不会, 大字也不识一个, 只希望自己能在女儿闲暇时, 多陪他说说话。 当寒烟走到陈曼云的房门外, 敲门的时候, 陈曼云正忙着在写东西, 听到敲门声就回应道, 什么事儿? 大王,用午膳了, 老夫人问您有没有空, 有空的话请您一起用膳。 寒烟的声音从门外传来, 陈曼云写好最后一个字, 放下手里的鸡毛笔, 深深懒腰打道, 寒烟姐姐啊, 好,你等一下, 我马上出来。 说完, 陈曼云把写好的草案收在手里, 用个袋子装起来封好, 拿在手里往门外走去。 打开门, 陈曼云对寒烟说, 走吧, 吃饭去, 吃完饭你把这个送到莫大哥府上去。 寒烟听了伸手接过那牛皮袋子, 问道, 这都过年了, 还有新任务给丞相大人。 陈曼云听了边走边笑着问道, 寒烟姐姐的意思是, 过年就不办公了? 办啊, 以前您没来时, 我月儿, 丞相大人, 我们三个, 都没有过过一次安稳年。 寒烟认真答道, 陈曼云听了寒烟的回答, 饶有兴趣地问道, 哦, 那你们都忙些什么呢? 啊, 事情可多了。 寒烟柳眉轻条兴奋地说道, 因为过年这些天, 各个衙门里只有值班的衙叶, 全蜀国的治安管理都是最松懈的, 为了防止意外事件发生, 丞相大人会让沐浩下军令, 调集一些军队暗中维护各地的治安。 还有王宫里, 我和月儿也都没有闲着, 不是要把每天各地发生的大事都要传给您吗? 每逢这过年时, 好像事情都特别多, 什么各国送来的贡品验收啊, 各国驻守将军发来的慰问信啊, 哪个地方的冬季天气情况啊等等。 我和月儿这几天都会忙得 脚不沾地, 当然丞相大人就更忙了, 要随时听我和月儿汇报, 还要一直接待各国派来的使节, 以及各种进出账目, 回礼清单, 每年过完年我们才能轻松一点, 不过到那时, 我们三个可以给自己放一个下午的假, 轻松一下, 每当这时候, 月儿我和丞相大人, 我们就会去柳城外走走, 看看柳树的新旧更替, 看看护城河里那些渔夫打鱼的情景, 也只有那个下午, 是我们最放松的时候。 陈曼云听了寒烟, 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话, 也笑着说道, 是啊, 身在其位必谋其职啊, 没办法, 不过想想, 普通百姓们虽然在过年时, 可以给自己放几天假, 趁着这几天, 与亲朋好友们走动走动, 联络联络感情, 其余的时间, 他们都在卫生界而奔波, 要是遇到年景不好的时候, 就连自己和子女的性命都没有办法保证, 所以我们这点辛苦, 与他们比起来又能算什么呢? 寒烟是吃过苦的人, 他知道百姓的苦难与坚信, 不只是陈曼云说的这些, 遇到不好的光景, 百姓们的日子难过, 就是遇到一个像梁浩尘那样的暴君, 百姓们的日子也绝对不会好过, 天灾是人类无法预测的, 说来就来了, 可那暴政更是让人无法生存, 只要是百姓们违抗他的命令, 他就会手起刀落, 秒让百姓数十, 几十, 甚至更多, 血溅当场。 所以自从他与萧映月被拍到王宫后, 所做的每件事都是欣喜百姓, 欣喜天下的, 因为他在山上, 看见陈曼云对待村民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 他们虽然做不到像陈曼云那样面面俱道, 但是分内的事情总是能尽量做到问心无愧。 今年过年陈曼云来了, 他下令让穆少涵腊月二十三就不再上朝了, 寒言当时还在想, 自己今年能不能也早点放假, 到时候就能和月儿翠娘, 以及曼云他们母女一起, 好好在柳城里逛逛, 买些自己喜欢的布料, 做两身自己喜欢的衣服, 他们从来到这王宫里开始, 就没有穿过自己喜欢的衣服, 随时随地都是朝服。 可是照今天的情形来看, 今年过年又是一个非常忙碌的年。 陈曼云和寒烟很快就来到谢氏的房间, 谢氏见他们来了, 赶紧让陈曼云坐下吃饭。 陈曼云一看, 谢氏的饭桌上一盘大块鸡, 一盘卤水鸭, 还有一盘酸辣鱼, 以及一个酸辣土豆丝, 心想着这么多菜, 他们这两三个人吃得完吗? 可别浪费了, 现在他手里并不富裕。 这蜀国国库里, 好像是有货了, 但是这只是蜀国, 整个九州的一角而已, 可不能因为如今的蜀国就真的富裕, 就可以随便挥霍。 要知道, 沙漠里有很多地方, 还是有百姓吃不饱, 衣不避体, 他现在可不只是管理着蜀国, 还有很多地方至今荒芜人烟, 在这农耕时代, 他要想把自己所管辖的所有地盘都利用起来, 还得用大把银子, 派遣或者让一部分百姓迁据, 所以他得跟寒烟他们说说, 这王宫里无论是谁都不能浪费, 一定要学会勤俭度日, 要是让他发现, 有人仗着自己的身份特殊就大肆挥霍, 他会严惩不怠的, 于是吃了两口, 他好像想起什么似的, 突然站起来对寒烟说, 寒烟姐姐, 走, 我们去萧姐姐和翠娘那边, 谢氏见女儿才吃了两口, 突然站起来说要走, 忙开口说道, 吃完再去啊, 陈曼云拉着寒烟边走边说道, 娘, 您先吃, 我们一会儿就来, 谢氏听了女儿的话, 想着估计他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事, 要找萧英岳商量才这么急着跑去, 谁知道陈曼云此去是另有目的, 陈曼云和寒烟很快就来到了翠娘所居住的和西殿外, 宫女中要大声通传, 却被陈曼云演急手快地喝点了哑穴, 陈曼云的动作极快, 把就在他身边的寒烟吓得只敢瞪大眼睛捂着嘴巴看着, 却不敢发出半点声音, 这时只听见翠娘的声音从屋里传来, 你们这断的都是什么呀, 这东西能吃吗? 请老夫人原谅, 这些都是萧大人让送的? 一个宫女回答道, 什么? 月儿? 翠娘听了宫女的话, 有些不敢相信地突然提高嗓门大声问道, 把站在里面伺候她的宫女, 笑得一屁股坐在地上, 翠娘却不为所动, 还齐身走到那宫女面前, 一脚踹在她身上, 恶狠狠地说道, 你放屁, 本夫人早上就跟月儿说了, 今天中午我要吃蒸熊掌和猴脑, 你居然敢给本夫人端来这些喂狗都不吃的东西。 那宫女被吓得浑身颤抖, 呼气地说, 不是了, 夫人, 这, 这是萧大人, 亲自让奴婢端过来, 给您吃的, 他说, 他说他没空陪您吃饭, 希望您不要怪他。 哼, 月儿忙我知道, 况且我也没让他来陪我, 我现在是问你, 我的熊掌和猴脑呢, 是不是送到谢氏那里去了, 快说。 翠娘愤怒地用手指戳着宫女的额头怒喝道, 心里想着, 谢氏那土包子也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 居然能养出陈曼云那样一个女儿来, 不过他女儿再怎么有本事又怎么样, 他谢氏还不就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土包子吗? 而这陈曼云虽然如今是这蜀国大王, 但是当年要不是有莫绍涵和自己的月儿以及凉寒烟, 帮他把这王宫里的食物处理好, 就凭他陈曼云能把国家治理成这样好吗? 说来说去, 自己的月儿这些年在这柳城王宫里, 可是帮他兢兢业业地管理着这里的事物, 他陈曼云才有今天。 所以他翠娘身为萧映月的乳娘, 是有资格与谢氏平起平坐的, 谢氏有什么, 他翠娘也应该有什么, 谢氏吃什么, 他翠娘也应该吃什么, 可是这帮不长眼镜的狗奴才, 居然敢端这些平常吃食来忽悠自己, 真是气死他了, 现在谢氏是不是正对着, 那本属于他的熊掌和猴脑垂涎欲滴呢? 他只要想想, 谢氏看着那从来没有见过的吃食, 嗅着那勾人的香味, 嘴角就留着哈拉兹的样子, 就感到身体里的血气上涌, 恨不能将谢氏拉过来, 胖揍一顿才戒气, 陈曼云在外面实在听不下去了, 拉着寒烟就闪了进去, 并且还边往里闪边怒骂道, 是谁这么大胆, 居然敢拿喂狗都不吃的东西, 来给翠娘吃, 活得不耐烦了是不是? 这时翠娘听见声音, 心中惊愕, 却只看见一道淡黄色的影子飘过, 可是转瞬间, 陈曼云已经站在他面前了, 地上的宫女, 被陈曼云这快得看不清的身影, 吓得捂住嘴巴, 却还是忍不住啊的一声惊叫出来, 翠娘却是被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 半晌没有说出话来, 她心里知道, 这一下可糟了, 自己说的那些话全都被陈曼云这小蹄子听见了, 她是大王, 以后自己的日子可能要难过了, 陈曼云看见翠娘一屁股坐在地上, 却没有伸手去拉她, 而是走到桌前, 仔细地看桌上的饭菜。 哇, 这么好, 又是叫花排骨, 又是水晶肘子, 还有一道糖醋里脊, 和下饭的酸辣土豆丝。 唉, 刚才我是听谁说, 这些都是喂狗的不吃的, 是不是你? 寒烟看了看桌子上那些色香味俱全的菜肴, 想在陈曼云之前就指着地上的宫女喝道, 把那宫女吓得浑身颤抖, 如筛糠, 颤抖着回答道, 不, 不聊大人, 不是奴婢, 不是你是谁, 刚才我明明听得清清楚楚, 你还敢抵赖。 寒烟在宫女还没有把话说完, 就抢白道, 她知道今天这事必须她量寒烟来出面处理, 而且还不能说是翠娘说的, 因为翠娘是肖映月的乳娘, 她和肖映月感情又非常好, 如果当这宫女治她的罪, 那就是不给肖映月面子, 打肖映月的脸。 肖映月是她梁汉烟的发小, 与陈曼云也亲如姐妹, 但是如果陈曼云今天出面处理了翠娘, 那么肖映月肯定会被牵连, 就算是陈曼云对肖映月网开一面, 那翠娘可是跟肖映月情同母女的乳娘, 是肖映月在这世上最亲近的人。 那么陈曼云与肖映月的君臣关系也算是到头了, 她今天要是不知道也就算了, 可以置身事外, 可是陈曼云偏偏将她带在身边, 她这个臣子就不得不帮陈曼云这大王, 把这个恶人当了, 就算以后肖映月怪她, 她也问心无愧, 而此时陈曼云听到她说的话, 却用十分诧异的目光审视着她, 一秒钟后却笑着说道, 啊,这个你们不吃啊, 不吃就算了, 我带走了, 这么好的东西居然有人不吃, 不吃我拿去吃, 像当年天魁镇被洪水淹没时, 三四天连口熟食都没有吃的, 那日子可难熬了, 要是那时也有这样一桌菜饭, 估计大家会为了抢夺这些食物, 闹出无数条人命呢, 现在年纪好了, 人的要求也变高了啊, 好了, 吩咐厨房, 不准再做这样的食物, 每天都只准青粥小菜, 小菜不能超过三个, 荤菜就留着, 等到正月十五过大年的时候, 再拿出来宴情百官吧。 陈曼云这一变化, 让准备为她解围的寒烟不知所措, 她以为陈曼云会当场处罚翠娘, 打萧应月的脸, 可是没想到人家陈曼云 却对翠娘只字未提, 更没有拿那无辜的宫女开导, 以示法计, 只是让宫女传话, 告诫厨房以后不许再做这样好吃的东西, 这让翠娘非常没有存在感, 她这样闹, 就是想让整个王宫的人都知道, 她是萧应月的乳娘, 无论她怎么闹, 陈曼云都得睁只眼闭只眼, 由着她去。 因为她陈曼云要坐着江山, 就必须得有萧应月和莫书涵的扶持, 所以不能因为她翠娘而得罪萧应月, 可是没想到, 人家陈曼云连旁敲侧击都没有用, 就直接下令不做好吃的了, 每天都是青州小菜, 那不是又回到山上那样的日子了吗? 不行, 得跟她说道说道, 那样的饭菜如何下宴啊? 无论如何, 每天也要有一餐魂心, 要不然她来这柳城的王宫干嘛, 还不如在外面过那自由自在的日子呢, 也免得在这里手消应月的气。 翠娘心里在想, 月儿那孩子是她看着长大的, 明明是个非常孝顺的孩子, 可是为什么自己来这里后, 她就随时躲着自己不肯见? 难道真的时间长了没有在一起, 两个人感情都生疏了? 其实翠娘并不知道, 就因为早上她在陈曼云面前的态度, 就让萧应月心生反感, 觉得如果自己再那样纵容她, 这翠娘的性格还会更加拔骨嚣张, 肆无忌惮。 早上的事很明显, 翠娘是因为有她在这王宫里, 所以才敢这么对陈曼云。 要是她不在, 或者她萧应月还像以前在山上一样, 什么都没有的话, 翠娘保证不会那么膨胀。 就是因为现在, 她萧应月不但是蜀国的女官, 而且未来的夫君还是当朝丞相, 这样的地位, 满朝文武已经没人能撼动, 所以翠娘就觉得自己的地位很高, 甚至可以与谢氏平起平坐。 肖应月在王宫里待了六年, 心里很清楚, 求翠娘这样的做派, 迟早会把她和莫少涵给连累, 可是她自己从小就与翠娘相依为命, 要是没有翠娘对她百般呵护, 她肖应月可能早就没命了, 因此她肖应月绝不能直接跟翠娘两人杠上, 得罪于她, 免得落下个忘恩负义的罪名, 但是这样一来, 就让肖应月非常为难, 这既不能反对翠娘的要求, 又不能纵容她在王宫里胡闹, 她该怎么办, 她非常了解翠娘的个性, 只要她想做的事, 在没有危险的情况下, 她是拼命会去达到的, 这如果没有得到翠娘的要求, 翠娘很有可能会去找她闹, 所以迫于无奈, 肖应月只能选择不与翠娘碰面, 因此此时的肖应月正借故躲在住衣店里看书, 之前宫女在翠娘面前提到她的时候, 她还狠狠地打了两个喷嚏呢, 这样一来她看书的心情也没有了, 心里正在无奈地想着, 看样子主娘又在为难给她送饭的宫女了, 真不知道她这是怎么搞的, 按理说像翠娘这样吃过不少苦的人, 应该像谢氏一样节俭才是, 为什么到了她这儿就变成奢侈腐化了呢? 看看人家谢氏, 成天跟那些宫女们有说有笑的就像一家人, 而她的乳母翠娘呢? 自从进宫第二天就随时对身边的宫女们不是数落, 就是苛泽, 弄得有很多有能力的宫女都怕跟她在一起, 现在放眼翠娘身边, 随时跟着她的就是那些平时最爱留须拍马的宫女, 其他人都有意无意地避着她, 唯恐被她抓住留在身边挺训斥苛泽, 就连那些最会留须拍马的宫女们, 也还是因为她是她萧应悦的乳母, 才愿意成天跟着她, 在这王宫里混的人, 实打实地都是尊重她萧应悦的, 按理说自然也就应该尊重翠娘, 但是宫女们平时都习惯了萧应悦的温柔贤淑解人意, 寒烟的爽朗可人, 对于这翠娘的数落苛责, 她家就都非常反感, 就连刚开始萧应悦派给翠娘的两个丫头, 也因为她的无理取闹挨了罚, 跟萧应悦告了嫁回家了, 现在要说真正愿意忠心于翠娘的宫女, 可能一个都找不出来, 平时形势嚣张跋扈, 对生活奢靡虚伪, 为人乖张, 那还不算, 现在还动不动就在宫女们面前耀武扬威地说, 萧应悦是她女儿, 现任蜀国丞相莫少涵是她准女婿, 而且还是大王亲自赐婚的, 众人都知道在这王宫里待上几年都能安然无恙, 活着的多半都是人精, 这些人精一听翠娘那些话, 都跑到她面前来用各种巴结的方式, 可是那些对她萧应悦和莫少涵一点好处也没有, 她想找莫少涵商量对策, 可是又怕莫少涵因此会反感翠娘, 导致以后她也会有些微词, 怎么办? 面对这样一个乳母, 她萧应悦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就因为翠娘来了, 绕得她整天都心虚不宁的, 今天早上就连她最要好, 几年来与她都是一条心的寒烟, 也跟她生出了奸细, 萧应悦现在的心里真的非常痛苦, 却连一个可以商量的人都找不到, 她曾经想过去找陈曼云商量对策, 可是又怕陈曼云说直接致翠娘的罪, 她心里对翠娘的态度, 简直就是一种恨铁不成钢, 却又不能直接丢弃的感觉, 此时的萧应悦心里非常迷茫, 非常需要一个能够帮她走出困境的人来提点一二, 但是一时间又好像找不到那个合适的人, 萧应悦沮丧地归缩在住衣店里, 连吃饭的时候都不敢出来, 饭菜还是让工人们帮她送到住衣店里来的, 痛苦至极, 说句实在的, 萧应悦此时真想让陈曼云赶紧将翠娘送走, 原本她是满心满意的, 想要让翠娘在有生之年, 与自己一起享受天伦之乐, 像当初翠娘为了照顾无依无靠的她, 跟着她从齐国历尽艰辛, 远走天魁镇那样的偏远小镇, 这些年又对她无微不至地照顾, 这些大恩大德她萧应悦都铭记于心, 一刻也不敢忘怀, 可是翠娘的表现让她实在太过失望, 这宫墙里她这样嚣张的性情, 很快就会引来杀身之祸, 到时候不要问陈曼云会不会要她的命, 只怕是她萧应悦这个女官和莫少涵这个丞相也会被连累, 就算陈曼云顾念旧情, 不愿伤害她们的性命, 可是这官肯定做不成了, 她不想再去过在天魁镇那种成天抛头露面的日子了, 再说, 莫少涵这人本就是个做官的了, 要是让她做别的, 她不但会力不从心, 还会自暴自弃, 到时候自己的日子过得该有多苦啊, 不行, 她不能坐以待毙, 她得赶紧去找陈曼云让她想个办法, 让翠娘像在山上一样, 本本分分地过日子, 要不然她和莫少涵就没有明天了, 其实肖映月也知道, 只要她把心里话一说出来, 陈曼云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但是之前她怕陈曼云伤到翠娘, 所以她不敢去跟她说, 可是现在她越想心里越清楚, 继续让翠娘这样闹下去, 自己和莫少涵都会没有前途, 到时候她肖映月哪里还有能力去给翠娘的美好晚年生活, 只怕是吃饭都没有多一口了, 所以为了她自己和莫少涵的前途, 也为了能让翠娘好好地度过晚年, 她豁出去了, 陈曼云和韩燕带着河西店里翠娘桌上的饭菜, 直接回到了朝阳店, 留下一只坐在地上的翠娘和伺候她的宫女在河西店里, 陈曼云和韩燕一走, 翠娘就从地上爬起来, 先狠狠地往宫女身上踢了几脚, 再将摆在房子中间的桌椅全部掀翻, 还边掀桌椅边破口大骂陈曼云没有良心, 骂完翠娘就跑去找肖映月了, 而那个伺候她吃饭的宫女怕出了事自己担不起, 就只好跟在她身后尾随, 陈曼云回到朝阳店并没有把那些饭菜直接拿出来吃, 而是回到自己的房间里, 把饭菜全部放进了空间, 因为她心里还不想因为翠娘的这些小事, 影响了跟肖映月和莫绍涵的关系, 她心想, 今天她这样不给翠娘脸, 把饭菜都拿走了, 翠娘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如果她跑到肖映月面前去闹, 说她陈曼云, 苛责翠娘的饭食, 肖映月知道后, 心里肯定对她有所不满, 她要是现在就将那些证据吃了, 到时候, 翠娘拉着肖映月来找她兴师问罪, 她就白口莫辩, 留着这些美味的饭食, 等到肖映月和莫绍涵来找她理论时, 她才有说服他们的资本, 她倒不是怕他们, 而是怕伤了一只对自己忠心耿耿的忠臣, 含了满朝文武的心, 那样的话, 以后还有谁愿意为自己这大王出力卖命呢? 因此这件事情, 只有处理好了对她才有好处, 所以她会尽量在不伤害肖映月和莫绍涵的情况下, 尽自己所能, 尽量把事情处理得完美一些, 堵住众人的悠悠之口。 陈曼云真没有想到, 这翠娘居然是一个典型的爆发户土豪, 看她在山上时还满节约的嘛。 怎么到了王宫里, 就膨胀地找不着北了呢? 难道真像那句老话说的, 有虚荣心的穷人, 千万不能一夜暴富, 要是让他们一旦富了, 就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了。 那天真不该带翠娘来这王宫里, 让她老老实实地待在空间里干活, 今天也就没有这样麻烦的事了。 可是话又说回来, 要是她那天真的只带谢氏来这王宫里, 肖映月又会怎么想? 要知道, 人家肖映月可是为了帮她陈曼云把蜀国治理好, 才与一直相依为命的翠娘分开的。 如今回到王宫里, 只看见她陈曼云母女天天能见面, 而人家还得过那种与家人分离的日子, 这事儿放谁身上心里也会不痛快, 那样还不是同样会让肖映月心里难过不安。 如今她带着翠娘来这王宫里住过了, 肖映月也看见了, 说翠娘她自己不懂珍惜, 那就不能怪陈曼云不同人情了。 而且现在如果翠娘去找肖映月闹, 就算是她陈曼云把翠娘直接带回山上, 估计有了之前那些证据, 肖映月就算再怎么护着翠娘, 她也会为自己和莫绍涵的前途着想, 也同意陈曼云那样做的。 陈曼云想好了, 如果在她陪着谢氏吃饭的时候, 翠娘没有把肖映月找来, 她就暂时不去问此事, 毕竟现在在这王宫里她身份不同, 这种事儿如果她这个做大王的直接去找肖映月, 有种兴师问罪的嫌疑, 会影响她与莫绍涵和肖映月的君臣关系。 如今她只有被动地等着肖映月来找她, 不过她也并不是没有事情做, 陈曼云和韩烟陪着谢氏在朝阳殿吃饭, 并没有听见宫女来报翠娘与肖映月的消息, 于是陈曼云又继续写她的土地整改方案。 晚晒,谢氏让韩烟去请她, 她都没有出来陪谢氏吃, 说是自己要把手里的事儿做完再吃。 当三更鼓点敲响的时候, 陈曼云才把最后一条写完, 深深懒腰顺手把草案放进空间里, 这才出去。 原本陈曼云以为这么晚大家都应该睡了, 可是没想到她一开门, 就看见一身朝服的肖映月, 短短正正地站在门口看着她。 陈曼云一见肖映月就笑着问道, 肖姐姐怎么还没休息? 大王都还没有休息, 下沉又怎么敢如此疏忽? 肖映月低头拱手对陈曼云说道, 陈曼云听了肖映月的话, 依旧微笑着说道, 那好, 我们就一起走走, 再去厨房找些吃的来, 我拿些葡萄酒来, 我们姐妹俩好好地喝一杯。 陈曼云说着, 就拉着肖映月的手臂往御膳房的方向走, 肖映月却急忙道, 大王使不得, 您要是饿了, 可以吩咐陈下去找吃的, 又何须大王您亲自去厨房呢? 陈曼云听了肖映月的这番话, 不以为意地说道, 你一个人去拿, 能拿多少? 再说这样不是挺有趣的吗? 我们两个一起, 在不惊动任何人的情况下, 偷偷溜进去找吃的, 找到以后再偷偷溜出来, 到房顶上去吃, 边吃咱们还可以边看夜景, 彻夜长谈, 不好吗? 今晚守岁, 工人们都去观影楼看戏, 估计会回来得很晚, 咱们俩去厨房拿吃的, 可以光明正大, 去跟御膳房长厨说一声, 何必这样偷偷地去拿呢? 要是被人发现, 咱们一个是蜀国大王, 一个是蜀国的内务女官, 传出去, 咱们不就颜面受损吗? 再加上那房顶现在更深陆重的, 在上面待一会儿很容易受寒, 更何况你还想与夏晨彻夜长谈, 到了明天可能我们俩就病倒了, 何不让工人们直接把吃食送到这朝阳店来, 咱们君臣边吃边谈呢? 陈曼云耐着性子, 听完萧应悦的建议这才反应过来, 心里想着是啊, 怎么今天是除夕这事给忘了呢? 之前还以为四周这么近, 是因为大家都睡了, 现在才知道他们这是出去看热闹了, 萧应悦说得也不无道理, 只不过今天除夕, 她就更不想在除夕夜, 还不能让那些被迫离开兄弟姐妹的, 来到王宫的宫女们歇上一歉, 于是笑着说道, 萧姐姐, 你说得不错, 不过今天是除夕夜, 我不想在这举国同庆, 万民欢度的日子里, 宫女们还要忙于伺候主子, 就让他们都乐呵乐呵吧, 他们一年到头都有忙不完的事要做, 虽然我暂时不能让他们回去与家人团聚, 但是在这新春佳节之际, 给他们一些自由空间还是能做到的。 萧应悦听陈曼云这样, 还真就同意了她的话, 跟着她去了御膳房, 两人拿了些煮熟的鸡鸭鱼肉去了房顶, 陈曼云顺手从空间里拿出一坛葡萄酒, 两人在房顶边吃边谈, 萧应悦从来不喝酒, 酒量差得居然两杯葡萄酒下肚, 就有些飘飘欲鲜了。 陈曼云见了, 心里非常纳闷, 心想这萧应悦的酒量这么差, 还敢答应陪自己喝酒, 这不是找打吗? 难道她心里有什么难言之隐, 还是心里对着自己, 给她与莫少涵赐婚的事不高兴呢? 莫不是她根本就不喜欢莫少涵, 是自己乱点鸳鸯婆? 不行, 自己可不能让她这样忠心自己的人, 一辈子不幸福, 待会儿得问清楚, 要是她真不喜欢, 就给她另选一个夫君。 酒过三巡后, 陈曼云看着眼神有些迷离的萧应悦问道, 萧姐姐, 你现在最想做什么? 回答吧, 夏晨现在最想做的, 就是请你把乳娘送回去, 她这人实在太不好相遇了, 这一日三餐, 要吃好喝好就不说了, 可是她还拿我跟丞相的前程闹着玩, 成天在王宫里瞎胡闹, 有宫女们前来禀报说, 她还对大王不敬, 这些事要是只在宫里说说也就罢了, 可是纸哪能包得住火? 这些话要是被传出宫去, 岂不是给了那些正盯着王位, 虎视眈眈的人, 一个扳倒, 我和丞相的绝佳机会, 如果到时候大王您不彻查此事, 恐怕朝堂上会有人趁机作乱, 别看现在朝堂那些官员, 大部分都是丞相大人, 心尽提拔起来的, 可是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野心, 很多人仗着自己家族的势力, 对那丞相的位置垂涎已久, 只是之前整个蜀国的大小事物都是由丞相大人在做主, 加上您给丞相大人派的先额辅助, 谁都撼动不了那个具有魔力的位置, 奈何不了丞相大人, 所以他们只能选择蓄以蛇尾, 但是现在不同了, 大王您来了, 莫大哥的丞相之位, 只要稍有差池, 就会被人捅出来, 如若大王不败, 那就更加如了奸人的怨, 说大王是宣斯王法, 引起朝野不宁, 直到最终把丞相拉下马, 要是他们找到制住大王的办法, 还想将大王一并除去, 从此, 他们就可以又回到以前从王时代, 贵族们可以为所欲为, 百姓们又成了他们的奴隶, 萧应月一口气把自己心里那些担心和不痛快全部说了出来, 让陈曼云都有些诧异, 陈曼云看着萧应月那一脸纠结的表情, 知道她是真的担心这些事, 她原本以为萧应月会非常护短, 绝不允许别人说翠娘半个步子, 没想到她居然自己清楚地知道, 翠娘那样做下去的后果, 看来萧应月还真是个非常名势力的人, 看来当初自己选她来这王宫里帮助莫绍涵是派对了, 好, 有了萧应月这个当事人的首肯, 那自己就不能再犹豫了, 今天夜里, 趁着翠娘睡着, 就把她放进空间里去, 等到山上的工人宿舍干完, 就把她送到山上去, 免得她坏事, 不过就是还不知道她对莫绍涵的婚事心里怎么想的, 是不是之前自己所想的那样乱点了鸳鸯谱, 让她很无奈, 很痛苦呢? 反正现在也没有别的事, 就顺便问问, 免得自己真的出了错都不知道, 毕竟这一世, 萧应月与自己也算得上是共患难的朋友, 自己现在虽然是大王, 可也不能过于刚愎自幼, 这可是萧应月与莫绍涵两个人一辈子的幸福, 不能马虎, 于是又听陈曼云毫无底气, 结结巴巴地问道, 萧应月与莫绍涵的事有意义, 要是有的话, 趁现在还没成亲, 就大方地说出来, 免得害你一辈子, 萧应月听到陈曼云这样说, 猛得惊起身来, 就要给陈曼云下跪, 往后一退, 可是脚下踩在一个瓦缝里, 一个不稳, 身子随着晃了几晃, 啊的一声惊叫出声, 吓得险些摔下去, 幸好陈曼云迅速站起来, 一把揽住萧应月那纤细的腰肢, 她才幸免被摔下房去, 陈曼云把娇弱的萧应月 直接揽到之前自己所做的地方, 让她坐下, 这才称怪的, 怎么啊, 想寻短剑, 不满意婚事可以重新再找, 你干嘛这么交叉, 哎呀, 说吧, 你看上谁了, 直接说出来, 我帮你坐住, 萧应月被陈曼云这些话给说懵了, 美目定定地看着她, 不知道她说这些话出来, 究竟是她这大王的意思, 还是墨少涵的意思, 一时间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不过她知道陈曼云应该不会害她, 疑惑地问她, 大王, 您怎么这样说, 难道是丞相大人, 他, 他瞧不起我的出身, 所以才, 我是在问你, 咱们先不管她怎么想, 你先告诉我, 你心里怎么想的, 陈曼云没等萧应月说完, 就打断她的话, 爽朗地问道, 萧应月被陈曼云突然这样一问, 被羞得翘脸一下滚烫, 他瞬间觉得, 此时脸上就像被火烧一样烫, 陈曼云见他这样扭扭捏捏不说话, 就又追问道, 快说啊, 你对墨大哥的感觉究竟是什么, 他做你的相公, 你开心吗? 这事都怪我鲁莽, 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就给你们赐了花, 你要是不同意, 现在还来得及, 萧应月听到陈曼云又这样说, 心里就急了, 这墨少涵是一个真君子, 他的一颗芳心早就有意暗许, 只不过碍于寒烟, 现在寒烟已经有了自己的未婚夫, 陈曼云这个小机灵鬼, 也让他心愿得到实现, 这段时间要不是翠娘来了, 他还真会高兴地飞起来, 现在陈曼云又为什么这样说呢? 难道是因为墨少涵本人, 是不愿意与自己在一起的? 他真想问问是不是墨少涵看不起他, 因为他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女, 不过刚才陈曼云已经说了, 不去管墨少涵喜不喜欢, 他只要说出他的想法就好, 于是萧应月再也不敢去问了, 只听他声音轻涩羞涩地说道, 鞋饼大王, 其实吧, 这个事儿, 我, 我本人并无意义, 陈曼云听了这才笑着说道, 啊, 这样啊, 那就好, 嗯, 这样我心里就不会再愧疚了, 那明天我就命墨大哥赶紧准备聘礼新房, 你们的婚期也定在二月十五, 跟我跟梁子墨大哥, 以及寒烟姐姐和孟浩他们一起成亲, 萧应月听到陈曼云说起成亲, 一张俏脸滚烫, 羞得真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陈曼云现在看见她的样子, 就想起自己之前在空间里, 被月秋平说得面红耳赤的时候, 忍不住笑着的萧应月说, 萧姐姐, 你看那张标志的脸蛋, 红得跟秋天成熟的苹果一样, 让人看了, 就想咬上来尝尝, 萧应月被陈曼云这样一取笑, 瞪着眉目说道, 还说, 还不是因为你, 一个姑娘佳佳的, 说起成亲了, 一点, 一点也不害臊, 陈曼云听了萧应月的话, 俏皮一笑, 大大方方地说道, 这有什么, 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不就是成亲吗, 这世上凡是正常人, 无论男女, 都是要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这有什么好害臊的, 你现在听着觉得害羞, 等你听习惯了, 自然不觉得害臊, 萧应月红着脸, 看着眼前这个, 比自己小了五六岁的俊俏丫头, 说起话来, 就像一个六十岁的老人一样老的, 哪里还有一点未出个少女的样子, 有些无奈的轻声说道, 你啊, 总是做些人小鬼大的事, 记得咱们俩第一次见面, 你就让我觉得, 你不是一个表面上看着那么普通的丫头, 连人都不认识, 就敢把那么贵重的宝石交给我, 你那个做法给了我很大一个惊喜啊, 后来所做的事情, 就更是出乎任何正常人的意料, 你从小就这样, 所以今天这些话出自你口里, 我一点都不奇怪, 如果今天这些话是寒烟说的, 我就会觉得, 那人绝对不是他自己, 怎么这么了解我, 照这么说, 要是什么妖魔鬼怪, 想要见我的行, 在你面前准回露馅, 陈曼云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说道, 肖映月点点头很有自信地说, 是啊, 别让我不敢说, 要是借你的皮囊来骗人, 到我这儿, 绝对会被我发现, 肖映月一说完, 陈曼云就忍不住笑起来, 好, 肖映月你了解我, 时候不早了, 咱们下去吧, 你也该休息了, 说着, 陈曼云就将肖映月 从房顶带了下来, 临分开的时候, 肖映月怕陈曼云 把之前自己跟他说的事情忘了, 就又提醒道, 大王, 别忘了之前我说的话, 这事要是没有处理好, 我这心里成天都会心神不宁的, 她可真是怕了翠娘, 她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以前翠娘在她心中的样子, 是一个慈祥可亲的乳母, 从来坐实说话, 都是以她肖映月的利益为重, 可是这次翠娘来了这王宫, 就变得连她这最亲近的人都不认识了, 她真怕这翠娘, 就像她陈曼云说的一样, 被人调包了, 要真是那样的话, 她可就不能将她留在自己身边了, 让她离自己越远越好, 免得害了她和莫少海, 其实这翠娘并没有被人调包, 是真正的如假包换的, 与她肖映月相依为命了六七年的翠娘, 她也不知道这翠娘为什么变成如今这个样子, 其实翠娘在肖映月的母亲, 丁月娥没有出嫁前, 确实是一个聪明又懂事的女子, 就算是丁月娥后来出了一系列的事情后, 嫁进肖家, 翠娘也还是一个好女子, 只不过就是梁浩辰发动政变后, 丁家被抄家, 丁月娥又被肖虫酒修了之后, 肖映月被陈媚儿串通肖虫酒, 赶到偏远的天归镇后, 她与肖映月苦苦地挨过了一段时间才缓过来, 再后来, 仅依靠十岁的肖映月做珠宝生意过活, 翠娘心里就开始扭曲了, 就此她对权力和欲望都有了新的认识, 她在懂了贫苦人家的艰辛后, 也开始憎恨和羡慕陈媚儿, 以及那些权贵们后院的生活, 而现在她就觉得, 肖映月是她一手养大的, 同时肖映月也敬她如亲生母亲, 这来到王宫后, 肖映月是她女儿一样, 位高权重的莫绍涵, 又被陈曼云指给肖映月, 成了她未来女婿, 她一生都是给别人做下人, 现在不仅有了肖映月这个女官女儿, 还有一个做丞相的女婿, 她就再也用不着对别人背弓屈膝, 唯唯诺诺, 看人脸色了, 她要做主子了, 有一个那么体面的女婿, 她就有资格坐着王宫里的主人, 以前她伺候那些人, 不过都是些做生意的商家, 那些做主子的, 都是那么蛮横霸道, 如今她有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女婿坐后台, 还有一个敬她如母的女儿坐后盾, 她至少应该比谢氏还要值得人尊重, 比这王宫里所有的主子都要高贵, 她就可以嚣张跋扈, 肆无忌惮, 所以才闹出这么多连肖映月都不认同的事情来, 这才短短几日时间她就这样捧着, 肖映月实在不敢让她继续待在柳城, 陈曼云答应肖映月的事又怎么可能忘了呢, 在听见肖映月提起的时候就对她说, 放心吧,忘不了, 陈曼云送肖映月回了住处, 把晚上写好的整改方案给了肖映月, 让她第二天交给沐少涵去实施, 自己就回了屋, 肖映月知道陈曼云对于治理国家有一整套的方案, 而且都是一些非常利民的方案, 她是打心眼里认同的, 所以并没有问陈曼云什么, 就直接接过来放进怀里睡了, 陈曼云假意回了房, 又悄悄隐身折回河西殿, 前进翠娘房间, 把熟睡的翠娘放进空间里就回山上去了, 如今山上的房子都已经修得快完工了, 把翠娘送过去, 就让她帮着李翠平他们干些手脚活吧, 估计她是不会心甘情愿地帮李翠平他们干活, 还会在山上乱说一起, 如果不想让她再犯柳城王宫里的毛病, 估计只有让子霄对她施法, 让她忘了在柳城王宫的一切记忆, 那样她才会本本分分地待在山上, 帮李翠平他们干活, 其实她也不想这样对翠娘, 不过不这样的话, 翠娘是不会那么听话, 老老实实待在山上的, 说不定为了逼迫她陈曼云带她回流城, 还会做些她都无法预料的事情, 因此为了所有山上人的安全, 她不能不能要做, 或许在许多认识他们的人的心里, 都会觉得她这样对翠娘太过狠利, 但是不这样对她, 她就会坏事, 逼不得已, 陈曼云又是受了肖映月的委托, 她只能暂时让子霄将她的部分记忆封印, 陈曼云在去山上的路上就用隔空传音, 将远在边疆的紫霄召回到山上等她, 因此就在陈曼云刚到山上, 就看见紫霄在修建的房屋外面等她了, 此时已经快要天亮了, 虽然是大年初一, 却因为紫霄失了法, 没有一个人起来, 陈曼云用最简洁的话, 把翠娘在柳城王宫做的事说完, 让紫霄帮忙把她的记忆封印起来, 紫霄听了陈曼云的讲述虽然不太懂, 但是还是进空间按陈曼云的要求, 把翠娘在柳城的记忆封印了, 陈曼云这才把翠娘从空间里带出来, 放在那还没有门的工人食堂的长凳上, 让她自己醒来, 陈曼云和紫霄出了食堂, 两人又说了一些提己关切的话, 就依依不舍地各自离开了, 紫霄在边疆监督士兵们维修城墙, 现在还有最后一点工程就要竣工了, 她不敢有半点马虎, 就算是再怎么不舍陈曼云这主子, 也急匆匆赶了回去, 而陈曼云回到柳城的时候, 天已经大亮了, 现在她就是想睡也睡不成了, 宫女们都起来忙碌了, 该撒扫的撒扫, 管事的太监宫女们, 分派着各处事务, 谢氏也已经起来, 宫女们正在伺候着她洗漱更衣, 陈曼云原本是想今天是当年初一, 应该先去给谢氏请安, 再一起吃早餐的, 可是她刚刚走到回廊, 就看见这时有个宫女急匆匆地 跑到谢氏门外, 对站在门口的宫女悄悄地说了些什么, 只见那宫女听了惊得瞪大眼睛挑开门帘, 快步往房里走, 陈曼云知道, 这是宫女们发现翠娘不见了, 心里非常害怕, 所以这才急匆匆地来告诉谢氏让她定夺, 谢氏知道这件事后, 肯定会第一时间来找自己, 不如现在自己先回房贾妹, 等到谢氏来找自己时, 再起来也不迟, 于是陈曼云转身便回到自己房间, 谢氏听到翠娘不见的消息, 惊得瞪大眼睛, 你说什么, 不见了, 怎么可能, 大年初一她不是早早起来跟肖大人去逛街了, 宫女听了谢氏的话, 也颤抖着声音说, 那, 那, 请问老夫人, 奴婢现在是不是要组织人手去, 去宫外找找, 谢氏听了心里虽然着急, 但是这种事她是没有遇见过, 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便强作镇定道, 你们有没有通报大王, 那跪在地上的宫女忙答道, 还, 还没有, 奴婢怕惊动大王, 大王降罪, 就先来跟老夫人商量, 如何处理, 还没有来得及去通报大王, 那平时这些事由谁管, 谢氏继续问道, 宫女流着眼泪答道, 平时这王宫里主子上, 也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 而且主子们对于很多事都不要我们插手, 我们是被征进宫来, 都为了学习, 并不是伺候人, 所以对于这些事我们也不知道, 平时三位大人各自忙着自己的, 他们在一起议事的时候, 是不准我们在旁的, 分开时又忙得很, 我们都是有管事的带着, 只管修华练字, 也就是你二位老夫人来了, 我们才被任命在宫里走动, 伺候两位老夫人, 谢氏听了宫女的话, 沉默了一下说道, 这个事儿, 你原本就不该来找我, 我本就刚来这王宫不久, 对于这宫中事儿, 更是不知道如何处理, 按理说你是和西殿的宫女, 出了问题, 首先应该找和西殿的主子, 虽然老夫人不见了, 还有你们以前的女官肖大人, 怎么越局跑到我这儿来了? 其实谢氏在问这个宫女时, 就已经想到了, 这宫女是变着发的, 让她去找云儿, 因为如今这王宫里, 自己的云儿就是说话, 最能着述的人, 翠娘是肖应月的乳母, 现在不见了, 她们只要把这事儿一禀报肖应月, 就会被肖应月重责, 所以这事儿就不能让肖应月知道, 可是这纸哪包得住火? 为了不受肖应月的苛责, 他们只好来找陈曼云这个大王了, 但是现在时辰尚早, 唯恐大王还没起身, 万一大王心情不好, 不就因此又惹怒大王了吗? 大王手里可是掌握着生杀大权的, 要是惹大王不高兴, 轻则仗行, 重则砍头, 那不就是姓名不保了吗? 而她这大王的母亲, 自从进了这王宫, 他们就知道, 她为人和善, 轻易不会责罚人, 所以这宫女才灵机一动, 跑到谢氏这里来哭诉, 希望谢氏亲自去跟陈曼云这大王说说, 免得他们这些奴婢去了, 要是言辞不当, 都有可能会招来杀身之祸。 谢氏洞察到这宫女, 是要利用自己, 所以一时间心里非常生气, 她是脾气好, 但是不爱管闲事, 爱强出头的人不是她, 这宫女这样做, 是想看她的笑话吗? 在谢氏的认知里, 这宫女明明知道, 她来这王宫里不过十来天的时间, 又是刚刚从民间来的, 哪里懂得王宫这些规矩, 她这是想要把她当枪使, 然后在背地里看自己笑话, 这宫女的心思未免太恶毒了, 所以才会说出上面那段话, 可是那宫女听到谢氏这样说后, 知道谢氏也不是那么好糊弄的, 但是事已至此, 她就只能继续表演下去, 就哭得更伤心了, 只听她说道, 老夫人, 奴婢也曾经想过去把这事告诉萧大人, 但是那位老夫人可是萧大人的乳母啊, 她就这样离奇失踪了, 萧大人知道会很伤心的, 到时候无论我们这些奴婢是对是错, 都会责罚我们的, 所以求求您, 求求您去帮奴婢们跟大王说说, 请她出面来解决此事吧, 求求您了。 宫女知道, 无论萧应月与翠娘现在的感情如何, 总之都是不会允许翠娘在这宫里有事的, 现在翠娘在宫里离奇失踪, 圣怒中的萧应月会对她们如何处置, 她们根本就不敢去想, 反正这事儿她们几个宫女可是兜不住的, 只有找到谢氏和大王, 她们才可能有一线生计, 因为自从她们现在这个大王继位以来, 就没有听说过她轻易责罚过人, 也正是因为她这个大王对贫民百姓的宽厚仁慈, 百姓们才会那么拥戴她, 相信陈曼云这个大王不会因为翠娘的失踪而将她们一并处死。 谢氏听到宫女这样说, 觉得十分有道理, 以萧应月对翠娘的感情, 要是知道翠娘突然失踪, 肯定会急得拿这些宫女问罪, 到时候这些无辜的宫女岂不是会很惨, 于是又同情起那个伺候翠娘的宫女来, 一改怒容温和地对跪在地上的宫女说道, 若是这样, 我倒应该先去把云儿叫起来, 听听她说怎么办, 我老太婆可不懂这些, 你先起来吧, 随我来。 说完, 谢氏就起身带着几个宫女, 亲自走到陈曼云的房门口, 对着屋里喊道, 云儿, 快起来, 出事儿了。 陈曼云就知道无论谢氏怎么折腾, 最后还是会领着那些宫女来找自己, 所以只是躺在床上根本就没有睡意, 这时听见谢氏在门外喊, 一咕噜就从床上翻坐起来, 走到门口来打开门, 一看见陈曼云打开门, 所有在场的宫女全都跪在地上, 恭敬地说道, 奴婢给大王请安。 陈曼云微笑着对众人说道, 都起来吧。 宫女们听到陈曼云的吩咐迅速起身, 陈曼云又笑眯眯地对谢氏说, 娘,新年快乐, 今天是大年初夜, 待会儿我们去逛逛这繁华的柳城。 谢氏听到女儿这样孝顺, 就笑着说道, 好, 咱们娘俩很多年没一起逛街了, 不过在去逛街之前, 你还得先办一件事儿。 陈曼云听了, 故意疑惑地问道, 什么事儿啊? 谢氏左看右看, 把陈曼云拉到一边, 小声说道, 听宫女们说, 早上起来, 翠娘不在房里, 把她们吓坏了, 所以刚才找我, 把事情说了一遍, 求我跟你说, 让你帮忙, 跟他们肖大人说说好话, 你看。 陈曼云听了谢氏的话, 轻松一笑说道, 啊, 这事儿, 没事儿, 娘你不用担心, 呃, 其实呢, 这翠娘昨晚跟我说, 她不想住在王宫了, 之前呢, 她确实想念小姐姐, 所以才同意跟我们一起来的, 现在她也见过小姐姐了, 这王宫里她生活的不习惯, 因此她让我把她送回子灵仙洞, 说是以后想念小姐姐了, 又再让我把她带过来, 所以我昨晚已经请子灵回来, 把翠娘接走了, 娘不用担心, 谢氏听了, 用疑惑的眼神看着陈曼云问道, 那这事儿, 肖大人知道吗? 知道, 还是她和我一起, 跟翠娘和子灵姐姐告别的呢, 您就别跟着担心了, 陈曼云笑着对谢氏说道, 谢氏心里那块悬着的石头这才放下, 啊, 原来如此, 她怎么也不和我说一声, 害我担心异常。 陈曼云见谢氏脸上, 愁云散开, 就又把嘴依附在谢氏耳边, 悄悄对她说, 她说呀, 是怕您也要跟着她离开, 所以才没敢跟您说, 翠娘心里其实对这些凡尘俗事已经厌倦了, 所以才要求去子灵姐姐的洞府, 她这是想修仙呢, 娘如今有云儿, 就不用去那儿了, 就等着享福吧。 谢氏听了女儿的话, 心里好像一下子想通了, 哦, 难怪, 原来她是故意的。 陈曼云见谢氏这样说, 忙顺水推舟地笑着说道, 是啊, 可想而知, 这翠娘想要修仙的决心究竟有多大? 好啦, 我们不说催娘了, 就让她安心地去修她的仙吧, 这也算一种成全吧, 娘, 你先在房里等我一会儿, 我梳洗一下, 马上陪您吃早点, 吃过早点咱们去柳城逛逛。 谢氏听了女儿的话, 笑眯眯地说道, 娘在这儿等你。 谢氏对陈曼云说完, 又正色对身边站着的宫女们说道, 望大王梳洗。 宫女们不知道谢氏是怎么对陈曼云说关于翠娘的事的, 单单只看谢氏此时脸上的神情, 就知道此时摆平了。 于是, 在听见谢氏说让他们去帮陈曼云梳洗时, 都麻利地走到梳妆台前, 七手八脚地帮陈曼云梳洗起来。 原本正在自己动手的陈曼云, 被宫女们这强大的气势给惊到, 有些紧张地说, 姐妹们, 你们下手可轻点, 大王我哪里都不怕疼, 就这头皮特别脆弱, 疼得要命, 所以, 知道了。 在一阵默契地配合下, 宫女们很快就给陈曼云说好了流云霜结, 插上一支纯金香红宝石的凤钗, 这时在看铜镜里的陈曼云, 俨然一位着装华丽, 美艳动人的古代美人。 这与平时陈曼云那一贯简洁的风格完全不同, 平时的陈曼云从来不会在头上花太多时间, 随时都是把那头乌黑如铺的绣发, 用于一群铜色的丝带随意扎个马尾, 让她随意垂在背脊上, 头上连一点装饰物都不会佩戴, 所以此时此刻众人看见陈曼云如此一装扮, 那彰显在他们面前的何止是倾国倾城, 那简直就是一个霸气十足颠倒众生, 空前绝后的女王。 在她身上显现出来的是具有统领天下的气势和才干, 这世间的所有事物都要以她为中心, 这天地间的万物都要对她俯首称臣, 这样的陈曼云把众人都惊呆了, 众人心里无一不再想, 天哪,就这样简单把马尾变成刘云洁, 又随意插上一支凤钗, 这大王的气质就与平常完全不同, 要是再与蜀国其他贵妇人一样, 佩戴上满头的朱钗环佩, 那还不知道会迷倒多少人呢? 不过他们都是一群服役的宫女, 谁也不敢多嘴, 更何况早上刚出了一件足以让他们送命的事, 现在还不知道大王会怎么解决呢? 在这个节骨眼上, 谁又敢不知死活地去开口呢? 那些赞美的话一出口, 万一这个平时简洁的大王听了不顺耳, 他们就可能性命真的不保了, 因此宫女们只是一个个鸦雀无声的, 满眼露出惊讶的神色, 看着陈曼云, 陈曼云看着铜镜里的自己微微一笑说道, 哎呀,你们手可真巧, 居然瞬间把本大王收拾得这么好看, 好,你们每人都有赏。 宫女们听了陈曼云这大王的话, 都忙扑通一声, 双膝跪地激动地大声畅道, 等粗手笨脚, 只希望没把大王的美貌给遮挡了, 不敢奢求赏赐。 陈曼云听了众宫女的话, 笑着说道, 这么谦虚, 那本王就赏你们, 每人一个关于翠娘失踪的最佳答案吧。 众宫女听了陈曼云这有些好笑的话, 相互对视一下, 虽然并不知道陈曼云说的是什么意思, 但是他们还是非常有礼貌地大声畅道, 谢大王恩典。 陈曼云这是要把翠娘去了那儿告诉宫女们, 因为这个事必须告诉他们, 免得他们一直提心吊胆, 怕萧应悦降他们的罪, 于是就笑着说道, 其实啊, 萧大人的乳母昨晚已经跟着子灵大仙去洞府修仙了, 大家从今往后不要记挂他了, 你们这样每天念着他, 他在仙境里, 无法静下先来修仙, 因此他昨晚走时, 还跟本王特意交代, 说让你们不要念向他, 免得让他修仙分心。 众宫女听到陈曼云这样说, 个个露出惊喜的笑容, 这倒不是因为他们知道翠娘去修仙而感到高兴, 而是因为翠娘这样去修仙, 就再也不会回来找他们的茬了, 又可以回到以前那种宁静的学习生活中, 再也不用担心因为一脚走错步子, 而被翠娘唠叨半天了, 所以在场的宫女们都笑了, 陈曼云看着这些宫女, 惊了一下嗓子又道, 好了, 今天大年初夜, 等会儿吃过饭, 想跟我和我娘出去逛柳城的, 赶紧梳妆打扮, 整理好咱们就出发。 宫女们听陈曼云这大王居然说出来的话, 一点也没有表示出, 他就是高高在上的大王, 反而就像朋友一样, 在他们面前毫不在乎什么身份高低, 还平易近人地说, 要带他们一起去逛街, 真是太意外了。 宫女们高兴地一阵欢呼, 都是从别处挑选到王宫里来学习的。 陈曼云是现代人, 接受过高等教育, 人人平等的观念在他心里早就根深蒂固了, 从来不推崇什么帝王专制奴隶制社会, 所以自从他接受蜀国, 就已经废除了什么奴隶制。 如今的蜀国早就没有迈进宫里, 或者征收金王宫来服役的宫女太监。 王宫里的宫女都是陈曼云为了让百姓们, 除了祖祖辈辈都会种田, 还要求民间的女孩子们都要有一门技术帮身, 还要基本都时文断字。 而这些宫女们来到这柳城, 成天都有忙不完的事, 因为她们在这里学习的时间是两年, 时间非常有限, 得抓紧时间学到受益一生的技能和知识。 所以尽管这柳城如今是这天下最繁华的京都, 他们平时也没有时间去逛, 现在这又是大年初一, 柳城的大街小巷肯定非常热闹, 在这个万家欢乐举国同庆的时候, 能跟着陈曼云这大王一起出去逛一下, 厌目已久的柳城, 简直就是满足了他们一切欲望。 吃过早点, 陈曼云和谢氏带着一群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宫女出了门, 来到热闹的柳城大街上。 这时柳城的大街小巷真的就像他们想象中一样, 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流, 穿梭不息, 车水马龙, 卖什么小吃的都有, 花生瓜子, 棉花糖, 糖仁, 汤圆, 水饺, 银楼里, 橱柜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金银珠宝, 翡翠琉璃。 此时趁着这个辞就迎新的日子, 贵夫人们跟着自己的相公在里面尽情地挑衅自己的, 喜欢的首饰。 茶楼九四里, 此时正是宾棚满座, 各家为了竞争生意, 早在过年前就请来了优秀的说书先生登堂。 您如果这会儿从那大门前走过, 还能听见里面的客人们为说书先生们的精彩表演, 高声喝彩的声音。 陈曼云带着她那一帮花团紧簇的宫女们, 在大街上买了很多东西回去, 一个个大包小包地拎着自己的战利品在大街上走。 就像那些商家不要银子似的, 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提着很多东西, 这时他们都恨不能再长出两只手去帮着提东西。 逛到中午时分, 陈曼云看见大家都实在拿不动了, 这才下令全体回宫, 大家不分尊卑有说有笑地走回王宫里。 陈曼云又领着宫女们七手八脚地在御膳房里弄了一顿香气四溢的火锅。 大家挤在一起正要开饭的时候, 莫绍涵来汇报草案发布执行的事宜。 陈曼云听了在心里为萧映月办事的雷厉风行点了一个大大的赞, 并夸奖莫绍涵办事认真得力, 还请他一起留在宫里吃火锅, 才回了他的丞相府。 今年是陈曼云在这王宫里过的第一个年, 莫绍涵在他刚刚把谢氏和翠娘接近宫那天起, 就精心地为他准备了一台过年大戏。 晚上王宫里除了职业的禁军, 全部都跟陈曼云一起在观景台看戏, 锣鼓喧天唱到半夜子时后, 观众和演员们才散去, 第二天也就是大年初二, 朝臣们就上朝觐见了。 陈曼云提出的土地军制得到所有大臣的遗志通过, 而且大家都还已经通过各种方式把命令下达了下去, 过了正月初六就开始实施, 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 虽然期间也有个别人居心叵测, 想要破坏陈曼云的制度, 可是却因为心理畏惧不敢公然挑衅, 只能在背地里消打小闹。 陈曼云心理也怕有人在暗地里捣鬼, 所以各地一实行军填制, 陈曼云就派了子凌他们十六位先俄去坐镇, 所以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中, 顺利地进行着, 都转星移这个月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一进入二月, 王宫、丞相府还有大将军府里, 都开始为各自的主人婚事忙碌起来。 王宫里各宫各殿都张灯结彩, 迎接二月初九, 陈曼云和梁子墨大婚这一天, 丞相府里下人们正在紧锣密鼓地 为墨少汗与萧映月的婚事忙碌着, 大将军府里也同样, 上下都在为自家家主蜀国大将军孟浩 与梁寒烟的婚事穿梭忙碌着, 这蜀国大王要与齐国大王成亲, 就像春风一样吹到哪儿, 哪儿就有笑声, 几乎在这块大路上, 只要有人群的地方, 大家就都在议论这桩喜事。 当然, 在消息传递的过程中, 肯定有那些羡慕嫉妒恨的人, 说些不痛不痒的风凉话, 更有甚者想要借着陈曼云 与梁子墨完婚之时, 纠结一些无知刁民给陈曼云添堵, 不过好像都只是刚有动静, 就被子灵他们一个个挤破, 并抓捕了主谋, 等候陈曼云得空, 再来收拾这些 胆大包天的野心家。 在陈曼云成亲之前, 子灵他们并没有把那些 不愉快的事情告诉他, 怕他分心, 无心婚事。 2月15日这天早上, 陈曼云照常上朝, 在大殿上他看见了快半年没有见过面的陆刚, 陆刚现在又长高了, 更加鹦鹉不凡, 陈曼云看见陆刚心里高兴坏了, 本想跟他私聊几句, 可是大殿上那么多大臣盯着, 他只能将满心的喜悦强压下去, 耐心地等待着推朝后, 再与陆刚畅谈。 在大殿上陆刚告知众人, 他此次来柳城的目的有两个, 其一代表齐国大王梁子墨来送礼, 其二他自己是陈曼云的大徒弟, 专程来为陈曼云送礼物, 说完他就命人, 把他花半年时间, 历尽千辛万苦才寻来的宝贝抬上来, 众蜀国大臣们, 只看见十几个精壮的汉子, 吃力地抬着一个四四方方两平米, 用黑布蒙着的庞然大物走上殿来, 一时间大殿里的众大臣都开始窃窃私语起来。 这是什么呀? 不知道啊, 看着样子又长又大的, 该不会是一张床吧? 不会吧, 怎么会把床抬到大殿上来呢? 谁知道呢, 听说这陆大人是大王的得意门声, 是大王最看重的人之夜。 陈曼云心里也非常好奇, 不知道抬上来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他心里想着, 臭小子这唱的又是哪一出, 这样遮遮掩掩的故作神秘吗? 不过他并没有问出口, 因为他们试图不论再怎么没大没小, 在外人面前也要时刻顾忌着对方的颜面。 陈曼云此时只是笑盈盈地看着陆刚, 用隔空传音问道, 臭小子, 又是什么啊? 都到了大殿上, 还不快面人打开, 在这里故弄玄虚? 陆刚听了陈曼云的话, 回了陈曼云一个笑容, 便大声道, 来人, 去掉漫障。 就在陆刚的一声令下, 十几个精壮的汉子哗的一声将那黑色的维曼拉了下来, 露出了一块厚尽两尺, 长宽个六尺左右, 晶莹剔透的乳白色物体。 这时站在大殿里的众大臣的目光, 都被那庞然大雾所吸引。 同时众人还突然感觉到, 有一股寒气隐隐亲身, 使他们浑身的毛孔都收缩起来, 形成了满身的鸡皮疙瘩。 这寒气不知不觉地袭来, 让众人不自觉地伸手紧了紧身上, 那略有些宽大的巢幅, 更有那身体稍微弱一点的大臣, 就开始忍不住打起喷嚏来。 陈曼云坐在宝座上, 看着下面沉着冷静的陆刚, 而此时陆刚也正微笑着看着他, 正在陈曼云想开口问他时, 就听见有人惊讶地喊道, 哎呀, 快看, 那不就是传说中的寒玉吗? 这么大块的, 还没有人见过呢, 这简直可以直接当作一张 昆大的寒玉床了。 那人话音刚落, 就有人接着问道, 寒玉床? 好东西啊, 难怪这大殿里突然就冷起来了, 原来是陆大人送来了这罕见稀奇的宝贝, 不过这世间韩玉本来就少之又少, 这陆大人真不知道花了多少心思才找到, 而且还这么大块, 简直就是价值连城啊。 是啊是啊, 这可是世间罕见的珍宝, 如今这陆大人为大王送来的这等商品, 真是咱们大王之姓, 属国之福啊。 哎哟, 寒玉床? 不得了, 听说这东西可以用来治疗晚起, 以及炼功疗伤的绝佳宝贝啊, 这么好的东西, 可是要在那中年冰天雪地的极北之地, 才有可能有的, 而且要找到这么大一块, 实在是太难了。 哼, 也不知道陈陆大人用了什么办法, 花了多少功夫才找到的。 是啊是啊, 这么宝贝的东西可不是轻易就能找得到的。 对对对啊, 这陆大人对咱们大王可真是用心啊。 是啊, 咱们大王可是收了一个世间少有的好徒弟啊。 陈曼云坐在宝座上, 听着众大臣们不住夸赞着陆刚, 以及他送来的那块超大罕见的韩玉, 可是他心里并不十分高兴, 众所周知, 这韩玉床是练功和疗伤的圣物, 但是又有谁知道, 这韩玉其实还有另一种更为重要的功能呢? 其实陈曼云对这韩玉并没有什么了解, 不过上一世学生时代的他, 也像其他懵懂少女一样, 特别喜欢看武侠小说, 因此这金大侠的武侠小说里, 他知道了这世间有韩玉床这么个宝贝。 而这归属者就是神雕侠侣里面的小龙女, 书中记载的是, 在没有小龙女之前, 他的师父林朝英是拥有着韩玉床的主人, 而到了小龙女这里, 这韩玉床就只有促进人练功和疗伤用了。 其实这韩玉床当年在林朝英和王重阳之间, 还起到一个作用, 才让貌美如花的林朝英, 没能与吃恋的王重阳成亲。 当年的王重阳年轻气盛血气方刚, 对于娇美的林朝英其实也甚是喜欢, 只不过这种喜欢没有超过他对武功的痴迷, 所以王重阳就尽量克制自己对林朝英的喜欢。 可是尽管他表面上一直对林冷漠, 但内心里对那长得漂亮的女子还是会动心, 但是他练得先天功又必须保持童男之身, 所以没有办法他只能随时躲着林朝英。 为了躲避林朝英的纠缠, 后来王重阳才在地下修建了一座宫殿, 还在极北之地找来了这韩玉床, 这东西就是王重阳专门用来压制对林朝英欲望的宝贝。 后来林朝英找到了王重阳这座地下宫殿, 同时也发现了王重阳这个秘密, 可是那时王重阳已经炼成了他的纯阳之功, 不用不愿意被林朝英继续骚扰, 干脆就搬出了古墓去了中南山。 而林朝英为了等王重阳就干脆留在古墓里并创建了古墓派, 他除了借韩玉床练功, 还是为了留住对王重阳的思念之情, 但是这种关于感情方面的事儿, 对于晚辈们林朝英是难以启齿的, 所以就把韩玉床这个功能变成了不为人知的秘密。 现在陆刚这臭小子居然费尽千辛万苦, 替自己找来这么个宝贝哥的, 真是闹不懂他这是孝顺还是另有目的。 不过既然人家尽心尽力才把东西拿回来送给他, 他也就只能勉为其难照单全收, 又怎么能怪罪他? 或许人家陆刚根本就不知道, 这韩玉床还有其他功能呢? 正在陈曼云心里胡思乱想的时候, 站在殿堂中间的陆刚此时大声道。 对,诸位大人都是使货的人, 这确实是一块韩玉。 师父,这就是徒儿为您和师公成亲准备的礼物, 希望师父不要嫌弃, 请收下吧, 这可是徒儿的一片孝心啊。 大殿里所有的大臣听到陆刚这样说, 有心生妒忌的, 有心存仰慕的, 还有就是冷嘲热讽的, 不过碍于陆刚这小子功夫好, 又使他们大王的得力徒弟, 谁都没敢表现出来。 而陈曼云听到陆刚这样说, 微微一笑朗声道, 这样啊, 这么贵重的宝贝, 徒儿你得来不易, 居然拿来送给师父, 真是有心了, 师父这会儿可没有合适的回礼, 只能先对你说声谢谢咯。 陆刚听到陈曼云说出这么客气的话, 就深情地看至高位上, 陈曼云那美丽的面孔沉声道, 徒儿身受师父的教导, 于养育之恩, 如此大恩大德, 纵是今生今世, 徒儿以黄雀闲环, 也无法报答师父的恩情。 师父, 又何必跟徒儿这么客气呢? 陆刚的这一席话, 让在大殿里所有的臣子都为之竖起大拇指, 赞叹他知恩图报, 是青年才俊里的楷模。 陈曼云听了陆刚的话, 微微一笑说道, 那好, 微师就确直不恭了。 看见陈曼云笑了, 而且笑得那么开心, 陆刚心里也美滋滋的, 不过他这次除了来给自己师父送礼物, 还担任着代表梁子墨来给陈曼云迎亲礼的, 于是又对着店外大声喊道, 把大王送的迎亲礼抬上来。 陆刚话音刚落, 就见一对身穿红色礼服的汉子, 两两抬着沉重的木头箱子走进店来, 旁边还跟着一个身穿铜色喜庆礼服的中年男人, 他是齐国现任清甲军统领秦志, 只听他一走上来, 就大声低头垂手, 恭敬地对陈曼云沉声道, 恭喜大王, 贺喜大王, 陈秦志代表齐国大王来给王后送迎亲礼了。 只见里面鲜红的红绸缎上, 整齐地摆放着一排排金黄灿烂的金钉子, 金条, 金砖等等, 又听见秦志大声畅道, 黄金十万两。 大臣们听了都轻声发出一阵唏嘘, 这么大手笔, 不是说齐王刚刚才夺回江山, 国库空虚吗? 怎么能在短短几月筹集到十万两黄金呢? 难道以前的齐国大王还真为儿子留下一个不为人知的宝藏? 就在众人又胡思乱想的时候, 听到秦志大声畅道, 白银五十万两。 紧接着站在第二口大幕箱子旁边的两个汉子, 又快速地把箱子打开, 这时众人又不约而同地看向那口刚打开的箱子, 只见里面与那箱金子一样, 有鲜红的红绸缎, 上面整齐地摆放着一定定足足有五十两的白银。 上等云锦绸缎, 三百匹, 卷杀, 零螺, 丝, 薄, 各一百匹。 这时站在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口大幕箱子旁边的汉子们, 都快速地将箱子打开, 露出里面各种颜色, 能折射出各种色泽的云锦绸缎, 各色上等绢纱、 绫罗、 丝等等。 这些光鲜亮丽的绫罗绸缎, 看得大殿里的文武大臣们眼花缭乱, 大家心里都在想, 为他们这个美女大王感到高兴, 不过后面还有十几口大箱子, 不知道还有些什么, 让人厌慕的好东西。 这时又听见秦智继续说道, 随着秦智的话音落下, 第七口大箱子被旁边的两个汉子利索地打开, 这时大殿里瞬间亮堂起来, 自古以来, 国王上朝都是五更天就开始, 那时候也就是现在的五点钟, 这春天的暑中天亮的时间一般在六点, 此时外面的天空还没有大亮, 大殿里原本那些用来照明的烛火, 此时已经被那箱子里的夜明珠所发出来, 如白昼一样的光芒所替代, 众人都向那只箱子看去, 只见那箱子里面的红绸缎上, 整齐地摆放着十八颗额蛋大的, 散发着盈盈白光的珠子。 众大臣同时在心里惊叹一声, 其实大臣们这样想完全多余了, 梁子墨和陈曼云之间的感情, 那是建立在贫穷的时候, 那个时候陈曼云都没有嫌弃梁子墨是一个穷光蛋, 现在梁子墨已经夺回江山, 是齐国的大王了, 陈曼云又怎么会嫌弃梁子墨送来的迎亲里寒酸呢? 陈曼云心里知道, 梁子墨这样做只是单纯地想要告诉陈曼云 他在他心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 并且无人能够代替的, 只要在他的能力范围内, 他要将这世上最好的东西给他, 别无他意。 梁子墨这次让秦智送来的迎亲礼, 还有产自和田的玉器百戒, 如玉佛、翡翠白菜、玉观音、玉如意、玉莲花等等, 这些东西都是成双成对的, 玉器首饰也是两大箱子, 什么玉手镯、玉斑制、玉戒子, 还有什么珍珠项链、珍珠手链等等, 应有尽有, 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陈曼云心里有些纳闷, 这齐国在梁子墨夺回来时他也亲眼见过, 当时并没有看见这些东西, 难不成梁子墨这家伙为了给他长脸, 把国库里的好东西全都翻出来了, 这家伙可真是下邪板。 不过梁子墨的心思陈曼云心里还是知道的, 他无非就是觉得, 只要能给自己媳妇长脸, 就算是拼完家底儿也在所不辞, 因为他们的感情是真挚的, 他当年一无所有的时候, 是陈曼云全心全意, 不计得失地帮衬他。 如果说陈曼云那样尽心尽力地支持他, 只是想从他这里得到什么回报, 那就大错特错。 以陈曼云当时的实力, 根本就没有必要冒着被当时的奇国大王, 梁浩尘追杀的危险, 来帮助梁子墨这个落魄的王族后裔, 他如果只是想得到好处, 他梁子墨现在能给他的回报, 梁浩尘当时就能给, 他又何必甘愿冒着被诸九族的危险来扶持梁子墨呢? 再说梁子墨要得势, 还得他在人力物力上无条件的支持, 都还不一定能成功。 所以他对梁子墨这份情谊, 梁子墨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他在心里想, 只是单纯地想要与陈曼云共度此生, 什么名案例啊, 他都不放在眼里。 只不过梁子墨心里更清楚, 以陈曼云和他自己如今的能力, 在这块大路上, 凡人已经没有能够与他们抗衡的, 只要他们想要, 这九州之上的财富还不就是他一句话的事。 所以就眼前大殿里送来的这些东西, 他还嫌不够呢。 在梁子墨心里, 这世上没有什么能比陈曼云更重要, 只要陈曼云看见这些东西能开心地一笑, 他也就开心了。 反正陈曼云是他梁子墨的妻子, 是他的东西不就是自己的吗? 更何况这里有很多无价之宝, 都是陆刚他们兄弟找回来的, 他梁子墨却跟着陆刚他们五个长了脸, 如果当靠梁子墨在齐国国库里选来的那些东西, 确实不能在蜀国的重大臣面前长脸。 因为梁子墨现在虽然拥有整个齐国, 但是手里撑得上宝贝的物件却不多, 而之前梁浩晨在装修齐国王宫的那些珍宝, 他一样都不能动, 他要是动了, 恐怕齐国那些老臣都会暗地里给他造谣, 说他这是要把齐国的家业败在一个女人身上, 这样不仅对他稳固江山不利, 还对陈曼云这王后在齐国民众心中失去信任, 这样一来就把陈曼云之前对齐国所做的贡献全部给抹黑了。 众人就会说陈曼云以前之所以那么帮梁子墨, 只是想成功之后得到梁子墨的回报, 她是一个心机深沉的女人, 所以梁子墨为了保护陈曼云在齐国百姓心中的高尚形象, 他只能命人在国库里翻找, 但是那梁浩晨早已把国库里的好东西都尽数挥霍, 只剩下一些俗气普通的东西, 幸好陈曼云有五个好徒弟, 他们的本事有多非常了得, 不仅是陆刚花了近半年时间在极北之地弄回来寒玉床, 还有蔡瑞让人去东海海底, 唠叨十八克,堪称极品的东珠。 秦松去江南为陈曼云采购了上好的云锦绸缎等四支品, 张超和袁凯远赴南疆, 亲自去和田找人绝育打磨, 雕刻成那么多的玉器摆架以及玉器手势, 这些都是人家师徒的情谊, 但是陆刚他们在看见梁子墨那些普通的迎亲礼时, 又觉得他们几人送的礼物会让梁子墨这大王非常尴尬, 所以几人一商量, 干脆就把他们那些真品全部和梁子墨的礼物放一起, 这样大王的脸面和师父的脸面就都有了。 虽然梁子墨这个大王占了不少便宜, 但是那些礼物总归最后都是送给他们师父的, 也就没什么好计较的。 满朝的文武大臣都被梁子墨送来的那些价值连城和无价之宝的礼物所震撼了。 陈曼云心里也非常高兴, 让内侍把东西都收下, 然后在朝臣们的惊叹中宣布退朝。 退朝后陈曼云让内侍把秦志等人送礼的, 全部安排在如今专门接待外国使臣的驿馆歇息, 然后亲自带着陆刚回了王宫。 陆刚跟着自己师父来到朝阳殿, 会拜过谢氏又见了萧映月、韩燕和墨少涵, 午膳时几人围坐在一起吃着陈曼云让人精心配置的火锅。 听陆刚聊着这半年去为师父寻找礼物, 一路上那些惊心动魄的经历。 要说起来, 陆刚在外面寻宝这半年那个真算得上是一次死里逃生的历险计。 原来自从那天阔别兄弟后, 陆刚就一直往北走, 他是陈曼云最得力的徒弟, 也跟陈曼云一样, 有腾云驾雾的本事。 而且他目标明确, 就是要找一块师父口中曾经提过的什么寒玉床。 他性格沉稳, 做事从来都目标明确, 主次有序, 可靠妥贴, 这次也不例外。 他知道那什么寒玉床, 听名字就知道, 产自极北之地, 要不然又哪里来的寒气。 于是他直接往北飞, 一路上他飞过无数森林和纵横错落的河流, 越过炙热的沙漠, 寒风凛冽的雪山, 饿了就着路边的泉水, 啃自己带在身上的饼, 困了找棵大树或者烧块草地, 搭个简单帐篷就睡。 有一天夜里, 他在沙漠里搭起了帐篷, 迷迷糊糊间突然听见狼嚎声很近, 起来发现时, 自己已经被狼群包围的里三层外三层, 那一匹匹凶恶的野狼, 瞪着一双双闪着蓝光的眼睛, 嘴角留着恶心的哈喇子, 看着他, 当时他就被狼群瞪得有些发慌, 但是他知道, 要是自己略微表现出害怕的样子, 那些恶狼保证, 马上就会向着他扑过来撕咬。 这种情况下, 唯一的办法就是镇定, 只要他站着不动, 那些狼还有几分忌惮, 于是他暗自将气息调平, 将身体里所有的力量都蓄入双臂, 再提气随时准备着飞身攻击。 那些恶狼见他一动不动, 也没耐心等下去, 只见一匹狼发出凹乌的长丝之后, 就向着他站立的地方扑来, 那匹狼刚刚一个俯冲扑向他后背, 其他几匹内围的狼就一起猛地 从四面八方向他冲来。 这一下陆刚惊得后背直冒冷汗, 心里暗自对自己说。 心里有了这个念头, 就在那匹在背后发出号令的野狼, 张着臭气熏天的血盆大口, 与其他野狼一起扑向他时, 就在十几匹狼离他身体只有一米远的时候, 陆刚大喝一声, 身体越起两丈多高, 这才批出陈曼云教他的龙音掌三层功力, 顿时掌风批出巨大气浪, 把脚下的黄沙震得一丈多高, 到处飞溅。 那些扑向他的狼, 一匹匹被掌风震得啪啪啪, 带着被震出来的内脏四处飞溅。 一匹匹野狼的尸体, 就像是一片片被狂风卷起的羽毛一样, 在空中飞舞,鲜血飞溅。 原本在外围警戒的狼圈一看, 自己的同伴被那飘在空中的鹿缸, 这强大的涨风都劈死在当场, 吓得纷纷四处逃窜, 不敢回头来看, 唯恐陆刚这恐怖的人类对他们在下杀手。 等被溅起的黄沙慢慢散去后, 陆刚才看见自己刚才站在那位置, 此时已经被他批出一个一丈多深的大坑。 之前搭好的帐篷也被黄沙给掩埋了, 他这才蹲下身去, 在黄沙里把那被埋的麻布帐篷挖出来, 准备重新搭起帐篷睡觉。 可是看看那些躺在不远处的野狼尸体, 他就没有心情再睡了, 将那些野狼尸体全部收拢起来, 飞身到半空中去到处查看水源。 找到水源后, 将那些野狼拿到水边去把狼皮剥下来, 清理干净放在刚造的沙漠里, 让黄沙把狼皮上的水分吸干。 他再次搭建一个简易的帐篷打了个盹, 到黎明时分, 他就起身把那些掩埋在黄沙里的狼皮挖出来包好, 然后继续赶路。 可是当他没有走出沙漠时, 突然刮起了风暴, 呜呼的狂风带着沙粒打在脸上生疼, 同时眼睛也不敢睁开, 更不敢张嘴。 这风来得太过突然, 让他不知所措地站在那儿, 一动也不敢动。 慌乱中他只能用双手把脸捂住, 不让黄沙轻易打在脸上, 可是就在他伸手无脸的时候, 风暴更大了。 一时间陆刚被那风暴惊得不知所措, 脚下一个不稳, 身体就被狂风吹得直接离开地面, 续而被风带着, 宛如一片树叶一样, 任由大风把他身体吹得在黄沙里像是滚地葫芦一样, 快速地翻滚着。 每当他的身体被刮得在风里旋转一圈后, 就会狠狠地跟大地来一次亲密接触, 这时他的身体就会被撞得, 就像是骨头都快散下了, 可是他却对那狂风没有一点办法, 当他每次都还没有来得及, 从身体被撞得四分五裂的噩梦中走出来, 第二轮的撞击就再次袭来, 就这样他的身体被大风卷着, 一路跌跌撞撞翻滚了好远, 撞得他几乎快要失去意识, 这时他的脑子里突然想起了师父陈曼云, 那熟悉地催他起床的声音, 陆刚,快起床, 太阳晒屁股了, 再不起来就罚你去山里帮忙挑炭, 一百弹, 做义工。 他听了心里很是恼火, 一百弹? 师父这是要命啊! 一旦碳两百斤, 从冶炼厂到矿场五里路, 平时村民们都是用他做的独轮车腿, 可是每当他们兄弟做错事, 师父就让他们去矿场挑炭做义工, 还不管饭, 师父真是太刻薄了, 可是又打不过他, 只能依他咯。 可是他记得那些都是小时候的事, 现在他们几个不是早就被师父送到梁大哥身边做官了吗? 不,这不是真的, 只是幻觉。 这时陆刚耳边只听见呼呼的风声, 和自己身体被风暴带着到处乱撞的疼痛感, 他才猛然一惊, 努力地平复心情和气息, 然后慢慢地提起进入到忘我的境界。 这时他感觉自己的身体不再被狂风吹着滚了, 而是轻飘飘地在空中慢慢地越升越高。 这时耳边虽然还听得见呼呼的风声, 但是脸上再也没有了被吹来的黄沙打得生痛的感觉。 他这才睁眼一看, 看见自己此时的身体已经飞在半空中, 离地面少说也有三四十米的距离。 放眼往下望去, 下面依然在烟尘滚滚。 只见那风暴把十平米二十平米大的沙丘, 呼啦啦毫不费力地吹着在七八米的高空中快速打转。 那些被吹散开的黄沙从地面到六七米的高空形成了一片沙尘暴, 而那些被风暴吹走的小沙丘, 就像是被那无知顽皮的孩童融出去的飞碟一样, 一会儿飞到这儿, 一会儿飞到那儿。 看得在高空中的陆刚心里一阵心惊肉跳, 心惊动魄的, 心里想着阿弥陀佛老天保佑。 幸好之前那风暴没有现在这样大, 要不然猝不及防的自己肯定就被这飞起来的沙丘掩埋了, 此地不宜久留, 还是赶快溜吧。 只是可惜昨晚打理出来的那些狼皮, 都被刚才的暴风给吹得不知去向, 看见刚才那阵暴风, 陆刚再也不想到地面上去了, 再说要赶快路还是用轻弓筷, 只不过到了夜里累时到地面上去搭帐篷休息, 之前他到地面上还有另一个目的, 那就是走过一片沙漠, 就要进入极北之地的边缘了, 气候也会寒冷。 虽然他出门时是秋天, 走时也带了一两件预寒的冬衣, 但是在那极北之地用那些冬衣预寒实在不够, 所以他就想趁着现在没有进入极北之地, 找些瘦皮带着, 到时候就不怕冷了。 没想到老天真的很眷顾他, 晚上还真的被他遇到狼群, 而且也打到了足够的狼皮, 他当时还曾在心里庆幸着, 这一下有这么多狼皮, 就算到了极北之地也不会被冻坏, 事情跟他的想法居然达成共识, 真是心向事成, 不过就在他提着那些搭理好的狼皮, 还没有高兴两分钟的时候, 就起风了, 而且呼啦啦的狂风毫不留情, 直接把他和狼皮吹走了。 现在虽然人逃过一劫, 那些狼皮却不见踪影, 这都是什么运气啊? 陆刚沮丧地边往前飞, 边观察下面的情景, 突然间他觉得身上好像没穿衣服一样, 被冷风吹得打了一个寒颤, 下意识地伸手去抱自己的双臂, 这一抱, 他才猛然发现自己手臂和肩膀上 是光溜溜的肉感, 惊得他一愣, 忙低头往身上看去, 这一看他才发现, 自己原本穿在身上的衣服 此时已经不知去向, 他此时正赤裸裸地在高空上飞行, 把他吓得恐惧地闭上眼睛, 尖叫道, 这一声尖叫不打紧, 可是他却忘了自己人还在空中用轻空飞, 这一叫, 把原本丹田里的那口气给松了, 然后身体就像蹭驼一样, 被地心引力吸得呼啦啦直线往地上吹, 等他想要再次提气, 在空中把身体稳住时, 已经来不及了, 身体已经被四仰八叉地啪的一声, 重重地摔回黄沙里, 陆刚这一下被摔得七昏八速昏了过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醒来了, 睁开眼睛看看周围, 他发现自己还是躺在遍地的黄沙里,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 这段沙漠没有风, 没有沙尘暴, 更没有人烟, 四处都没有人, 他也就没有什么好顾忌的, 脾气飞到空中, 他要看看之前起沙尘暴的地方, 现在还在吹风没有, 要是没有吹风, 他还得回去找那些被吹跑的狼皮和衣服, 只是不知道, 那被从身上吹走的衣服还找得到不, 找到后还能不能穿, 要是没找到, 或者都破了, 他又该怎么办, 虽然这里荒芜人烟暂时不怕被人撞见, 可是自己还要赶往那极北之地给师父找宝贝, 这样光着身子是会被冻死的, 陆刚心急如焚, 在高空中查看地下的情景, 方圆百里内的情况他可以一目了然, 却并没有发现那里有刚才那样的沙尘暴, 满眼的黄沙此时静悄悄地躺在地上, 仿佛刚才的那枕风根本就是一种幻觉, 从来不曾出现在沙漠上, 虽然陆刚现在在高处看得远, 可是好像太高了, 他看不清自己想要的东西, 所以他往下降了十米, 虽然此时比之前看清楚一些, 但是要找东西这个距离还是太远, 他又将身体下降五米, 这一下下面黄沙每一粒都能分辨清楚, 但是好像又看得不远了, 这时他又拼命地往之前启风的地方狂奔而去, 远远的他就看见黄沙上面有一点点白色, 只是不知道那是不是自己被吹落的衣服, 要是真的那就太好了, 就算破一点至少也比现在赤裸裸地到处跑要好, 陆刚用电光时闪的速度冲到那团白色的地方, 他看见的却是一座座白色的毛, 此时那些沾着黄沙的白毛还在微风中颤微微地左右轻白, 看到这种情况, 陆刚气得咬牙切齿地蹲下身, 用力地在黄沙里挖着, 嘴里气急败坏地大声骂道, 贼老天, 你耍我是不是, 你是真不想让我风风光光地带着给师傅找到的韩玉船回去是吗, 你就是想看着我陆刚光着屁股赤条条地在这黄沙里跑是不是, 可惜, 我要告诉你, 你不会得意多久的, 我陆刚就是天生反骨, 就是不会让你如愿的, 你就别想看我的笑话了, 哼, 我让你吹, 我让你把我的衣服出跑, 陆刚手里边吭吱吱吱地挖着, 嘴里边不停地唠叨着, 不过他现在越挖越来劲, 因为他发现自己挖出来的居然有点像一张狼皮, 他估计这就是他昨晚清理出来的狼皮, 因为昨天夜里天空乌云密布没有月亮, 所以在跟狼群对峙的时候, 他并没有看清那些狼的样子, 只能朦胧地看见狼的大概轮廓, 因此他也就不知道那狼群里有没有白色的狼, 白色的狼可是狼类积极少见, 也异常珍贵的, 没想到这样的珍品居然被他误打误撞给得到了, 真是喜出望外, 随即他大笑着得意地骂道, 哈哈哈哈哈哈, 贼老天, 我就说你不会得偿的, 有了这能郁寒的狼皮, 你就没有机会看到我陆刚光着屁股到处跑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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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现在既然已经找到了狼皮, 被陈曼云言传身教了这么多年的他, 肯定是不会像野人一样光着屁股乱跑的, 不过在他还没有笑完时, 心里又有些懊恼了, 他之前在挖出白狼皮时高兴地以为, 他打理出来的那些狼皮都被狂风吹到这里来, 被黄沙掩埋了, 可是当他耐着性子在挖出白狼皮的地方, 挖出一个很深很大的坑时, 却没有再看见一根毛, 他在心里暗暗地着急, 他知道, 那些狼皮就算是被狂风吹到这里来了, 第一次风暴也不会被黄沙埋得太深, 现在他可是向下挖了将近两米的坑, 两只手都已经被黄沙磨破了, 此时正鲜血淋漓, 陆刚这时非常绝望地, 望着避空如洗的蓝天和那一朵朵不染珍爱的白云, 感慨道, 贼老天, 你太过分了, 刚刚才给了我一点希望, 又让我尝试失望, 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 师父说过, 只要努力, 人的力量是无可限量的, 今天我就让你见识一下, 我陆刚的力量。 说完, 他立即将狼皮往腰间一围, 毫不犹豫地就飞身到半空中, 继续查看。 看还能不能找到自己在狂风里丢了的那些东西。 有了之前发现白狼皮的经验, 陆刚很快又发现一张被黄沙掩埋的灰狼皮, 然后他又快速地挖出来, 再提气飘上高空, 四处查看寻找。 就这样, 在近中午的时候, 他就找回了昨晚搭理干净的那十几张狼皮。 收拾好那些狼皮, 陆刚又继续往北前进, 这一路上越往北走越冷, 陆刚身上没有衣服又没有针线, 他只能将那狼皮一张张直接裹在身上遇寒。 最后终于来到遍地积雪, 到处冰川的极北之地。 看着面前的一座座高耸入云, 巍峨壮观的冰川, 陆刚激动得真想大声喊出来, 又怕自己发出的声波, 把那些不太稳固的山川震崩, 因此他只是在心里感叹道。 就在陆刚心里感叹的时候, 耳朵里突然传来一声浑厚的受笑之声, 陆刚听了立马全身神经紧绷, 赶紧警惕起来, 抬眼四顾。 他在那白得刺眼的冰川上并没有看见什么受累, 但是周围的杀气和血腥味, 让他感觉到这里将会有一场恶战发生。 果然在他还没有来得及回头时, 就觉得后背一股巨大的进风袭来。 在这电光时闪之际, 陆刚赶紧提起, 快速将身体拔地而起。 可是尽管他用了自己最快的速度, 却还是没有逃脱那来自后背的攻击。 他感觉就在他的身体离开地面时, 背部被什么重物狠狠地一击。 这一击来得太快太重, 让他那已经离开地面的身体毫无重心地往前飘去。 顿时背部就像被人用超大的铁锤狠狠地击了一下。 瞬间,那疼痛的感觉, 传遍了他的五脏六腑和四肢百骸。 痛得他一下子把聚在丹田的蒸汽全部散开, 身体被激得快如闪电般地往冰山上撞去。 眼看着他的面部就要与冰山上那些锋利的冰棱子亲密接触。 为了不死得那么难看, 陆刚强忍着那已经传遍全身的刺痛, 从怀里拿出瓷瓶, 扶下一颗陈曼云给他疗伤不弃的丹药, 马上就开始重新凝结散开的真气, 希望能赶在身体与冰灵子撞伤之前, 将真气聚拢, 从而控制住身体向前冲的速度。 而身后的那股力量, 以为陆刚被那样的重重一击必死无疑, 也就没有再继续出招攻击。 陆刚就趁着这一点空档, 赶紧快速聚拢身体里散开的真气, 并且真的实现了在身体与那些像锋利的尖刀一样的冰灵子相撞之前, 就凭着那口真气将身体搜的一下拔上高空。 然后转身去看身后究竟是什么东西刚才袭击了自己, 这一转身他才看清楚, 原来刚才袭击他的是一头头像狮子, 尾巴像老虎, 伸长鱼罩, 身高足有一米五的巨大狮虎兽。 他曾听师傅陈曼云说过, 这个物种是属于三界以外的神兽, 它们是狮子和老虎交配生出来的物种, 这种狮虎兽的攻击能力很强, 还能召唤白兽是真正的白兽之王。 不过这物种有一个缺点, 那就是雄性的狮虎兽是没有生殖能力的, 所以狮虎兽的繁衍全是靠雌性的狮虎兽, 与狮子或者老虎交配。 因此, 这个物种在兽类破天荒地以雌性为尊, 雄性只能听从雌性的命令, 而其他的兽类都是雄性被族内称之为王。 那眼睛里全是鄙夷和不屑, 陆刚被那个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的家伙给气得快炸了, 可是却又顾及他的杀伤力, 不敢主动去招惹那可恶的家伙, 但是却又不能对他的存在视而不见。 他要是马上就离开的话, 倒是可以考虑不去招惹那大麻烦, 但是他这次是带着目的来的, 他在兄弟面前可是夸过海口的, 说自己会给师父送一份独一无二的新婚贺礼。 还提过韩玉床的事, 要是他就这样轻而易举地, 两手空空地回去, 定会遭人们口试的。 反之, 如果要想在这冰天雪地的地方找到韩玉床的话, 肯定是要多花一些时间才能找到的。 因此, 现在他不能让那个胡适当当的家伙觉得自己好欺负, 但是看他那骄傲自大的样子, 想要在这里站稳脚跟, 跟他一站是在所难免的。 既然非打不可, 那又何必没战先畏惧呢? 他可是那个在这九州大陆上顺怀绝技无人能及的陈蔓云的徒弟, 虽然现在他陆刚走到了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 周围也没有认识他的人看见, 但是也不能在敌人面前怂, 丢了师父面子。 于是他宁身静气, 再次收拢身体里那些散乱的真气, 准备对那狮虎兽开始攻击。 而那狮虎兽看见陆刚闭着眼睛, 一动不动像是在疗伤, 他可没有耐心等着敌人发难。 于是发出一声大叫后, 猛的就像离弦的剑一样, 以电光时闪的速度向陆刚所在的空中扑来。 陆刚知道自己这一路走来, 吃没吃好穿没穿好, 再加上刚才所受的那背后的一掌, 现在体力肯定不及那头强壮的狮虎兽。 于是他在看见狮虎兽向他这边扑来时, 就暗暗将浑身的功力凝结于双掌之上。 只要带那头狮虎兽靠近他的身体时, 他就对他发出致命异计, 让他没有第二次向自己冲来的机会。 那狮虎兽见陆刚一动不动, 以为陆刚是被他吓到不敢睁眼了。 于是便更是骄傲地向着陆刚冲了过来。 陆刚沉着地静静等待着狮虎兽的到来, 就在狮虎兽冲到离陆刚身体只有一丈远时, 陆刚突然抬起双掌, 对着那狮虎兽快速驶出陈曼云焦他的推山霹雳掌。 只听啪啪两声巨响, 狮虎兽那庞大的身体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 被陆刚劈得飞出石杖开外, 顿时口吐鲜血,重重地摔到了地上。 而此时陆刚那推山霹雳掌的余波 也震得周围的冷空气啪啪地乱炸。 雪地上的鸡血也被气浪鸡得噼里啪啦, 炸得鸡血和冰渣子到处飞溅。 就连陆刚身体周围, 冰川上那些冰铃子也被震得稀里哗啦地跌落下去。 过了一会儿, 陆刚看见那狮虎兽被自己的掌风劈得躺在雪地上, 鲜血从他嘴里流出来, 把地上的鸡血都染红一大片。 这才落到地上, 走过去用脚在狮虎兽身上重重地踢了两脚, 发现他一点反应也没有, 这才放心。 同时在他心里也十分庆幸, 刚才自己幸好赶在, 他没有发出百兽之王的吼声钱, 就一招将他杀死。 要不然等他召唤来这附近其他兽类, 他露刚这年轻的生命, 可能就要交代在这极北的寒冷之地了。 看着那头已经断气的狮虎兽, 露刚欣慰地露出一个浅笑, 这时身体里绷着的那股力气也跟着笑容放松下来, 也就是这时他才认真的听着耳边呼呼的风声, 感受着这冰天雪地的寒意。 不经意间, 突然又感觉后背那被狮虎兽所伤过的地方 开始火辣辣地痛起来, 身上裹着郁寒的狼皮, 刚才也被那狮虎兽锋利的指甲给抓破了。 此时那刺骨的寒风正从那些破了的地方 正先恐后地往里钻, 一时间动得他直打哆嗦, 看看狮虎兽那躺在地上的庞大身躯, 和那柔软如绸缎一样的皮毛, 露刚心里一下高兴起来, 这家伙能在这样寒冷的地方生存, 靠的不就是这身不浸寒湿不透风雨, 下水不沾飘雪不浸的皮毛吗? 自己现在身上的狼皮已经抵御不了这里的寒冷了, 不如就把这狮虎兽的皮毛剥下来, 遮挡风雪, 抵御寒冷。 说干就干, 露刚麻利地把狮虎兽的皮剥下来, 并且还抓起地上的鸡血, 使劲地把粘在皮上的血丝给擦洗掉, 又把之前裹在身上的狼皮脱下来, 用火折子点着, 把狮虎兽的皮用剑鞘撑着在火上烤干, 准备把上面的水汽烤干就裹在身上预寒。 他把那狼皮点着, 一会儿火就燃辣了, 这时从那些燃烧的狼皮上, 还散发出一股烧熟或者烧焦的肉的味道, 引来不少生活在这冰川里的肉食动物, 不过那些大大小小的动物, 一看见他手里那张狮虎兽的皮毛时, 就不敢再靠近了。 然而露刚却并不知道, 那些动物为什么只是徘徊在远处而不敢进他的身? 他只当是那些动物都非常怕火, 所以才只敢躲在远处偷偷地偷窥他。 一开始他嗅到空气里一股很浓的臭味, 以为接下来又要经历一场激烈的殊死搏斗呢? 没想到那些体型庞大, 浑身雪白, 满嘴臭味的熊, 却只敢在远处对着他看。 因此他猜想那些熊一定是因为看见他那儿在烧火, 所以才徘徊不前, 不敢靠近。 看来在这冰川上混, 火是非常重要的。 不过他手里只有那十几张狼皮, 可他并没有打算把那些狼皮都拿来烧了。 他还想着等找到寒玉床后, 一并带回去, 送给他那几个好兄弟们的。 但是这冰川里找不到柴火, 寒玉床又还没个影, 要在厚厚的冰层下找东西, 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那往后的一日三餐要怎么解决? 虽然吃食现在不用担心, 毕竟那狮虎兽有那么多肉摆在那儿, 自己一个人每天都只吃肉的话, 也能熬上一两个月。 但是没有柴火可怎么办? 总不能天天吃生肉吧。 陆刚边烤着狮虎兽皮, 边想着自己的心事。 突然他听见, 好像有很多人的脚步声, 踏在冰面上发出滋滋的声音, 可是他却不敢直接站起来, 或者转过身去看。 因为这时他可光着身子的, 又怎么敢这样赤裸裸地站起来呢? 他伸手摸摸呐在火上, 烤得热乎乎的狮虎兽皮, 感觉好像已经把水汽都烤干了。 就在那些繁杂的脚步声, 已经想到他身后一张开外式, 他突然站起来, 把那狮虎兽皮往身上一劈, 快速地将狮虎兽四条腿上的皮毛, 两两拉在一起打结, 再迅速转身。 瞬间就觉得身上除了两只手臂外, 浑身都温暖极了。 而那些靠近他的人, 他这时才看清楚, 原来那些人身上也穿着瘦皮, 但是手里却每人都拿着长毛。 陆刚很好奇, 这样寒冷的地方, 这些人又是如何生存下来的呢? 他满以为像这样寒冷的地方, 除了一些耐寒的动物长居, 聪明的人类是不会在这苦寒之地生存的, 可是没想到居然在这里, 他还十分有幸地遇见了人类。 只不过这些人显然与他不是一个种族, 这些人的皮肤白得跟血差不多, 那像他身上是黄色的小麦肤色。 不过他也不觉奇怪, 因为他的师父陈曼云曾经给他们讲过, 在这个世界上人的皮肤有四种, 其中有他们这样的黄色皮肤, 还有白色皮肤, 黑色皮肤和棕色皮肤。 他现在在这苦寒之地, 居然真的看见了这皮肤跟血一样白的白皮肤人, 真是太意外了。 不过这些人好像对他并不友善, 因为此时那些白种人已经将手里的长毛, 齐齐地对准了他的身体。 只不过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居然也像那些熊瞎子一样, 走到离陆刚站立的地方只有一丈远时, 脚就再也不敢往前迈了, 只是站在那将手里的长毛握紧, 齐齐地对着他的身体, 却不敢先发制人。 陆刚数了一下, 离他最近的人有18个, 而后面躲在冰山背后的就不知道有多少。 这种情况下, 陆刚就算再胆大, 功夫再了的, 他也不敢轻举妄动。 于是他跟那些人示好, 表示他来这里并没有恶意, 只是想给自己的师傅找一块含玉座床, 只是不知道这些人听不听得懂。 不过他还是脸比带滑地对那些进钱的人说道, 啊哈, 各位请不要紧张, 我对你们并没有恶意。 陆刚说完, 观察着那些人脸上的表情, 发现那些人听了他说的话, 没有把手里的长毛放下, 而是满眼的好奇, 不屑和冷漠, 甚至还有满眼的贪婪。 大家都把手里的武器放下吧, 要说打架, 你们所有人全部都上, 也不一定是我的对手。 陆刚见他们脸上那些表情, 故意说出大话来, 想要不动手就把这些人震住, 这些人里就有人开始鸡里呱啦地轻声议论起来, 不过他们说的话陆刚听不懂, 只知道他们鸡里呱啦地在那说着什么, 陆刚以为等他们商量好就能和平解决, 自己也就不再会是他们的敌人了, 但是事与愿违, 过了一会儿, 正当陆刚在那肥大的狮虎兽身上, 用匕首割着肉在火上烤试, 那扑鼻的香味催动着在场所有人和兽的味蕾, 让他们嗅着香味都不由自主地吞咽口水, 这时那些白种人的人群里有人开始大声嚷起来, 不过陆刚并不知道他们中间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也没有在意, 可是过了一会儿那边发生了一些骚动, 接着那些人就拿着手里的长毛, 捏手捏脚地开始向陆刚靠近, 而这时的陆刚, 匕首上那块肉刚烤熟, 散发着诱人的香味, 看着匕首上那块散发着浓浓肉香的熟肉, 他自己也不由自主地猛地咽了一口口水, 就在他准备把那肉放进嘴里时, 那些白种人突然一拥而上, 都用手里的长毛铁尖对着他的咽喉, 这时陆刚感觉到身体的四面八方都有进风袭来, 便赶紧暗自提起运工, 把身体快速地从地上拔起来, 这才躲过了那些人的袭击, 陆刚这时明白了, 其实这些人能在这苦寒之地生存下来, 平时多半都是以捕猎和打鱼为主, 虽然此时面对他这样的不速之客, 他们可以勉强暂时和睦相处, 但是在这个食物稀缺的地方, 他们很可能会为了抢夺食物而跟任何人翻脸, 就算是没有他的出现, 这些人为了食物也可能打起来, 别看现在为了对付他, 他们把所有的矛头都对准了他, 如果他把那狮虎兽的肉让给他们, 这些人也许就会因为为了抢夺那些战利品而自相残杀, 这些人这么多他一个肯定打不过, 不如就暂时用点小计策让他们去自相残杀, 等他们杀到最后他再来收服那些胜利者, 反正在这冰天雪地里, 就算他找到那深埋地下的寒玉, 也需要大量的人力来帮忙挖掘, 仅凭他一个人的力量, 就算他再有本事, 要从这厚厚的冰层下挖出寒玉来, 不知道要挖到猴年马月, 所以围巾之际他只能装作害怕这些人, 让他们把那石虎兽的肉带走, 然后自己在尾随他们到他们的筑地后, 见机行事, 他陆刚的东西可没那么好抢, 既然拿了他的东西, 总得付出一些代价, 于是陆刚升到高空后, 就假意害怕往冰山后面奔去, 那些白种人看见陆刚就这样被吓跑了, 一个个都瞪着眼, 看着他离开的背影, 等到都看不见他人影, 才又意外地哈哈大笑, 嘴里唧哩咕噜地大声嚷着什么, 而陆刚并没有马上回去收拾他们, 只是躲在冰封上, 偷偷地注视着冰山脚下那些人的动静, 只见那些人并没有他猜测中的那么和睦, 就在原地, 就开始抢夺起狮虎兽的肉来, 陆刚看见那些人围在狮虎兽的肉旁边, 各自一手持长矛对准对方, 一手按在那已经结冰的肉上, 谁也不肯为谁的强权妥协, 就在这时, 突然从远处传来一声浑厚的大喝声, 紧接着一条白色的身影, 踏着地上的冰雪, 快速地奔跑过来, 只见那些正在抢夺食物的人们, 听见他的声音, 就像是听到了来自地狱的招呼这样, 顿时就吓得, 都松开了按在肉上的手, 身体也赶紧后退了几步, 就像那狮虎兽, 又复活一样恐怖, 还有的甚至被吓得浑身颤抖, 连忙跑开, 是, 但却又不敢再贪恋那些, 能够让他们活下去的食物,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躲在冰山后面的鹿缸, 更是疑惑不解, 他没有想到, 刚才那些人为什么会突然散开, 他们之前在他面前, 不都是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吗, 怎么现在却又突然都散开了呢, 那发出咆哮的人, 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厉害人物, 能让这些人闻风丧的, 他人还没倒, 声音就已经把那些 抢夺食物的人震慑住了, 这人究竟有多大本事, 能在这样不分宗派, 不分权势, 没有统治的地方, 营造出这样的威信, 绝对不是一个简单人物, 看人们对他的惧怕程度, 这个人在这群人里的威望, 绝对不会亚于炎帝当年的风范, 陆刚真的没有想到, 在这样的绝地里, 还能出现这样的人物, 就在陆刚一转面间, 那个人发出咆哮, 已经端端得立在众人面前, 只见他身高两米多, 浑身长着淡金色的毛发, 一头金发把脸遮住大半, 不仔细看, 根本就看不到他的眼睛, 只有鼻子和嘴巴露在外面, 眼睛被那长长的到鼻尖的头发给遮盖完了, 陆刚对于这样一个野人感到非常好奇, 他想不通为什么这么多人都怕他, 此时见那些人还围着狮虎兽那堆肉旁, 那野人又张大嘴巴, 发出一声浑厚粗犷的大笑, 那声音的分贝很高, 就像要把人们的耳膜给震破, 吓得那些原本还对那狮虎兽的肉, 存在着幻想或期盼的人们, 瞬间就都跑得无影无踪了, 这时那野人走到肉前, 先是弯腰去嗅了嗅, 那已经被冻得硬邦邦的肉的味道, 嗅完后, 他就试图把那堆足有三四百斤的狮虎兽的肉, 给拿起来扛走, 而之前那些群起对付陆刚的人们, 见了也不敢出来阻拦, 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他, 陆刚见了这种情况心里暗想, 陆刚心想, 在这冰天雪地的地方生物很少, 要找食物就更难了, 自己如果任由这野人, 把那么大堆肉全部带走, 那他接下来又该怎么活下去, 他还没有找到韩玉, 不能马上离开, 要留下来找韩玉就必须有吃的, 所以他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野人把吃的带走, 而无动于衷, 于是就在那野人刚刚把肉拿起来, 吃力地扛在肩上时, 陆刚伸手在面前的冰封上, 用力掰下一根一尺来长, 下端尖锐无比的冰棱在手里, 在以电光火石的速度, 向着那肆无忌惮的野人冲下去, 他在向下冲时, 便暗自凝聚所有功力在右臂, 等到了野人上空时, 陆刚将身体在空中一转, 头下脚上的倒立着, 对准那野人的头颅, 让身体像蹭驼一样, 急剧地往下冲, 而那野人虽然早已经听见了陆刚冲过去的风声, 他却还是毫不在意的, 扛起肉就想走, 显然并没有把陆刚这个个子不高, 身体偏瘦的小伙子来的袭击放在眼里, 不过他在下一秒钟就后悔不已了, 因为就在他迈着步子往来路走, 毫不在意头颅的声音时, 陆刚已经既准又狠地, 把那锋利的冰铃异端, 嘶嘶一声从他百会穴, 深深地刺进他的头颅里, 鲜血瞬间喷涌出来, 陆刚的这一举动, 把那些之前来抢夺他食物的人们给吓得半死, 他们平时成群结队地出来觅食, 就是因为怕遇见眼前的这个野人, 这家伙个子高大, 浑身好像有用不完的力气, 经常是他们辛辛苦苦找到食物, 还没来得及拿走, 就被他毫不客气地抢走了, 要不然又有谁会愿意与那么多人一起去找食物呢? 在这冰穴里找食物可不是那么容易, 有时候他们这么多人找半天, 也不一定能找到, 就算偶尔能找到一点, 这么多人一分, 轮到自己面前也只能尝尝味道了, 哪里还敢奢望吃饱? 但是如果大家不一起出来, 就算找到了也不一定能吃到嘴里。 经过多次食物被抢事件后, 大家都知道了, 自己单独行动, 就算找到食物, 也是带不走的, 所以大家才会心甘情愿地群居在这儿, 大家才好相互有个照应。 人多猎到猎物, 或者找到食物时, 虽然每个人只能分得一小块, 那也比自己辛辛苦苦找了, 最后却被野人抢夺得干干净净, 一点也吃不到抢。 今天, 他们也和平日里一样, 到处寻找着能吃的食物, 不经意间, 却嗅到风里飘来的烧熟的肉的香味, 顿时就把他们给馋得直流口水, 于是他们就寻着香味找来, 看见一个光着身子, 却会用火的年轻人, 在那儿烧着什么, 香味就是从他那儿传出来的, 又看见那年轻人身边, 还放着一大堆带血的肉, 他们这么多人, 还从没有见过那么多肉, 要是把那么多肉拿回去给大家等着吃, 节省点, 至少也能吃上几天, 十几天, 于是他们就悄悄围上来, 想把那年轻人吓跑, 他们就带着那些令人垂涎欲滴的肉回去分配, 可是没想到那年轻人刚刚被他们吓得抛开, 他们都还没来得及离开, 那个讨厌的野人就来抢夺了, 那么多肉, 虽然他们有这么多人, 也没有办法战胜那野人, 因为以前他们都试过群起而上, 最后却还是落了下风, 刚才他们看见陆刚那轻盈的身法就知道, 人家之前不过是让着他们, 要是真想动手, 他们手里那些长矛就只会全部被折成烧火棍, 但是事情几乎让所有人都无法预料, 刚才他们以为那野人被陆刚, 用那锋利的冰铃子从头顶刺进去, 肯定下一秒就会倒下去, 可是令他们没想到的是, 那野人好像并没有因为头顶上多出来一根冰铃子, 而放弃手里肉的想法, 只听他大叫一声, 缓缓松开肩上的肉, 伸手将那头颅上还没有融化的剩余的冰铃子拔出来, 也没有去管头顶上那顺着伤口喷涌出来的鲜血, 只听他又是一声愤怒的吼叫, 随即将手里那已经融化到不到半尺的冰铃子致向 一经弹回高空的陆刚, 这时那些被野人吓得躲起来的人们都在心里暗息, 不过事情的发展并没有像他们想的那样尽如人意, 只见那高空中的陆刚听见身后有呼呼的进风袭来, 连忙身形一转, 巧妙地让过了那身后急急追来的冰铃子, 这样一来, 地上置冰铃的野人见了, 既后悔愤怒又绝望, 因为刚才他要是不那么轻敌的话, 陆刚根本就不可能那么容易把这冰铃刺进他的头颅里, 他以为陆刚和其他人一样会直接攻击他的身体, 如果陆刚攻击他的身体的话, 他就一点也不会放在心上, 因为他的身体除了有结实的皮肤, 还有厚厚的毛发, 铁器是轻易刺不进去的, 平时他就是仗着自己有一身铜皮铁骨, 所以才能在这么多人的围攻下取胜, 不过今天只能怪他运气不好, 因为他的对手是陆刚, 陈曼云最得力的徒弟, 就算他有一身铜皮铁骨也只能受死了, 虽然在这冰雪凝结的地方, 为了防止冰山崩塌, 陆刚不能轻易使用师傅教他的 具有很大破坏力和杀伤力的龙音杖, 他还是一样能在一招之内就让那有一身铜皮铁骨的野人毙命, 其他之前陆刚并不知道, 这野人的身体是铜皮铁骨, 他只知道那野人身材高大魁梧, 他自己是敌不过的, 就只能从头顶攻击, 倘若那家伙不那么轻敌的话, 他陆刚也不可能那么容易得手, 这也许就是人们所说的, 凡事都有定数吧, 那野人见一击不中, 知道自己今天必败无疑, 甚至没有生还的可能, 所以此时他低着头, 瞪大铜铃一样的眼睛, 眼神里除了绝望和悔恨, 是可惜和不甘, 他做梦也没想到, 自己竟会死在这样一个瘦弱男孩的手里, 他心里实在不甘, 但是事到如今, 再心有不甘又能怎样呢, 根本就已经没有办法扭转局势了, 但是他现在身体里的血液已经流出来大半了, 而且此时还在一个劲地往外流, 此时他的身体虚弱的, 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 慢慢地瘫坐在冰上, 已经没有了半点反抗力气, 刺目鲜红的血液将他脚下的冰面染红了一大片, 陆刚看着那个瘫坐在冰上的野人, 知道他已经没有一点危险了, 正想飘落下去, 与那些虎视眈眈的人交流, 讲讲他的条件, 因为他要在这冰层下面寻找寒玉, 人手是肯定要多的, 如果这些人愿意, 他可以把这些肉全给他们, 但是如果他们只想拿走那些肉, 而不想给他干活, 那就是妄想, 就在陆刚还没有飘下来的时候, 那些之前拿长矛威胁陆刚的人们, 已经蜂拥而至, 来到了那堆肉前, 准备抬走, 陆刚一看这情景急忙一个俯冲下去, 稳稳地站在那狮虎兽肉堆上, 陆刚的突然出现, 吓得所有人都又像是之前看见那野人一样, 纷纷抱头鼠串, 躲得老远, 陆刚本想跟那些人说, 你们都不要害怕, 也不要着急拿肉, 先听我把话说完, 你们听了同意, 帮我干活就可以拿肉走, 要是不同意, 那就不能拿肉走, 你们各自回去吧, 别想着这块肉了, 可是之前他也看见了, 那些人所说的话他听不懂, 反过来他说的话那些人也听不懂, 于是就用手势跟那些人交流起来, 虽然很困难, 但也得跟他们说呀, 要不然, 仅凭自己一个人的力量, 哪里能敢在师父的婚礼前, 找到韩玉带回去呢? 陆刚用手在那些人面前比划着, 可是那些人却还是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也看不懂他的手势, 他很着急, 也很生气, 不知道究竟是自己表达得不够清楚, 还是这些人智商太低, 总之就是他说的话和做的手势, 这些人一个也没有看明白。 急得陆刚最后干脆不说了, 直接把那已经死透的野人尸体拖到一边, 然后又将那些人放在地上的长毛, 一头的木棍卸下来, 啪啪折断, 当柴火烧着, 再用身上的匕首砸开冰, 在那对肉上割下一块在火上烤肉吃, 看见陆刚敌手上的肉, 那些人垂涎欲滴, 但是经过了野人事件后, 他们又不敢再像之前那样群起上来抢夺了, 于是只能围着陆刚转悠, 并不断地猛咽口水, 陆刚烤熟了肉, 自己美滋滋地咬了一口后, 又将肉向着众人炫耀一圈, 引得那些早已经饿得不得了的人们, 不断地吞咽口水, 然后他才得意地笑着问道, 那些人被诱得口水都流出来了, 见陆刚拿着匕首, 把上面的肉在他们面前捂来捂去, 想伸手去抓住拿来吃, 又怕被陆刚打, 想听他说什么, 却又什么都听不懂, 真是急得想抓狂, 这样持续了很久, 陆刚心里也是一阵焦躁, 但是他又不能随便发脾气, 因为面前的这些人, 他还想用他们帮自己找韩玉, 可不能把他们给吓跑了, 于是想来想去, 他觉得还是年纪轻点的人, 接受事物比较强, 于是找了一个看起来年龄与自己相仿的人, 跟他脸比带滑地, 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好几遍后, 那人终于露出了笑容, 赞同地对陆刚点点头, 然后扭头对身后那些人说了几句话, 只见那些人听后都向他们这边不住地点头, 陆刚知道, 这人看来是听懂自己的话了, 就又继续对他说, 自己要找的韩玉床, 不过这语言不通交流困难, 他只能又找到一块骨头, 在冰面上使劲地画出一张大床, 上面躺着两个人, 这时那些人都觉得他所要的实在是太奢侈了, 在这里到处都是冰雪, 气候寒冷的人都快发狂了, 人要是睡在那张床上不被冻死才怪, 于是都摇头表示不同意, 陆刚又想了很多方法让他们知道自己的想法, 最后在那孩子的帮助下终于得到大家的同意, 不过陆刚也知道, 这里这么多人, 现在自己这里的食物, 要养活这些人直到找到韩玉根本不可能, 于是就让众人去帮他找韩玉, 他又回到沙漠里去打狼群, 打到后再把肉和皮毛都带回来分给大家吃, 一天的任务就是在冰层下面去找韩玉, 时间一天天过去, 就在陆刚来冰川的第一百天时, 人们终于找到了有石头的地方, 又经过一百多人半个多月的分力挖掘, 他们终于不负陆刚的众望, 挖出来一块晶莹剔透, 寒气逼人的, 两米宽两米长的巨石来, 陆刚听说后赶紧过去看, 当陆刚看见那块透明的巨石墙时, 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他终于找到了, 历经四个月, 他终于找到了给师父的礼物, 这一刻他高兴坏了, 在心里对师父说道, 找到韩玉床, 陆刚就要马上回去, 可是那些人们却非常舍不得他, 经过一百多天的相处, 他们知道, 陆刚是一个非常有本事的人, 他们想把他留下来做首领, 这样才没人敢再来欺负他们, 但是陆刚告诉他们, 这极北之地太冷, 不太适合人们居住, 如果他们想要他做首领, 就跟着他回去, 众人在这一百多天里, 也多少对他的言语了解一些, 听得半懂, 但是他们好像有些舍不得这里, 陆刚洒脱道, 那行, 你们想留下来, 我也就不勉强了, 然后把之前找好的绳子和木棍, 往那块巨大的韩玉上一绑, 拖着就往前走, 那些人们看见陆刚就这样走, 连一点商量的余地都不给他们, 非常舍不得, 见他那样拖着韩玉走, 好像又十分不妥, 就跟大家一商量, 也就拖家带口, 毫不犹豫地, 跟着陆刚一步一步追来, 他们这些人都是在寒冷的冰山下长大, 又都在寒冰里跑来跑去, 对于寒冷他们好像一点也不惧怕, 后来走出冰原到沙漠时, 人们走起路来身轻如燕, 又因为陆刚在人们挖掘韩玉的那一百多个日日夜夜里, 从沙漠到冰山这一路上, 来回跑了不知道多少趟, 也知道怎么才能让冰块一点一点地融化成水, 来解决饮水问题, 同时他也教会了众人在沙漠里求生的技能, 因此就算是他们人很多, 在路过沙漠这一路上, 也没有出现过因缺水而造成人员昏厥, 走过了沙漠, 他们的步伐就更加快了, 因此就赶在月初初十那天, 就回到了七国都城现在所在的蜀中, 梁子墨见陆刚不但自己回来, 还带回了一百多人, 和一块他从来没有见过的寒气逼人的巨大石头, 心里一高兴, 就先让人带着那些人去找了住处, 换了干净衣服, 然后又送去了吃食, 而陆刚只让他歇了一夜, 就又让他赶紧清点好迎亲礼品, 去柳城送给陈曼云, 梁子墨自己却在2月18的午时过后, 带着前面蜡月28才从山上吊回来的蔡瑞他们和迎亲队伍一起, 一路吹吹打打, 往一百多里外的柳城杆。 七国都城里, 就由杨红以及文武百官主持着筹办婚礼事宜, 梁子墨非常高兴, 他终于要与自己心仪已久的女子成亲了, 按理说君王成亲是不用出宫, 到女方去迎接的, 不过他的云儿是他未尽心思求来的, 他发过誓, 他这一生都要对他好, 他就是他梁子墨的一切, 要是他的云儿不开心, 他也就会跟着不开心, 他的云儿只能他来疼, 在这个世界上也只有他才配疼他的云儿, 爱他的云儿, 所以当他提出要带着迎亲队伍, 亲自去柳城迎亲的时候, 尽管众大臣都持反对意见, 他还是斩钉截铁的决定, 自己要亲自去迎接陈曼云, 不过梁子墨也非常担心, 有人来王宫捣乱, 自己刚刚才夺回的江山还不稳固, 他确实不该轻易离开, 但是如果让他在陈曼云面前端除大王架子, 他是永远做不到的, 所以就在二月十七的晚上, 梁子墨偷偷离开王宫, 来到柳城王宫去找陈曼云商量此事, 陈曼云听了他的意思, 这是在给他自己长脸, 这事儿必须帮他想办法办妥, 于是就毫不犹豫地, 把子凌和子霄他们姐妹从边关调回来, 镇守在七国都城里, 这才让梁子墨没有了后顾之忧。 当二月十八这天下午, 梁子墨带着拉得长长的队伍, 往柳城赶的时候, 百姓们听到了那锣鼓喧天热闹非凡的乐声, 都纷纷跑出家门来看热闹, 只见那去迎亲的队伍里, 人人都穿着, 代表着喜庆的红色礼服, 就连那些抬着柜子、 箱子和那些挑着担子上面, 都用鲜红的丝绸, 扎着大红花捆在上面, 这些大红绸花, 彰显着主人对这场婚礼的重视, 同时鲜艳的红色丝绸, 也给整个迎亲队伍增添了不少喜庆的味道, 那长长的迎亲队伍, 就像是一条长长的红色巨龙, 一台接着一台, 一旦跟着一旦, 一直拉长到百里开外, 从齐国现在的都城到柳城这段路程, 原本就只有一百多里, 也就是说这个迎亲队伍, 前面的领队的人, 已经到了柳城的城门口, 那队伍最后面的人, 才出了齐国都城, 百姓们都说, 像这样声势浩大的迎亲队伍, 是他们见过的最隆重, 最长的迎亲队伍。 平时, 总听人说十里红装就已经非常体面了, 今日一看, 那些什么十里红装, 只不过是小菜一碟, 跟今天这位齐国大王的迎亲队伍一比, 那简直就是小儿科, 根本不值得一提, 在月谷齐鸣声中, 梁子墨还听见那些前来凑热闹的百姓们议论纷纷, 对对对, 这大王与大王成亲, 可不就是咱们老百姓系里那个标准了? 是是是, 咱们蜀国要不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大王, 可能我们现在家家户户, 还生活在不被淹死, 就是被汗死的环境里呢, 所以不要觉得这齐国大王的礼物送得多啊, 他今生能娶到咱们大王这样的女子, 真是他千年修来的福气。 是啊, 试问这普天之下, 还有谁比咱们蜀国大王还会做生意啊? 在哪儿, 说来听听。 对对对。 梁子墨听着百姓们这样议论, 心里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烦躁, 这偌大的一个蜀国, 沿途的百姓们都是这样, 觉得自己娶了他们大王, 就是捡了个大便宜。 这样看来, 在这些百姓眼里, 他这个齐国大王就像是贪图他们大王的彩色一样, 就算是以前, 他在心里也曾经认为, 陈曼云确实是天上有地上无的女子, 非常爱慕, 她也是求了这么多年才求来的, 她娶回去一定要好好待她, 不让她受到一丝委屈。 可是, 现在听到别人在她的耳边说起这些言语, 却又觉得非常刺耳, 她骨子里带着的那些骄傲和自尊, 还是情不自禁地觉得有种想要杀人的冲动, 因为这些话让她听着, 突然就会产生一种自卑感, 而且这种自卑还是发自内心深处的, 让她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不过还好, 她身边那些吹鼓手们都非常卖力, 把月鼓声吹得震天响, 让那些议论的声音不至于传得太远。 从他们现在, 齐国都城坐落的地方到柳城, 这段路全是平原, 一百多里路就算是迎亲队伍的人再多, 礼物再重, 行走得再磨蹭, 三四个时辰后差不多也就到了。 队伍刚到柳城外的临阴路, 众人就看见整座柳城都被人们装饰得喜惊万分, 虽然他们到达柳城外十里处, 天已经快黑了, 可是还是让迎亲队伍的人们, 看见了柳城城外那些柳叶脱落, 正发心崖的柳树枝上绑满了红丝带, 挂满了红灯笼。 望眼看去, 这些披红挂彩的柳树, 给整个柳城都增添了不少喜庆, 远远的还有敲锣打鼓吹奏索呐, 和阵阵鞭炮声噼里啪啦的传来, 令人情不自禁地就抬头寻声望去。 这时, 众人还看见那传来月声和鞭炮声的地方, 到处都是星星点点的烛火, 和那排成一排的火把, 在这夜幕降临的时候, 把那原本已经该模糊的光景, 却照得格外亮堂, 只是离得太远, 就算梁子墨修炼了空间里的功夫, 也看得不太清楚。 此时他很想知道, 那些手拿火把烛火的到底是些什么人, 天都黑了还不回家, 他们这又是在干什么? 于是派了一个亲随前去打听, 只听那被派去打听消息的亲随回来说道, 回到啊, 那些人都在做祭祀活动。 梁子墨听后笑着问道, 祭祀? 这么隆重啊, 那你打听过没有, 他们这是在祭祀谁呀? 属下看过了, 他们都在未来王后的生死里, 焚香祈福, 里面还有人在耍龙灯, 踩高桥, 滑踩连船, 甚至热闹。 那亲随随着说道, 梁子墨心里一下就恼火起来, 觉得自己的迎亲队伍, 没有人家蜀国的百姓们, 为陈曼云办得热闹了, 但是如今的齐国连连受创, 在他那亲叔叔手里, 国里已经不如以前, 这又经过几年, 不但连年天灾, 还有梁浩辰那人祸, 为了他的私心, 把百姓们搞得民不聊生, 死伤无数, 如今到了自己手里, 国内人口锐减, 众多田地荒芜, 国库空虚, 根本就没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 就连前几天, 让陆刚带过来的绫罗绸缎, 都是他以齐国大王的身份, 跟人家造之商奢来的, 承诺以后天下统一了, 让人家做皇商, 这才得来那价值不菲上等的私制品, 而那些金银, 都是从他父亲给他留下的宝藏中拿出来的, 那些金银可是他父亲给他留下来, 安身立命的宝贝, 当初他父亲是预想着, 就算是一直天下太平, 将来他长大了, 也是要有所作为的, 可惜还没等到他梁子墨长大, 王位就被自己叔叔夺了去, 还杀死了他的父母, 前些年他就算是落魄到跟陈曼云他们一起, 在山上过那样艰苦的日子, 以及后来带着那些愿意跟随他出生入死的兄弟, 在山上开荒种地, 艰苦的日子, 他也没打算动用他父亲留下的那些宝贝, 而如今他已经是齐国大王, 国力衰微, 他完全应该拿那些宝贝出来, 扩充军需, 兴农兴丧, 修水利等, 作为兴国之勇, 可是他倒好, 那些事情那么急迫都没敢动那些钱财, 反而是这次给陈曼云送迎亲礼时, 他倒大方的, 命人去把那些埋了十几年的东西全部翻出来, 还嫌不够, 又大费周章地亲自去了江南一带, 购买上等的私制品, 唯恐怕别人说他的迎亲礼寒酸, 让陈曼云在别人面前没了面子, 可是尽管这样, 现在在这柳城外, 看见了百姓们对陈曼云的尊敬, 他还是觉得他给自己云儿的还不够多, 因此竟然心生愧疚, 不过他并没有生出停止不前或者就此作罢的想法, 而是在心里按下决心等成亲后, 他一定要为自己的云儿把那些不足的地方全都弥补上, 让他永远都不后悔, 这辈子嫁给他梁子墨, 梁子墨带着迎亲队伍一路吹吹打打, 很快就来到柳城的城门口, 这时天已经全黑了, 二月的天气早晚还有一些寒意, 虽然梁子墨功夫深厚, 对这点温差没什么感觉, 但是跟他而来的官员们, 有的身体不好的就感觉有些冷了, 比如说跟着蔡瑞的一个先行官, 他也算梁子墨的老部下, 他就是当年梁子墨刚到南平关时, 遇见的那三个逃兵的其中一个, 崔长寿, 早年因为家中贫寒, 身子底子打得不好, 再加上多年的军旅生涯, 身上刀疤都有十几处, 年轻时倒还没什么感觉, 现在上了点年纪, 那些旧伤, 每逢阴雨天气, 就会让他疼痛难忍, 痛不欲生, 遇到天气温差大的春秋季节, 也比别人容易染风寒, 所以此时崔长寿骑在马上, 就觉得身上就像没穿衣服一样, 冷得牙齿不听使唤, 咯咯抖起来, 而此时, 那柳城城门口又聚集着很多人, 人头攒斗, 友儿窃窃私语, 友儿抬头看着, 他们好像在等什么人, 此时, 先行官被蔡瑞调到后面去了, 蔡瑞他自己骑着高头大马, 助力在队伍前面, 看到城门口的这种情况, 又看身后众人, 心想, 身后这长长的队伍, 一时半会儿可能还通不过去, 他又扭头看看队伍里, 一直在颤抖的崔长寿, 就让人给崔长寿拿衣服来夹上, 梁子墨也知道, 这崔长寿现在身体不好, 如果他们再在这露天待着, 可能又要感染风寒, 于是让亲随前去打听, 看看那里究竟出了什么事, 不一下秩序, 真不知道这柳城的秩序, 今天居然这么乱, 该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吧, 就在那亲随得令后, 还没有来得及走到城门口, 梁子墨和众人都听见, 从城门口传来, 响彻云霄的恭迎声, 梁子墨寻声看去, 只见原本那些站在城门口的人们, 此时都已经整齐地跪拜在他们的马间, 仔细一看才发现, 为首的居然是自己的表哥, 如今蜀国的丞相大人莫绍涵, 之前是因为距离远, 城门口那么多人, 又有禁军, 头上那一派火把, 所以梁子墨根本没看清, 那里聚集的到底是些什么人, 现在看清了, 梁子墨忙跳下马, 准备伸手将莫绍涵扶起来, 这时耳边却又听见, 震耳欲聋的声音说道, 大王一路舟车劳顿, 十分辛苦, 我等奉大王之命, 特来迎接大王, 我们大王早已经在宫里, 备好了酒宴, 请大王带着蔡瑞, 蔡大人, 秦松, 秦大人, 张超, 张大人, 袁凯, 袁大人, 一起赴宴, 其他成员, 陈等已经按各自的品级, 给他们安排好了宴席和住处, 现在就请大王随臣等来, 梁子墨听了众大臣的话, 心里十分畅快, 他就知道, 自己的云儿考虑事情十分周到, 心中非常欣慰, 看看, 他们这迎亲队伍少说也有千余人, 这么晚猜到, 他居然已经让大臣们, 把所有的事宜都安排妥当, 这事儿要落在其他人头上, 只怕是前十天就要开始做准备, 也不一定能够做得这么好, 梁子墨想到这儿, 不禁暗自佩服起自己的眼光独到, 当年要不是自己慧眼石珠, 早早地与云儿定了亲, 今日还不知道会便宜了哪个夫妻好的家伙, 去到这样一位仙妻美眷呢, 如今看来自己当时的死缠烂打是多么明智, 幸好自己放下身段, 没有骄傲地持着那无须的, 自己先往子嗣的身份, 用有色眼镜去看事情, 要不然, 他梁子墨现在肯定就错过了跟云儿成亲的机会, 同时没有陈曼云的财力物力支持, 他今天也夺不回江山, 成不了齐国大王。 就在梁子墨在这一愣神的时候, 跪在他面前的莫少涵, 伸手扯了扯他的衣角, 提醒他, 赶紧让众大臣起来。 梁子墨这才回过神来, 低头一看, 这才发现被莫少涵领出来迎接他们的一干大臣, 都还跪在地上, 联盟伸手拉起面前的莫少涵, 并大声向众大臣说道, 众位大人辛苦了, 大家都快快请起, 明日是本王与云儿成亲的好日子, 本王刚才高兴时, 一时忘了行, 还请诸位大人见谅, 既然诸位大人给所有的官员都安排好了, 那就请诸位大人快带我等进宫去吧。 梁子墨这边话音刚落, 就听见宫门外声乐声又响起, 很显然这次是蜀国派出的乐队齐奏, 吹奏的是最喜庆的白鸟嘲讽, 梁子墨随着莫少涵带领一帮大臣, 跟着震天的乐队, 浩浩荡荡地往王宫里走去, 到了东环门, 乐声停止, 乐师们和莫少涵带出来的那一干大臣们, 都齐齐地跪倒在地, 高声呼喊, 众大臣声音落下, 就听见陈曼云那又软又糯, 让人一听齐音, 就想见齐人的美音响起。 众位大臣辛苦了, 既然人已经接到了, 那就快去安排酒席的事宜吧。 众大臣们都沉浸在他的美音里, 一时间居然忘了几身谢恩。 梁子墨此时站在众大臣身边乐师们身后, 他看见那个自己魂牵梦绕的人, 此时离自己不过四五丈远, 他正坐在一辆披红卦彩, 周围用粉色的青杖罩住, 宽大的卵脸上。 周围由宫女和内侍簇拥着, 那些内侍们每人手里都拿着一个火把, 在夜色里把东华门罩得如同白昼。 这时梁子墨真想飞奔过去, 把自己的云儿搂在怀里, 诉说连日来的相思之苦, 又或者现在就要与他拜堂成亲。 可是现在身边被这么多人围着, 他心里就算再怎么想, 也不能真的去做。 这可是在两国的满朝文武面前, 他这个君王可不能失了一探引人笑话, 于是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远处的人儿, 心里有说不出的激动和爱恋。 此时坐在鸾脸上的陈曼云, 也看见了站在人群里被周围昏黄的火把, 照得满脸通红, 而且看起来越来越有帝王范儿的梁子墨, 如今的他真是越来越神采俊逸, 英明神武, 就这样的长相, 这样的身材, 这样的气质, 就是远远地看着, 也有一种常人难以抗拒, 想要亲近他的魅力。 就连他历经良事的陈曼云, 此时心里也有一种想要走过去, 和他亲近的冲动。 不过如今他是这蜀国的大王, 可不能当这重大臣的面, 丢了脸, 于是赶紧收起他那点小女人心思, 不自觉地红着脸收回视线, 又再次微微一笑, 对着跪得满地的大臣们说道, 好, 各位亲家辛苦了, 接下来齐国大王就由本人亲自来款待, 亲们现在就各自回去, 陪自己分内的客人吧。 重大臣们一听陈曼云这样说, 都赶紧从地上爬起来大声说道, 谢大王恩典, 臣等就此告退。 众大臣们说完, 转身快速离开东华门, 各自回到专门招待外国使臣的驿馆, 去陪与自己同级的齐国官员了。 齐国跟梁子墨一起来的乐师们, 就被安排在外围的酒席上, 有负责驿馆的人陪同, 梁子墨看见大臣们都走了, 自己身边只剩下自己的表哥莫绍涵, 以及蔡瑞张超, 袁凯, 秦松等人, 而陈曼云身边也只剩下四个宫女, 两个内侍, 以及梁匹拉年的西域禁贡的 枣红色汉雪宝马, 还有萧应月和寒烟, 以及前几天早梁子墨一部 来送李迎亲的陆刚, 这时其他人都走开了, 只有他们这几个熟识多年的人在一起, 也就没有什么规矩可讲。 莫绍涵带着梁子墨和蔡瑞他们 向着陈曼云他们走来, 等梁子墨他们一行人走到面前时, 陆刚这才赶紧向梁子墨行礼。 微臣, 拜见大王。 梁子墨现在整个人 都被那赵曼里的陈曼云给吸引住了, 哪里还有时间去理会陆刚, 只见他快步, 夺过陆刚身后的路, 无所谓的。 免礼。 然后他人已经到了陈曼云的软脸前, 深情款款地看着自己心爱的人, 可是陈曼云却好像没有看见他一样, 只是笑盈盈地看着梁子墨身后, 对他本人却是不理不睬。 梁子墨看见这种情况心里大忌, 猛然感到非常受挫, 正想对陈曼云说些什么, 这时身后却又不协调地传来蔡瑞他们的声音。 徒弟们参见师傅。 梁子墨听到这些声音, 很想赶他们赶紧离开, 可是却又看见自己云儿笑眯眯地说道。 好,你们都来了, 快, 见过萧姐姐和寒烟姐姐。 梁子墨听到自己的云儿, 对那几个臭小子这样热情, 心里酸酸的, 非常难受, 很想让其他人都回避, 只留下自己云儿好好说说话。 可是自己今天是来迎亲的, 明天就要与自己的爱人成亲了, 现在惹怒任何人都会让这喜庆的气氛变得凝重, 让自己的云儿不开心, 因此也就不敢擅自做主感人了。 她曾在心里发过誓, 这一生都要让云儿快乐, 要是因为这些小细节惹怒云儿, 影响了明天成亲的心情, 那可就不美了。 于是只好耐着性子站在她身边, 听蔡瑞他们说着那些无聊的话。 拜见萧姐姐, 寒烟姐姐, 好些年没有看见你们了, 你们还好吧? 以前, 我们几个在太学就读的时候, 好多次都想去找你们的, 可是, 却又一次次地被各种理由 把勇气给击退了, 以至于, 到现在。 蔡瑞他们四人就像四胞胎一样, 一起抱拳拱手, 热络地你一言我一语, 跟萧应月和韩烟聊着, 萧应月和韩烟也礼貌地向众人心里, 然后好笑地说道, 这只能说明你们自己没有勇气来找我们啊。 是啊, 我们两个可是一直在这王宫里待着的, 只要你们来找我们, 我们肯定高兴地接待你们, 可是腿长在你们身上, 你们不来, 我们也没有办法不是? 韩烟也笑着说道, 陆刚听了韩烟这些调皮的话, 忙一拱手, 微微笑着说道, 韩烟姐姐说的是, 不过当时, 我们是为了求学来太学的, 雷济山上有上千人期盼着我们学成规矩, 同时也有上千双眼睛盯着我们, 我们是带着师父的期望来学习的, 万不能辜负了师父对我们的嘱托和厚望, 所以虽然我们心里都很想来看你们, 但是又怕耽误了学习的时间, 就连学院里木休的时候, 我们几个都在认真地学习, 我们几个都是没爹没娘的孩子, 要不是师父联系, 在这个灾难不断的年代, 我们早就饿死了, 所以, 我们几个商量好了, 一定要给师父争取, 一定要学有所成, 学有所用, 绝不让他失望, 现在, 我们都做到了, 虽然当时, 我们没能抽出时间来看你们, 现在和以后, 我们却能经常见面, 不是吗? 是啊, 两位姐姐, 我们可没有不想来看你们, 而是心里想着, 却又实在抽不出时间, 不过, 现在就像陆刚说的, 师父和梁大哥成了亲, 大家呀, 就要同朝为官了, 只要你们一上朝, 咱们不就能每天见到了吗? 蔡瑞笑嘻嘻地接着陆刚的话说道, 萧应月和韩燕听了陆刚和蔡瑞的话, 也笑盈盈地齐声说道, 嗯, 这倒说的也是, 听大家聊得火热, 陈满云笑着说, 是啊, 你们大老远来台学, 就是为了学知识, 古人云少壮不努力, 老大徒伤呗, 所以陆刚你们连夜访友的时间, 都用来学习的这种精神, 着实令维师感到新闻, 总算这些年没白疼你们, 而且你们也很有志气, 不负众望, 五个人都年纪轻轻, 就当上了六部要员, 真是少年英才, 不过你们可不能骄傲, 以后的日子里, 维师还希望你们能竭尽全力, 为国为民, 但经竭力, 鞠躬尽瘁, 多为百姓做事, 这样才不负师父对你们的期望。 莫少涵听到陈曼云说起这些, 他又想起了自己在地震后, 洪水来时, 逃难去天魁镇时, 照莫老板的一路上所看到的情景, 那些五六岁七八岁的孩童, 虽然都很幸运地趴在或坐在木板上, 飘在水面上, 但是都已经饿得奄奄一息, 或者无精打采, 他敢肯定, 那些孩子们没有大人的照顾, 到处又都是兵荒马乱, 没有吃的不出三天, 就会饿得昏倒在水里淹死, 所以他在看见陆刚他们这些, 能在灾难中活下来的孩子, 心里非常感慨, 莫少涵这话一出, 引得众人都回忆起那个令人恐惧的年代来, 大家的心也突然沉甸甸了, 想想那些艰苦的岁月, 他们每个人都有亲身体验, 那是一段让人刻骨铭心, 永生难忘的苦难日子, 陈曼云听了心里也颇有感触, 心里对那场灾难中, 那些自己没有来得及, 去救出来的人们, 虽然也有种莫名的心痛, 但是那些令人无能为力和措手不及的事, 早就已经过去了, 他是一个现代人, 深知意外和明天不知道哪个先来, 所以在大自然面前, 渺小的人类只能活在当下, 不过这些道理他不好跟眼前这些古代人说, 在这里, 人类的文明和信息都只能身教, 言传都是过期的东西, 不像在现代, 传播渠道有很多, 人们熟知的电视电影手机等, 可是这里没有发达的科技, 没有畅通无阻的信息, 贫穷和落后, 阻碍了人们的视野, 牵制了人们的思想, 这群人之所以能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活下来, 多半都是源于他陈曼云, 如果他现在说出自己对自然灾害的无能为力, 就会让在场的所有人对将来的生活失去希望, 他们的面说出一点带负面影响的话, 哪怕是他们心里都知道, 他们也不愿意听到那些丧气话出自陈曼云的口, 这个影响力太大, 他必须克制, 再加上今天本来是他与梁子墨, 肖映月与墨绍涵, 寒烟与孟浩成亲的前夜, 这是喜事, 三喜临门的喜事, 本应该是举国同庆的大喜事, 所以现在根本不适合再继续这个话题, 让大家心里忧郁, 不畅快。 于是他忙转眼轻松一笑, 对现在沉浸在那些苦难的往事中的众人说, 好了, 天色已经晚了, 大家赶紧进去用膳吧。 经过陈曼云一提醒, 大家都赶紧从那些令人心情沉重的往事中走出来, 继续有说有笑的往王宫里走去, 仿佛谁也没有在意刚才的话, 更没有人留意到陈曼云给梁子墨吃得闷憋。 梁子墨此时, 也从那些让人难忘的艰苦日子里走出来。 可是他看见陈曼云跟蔡瑞他们有说有笑的, 那心里酸的,就像有十口醋痰子都被打翻了, 难受得要死, 却又不好发作, 只能铁青着脸坐在心爱的人身边。 而陈曼云对于梁子墨脸上的表情, 却是毫不在意, 还故意装作没有看见梁子墨, 也就只能在自己心里生闷气。 其实陈曼云这倒不是故意气梁子墨, 而是看他刚才太过心急, 就连陆刚对他的参拜也视若无睹。 陈曼云这样做就是想告诉他, 作为一个君王, 不能在臣子面前有情绪, 更不能对任何一个大臣怠慢, 如果以后他做了天下之主, 也这样对待大臣可就不好了。 一个君王对于拥护自己的大臣, 都不留一点情面, 还当众冷落, 很容易让心腹寒心, 让别有用心的人钻了空子, 更容易使君臣离心。 一个总是伤大臣心的君王, 也就很容易失去民心, 失了民心的君王, 也就是失德。 也许梁子墨真的不懂, 一个政治集团, 其实就像一艘承载着千万吨的大船, 帝王是船长, 掌握着船的方向, 满朝文武百官, 就是那大船两边推波助澜, 划船的水手, 百姓们是水, 想要这艘大船在水里平稳前进, 必少不了船两边那些水手的力量, 就算是这艘船上的船长深知水性, 也不能少一个水手, 如果少一个水手, 船两边用的力就不一样了, 船身就会因为力道失衡, 而停止不前或原地打转。 这时倘若船长还不知道补救, 还要一意孤行的话, 这艘船就很有可能会被自身旋转形成的漩涡, 激起惊涛骇浪。 陈曼云虽然学历史的时候不太认真, 但是他也知道这其中的利害关系, 一个君王失了德, 失了民心, 就像是一只孤舟, 在狂风大浪里行驶, 一不小心就翻了船。 陈曼云原本打算, 成亲后就让他梁子墨一个人来决定天下大事, 但是就他今天这表现, 他哪里还敢把这么多人的事情都交给他去办? 只怕是要不了两年, 他陈曼云花费了这么多年, 才打下又治理好的江山, 就又要像之前的齐国一样, 被他治理得民不聊生满目创意, 到时候那必定又是白骨累累, 恶服满地, 然后群雄四起战火连天, 百姓流离失所, 那后果不堪设想。 他这样的小性子, 都是在自己人面前发作时无人敢管, 老是被放纵才有了今天的嚣张, 时间长了他这些看似小毛病的习惯一旦养成, 以后面对满朝文武大臣, 遇到某种特殊的事情时, 只怕是他也控制不住, 到时候他这小毛病, 就成了毁掉一切的大毛病。 所以陈曼云才故意这样做, 让他也尝尝被人冷落的滋味, 不过当着萧英月, 以及自己五个徒弟他们的面前, 如今又是国之栋梁的面, 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 这几个人都将是他们夫妻的心腹亲戚, 他不能让梁子墨太难看, 还得给梁子墨这个未来的天下之主留些颜面, 以免以后在朝堂上湿了微眼, 有什么事情等以后成了亲, 两夫妻关起门来, 再慢慢跟他说, 相信以他的聪明, 不用他多说, 肯定是一点就透。 那些什么围军知道, 自己只要稍加点拨, 他就能心领神会。 现在两人马上就要成亲了, 万不可在此时把关系闹枪, 那可不是他陈曼云所想要的结果。 于是又笑眯眯地对被冷在一边, 心里难受得快要爆炸的梁子墨说道, 梁大哥, 快到脸上来, 我们一起同坐。 梁子墨听到自己心爱的云儿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这样给自己面子, 让自己到他身边去, 与他同坐在那象征身份和地位的脸上, 顿时越从心生, 也就把刚才那些不愉快全部抛住脑后, 高兴地往上一跃, 掀起帐帘而入, 开心地坐在陈曼云身边, 将他那娇小的身体拥入怀中, 伸手拉着他细嫩柔滑的小手, 恨不能将陈曼云整个人都镶嵌在自己身体里, 免得整日受那相思之苦。 陈曼云见梁子墨这样在众人面前秀恩爱, 想到他们马上就要成亲了, 也就笑盈盈地接受了, 他的这些小动作并没有出言阻止他, 在他们这里像那些民间什么要成亲之前, 男女不能见面之类的习俗, 到了他们这儿就都改了, 他们不光见了面, 今晚还要在一起举杯队业。 这一下陈曼云这个来自21世纪的新型人类, 就算是彻底地打破了那些封建社会的繁文入节了。 梁子墨见自己的娇妻, 此时就温顺地依偎在自己怀里, 心里非常高兴, 只听他对内侍说道, 起驾,回宫。 内侍们都知道, 他们的大王把酒宴设在宽敞的青阳殿内, 所以听到梁子墨的命令, 架着软拧就缓缓地往青阳殿而去, 众人看见陈曼云和梁子墨走了, 这才快步跟在后面, 一同往青阳殿走去。 到了青阳殿, 陈曼云命人请来谢氏, 兵退宫女和内侍后才开始酒宴。 他们这一群人没有了左右侍从, 就像是一家人一样, 无拘无束地吃着, 弹着, 喝着。 酒过三巡, 萧应月寒烟和陈曼云, 酒都被谢氏催促着先去歇息, 因为明天他们三个都是新娘子, 早上一大早就得起床洗漱打扮。 三位全服夫人, 陈曼云早就命人请到王宫里来, 三人的嫁衣绣娘们也早就绣好了, 萧应月和寒烟的嫁妆, 陈曼云也早早备妥, 只等着2月19这天的到来, 还有各蜀国派来恭贺的使臣都已经到了, 安排在专门接待使臣的驿站里, 真是万事俱备, 只等婚期的到来。 陈曼云觉得这些年来, 自己一直忙于为百姓谋福利, 发展各国之间的贸易, 所以跟长大后的几个徒弟, 从来没有这样随性地喝过酒, 就有些舍不得离开。 众人见此情况, 想到明天各自都还有要事要忙, 梁子墨、墨绍涵, 还有今夜还在负责柳城治安的梦号, 三人明天都要当新郎官, 不能熬太久。 陆刚、蔡瑞他们五个, 得负责两边王宫的安全, 也不能贪贝, 就都赶紧起身告辞。 陆刚、蔡瑞他们早就商量好, 现在由陆刚、蔡瑞两个去换孟号的班, 让孟号这苦命的孩子, 在新婚前一夜也可以睡个好觉, 明天拜堂时也不至于还在打瞌睡。 众人都走了, 陈曼云他们三个也各自回房睡了, 偌大的王宫里就只有负责安全的禁军们轮番巡逻。 第二天早上, 也就是二月十九这天早上, 五更十分天还刚蒙蒙亮, 陈曼云就被谢氏和宫女们 从温暖舒适的床榻上拖了出来。 陈曼云知道, 自己今天只是一个代嫁的闺中女子, 一切都只能听从母亲和全夫夫人的话, 于是就乖巧地在谢氏的安排下, 写书完后, 吃了一点意味团圆的汤圆后, 就开始接受宫女和全夫夫人的舒适打扮。 首先是一个全身穿着对金浅红礼服, 头戴象征数过贵妇的机关帽的全夫夫人为她梳头, 嘴里还不停地说着吉祥话, 一书梳到头, 荣华富贵, 不用愁, 二书梳到头, 无病又无忧, 三书梳到头, 多子又多瘦, 再书梳到头, 举案又齐眉, 二书梳到尾, 逼一共双飞, 三书梳到尾, 举案又齐眉, 有头有尾, 富富贵贵。 这时外面天色已亮, 蜀国贵族的家眷们、 龟秀们都来为陈曼云这大王添装, 顿时他和谢氏住的朝阳殿, 门庭若氏, 人来人往。 陈曼云心里想着, 这个时候外面来了这么多人, 自己空间里那些山上的人们, 正好也借此机会带出来恭贺, 还有被自己罚在空间里, 闭门撕过几个月的礼柱子, 他们可都算得上是自己的娘家人, 得让他们早点出来沾沾喜气, 于是跟宫女们撒了个谎, 去了一趟茅厕, 趁机把原来住在山上那些人, 连同被他单独关在第二级空间小木屋里的礼柱子, 也都带了出来。 前两天, 他就进空间跟月秋萍他们说过, 说是让他们准备好, 到了2月19这天, 子凌就会将他们送到蜀国的王宫去参加婚宴, 这时那些人一出来, 就高兴地到处走到处看, 他们这些个庄家汉庄妇们, 哪里见过如此宏伟华丽的宫殿, 一时间管不住自己的脚, 在整个王宫里到处走, 幸好陈曼云十分有先见之名, 让陆刚蔡瑞他们指手, 他们俩对这些人都是比较熟悉的, 所以在那些村民们在王宫里迷路时, 都能被他们派到到处巡逻的士兵们, 几时找回送回青阳殿。 而李柱子他出来后的第一个想法, 就是找自己的师父认错, 其实说起来他本身是没有错的, 不过在他心里, 却是把那次山上被毁的责任, 全部包揽在自己身上, 所以他觉得所有的错都是他一人所犯, 他一定要去向师父赔罪, 而陈曼云直到现在都还不知道, 当初观音菩萨, 为什么要把李柱子送到他这里来当徒弟, 但是这些是仙家的机密, 他一个凡人是不能随便打听的, 时机未到时就算问了, 观音菩萨也不一定会告诉, 所以他就干脆来个不闻不问, 随便他是来做什么的, 他都采取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的办法, 认他李柱子也暂时翻不起大浪, 而且他在山上被毁后也早就想好了, 如果自己实在驾驭不了李柱子, 就让他去甘州的羊马场, 让他去帮自己木马, 既然他那么不好管, 有观音菩萨的情面在, 自己又不能直接将他囚禁, 那就把他送得远远的, 眼不见心不烦, 这时山上那些村民们在这王宫里, 与陆刚蔡瑞他们兄弟俩相遇, 真是倍感亲切, 他们大概有三四年没见面了, 大家围在一起愉快地相互畅谈了一会儿, 因为今天情况特殊, 陆刚蔡瑞他们兄弟俩要负责王宫的安全, 他们不能老陪这村民们, 就在谈了一盏茶后, 让人把他们送到陈曼云的朝阳殿去管理, 这时虽然蜀国那些贵族的家眷们都已离开, 可是山上那可是住着上万人, 村民这样一涌入, 整个朝阳殿就给挤得满满当当, 他们今天是来给陈曼云添装的, 大家见到陈曼云都高兴坏了, 都整整齐齐地往陈曼云的寝殿里挤, 不过门口的宫女却不让进, 于是村民们只能在陈曼云的寝殿外, 一起把给陈曼云添的妆交给守门的宫女, 然后大声在殿外说着各自祝福的话, 那么多人一人一句, 也把陈曼云的耳心都给震得嗡嗡作响, 陈曼云这人向来喜欢清静, 他被村民们吵得实在受不了, 就让人安排众人先去吃酒席, 村民们走后整个朝阳殿一下清静下来, 陈曼云才觉得自己还活着, 看着铜镜里那张被宫女们铺了一层又一层厚厚的粉, 显得苍白的跟僵尸一样的脸时, 他自己都被吓了一跳, 紧张地对左右说道, 这是我的脸吗? 这么白? 看着怪吓人的? 宫女们却笑着说道, 大王别急, 今天我们可得把您打扮得漂亮些, 大王虽天生励志, 但是脸蛋过于轻瘦, 上了妆就显得您更瘦, 所以奴婢们多给您铺鞋粉, 这样使您的脸蛋看起来饱满一些。 陈曼云听了又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嘟着嘴巴说道, 原来是这样啊, 不过这样子出去会不会吓到人啊? 不会不会, 我们还要在您脸上加些胭脂。 负责给他上妆的宫女笑着说道, 陈曼云看了一眼, 他手里那像血一样鲜红的胭脂, 心道, 妈呀, 这不是要打扮僵尸吗? 这时候自己也只能任由他们白布, 也不知道到时候梁子墨 看见自己那鬼样子, 会不会被吓到? 想到这里陈曼云突然玩心大起, 很想看看梁子墨看到自己这副妆容会是什么反应, 掀开盖头后, 会不会被吓得撒腿就跑呢? 他想, 如果想要把梁子墨也吓到, 这妆容似乎还淡了些, 要是把这小嘴儿再涂红一些, 脸上的粉再铺厚一些, 可能就被吓到了。 但是现在这脸上铺的粉已经够厚了, 再往上铺, 只怕待会儿脚下一动, 这脸上的粉就要往下掉了, 再说这些古代的化妆品都没什么防水功能, 现在身上还只穿上了一件比较厚的大红价衣, 自己开始发热, 后背直冒汗, 待会儿这头上还要戴上那沉重的纯金凤冠霞皮, 只怕会更热, 到时候脸上额头的汗水就出来, 把妆都弄花了, 那就不是在化妆而是在毁妆了。 如果按自己刚才那恶作剧的想法, 岂不是自毁形象? 算了, 为了保持自己这清纯的形象, 还是让宫女们把脸上多余的粉都抹掉吧, 免得到时候梁子墨掀开盖头被吓一跳, 拔腿就跑, 不敢进洞房, 不就要一笑大方了? 于是陈曼云正色对宫女说道, 还是给本王把妆弄得淡一些, 这个样子本王都不敢出去见人了, 只能乖乖地把他脸上多余的粉都擦掉, 就连那胭脂也换成淡粉色。 等宫女们把妆给他化好, 戴上凤冠侠皮后, 就听见外面的喜婆喊了, 新娘子都准备好了吗? 及时快到了, 赶紧梳妆, 新郎官在外边等着, 为新娘子上花轿呢。 这时, 一直坐在旁边陪着陈曼云的谢氏, 看着眼前美艳如花的女儿, 此时娇嫩的脸上, 只着了淡淡的妆, 这样一来更显得她那精致的小脸更加精致绝伦。 想想十六年前, 那个娃娃坠地的婴儿, 一晃眼就要出嫁了, 谢氏心里实在有些舍不得, 可是她也知道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的道理, 所以只能双眼含泪地 搂着陈曼云的肩膀, 嗡声嗡气地说道, 云儿, 养的好孩子, 你长大了, 出嫁以后, 就要为人母了, 你可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任性, 凡事都要以丈夫为主, 做一个相夫教子的贤内助。 陈曼云听了谢氏的话, 太过卑微, 她可不是什么逆来顺受的小女人, 她这个拥有21世纪 新型人类思想的灵魂, 嫁人后才不会试试依附男人, 甘愿做男人的附属品, 随时被男人呼来喝去呢。 她早就让梁子墨做好婚后, 宠着爱着, 依着由着她的思想准备, 不想用这些封建社会 拿来束缚女人思想行为的理念 来束缚她, 她可没有办法接受。 要是梁子墨到时候 真想用这些东西来束缚她, 那他们俩的感情也就走到了尽头。 她是绝不可能为了谁而委屈求全的, 如果真到了那一天, 梁子墨和她就只能一拍两散, 于是她没有等谢氏说完就打断她的话, 并且一边用手绢 帮谢氏擦着眼泪一边说道, 唉, 娘, 您别担心, 女儿知道该怎么做, 您就放心吧, 我和梁大哥一定会幸福的。 谢氏听到女儿这样说, 也知道自己的女儿向来都是个有主意的人, 所以也就没有再多说, 顺从地点点头, 破题微笑道, 娘就你这么一个孩子, 满心满眼都期盼着你能幸福, 只要你幸福, 娘就是做梦都会笑醒。 谢氏的话音刚落, 门外又传来喜婆的声音, 新娘子好了嘛, 好了快出来吧, 别耽误了及时。 谢氏听了喜婆的催促, 连忙硬道, 唉, 好了好了, 马上就出来。 谢氏说着, 接过宫女手里的盖头, 亲自给女儿盖上, 这才让宫女去打开门, 让喜婆跟在她身边, 身穿大红礼服, 头戴, 紫金罐插大红花, 身上绑着大红酬扎红花的梁子墨进来。 梁子墨这家伙还真会讨丈母娘欢喜, 只见她一跨进门, 看见谢氏手牵着自己娇妻的手, 忙对谢氏拱手一拜, 然后双膝跪地说道, 岳母在上, 请受小婿一拜。 谢氏见梁子墨, 如今已经虽身为齐国大王, 在她面前却一点也没有拿出大王的架子, 还像以前那个, 同他们一起住在山上的梁大夫一样, 对她这丈母娘还是毕恭毕敬, 于是就笑眯眯地说道, 好好好, 好女婿, 今日微娘就把云儿交给你了, 日后云儿要是任性, 惹你生气, 也请你迁就她些。 云儿这孩子从小没有爹, 被生活磨得性格非常刚毅, 从来不会跟谁低头认错, 这也都是我惯的, 所以请你在她犯倔的时候, 千万别跟她计较, 有什么事情你可以找我来跟她说, 千万不要与她置气, 那样会伤得你们的和气。 梁子墨听了谢氏这番话, 知道谢氏这是变着发的, 让她无论如何都要让着陈曼云, 却也非常开心地答应着。 好, 请岳母大人放心, 成亲后, 我会被加唐爱云儿的, 我也不会跟她置气, 只会好好地呵护她的。 梁子墨这些话谢氏听了非常开心, 点点头, 眼含热泪把陈曼云的小手亲手交到梁子墨手里。 梁子墨兴奋地接过陈曼云被衣袖套着的小手, 轻声说道, 说着梁子墨转身把连路都看不见的陈曼云背在背上就往外走, 这时就听见身后响起宫女们一阵幻天喜地的恭贺声。 紧接着身后一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响起, 同时也伴随着宫女们在地上开心地剪着红包的声音, 此起彼伏。 这些喜庆的声音在陈曼云的脑海里勾勒出一幅喜庆的送亲图, 他心里也非常高兴。 随着梁子墨的脚步和越来越近的鼓乐声, 他们很快就来到放花轿的东华门, 在这里又刚从四面八方赶来恭贺他们新婚的十六位仙俄, 和天廷派来送贺礼的太白金星。 当众人看见梁子墨把盛装的陈曼云放进装饰华丽的花轿里时, 此消连忙走了过来, 低声在陈曼云耳边说道, 主人,梁大夫带来的队伍里有一千多人, 现在又加上这蜀国和山上送亲的人, 可能是数以万计, 再加上大人孩子都有, 一路上只怕马车都要被塞满, 也坐不下这么多人, 要是让他们就这样走回去, 只怕要到明天夜里也不一定走到, 这么长时间在路上, 还得在路上生火做饭太麻烦了, 还会延误及时, 我听说成亲过了及时就不吉利, 不如现在你就把王母娘娘的金丝香七宝腰带拿出来, 载着众人去那边, 这样既能不误及时, 又能省去不少麻烦, 主人你觉得怎么样? 陈曼云听了紫霄的话非常有道理, 先不说会不会误了及时, 这种迷信的东西陈曼云是不信的, 可是死去送亲的人多, 这是事实, 如果真走上一天一夜, 在路上生火做饭, 那也绝对必须的, 还有可能要在外面露宿, 因为他们一群人这么多, 沿途就没有一下子, 能容纳下这么多人的城镇, 要说起来也确实麻烦, 于是就在紫霄话音一落时, 陈曼云就从怀中掏出那金丝香七宝腰带交给紫霄, 紫霄姐姐, 你说得对, 我现在不方便出去, 你就帮我招呼一下众人, 让他们都站在金丝香七宝腰带上吧, 紫霄接过金丝香七宝腰带, 转身就将腰带扔出去, 让它变到足够大, 然后又招呼众人, 站在金丝香七宝腰带上, 一起飞向七国王宫, 紫霄他们十六位仙俄, 和代表天廷前来恭贺的太白金星, 也跟着金丝香七宝腰带, 向七国王宫而去, 众人站在腰带上, 既惊喜又开心, 这群送亲和迎亲的人里, 除了齐国官员, 乐队, 马车队, 调台驾撞的棒棒队, 就蜀国的一两个私仪, 此外, 就全都是山上那些村民, 也都是与陈曼云同生死共患难的人们, 以往在他们心里, 这样坐在一条毯子上飞来飞去, 可能只有神仙能做到, 可是今天他们跟着陈曼云, 自己居然也有了神仙一样的殊荣, 怎能不兴奋呢? 由于人多, 马车多, 陈曼云的嫁妆也多, 金丝香气宝腰带太过负重, 一百多里的路程, 他也用了两三个小时, 才飞到七国王宫上空, 紫霄又让金丝香气宝腰带, 慢慢降落在王宫外, 再由乐队领路, 花轿随着乐队, 一路吹吹打打进了王宫, 处处披红挂彩, 洋溢着喜庆的齐国王宫里, 此时一桌桌酒宴早就备好, 只等及时到来, 送亲的队伍一进宫门口, 就被蔡瑞安排的李仪思怡, 带着到各大店里去吃茶去了, 梁子墨看看天色, 此时太阳正热络地照射在上空, 看样子离武士还有一小会儿, 他怕等会儿拜堂花的时间过长, 把自己娇妻给饿着, 于是先让人给陈曼云端来了 热气腾腾的水饺, 让他先吃点东西垫垫肚子, 陈曼云知道他的苦心, 躲在盖头下面暗自偷笑, 等陈曼云这边刚吃完, 就听到司仪在桃花宫的正殿里大声喊道, 即时到, 请大王和王后出来拜堂。 原本被安排在桃花宫外面吃茶的众人, 听见司仪这样一喊, 都挤进去观礼, 众人的贺喜声和喧哗声不绝于耳, 这时梁子墨才往陈曼云的手里塞了一根红绸带, 拉着从内殿走了进去。 咱们天朝人都知道, 成亲拜堂也就是拜家中父母高堂, 梁子墨父母双亡, 长辈就只有梁浩晨一个, 自从在山上被陈曼云用激将法激得神志不清后, 到现在连个影子都没见着, 也不知道是不是被游龙玉女放火时给烧死了。 反正现在梁子墨没有高堂, 陈曼云也就谢氏一个母亲。 于是梁子墨命人把谢氏也请到自己的王宫里来, 接受他与陈曼云的拜理。 而这一切虽然梁子墨并没有跟陈曼云商量过, 但是陈曼云根据对梁子墨的了解, 他也能猜到几分。 随着司仪唱出的程序, 一拜天敌, 二拜高堂, 夫妻对拜, 礼成, 送入洞房。 陈曼云被梁子墨带着都一一拜过, 行礼后被梁子墨以及喜婆和丫鬟小心翼翼地拉着进了内殿, 这时陈曼云就顶着盖头, 由四个丫鬟陪着坐在内殿, 耳朵里不时传来外面大殿里官员们给梁子墨敬酒的声音。 恭喜大王, 贺喜大王, 下臣们给大王敬杯酒, 谢谢, 谢谢, 来来来, 干杯, 干杯。 还有月秋平他们的一帮来自山上的村民们向梁子墨敬酒的声音。 梁子墨, 恭喜你们呀,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与曼云丫头也终于成亲了, 哈哈哈哈哈哈, 是啊, 你们俩的这顿喜酒啊, 我可是巴望了好酒啊, 哈哈哈哈, 今天终于喝到了, 哈哈哈哈, 今天我们大家都非常开心, 你们两个孩子呀, 可都是我们看着长大的, 两个最好最好的好孩子, 是啊, 两个人都是最优秀的。 曼云的娘, 这一下总算是苦尽干来了, 输在这里, 恭喜你们夫妻和和美美, 早生贵子, 哈哈哈哈, 来, 干, 哈哈哈哈。 听到这里, 陈曼云心里也有许多感慨, 想起了这些年和他们那群人一起度过的那段苦难岁月, 那些不为人知的心酸过往, 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还历历在目, 正在陈曼云走神之际, 突然一阵风吹起来, 把陈曼云的盖头都吹得一阵乱板, 陈曼云以为又有什么妖魔鬼怪来捣乱, 赶紧屏心灵神, 看着盖头下面能够看见的地方, 等了一会儿却什么也没发生, 只是看见一双穿着灰色的剪刀口不斜的脚站在不远处, 陈曼云正想提起出场, 却又听见一个熟悉的老男人的声音响起, 哈哈, 丫头, 我老人家奉命前来, 给你送贺礼了, 原来是太白金星老先翁啊, 陈曼云笑着问道, 啊, 记性不错呀, 正是老夫啊, 哈哈哈哈, 怎么样, 成亲的感觉还好吧, 太白金星笑着问道, 陈曼云听了她的话, 顿时羞红了脸, 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的话, 可是太白金星好像并没有指望她回答, 便又哈哈大笑着说道, 哈哈哈哈, 丫头, 你不要害羞嘛, 我老人家刚才已经帮你查看过了, 这小子对你还不错, 你这丫头也很有眼光, 好了, 我老人家虽然很不想你这么快就嫁人, 但是, 现在发现你心里也同样那么喜欢的臭小子, 算了, 就便宜她小子了吧, 这次王母娘娘让我老人家来给你添妆的, 是一根漂亮的金簪, 那, 我给你插头上了, 这时陈曼云只感觉后脑勺的发际上, 像是被什么轻轻触碰了一下, 就再也没有感觉了, 陈曼云以为太白金星还在自己面前, 就开口叫道, 老鲜翁, 陈曼云连叫几声也没有听见太白金星的声音, 于是就大声喊道, 老婆皮, 这么久没见, 你自己就没有一句话要对我说, 这时陈曼云耳朵里传来了遥远的声音, 你这个臭丫头, 今天是你的好日子, 老夫不想说那些让你不高兴的话, 你居然还敢在背后骂我老人家, 是不是找仇啊? 陈曼云听了就用隔空传音对他说道, 嗯, 我就知道你来不会有什么好事, 我没什么好讲究的, 你就把王母娘娘的话说出来吧, 这时他又听见像是从天外传来的声音, 哎, 王母娘娘说, 你来这里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现在呀, 是时候收回你从紫霄那里拿去的那些宝宝, 我老人家见你正在兴头上, 不忍心马上就拿走那些宝贝, 那所以就先躲起来去喝酒了, 你最好趁着这个时候把该办的事情都给办了, 要不然哪, 就得你那个相公带着你和子民们一起跋山涉水的回那边去啦, 我早就猜到了, 只不过不知道王母娘娘会这么快来收回宝物, 陈曼云说道, 只要是三个来拿东西, 你最好赶紧去办, 太白金星这时的声音好像越来越远了, 陈曼云还不死心地问道, 那串珠子也要一并收走吗? 当然, 那可是天宫的东西, 怎么可能总是流落凡间呢? 太白金星继续说道, 好无情啊, 事情办完了, 所有宝贝都要收走, 这也太不惊人情了, 简直就是过河拆桥嘛, 我种了这么多年空间里的地,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怎么能说收走就收走呢? 陈曼云愤愤不平地说道, 你别问我, 我可没有权利管这些大事, 有什么事情, 你可以去天庭里问王母娘娘。 太白金星说道, 我一个凡人, 没有了手里的那串珠子, 又怎么可能去得了天庭? 陈曼云听了太白金星的话, 气得鼓鼓地说道, 这时太白金星又说, 丫头, 你说这话就错了, 我老人家刚才不是才把那根金簪送给你吗? 那可是王母娘娘修炼多年的随身之物, 可以带着你上天入地无所不能, 你若想到天庭去, 只要把它扔上天空, 就可以乘着去天庭了, 只不过以后没有田地中了, 你得赶紧把放在空间里的那些凡人全部带出来, 免得遭到天谴。 遭天谴? 怎么会? 陈曼云惊讶地问道, 你还要问我啊, 这不是你和紫霄那丫头搞的事儿吗? 现在还来问我, 你这要是被王母娘娘知道了, 肯定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大。 陈曼云听了太白金星的话, 吓得后背一阵发凉, 这才想起当初为了不让那些骑过都城的人在空间里乱走动, 他亲自让紫霄把那些人的意识给封印住了, 这么长时间过去了, 这些人不但成天在空间里帮忙干活, 还被紫霄训练成了一支非常优秀的军队, 以后他的国家疆土辽阔, 正好需要这样一支无坚不摧的军队, 不过这些人他要悄悄地把他们安排在各个边防部, 让他们担任最重要的任务, 相信只要有他们在, 国家的边疆保证安定, 于是没有再多说什么, 等梁子墨进洞房来时天已经快黑了, 这时梁子墨禀退了丫鬟婆子们, 关上门准备救寝, 刚转过身却被陈曼云用催眠术将他催眠, 陈曼云将昏睡过去的梁子墨轻轻放在床上, 把张曼放下来, 做出一副他们已经旧寝的样子, 然后悄悄用隐身术溜出去, 把空间里那些被封印意识的人们, 按人数分配到边疆的各处军营里去, 然后让紫霄把封印解除, 让他们担任要职, 再后来又把空间里所有的粮食, 瓜果, 蔬菜, 棉花, 桑马等, 全部搬出来, 放回山上, 那个可能会被废弃的军工厂里, 可是把所有的仓库都塞满了, 也没有把那些东西全部放进去, 于是陈曼云又回了一趟蜀国王宫, 现在这蜀国王宫还是赞由莫少涵, 萧应月, 韩燕和孟昊他们四个坚守, 他信任他们, 也许这世上所有人都会背叛他, 他们四个却绝不会背叛他陈曼云, 所以他把东西放进王宫的地下密室后, 就把事情告诉了他们, 当众人知道王母娘娘要把这些宝贝收走时, 都表示一定会保守秘密, 就算人头落地, 他们也不会告诉第六个人, 陈曼云又在空间里, 拿出上万种珍贵药材, 全部都放在蜀国王宫地下的, 那个从王当年用来关押前朝鱼党的密室里, 之后陈曼云才回到他与梁子墨的洞房, 这时天已经快亮了, 梁子墨好像是知道他回来了, 他的郊躯刚刚躺下, 梁子墨的腿就搭了过来, 紧接着手也搭过来, 将他的身体死死地压在身下, 让他几乎喘不过气来, 紧接着梁子墨就在他身上到处点火, 让他难以忍受他的撩拨, 最后身体柔软地开始迎合。 天亮后, 陈曼云跟梁子墨说了太白金星那些话, 并告诉梁子墨他要去一趟山上, 要让山上那些为了尽快生产, 没能来参加他婚礼的人们也喝杯喜酒。 梁子墨让蔡瑞他们六个照顾宫里的事务, 他跟陈曼云一起去了山上, 来到山上, 陈曼云和梁子墨跑遍野炼场、 陶瓷场、石灰窑等这些地方, 让那些没有时间去王宫参加婚礼的每个人, 都吃到了他们的喜糖, 喝到了他们的喜酒。 之后, 陈曼云故意让梁子墨跟李翠平的丈夫, 岳绍亭在一起畅谈, 他却一个人悄悄去了山里, 把空间那些名贵的药材, 每样都拿出来种在树木稀疏的地方。 他知道, 如今这天下是自己和梁子墨的, 百姓也都是自己的子民, 既然自己接手了这天下, 天下的百姓也都信奉自己夫妻俩, 那么他们这做王的, 就要有能力为自己的子民谋福利, 排忧解难, 万不可让天下百姓对自己夫妻失望, 更不能利用权力做出无利于百姓或有害的事。 他今天把这些药材种在这崇山峻岭, 以及悬崖峭壁上, 为的就是在他百年之后, 万一遇到哪一代那些不孝子孙败了家业, 给百姓们留些生机, 又或者是留条活路。 俗话说, 人无千日好, 花无百样红, 手指头伸出来都有长短, 更何况是人, 这样做有备无患总是好的。 万一真到了他这王朝灭亡的时候, 他的子孙后代总不至于被疾病给折磨死, 百姓们也不至于逃到这偌大的山里来, 就又像他们当初来这里一样, 连治病的药物都找不到, 他一定要为百姓和后代做些力所能及的贡献。 就这样陈曼云把空间里的每种药材都拿了些出来种在山上, 这才又回到冶炼厂, 与梁子墨一起跟李翠平他们告别, 回到现在的齐国王宫里。 陈曼云看看时间, 现在离五十三克还有一会儿, 于是他又把那些成熟的, 昨天还没有来得及收割的蔬菜、水果、棉花、桑麻等等, 全部用一年收割完带出来, 放在王宫的储物间里。 看着这么多东西, 陈曼云打心眼里感到, 非常舍不得跟了自己几年的空间。 以后没有空间这神器了, 虽然自己不用出力去种地, 但是却也少了一个稳固江山的神器, 以后自己和梁子墨都要凭真本事维护这天下百姓了。 真不敢想象, 以后要是再遇到大灾难时, 自己将用什么去供给百姓粮食, 用什么去让百姓安然度过难关。 想想这些, 他就真的不想把那自己手上带着的多年的珠子还给太白金星。 可是天命难为, 他只是一个小小凡人, 又有什么能力与天神们抗衡呢? 算了, 既然王母娘娘发话了, 他也就不再留恋这神奇的珠子了。 就在这时, 太白金星又搜了一下, 出现在他的面前。 丫头, 你的事情都办好了吗? 太白金星笑着问道, 算是办完了吧? 陈曼云眉精打采地回答道, 怎么, 舍不得珠子呀? 太白金星看着陈曼云, 明知顾问地说道, 你说呢, 这珠子跟了我这么久, 早就有感情了, 你们说拿走就拿走, 换了谁都舍不得吧, 我有这样的反应, 也是人之常情。 陈曼云说道, 丫头, 关于这一点, 我老人家也没有办法呀, 你就当从来都没有过这珠子吧, 好了, 把东西拿来吧。 太白金星把手伸得老长, 对陈曼云说道, 陈曼云非常不舍地, 从手腕上取下来递过去, 可是他的心里, 却并不想把那串珠子, 真正地还给太白金星, 所以就在太白金星伸手接珠子时, 他却还死死地将珠子拽在手里不放, 太白金星费了很大的劲, 把珠子一颗一颗从他手里抠出来, 说来也奇怪, 太白金星只是从陈曼云手里, 拿走了那串珠子, 可是陈曼云揣在怀里那些, 从水桥那里借来的宝贝, 什么菩提三照, 金丝香气宝腰带, 绿如意乾坤手镯等等, 一股脑的全部跟着飞了出去, 最后太白金星清点完所有宝贝, 才对陈曼云呵呵一笑说道, 好了, 以后啊, 你就好自为之吧, 说完转身就没影了, 这一下陈曼云像是受到重创, 心里又像是塞了一团什么, 难受极了, 气呼呼地说道, 老婆皮, 你就不能给我留下点什么吗, 你这做得忒绝了, 以后你就不打算跟我见面了是不是, 这时他耳边传来太白金星无奈的声音, 丫头啊, 你要理解我老人家呀, 我这样做已经是对你网开一面了, 要是换了别人来, 昨天就得拿走了, 那你这些年来所做的努力, 就算白忙活了, 有可能还会让你下十八层地狱呢, 你现在还能平平安安的, 跟自己的心上人一起过小日子, 你就知足吧, 不要怪我老人家心狠, 你要想想你要的是不是太多了。 陈曼云听着听着居然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等他再次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躺在柔软的床榻上, 又听见旁边的侍女惊喜地喊道, 大王, 王后醒了。 这时陈曼云想要起身, 却被快不赶来的梁子墨制止了。 你还是躺下吧, 身体不舒服, 也不跟我说一声, 居然一声不吭的, 就晕倒在厨间里, 你以后啊, 都不许再去做那些粗活了, 实在不放心别人做, 就告诉我, 你指挥, 我来做, 我再也不允许你那么累了。 第二天一大早, 陈曼云和梁子墨就召集齐国的群臣, 再次迁都原齐国都城就职。 这次也让以月秋萍为首的, 愿意回月家庄种地的人们一起, 千里迢迢跋跋山涉水挽回迁, 由秦松、袁凯和张超他们三人, 一路上负责所有人的安慰。 梁子墨和陈曼云带着蔡瑞、陆刚、 杨洪等朝廷官员, 留在王宫里商量几国合并的事。 陈曼云还让子凌他们去把墨少涵等人接来, 一起商议。 子凌他们把墨少涵等人接来时, 又给他带来一个不好的消息。 子凌说, 主人, 对不起, 我们姐妹以后可能帮不了你了。 为什么? 陈曼云紧张地问道。 王母娘娘给我们发来了命令, 让我们赶紧回去覆灭, 所以…… 子凌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 从她的话语中就能听得出, 他们其实也非常舍不得离开陈曼云, 毕竟他们一起相处的时间, 有近两千个日日夜夜, 而且还是一起共生死, 有过过命的交情, 怎么可能在离别时一点也不留恋呢? 只不过他们本来就是属于天宫的, 不能违背他们的主上。 梁子墨看着陈曼云的小嘴嘟着, 一副非常不情愿的样子, 便伸手握住她的手, 轻声安慰道。 月儿, 千里大凉棚, 没有不散的宴席, 相信有缘的话, 咱们总还会再见的。 陈曼云想想红着眼眶, 向同样红着眼眶的众仙鹅们点点头说道。 好, 你们回去吧, 一切保重, 以后要是想我们了, 就下来看看我们。 听到陈曼云说的这些话, 所有仙鹅们都含着眼泪点头答应, 然后转身离开。 看着仙鹅们离去的背影, 陈曼云流着泪轻声道。 虽然早就知道, 结果会是这样, 可是等到了这一天, 我还是这样的舍不得, 感觉这一天来得太快了, 要是能再给多一天的时间, 该多好。 梁子墨知道他心里此时非常难受, 就将他轻轻揽入怀里, 想给他一些安慰, 可是陈曼云永远都是一个实干家, 为多年的友谊伤感两分钟后, 马上就振作起来, 对着这时坐在下面的众人说道。 好了, 咱们开始说正事, 现在各地的官员已经安排妥当, 明天就把我拟好的文书照告天下, 以后我们的国家就统称为骑蜀国, 今年的年号就是天和元年, 大王以后不许叫大王, 改称皇帝, 王后也不叫王后, 改称皇后。 陈曼云在公布完正事后, 还不忘把李柱子叫到面前来, 让他去梁州郡的木马场去养马逊马, 李柱子也知道, 这也算是师父对他最大的宽恕了, 要是换作别人敢对陈曼云不敬, 又或者他们之间没有这层师徒关系, 陈曼云可能早就将他的性命结果了, 所以非常顺从地跟着陈曼云派给他的随从, 一起赴梁州了。 天和元年, 这一年老天特别眷顾人们, 一年都是风调雨顺, 除了原来齐国境内, 其他地方秋天时都是一片丰收景象, 只有原齐国境内, 也就是现在的齐州郡, 所管辖的地界内, 土地荒芜的还是比较多, 因为众人迁都都是半年后, 才回到原来的都与旧址, 修建宫殿和城池还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 虽然各地都调动了军队, 修建宫殿、民社, 但是还是没有来得及把所有的田地都开垦出来。 虽然银冷, 但是并不影响人们开荒种地的积极性, 所以在第二年开春的时候, 齐州郡内也就只有部分山丘没有开垦出来, 陈曼云就让人们把那些不好灌溉的小山丘上, 因地制衣, 种上了容易存活的桑树和麻类, 一遍以后人们养残织布, 各地的商贸有了之前陈曼云打通的那些渠道, 不管水路还是陆路都畅通鼓祖。 六月的时候陈曼云怀孕了, 孕兔的他什么也做不了, 只能待在后宫里养胎, 梁子墨却整天忙得不可开窍, 每天天不亮就坐在大殿里跟文武大臣们一起议事, 下朝后就直奔桃花宫去陪爱妻, 虽然忙碌, 但看着爱妻肚子一天天大起来, 知道自己就要当爹了, 却也觉得非常开心, 因为虽然他们建立了这骑蜀国是百费待兴, 但是朝廷官员的管理, 有陈曼云早就拟定好的三省六布置, 土地管理, 也有陈曼云拟定的军田制, 再加上之前陈曼云早有先见之名, 把各地的边防御池都修建得异常牢固, 而且还有那些在空间里生存多年, 又是紫霄亲自训练的人坐镇, 以及前些年陈曼云和梁子墨在各地建立的威望, 外族人轻易不敢来犯, 而很多地方官员还是陈曼云亲自提拔上来的, 就如同当初的方硕一样, 因此梁子墨管理起国事来, 也就轻巧很多, 而骑蜀国的百姓们也是积极配合政府工作, 分到田地后就高兴地积极工作, 梁子墨知道如今百姓少地多, 怕秋收时百姓们抢收不过来, 就派出军队到田地里帮人们收割, 这样一来军民既融洽又团结, 几乎形成了军民一家的和睦气氛, 天和三年过年的时候, 骑蜀国上上下下都沉浸在一片安详宁和的气氛里, 陈曼云给梁子墨也生出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小男孩, 取名梁庆, 孩子是大年初一生的, 这个庆字就是庆国、庆家、庆丰收的意思, 整个骑蜀国在陈曼云和梁子墨的治理下日益昌盛起来, 后来陈曼云成立了一支商队, 把生意做到海外, 让世界各国都知道东方有一个叫做骑蜀的国家, 现在没有了空间, 陈曼云没有田地可种, 就去民街, 手把手教百姓们种丧, 收麻, 织布等等, 百姓们对他爱戴有加, 亲切地称他为丧麻祖后, 陈曼云和梁子墨每天都有忙不完的事, 孩子小的时候就让谢氏帮忙看着, 孩子刚刚能走路, 陈曼云就带着孩子和老娘, 每天跟百姓们忙活在田地里头, 后来还通过商队, 把自己织出来的丝绸远消海外, 受到百姓们至高无上的称赞, 梁子墨在陈曼云的协助下, 把齐蜀国的军队训练成了非常强的军队, 同时也造出最先进的武器, 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帝国, 所有周边小国全都来俯首称臣, 祈求庇佑, 在天和五年时, 就迎来了空前盛世, 四海来朝, 八方来赫, 百姓们更是家家有余粮, 户户有余钱, 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不过陈曼云对于这点成就一点也不满意, 她要的是, 百姓们家家户户出行时都能赶着马车, 下地干活时家家户户都有几辆牛车, 孩子们每人都要接受五至七年的文化教育, 达到每人都能时文断字, 这才算是基本达到了她的要求, 因为她知道, 一个国家少年强才能强, 不过这个目标一时还不能达到, 经她的初步估计, 要达到这个目标可能还需要花十年的时间, 当初他们接手齐国, 现在的齐州郡市, 那可真是满目创意, 在短短几年里能够建设得这样好, 已经很不容易了, 想要达到更高的目标, 只能靠他们夫妻带着百姓继续努力。 天河十一年三月, 此时正是阳春, 草长应飞的时节, 在山上也练场附近, 一片雪白的梨花丛中, 有一群孩子在一起嬉戏打闹, 玩得甚是欢快。 梨花深处, 一位身上穿着上等水绿色云锦如裙, 头腕挽留节, 额前佩戴纯金凤凰不摇, 肤若凝脂性眼淘塞的美貌少妇人, 正手挽着一位年近五十, 浑身贵气的老妇人, 边上美景边说话。 娘, 你快看, 那随风飘落的梨花瓣好美啊, 就像是在下梨花雨, 又像是那轻柔纯洁的雪花。 夫人惊喜地指着那些, 从他们额头上飘过, 然后慢慢落在地上的, 洁白无暇的梨花花瓣说道, 啊, 是啊, 没想到如今这山上春天美的就跟仙境一样, 此情此景, 让我想起了当年, 山上无缘无故被火烧了之后, 你带我们去紫灵的那个仙境, 不, 哪里都没有如今的山上美。 老夫人笑着说道, 这一老一少正是陈曼云和谢氏, 十几年前离开山上后, 谢氏就再也没来过山上, 没想到十几年过去了, 这山上的变化如此大, 当年被游龙玉女烧毁的地方, 陈曼云让人全部种成了果树, 比如说梨树桃树,杏树等, 这些树在春天开花的时候, 把原来山上小镇这一圈装扮得十分美丽, 就像谢氏刚才说的, 真是美的能与仙境相比, 到了秋天这树上挂满果实, 又能摘来吃, 或者运出去卖个好价钱, 现在陈曼云就发动各大商家, 在这里修建了什么杏花林度假村, 桃花园度假村等等, 这些度假村就是专门用来接待游客的, 现在的骑蜀国真的已经达到陈曼云之前的目标, 真的能够达到家家户户出门旅游驾马车, 下地干活儿驾牛车了, 而且这古代的人由于交通不便很少出门, 现在他们收留了仙钱, 家里的活迹干完了, 没事的时候, 大家也喜欢带着家小一起出门踏青看看风景, 而陈曼云在这山上开设的这些度假村, 就成了人们非常向往的地方, 虽然百姓们还不敢为了看风景脱家带口地在山里跋涉, 来此处玩耍逗留, 但是达官显贵的家眷们, 就会有很多人会忙里偷闲, 趁着这春意正浓时, 不远千里乘着马车, 带着山上度假村里住下游玩数日, 有的还会等到秋天果子成熟的季节, 来这里一堵硕果雷雷的山上, 因此陈曼云这些度假村多半都是双赢的, 特别是春天, 要是来晚了, 不但看不到繁花盛开, 就连住处也只能住在山脚下, 山上的地方最是抢手, 所以很多人为了来这山上看春景, 年前就得出发, 离得远的就更早, 这些年陈曼云出资或者集资, 把各处通往山上的道路都修建得宽阔畅通, 几乎在整个奇数大陆上, 形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官道网, 所以如今人们出行都非常方便, 无论要去哪都有宽阔平坦的官道, 而如今的山上靠近野炼厂、 陶瓷厂、石灰窑等地方, 方圆五十里内, 一年四季天气都比较暖和, 因此到这里来安家落户的人也特别多, 最近一年里山上的人口巨增, 按照这个发展趋势, 估计过不了几年, 这山上就不是建村或者建镇, 而是建县郡了, 不过他不担心, 因为除了山上, 他马上还要在其他地方, 也开发几个这样的地方, 这样一来山上不就不那么抢手了吗? 而且这样还能让那些离山上远的普通百姓们, 也能享受到一样的春景, 更重要的是, 还能让陈曼云的镜像里多出很多银两, 这山上只是他拿来实验的基地, 真正开发起来, 山上也就附近的人们来观光了, 要是还有那不远万里来这里的, 那就非常想了解一下, 当年他们的皇帝和皇后, 是在怎样艰难的环境里, 带着村民们逃过那连年的天灾的, 其他的可能就是那些比较执着的旅游者, 他们想要尝试或者探寻, 这山上是不是传说中的风水宝地, 让流落在外孤苦无依的王子, 和一个贫家女摇身一变, 就成了今天的骑蜀大陆之主, 陈曼云才不管他们来这山上是出于什么目的, 只要他们来这里消费, 就是他服务的对象, 只要他们付银子, 他就会给他们提供方便, 这是商人最起码的经商之道, 虽然现在他贵为一国皇后, 但是他还是喜欢做些有利益的事, 这对整个骑蜀大陆的百姓们都有好处, 首先他这样赚来的银子, 可以创造出他陈曼云的自身价值, 第二, 这些收入他拿出一部分来, 用在培养后代的教育基金了, 比如说他在整个骑蜀大陆上, 不分民族到处修建学堂, 请老师教学, 还有一部分就用在百姓医疗上, 他知道由于交通不发达, 百姓们很多人生病了, 都不能及时送到设在城镇的医馆, 所以就让医馆大夫们坐着医馆里背的马车, 每天轮直到村子里去游走, 医馆的马车上挂着一面锣, 走到一人家, 大夫就敲一下锣, 再吆喝一声, 不过为了防止其他大陆的间隙混入, 他还让户部给国内的百姓们, 每人都发了一个正面刻着他们名字, 背面刻着他们家人和子女的医疗牌子, 下乡的大夫们给百姓们诊病的时候, 还是要建牌子才看病, 就这医疗和教育, 就都是在为整个骑鼠大陆的百姓们谋福利, 而这两笔开支, 要是都用国库的银子, 梁子墨的国库早空了, 因而梁子墨对于陈曼云这种赚银子的方式, 也是非常支持的, 还经常会带头提出, 要去陈曼云开的这些度假村游玩, 帮助自己的爱妻创造收入, 他们夫妻俩这样夫唱夫随, 一唱一和地换个方式, 就又巧妙地把朝臣们赚去的俸禄又收回了不少, 这样既能拉近贫富差距, 又能让他们的国库充盈, 何乐而不为呢? 陈曼云打心眼里, 为自己这样赚钱的方式感到骄傲, 不过这些事情现实可不懂, 这次陈曼云把孩子们和老娘一起带来这里, 目的有散, 一是让现实故地重游, 回来看看如今山上的发展, 二是让孩子们也看看, 自己当年在那艰苦的岁月里的战斗基地, 三嘛就是单纯地想带着孩子们一起出来游玩一下, 看看这山里的美景, 他们娘俩边走边聊, 孩子们由老大梁庆跟在后面看着, 他很放心, 因为这些年他教了梁庆很多空间里的功夫, 这孩子骨骼极佳又天生聪颖, 是个练武的好苗子, 虽然他没有机会进空间里去吸收灵气, 也没有机会喝到川江西的水, 但是他是他陈曼云的长子, 身体里流着他陈曼云的血, 所以他和两个弟弟妹妹一样, 都有陈曼云的遗传基因, 天生通灵, 无论什么功夫, 他只要看一遍就能学会, 并且还用得得心应手, 陈曼云在梁庆后又生了个女儿叫梁沛, 小丫头乖巧可人, 那小脸上的眉眼简直就随了梁子墨, 就连一贫一笑都能在他身上看到梁子墨的影子, 梁子墨心疼这丫头可比梁庆多, 而这丫头也不负众望, 学文学武都能过目不忘, 在梁沛之后, 还有一个特别调皮的小儿子,梁衡, 这小子就比哥哥姐姐要让人操心了, 现在这家伙就能爬到一棵梨树上, 吓不来, 还正扯着嗓子在那儿大叫呢, 大哥,大哥, 快来救我, 哥,你别管他, 看他能爬到天上去不, 真皮, 这点也不听话, 娘都说了不许爬树, 这些树都是要结果子的, 可他就是不听, 你看看, 他都爬到哪儿去了, 梁沛撅着嘴不满地说道, 梁庆听了妹妹的话, 却笑着看着他说道, 你呀, 就是刀子嘴, 豆腐心, 待会儿, 恒儿真的从树上摔下来, 你就又该心疼地掉眼泪了, 算了, 算了, 我过去把他抱下来, 啊, 救命啊, 救命啊, 梁衡见哥哥姐姐还没来, 又扯着嗓子叫道, 好了, 好了, 别叫了, 你是不是怕娘亲不知道你又爬树了呀, 看待会儿, 谁又要吃笋子炒肉, 谁的屁股又该开花了, 梁庆便往梁衡爬的那棵树走便出声制止他, 哎呀, 我的好大哥, 求求你就快点来呀, 我的腿卡住了, 疼啊, 梁衡带着哭腔说道, 这时陈曼云已经听到了, 之前他以为梁衡只是一时顽皮爬到树上去了, 又梁庆把他抱下来就是, 也就没有想过去, 可是此时一听梁衡说他的腿被卡住了, 他心里一下紧张起来, 连忙对谢氏说, 娘, 你在这儿等我一下, 一转眼他人已经飘到梁衡爬的那棵树前了, 抢在梁庆前, 一把把梁衡从树上抓下来, 不问青红皂白啪啪啪啪, 给了梁衡几巴掌, 才大声问道, 你还皮不皮? 梁衡屁股被打得生痛, 听见是自己娘亲的声音, 却不敢哭出来, 梁庆和远处的梁沛都紧张地大喊道, 娘, 别打小弟啊, 他还小, 陈曼云听了儿女们的话, 把手里的梁衡往梁庆手里一塞, 转身气呼呼地说道, 好, 我不管了, 给你, 梁庆忙伸手接住险些掉在地上的弟弟, 梁沛看见了也紧张地往前跑来, 兄弟姐妹三人只能无奈地看着身材苗条的娘亲转身离去的背影, 我 West 5000证 requis纸, 我终于来连一刻问他, 我放到他来邀请就去讨厌道, 我们在眼前探户吗? 我们一起见到好.